这是漫画版的流子和女友的爱情故事 看得我后槽牙都咬碎了 这一天如同往常一样 哈金同妈妈的叫声中惊醒 然后她便快速地冲进卫生间洗漱起来 她就要错过与世俊约定的时间了 哈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便要准备出门了 妈你看见我的柔束服了吗 妈妈回头看向哈金在门口的鞋架上自己发 对了你是不是还在暗恋世俊 被老妈突然这么一问 哈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老爸也突然跟着老妈打去着她 害羞的哈金立马找了个借口转移话题 跟老爸寒暄了一会 他便拿起道服匆忙准备出门 就连他最爱吃的热汤都没喝一口 因为他快迟到了 哈金和世俊约好了今天一起上学 他满怀期待地按响了世俊家的门铃 嘴里嘟囔到世俊你为什么不看我给你的留言 可是开门的却是世俊的老爹 从男人口中得知世俊刚刚出门不久 现在追的话还来得及 得知情况以后哈金连忙道别 便飞快地朝着学校赶去 哈金一边跑一边嘟囔着世俊你这个笨蛋为什么不等等我 然后他便发现了一个高大的声音 正是世俊这个坏家伙 哈金一个起身就锁住了世俊的脖子 你为什么不等我 此时的世俊也知道身后的这个人是哈金 便继续地低头玩着游戏 只是他没注意到哈金红了脸 跟往常一样活力满满的哈金像个坏面 世俊也像宠小孩子一样回答着他 哈金拽着世俊 你不要总玩游戏了 跟我一起练柔术吧 还可以减肥 这是一辆车朝着哈金驶来 世俊抬头看见了这一幕 而哈金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中 还在一脸可怜请求世俊答应他 世俊的大手包住了哈金的头 正当车子要撞到哈金的时候 世俊一把拽过了他 此时的哈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靠在世俊的怀里 世俊取下了哈金的背包 背在自己身上玩着手机朝着学校走去 他没注意到此时的哈金 已经被他刚才温柔细腻的举动 弄得心里小鹿乱撞 世俊等等我 说着两人便朝学校走去 不一会世俊便来到了班级 他玩着手机坐在了自己的座位 这时他抬头望去 只见校爸又来问前桌的同学要保护费 世俊抬头看着班里的其他同学 大家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着一切选择了事不见 此时的世俊也放下手机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校爸准备转身离去 并吩咐男孩去给他买红豆面包 但是男孩没有钱便拒绝了校爸 下一秒校爸一个大逼豆就打向了男孩 他把男孩按在地上一顿乱打 我让你买红豆面包你聋了吗 这点事情你都办不好吗 看着校爸丑恶的嘴里 世俊再也忍不住了 他掏出红豆面包 一把就塞进了校爸的嘴里 今天我就让你吃个够 此时的世俊注意到自己好像太大力了 便询问校爸还好吗 校爸懵逼地看着世俊 你敢动手打我 世俊解释道因为你一直念叨红豆面包 我这正好有一个 话没说完校爸的拳头 就打在了世俊的脸上 只见校爸对着世俊一顿疯狂输出 世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屋子里怎么有问题 此时的校爸也注意到自己的攻击完全能力 他的每一拳都好像打在了一座石像场 校爸气不过抄凳子就朝着世俊咋去 世俊也是悠闲地躲过了他所有的攻击 这是一个人推门走了进来 世俊回头望去心想这下糟了 来的人正是柔树高手哈金 此时的哈金也注意到了世俊受伤的脸 不顾世俊阻拦哈金静止走向了校爸 校爸看向哈金你又来看你的猪了吗 哈金只是冷冷地活物 是你伤了世俊吗 此时的校爸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一脸的洋洋得意 是我干的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下一秒他假牙都要被打飞了 尽管世俊极力阻拦 可是看着受伤的世俊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女孩因为保护男友便遭到报复 男友从同学口中得知真相后 便气冲冲地赶往了李荣浩的班级 只见世俊一把推开门 李荣浩见状一脸不屑 看看这是哪个重量级人物来了 世俊静止走向他 只见黄毛一脸挑衅地看着世俊 怎么你个恶心的胖子你还敢打我吗 世俊并没有搭理黄毛 而是看向李荣浩说道 你们必须向哈金道歉 李荣浩玩味地看着世俊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然后他便站起身来 用拳头敲打着世俊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还敢命令我 世俊阴沉着连我还在担心 你们会道歉我会心软 但现在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话没说完中芬兰就朝着世俊打去 谁知下一秒他便被世俊一拳镶在了跪跪 哪来的苍蝇嗡嗡乱叫 看来有必要打扫一下教室 瞧着世俊挥出了拳头 只见世俊一脚撂倒了一顿 化身肉盾战车直接给二五载撞飞 这是一个老六 趁着世俊不被偷袭了他 世俊转身就冲向了他 搂住腰疼痛抱起 忠忠发向地面 中芬被眼前的一幕吓破了他 由于肥胖的原因 此时的世俊也筋疲力尽 这时李荣浩在一旁拍手叫好 一瞬间便打倒了我三个小弟 那么现在你准备好和我战斗了吗 世俊面对荣浩的挑衅握起了拳头 直接世俊的攻击全部被他躲了过去 嘴里还嘲讽到你就是这么保护女朋友的吗 我对你的女朋友已经很大度了 下一次保不准我会做出什么事情 听到这世俊直接冲向了他 正当世俊准备给他来一次爆摔的时候 李荣浩狠狠地勒紧了世俊的脖子 用身体死死地缠住了他 正当世俊被累得满脸通膨 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一个美腿冲了进来 来的人正是哈金 只见他一脚就踢在了李荣浩的脸上 他的脸都被踢成了十几美颜 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一个女人打了 说着他便站起身来 揪着哈金的头发 你疯了吗 你竟然敢打我 此时的世俊好心劝说李荣浩你最好放开他 李荣浩一脸不屑 你竟然叫我放开他 我还得揍他吗 说着便朝着哈金打去 哈金灵活地躲开了他的攻击 然后拽着他的胳膊 狠狠地砸向地面 李荣浩此时也相信了世俊的话应该放开他 你就是用这只手打的世俊吧 我现在就帮你废了他 李荣浩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下一秒教室里就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李荣浩哭哭哀求承认是自己错了 哈金便放开了他 下次再敢伤害我的世俊我一定废了你 然后便搀扶着世俊离开了 回到家以后 老爸叫醒了熟睡的世俊 并告诉他 哈金出事了正在抢救 这是哈金三百斤的男朋友 别看他长得乖巧可爱 但他看见男朋友受欺负 也会挡在男朋友面前 可见哈金直接把孝爸摔倒在地 孝爸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的叫娘 你敢打我的世俊你是不想活了吗 说着哈金一记情敌术 便给孝爸捆得口吐白沫 世俊见事情不妙赶紧去拉住哈金 即使世俊用硕大的臂膀抱住了他 他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可见学霸真的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就连临走时都想给孝爸送进ICU 一时间孝爸已经分不清眼前的女人是什么姓李 只是开口问到荣浩回学校了没 画面一转 得知此事的荣浩便带人朝着世俊的班级走去 他用力地推开门 这可直接给世俊下毛了 李荣浩也是不说废话问到你们谁是世俊 是我 此时的世俊也意识到来者不善 李荣浩睁大着眼睛审视着眼前的大块头 跟小弟确认他是世俊以后 一巴掌打在了世俊的脸上 李荣浩一脸轻裂你不是挺牛骂起来跟我打 世俊不想再牵扯哈金 选择笑脸相迎并且还道了歉 李荣浩继续挑衅世俊 可是世俊还是选择了继续隐忍 眼看没什么搞脱了李荣浩便离去了 李荣浩并没有想要放过世俊 只是告诉校爸等着看好戏 此时的世俊还以为这俩人怎么这么好说话 放学以后哈金询问着李荣浩有没有去找麻烦 面对哈金的提问世俊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怎么这么好说话 不过他们俩并没有在意谈笑风生的便回家了 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三人一脸坏笑 第二天 昨天被欺负的同学找到世俊 跟世俊道谢以后便让他赶紧去哈金的班级去看看 此时的世俊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哈金的班级 只见哈金的座位被人泼了一桌子的墨汁 哈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便问向其他的同学 只见同学们都逼而不谈很害怕的样子 还叫哈金别和他们讲话 此时哈金委屈极了他不知道同学们为什么排斥他 这是一个温暖的大手给哈金披上了衣服 哈金委屈地看着世俊他这样回去一定会被妈妈骂的 世俊温柔地安抚着他 没事我这还有新的衣服 说着他便带着哈金去卫生间换衣服去了 此时门外的二人注视着这一切 这么做真的有用吗 这胖子还是这么冷静 他们不知道的是 得知真相的世俊已经对他们下达了死亡判决书 这是三百斤的世俊和他的女友 别看他现在乖巧可爱 但打起架来那可是一把好手 只是伸手矫健的他也被送进了SU 刚刚出门哈金便看向世俊你还好吗 世俊表示自己问题不大 然后哈金便模仿世俊为了他出气被勒住的样子 一路上哈金都在缠着世俊让他学习柔术 听到这世俊也有些不耐烦了 面对哈金的关心他也只是回应道 你很烦 我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哭鼻子的小胖子了 然后便说着自己很猫 健身房也让哈金一个人去吧 此时的哈金一脸落寞 世俊这个笨蛋他什么都不懂 他想去健身房也只是想和世俊多待一会 回到家里 世俊为刚才自己闹的小脾气感到羞愧 随后他便跟哈金约定明天早上一起去健身房 想着和哈金一起去健身他有些害羞 蒙住头便沉沉地睡去 到了傍晚老爸叫醒了熟睡的世俊 并告知他哈金出事了 听到这一切世俊愣住了 画面一转便来到了医院 世俊气喘吁吁地赶来 只见哈金的父母正坐在手术室前 哈金的父亲抬头看向世俊 你怎么来了 只见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哈金怎么样了 他伤得严重吗 他肯定会好起来的对吧 这时世俊老爸也拿着拖鞋追了上来 只见世俊的脚已经血肉模糊了 傻孩子先把鞋穿上 哈金一定会没事的你不要激动 这时一个大叔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你是哈金的朋友吗 我是警局的侦探有话问的 经过一番调查 警察判断出这是一起有报复性的集体作案 这时世俊愣住了 他回想起了这两天发生的一切 他很确定这一切都是李隆浩干的 他把学校的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警察 然后他便询问起了哈金的伤势 警察告诉他 哈金是头部遭受到袭击晕了过去 然后被人一气到胡同里 受伤最严重的是他的膝盖 是用柔术扭伤的 听到这世俊更加确认伤人的正式李隆浩 警察得知情况以后 答应他会好好调查这人 这时手术结束了 医生告知哈金的父母 哈金已经脱离的生命危险 不过心里的阴影是挥之不去的 要同时进行精神治疗 躲在墙后的世俊听见了一切他后悔问 来到哈金的病床前 看着他满目疮痍的脸 世俊就傻傻地站在那 此刻的他眼神空洞心如刀脚 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陪哈金去健身房 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复仇 这本是一对甜蜜的情侣 只因一时的心怨 对女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此时男孩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复仇 这天世俊来到警察局 得知李荣浩有不在场证明 世俊压抑的心情彻底爆发了 你们花了这么多天就是给我这种答复吗 侦探看着世俊解释道 案发地点的摄像头损坏了 没有证据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世俊看见了大叔桌子上的照片 大叔也注意到了世俊 然后便用文件遮挡了起来 如果正义不站在我这边 那我便是正义 大叔看着眼前的少年便吩咐下属 盯着点着小子怕是要惹出什么事情来 到了夜里 李荣浩正在和一女子谈笑风声 一边的黄毛也在拍他的马屁 李荣浩一脸得意我让你相信我是对的吧 转身他便看到了一个人影 哪里来的猪最近看见胖子就觉得晦气 就在刚刚我还动摇了 我觉得可能不是你做的 但是我现在很确定就是你伤了我的哈金 只见二人四目相对 这个胖子觉得自己很吓人吗 你是在讲电影台词吗 小猪猪 男主角登场了吗 真是笑死我了 下一秒他的脸就撞到了士郡的拳头上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可见士郡吃奶的镜都用出来了 一边的黄毛剑状已经被吓破了 你个猪不要靠近我 此时的士郡就像是苏醒的雄狮 一拳就给中分南门牙打丢了 正当士郡准备成胜追击的时候 荣浩护子心切站起身来 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士郡一惊他身之里荣浩是个柔术高手 被他缠住就麻烦了 荣浩用力地抱紧士郡的大腿 一个四两拨千斤就把士郡摔倒在地 你个混蛋你会付出代价的 你女朋友也说会让我付出代价 看看他的腿现在如何了 此时士郡的手被他狠狠压住 没有反抗的机会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 现在我就让你和他一样 说着荣浩便是对着士郡一顿输出 李荣浩冷冷地看着士郡 你还太嫩了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可怕 我一定会杀了你 是吗 就用你这条即将报废的胳膊吗 感觉怎么样你女朋友当时就是这么对我的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了 李荣浩也意识到 这满身疤痕的男人来者不善 这个三百斤的男人为了给女友复仇 只身一人去挑战柔术高手 就当他要被折断一只胳膊的时候 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 你想要做什么 李荣浩看着眼前的男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只见男人低头看向李荣浩 我说我让你松手 李荣浩迫于这强大的气场乖乖松手了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 是这个小子先动的手 男人只是冷冷地回应道 我只是迷路了 碰巧路过 李荣浩觉得自己被他给耍了 你个老灯不要碍事 赶紧给我滚 这时男人冷冷地看着荣浩 只见他站起身来 兔崽子你是想跟我试试吗 此时的荣浩已经感觉到 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谁知下一秒 男人竟然打电话报了警 有一群人在围殴高中生 荣浩被这无耻的行为气疯了 并警告士郡不要再出现在学校 警察你们都听见了 把他非常具有威胁性 迫于无奈李荣浩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士郡压抑的心情彻底爆发了 谢谢你救了我 男人见状也坐在了士郡的身边 两人就这样沉默了许久 一句小猪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男人表示他是哈金的朋友 士郡看向他所以你也会柔术 但是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因为哈金每天都会给我们看你这只小猪的照片 紧接着他便说到 真正伤害哈金的并不是荣浩 但这也是他的感觉 然后他便掏出一张白纸 只见这是一家柔术馆的宣传单 男人告诉士郡现在的他打一百次 也不是荣浩的对手 男人意味深长地教导士郡 要想下好一盘棋 必须先学会下棋 此时的士郡也明白了男人话中的含义 第二天士郡便来到了传单上所说的柔术馆 此时正当他思考到自己钱不够要不要去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两个人吓了他一条 得知士郡是打算进入柔术馆学习的 还没准备好的士郡便被二人强行地拖着上了楼 俩人也不管电梯门大小直接给他塞了进去 教练你不在吗 我们这里又来新朋友了 此时的士郡只感觉这群人像哈金一样强大 杰森赶紧起来有新朋友 只见这个叫杰森的正是昨晚救过士郡的男人 他迷里呼呼地看向士郡你怎么来了 此时的士郡觉得自己来的并不是时候 从杰森的口中得知士郡就是哈金的小猪 二人惊讶地叫出了声 以前只是从哈金那看过照片 没想到今天看到活的了 士郡看着杰森 听了你昨晚的话我还是选择来了 但是他碍于囊中羞涩 跟柔道馆老板讨价还价了一回 便打算直接开溜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视觉 正男表示他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既然他是哈金的朋友 我们就应该相信他让他免费训练 老板也没想到面前的这个小胖子 竟然是哈金的男人 但是因为房屋的租金 老板还是犹豫了 正男表示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你看看他的小肚男 看看这宽厚的臂膀 再看看这帅气的五官 如果他在我们这瘦下来 还学会了柔术那就是一波顶级宣传 到时候还会为房租的事情发愁吗 听了正男的分析老板也觉得蛮有道理 随后两人便达成了共识 只留下一脸懵逼的视觉 他感觉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被卖了 此时的视觉却表示 他还没同意吗 你能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吗 原本三百斤的男孩有一段甜蜜的爱情 但突然有一天女友被打成重伤 男孩前去寻仇奈何记不如人 他痛恨自己的无能 便前去女友之前所在的柔术馆准备学习 正当众人正在给他制定三个月期限的魔鬼训练任务时 视俊去打起了退堂骨准备开溜 这是一个大手按住了他的头 小猪崽子你想往哪跑 此时视俊也意识到他死定了 三个月以后 今天的训练就先到这把 只见正男一脸疲惫 视俊的技术真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已经不好对付了 眼镜也在一旁附和到三个月减肥计划看来是成功了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这小子真的瘦了许多呀 不仅仍变得帅气了 格斗技也变好了真是一件双雕 你们俩就别打去我了 我还差得远呢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之前那个懦弱的我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大家可以回去了 这时杰森叫住了士俊 你的训练还没完你不可以走 士俊一脸惊恐地看着他这不是刚训练完吗 杰森却表示不想做的话明天全部不回来 迫于无奈士俊只好答应了 此时的士俊吃力地挂在单杠上 今天的他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 下一秒便摔坐在了地上 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 是不是想偷懒 士俊一脸无辜 这还不是刚练完柔术就来做力量的原因 又不能每个人都像你这个怪物一样 你再这么吃下去又会胖成小猪崽子 紧接着杰森就问到哈金怎么样了 被这么一问士俊的情绪一下低落起来 从那天以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哈金是12天以后苏醒的 得知消息以后我急匆匆地赶往医院 但我却看到了那一双失去光的眼睛 他的眼睛告诉我不允许我在靠近了 询问情况以后得知 从前开朗的哈金不存在了 为了哈金进一步的精神康复 他们选择暂时的搬家了 听完了这一切杰森劝士俊不要去做傻事 让你学习柔道只是让你有能力自保 不过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决定 此时的士俊眼神无比坚毅 复仇这件事情早在来到柔术馆的第一天 他便已经决定了 你敢相信眼前的这是同一个人吗 为了帮心爱的女友复仇 男孩经历了三个月地狱班的训练 这也将是他复仇之路踏出的第一步 这一天上学的路上 李荣浩吩咐中芬好好地去收钱 还有你们班的那个胖子记得也一起收了 中芬表示他明白了 延迟交钱的他会全部弄去厕所 不过那个胖子已经三个月没上学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计划 已经被人听到了 画面一转李荣浩正在接电话 厕所集合时把我马上过去 这是一个女同学找到了他 并且告诉他有人在天台找他让他赶紧去 那个人又高又帅完全碾压你 听女孩这么一说李荣浩就知道是谁了 应该是他的大哥到闲找他 女孩离开时表示自己并不认识什么大哥 只是叫李荣浩帮忙要个联系方式 与此同时另一边一群人聚集在厕所 两个二五仔正在为难没有交钱的学生 这时中芬接到了李荣浩的电话 到闲前辈找你的话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我会处理好的 说着中芬便挂断电话让学生们集合站好 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看来你过得不错呢 中芬男觉得自己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 让他赶紧滚开换个厕所 随后一群二五仔便围了过来 转校生是吧 刚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 还没等二五仔话说完 一个声音便打断了他 我今天是这里的值日生 这里的垃圾有点多 后面的同学先出去吧 被催收的同学有些发懵 他们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敢反抗他们 这是一个二五仔凑了过来 兄弟你脑袋没问题吧 敢反抗我们不想好好上学了吗 下一秒二五仔的脸就撞在了男孩的拳头上 然后便被男孩像丢垃圾一样丢了出去 二五仔一脸吃惊好久没有人敢反抗他们了 此时男孩怒气已经压制不住了 他怒吼着让那几个同学快走 同学们也是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搞懵了 随后便听了男孩的话逃了出去 想到荣浩交代的事情中分便想要抓住逃跑的同学 谁知下一秒便被男孩狠狠地踢住 这恐怖的力道导致他直接飞了出去 小弟们见此情景一股脑地冲了上去 怎料男孩轻轻松松地就躲过了他的攻击 然后 这一拳直接给二五仔妖子干洗碎 男孩一把拎过绿毛龟 拖着他给厕所打扫了卫生 然后摔在地上 下一秒 此时的黄毛被吓得躲在了角落 你谁啊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男孩不想听他废话一把就捏住了他的脖子 告诉李荣浩我回来了 我不会放过他的 至于我是谁 我不是喂过你香香甜甜的红豆面包吗 这个男人三个月就剪掉了二百斤 只为给女友复仇 男孩让中分告诉李荣浩 曾经那个受他欺辱的林氏郡回来了 而另一点 李荣浩来到天台并没有发现道贤在这里等他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来电的正式中分男 荣浩告诉他自己没有见到道贤 此时中分男摊坐在地上 他告诉李荣浩小心一些 因为林氏郡已经过去找你了 听到这李荣浩便朝着天台门走去 你说的林氏郡是那个猪吗 此时的他却没注意到门后的那双手 正当他准备开门之际 突然门重重地推开撞在了他的脸上 就这一下差点没给他门牙撞碎 随后他便倒在了地上 着急去死麻这么用力开门 我很抱歉 我可不知道你在门的后面 此时的李荣浩也想明白了中分男说的话 看你最近过得很好我很不开心 所以就是你把我约来的吧 此时的氏郡一脸平静 看来你不傻 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李荣浩不解你这个肥猪单独把我叫出来 你是想和我约会吗 话因为洛氏郡便挥舞着拳头朝着他面门砸去 只见李荣浩来不及躲闪直接吃了个大满罐 你这个苍蝇话真是太多了 而此时的李荣浩却是微微一笑 你为了减肥失去了原本的力量 你还觉得你有胜算吗 这时氏郡上去又是一拳 不是不让你乱叫吗 李荣浩恶狠狠地盯着氏郡 你个肥猪不会等人把话说完吗 那就给我去死吧 此时的他已经被气得失去了理智 无脑地就冲向氏郡 看着漏洞摆出的李荣浩 氏郡一个转身 随之一个肘击就朝着他的头洗去 只见氏郡的攻击被李荣浩及时躲闪 选择用肩膀扛下了这重重的一击 他意识到李荣浩的反应很快是个十分危险的人 然后李荣浩便接机拉开了距离 朝着氏郡的下盘冲了过去 就当李荣浩以为自己顾忌重施得逞时 一击击撞在了他的脸上 李荣浩为他的愚蠢付出了代言 此时的氏郡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被打成这样你还能撑下去 不过你的两颗门牙倒是光荣下岗了 倒在地上的李荣浩姿势像是一只跌倒的乌龟 尽管说话漏风 他也不忘记辱骂着氏郡 而此时氏郡看着他这滑稽的动作思绪被拉回了三个月前 那时候的他还在跟着杰森做着艰苦的训练 此刻的氏郡不明白为什么要训练这些 杰森教导他你要学会打破对手的防卫 才能找到一个有力的位置 懂得防守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氏郡不解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吗 对手也可以先发制人啊 杰森告诉氏郡 我说的这些是建立在你勤奋的练习防摔倒的基础上 老实说如果那个荣浩不停止训练 你很难用柔术击败他 所以你要学习柔术的同时学习武术 当他想要攻击你下盘的时候 你必须用膝盖抵挡住他的攻击 此时的他会选择自己倒在地上使用柔术当中的防御术 没学过柔道的人一定会上当 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发现你学习了柔术 氏郡看向杰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用你的腿狠狠地踢他 没曾想杰森料事如神 此时的李荣浩就等着氏郡上钩 氏郡瞄准他的屁股 就是狠狠的一脚 三百斤的男孩本来有一段甜蜜的爱情 白天还在和自己嬉闹的女友 晚上就被人暗算进了阿西 男孩看着眼前倒地的仇人 上去就是一脚 只见李荣浩也是被这重重的一击 卸掉了原本的防御姿态 氏郡见状直接抬起他的脚一把甩开 这时李荣浩彻底失去了防卫的机会 氏郡看准时机 李荣浩背着沉重的一击打得浑身颤抖 他看着眼前的氏郡没想到 你个肥猪竟然学会了柔术 此时的氏郡却觉得对付他也太轻松 跟杰森哥那个怪物没法比 这时李荣浩微微一笑 你的哈金也和你一样 以为学了柔术就天下无敌了 后来被打的时候不也像条狗一样 哀求着让人放过他 听见李荣浩还敢提哈金的事情 氏郡彻底被激怒了 挥舞着拳头就准备朝李荣浩砸去 这时李荣浩让氏郡等一下 并且询问氏郡那天 他是不是没有接哈金的电话 听见这个消息以后 氏郡整个人愣住 而这时候李荣浩还在刺激着氏郡 那天如果你接了他的电话 过来找他的话就打算放过他了 可是你个小猪猪 怎么就是不接电话呢 想起哈金的暗淡无光的眼神 这几句话就犹如上万把 利刃击中了氏郡的心 就在这时李荣浩趁着氏郡失神 用脚勾过氏郡的腿 直接把他摔倒在地 此时的氏郡也意识到 自己重计了要马上自威 随之李荣浩转手围攻跳了起来 这可是实战你怎么敢分心的 还好氏郡反应 及时用胳膊挡下了这沉重的一击 你个肥猪你还挡得下来 说着李荣浩便对着氏郡一顿疯狂输出 你和那个哈金一样 老老实实的不行吗非要出头 李荣浩怒吼着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老实地待着 这时氏郡一脚就踢在了他的面门上 紧接着便用手拽住了李荣浩的胳膊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发不出力来 此时李荣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便想抽出胳膊 但不管他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摆脱 有你这种恶心的人我是没办法老实的 而且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李荣浩被氏郡问懵了 氏郡借机一把拽过了李荣浩的脚 随后便把他摔倒在地 此时李荣浩想要反击时 他感觉刚才被氏郡攻击的腿用不上了 但氏郡并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 直接压在了他的胳膊上 准备给他重重的一击 此时李荣浩让氏郡等一下 刚才被打的地方有些不对劲 但氏郡并不想和他废话 下一秒 哈金不是你这个垃圾能打败的女孩 只见氏郡眼含热泪 我会让你开口说出那些人的名字 我会千百倍的奉还给你们 此时的李荣浩感觉到了氏郡的决心 惊恐地表示自己愿意全盘拖出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为了寻找伤害女友的幕后黑手 男孩此刻正 只见那个不可一世的李荣浩已经肿成了猪头 他哀求着氏郡不要再打了 氏郡让他交代伤害哈金的都有哪些人 而此时的李荣浩还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下一秒 看着李荣浩这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样子 氏郡弯过他的手臂 用力地掰扯 此时的李荣浩也是疼得叫娘 这时氏郡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供出所有伤害哈金的人 要么就等变成断臂大侠阳果 我只给你三秒钟考虑时间 超过的话我默认你选择当大侠 这时李荣浩却怒斥着氏郡 你家有钱吗你能承担后果吗 氏郡只是冷冷地回应道 你们当初这么对哈金的时候想过后果吗 而此刻的李荣浩也意识到他完蛋了 下一秒 这时李荣浩痛苦喊着是孙道贤 氏郡疑惑地看着他孙道贤是谁 此时李荣浩表示主谋叫孙道贤是三年级的前辈 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只见氏郡冷冷地看着他还有其他人吧 然后又对李荣浩施加压力 此时的李荣浩再也忍受不了这剧烈的疼痛 把校外的参与人员全盘拖出 并表示自己就只是个小弟 这时老师推门走了过来 并且让氏郡赶紧松开手 看见老师到来李荣浩一脸得意 这种情况我看着更像受害者 你完蛋了 下一秒氏郡一脚就跺在了他的脸上 你怎么还敢乱脚 不到最后谁完蛋还不一定呢 画面一转氏郡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李荣浩的父亲让校长立马就开除氏郡 无心听二人的对话 此时氏郡还在思考如何寻找道贤 就在这时李荣浩的母亲推门走了进来 二话没说的就朝着氏郡打去 就在手掌快要打到氏郡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挡开了女人的攻击 女人平时高傲惯了没想到氏郡竟然会反抗他 便怒吼着你知道我是谁吗 没等他话说完氏郡老爹就推门走了进来 只见他一进门就开始关心起氏郡 看见氏郡没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同时得知李荣浩被打进急诊室以后 转身便向他的父母道歉 他表示应该先了解事情的起因 然后再进行和解 李荣浩的母亲不依不饶表示 一定要把这个小崽子送进监狱 可是氏郡老爹并不是一个软柿子 他让女人嘴巴放干净点 他不想再听见第二次小崽子这个称 这时李荣浩的父亲告诉氏郡老爹 他给自己提鞋都不配 知道他和校长的关系吗 只见氏郡老爹一脸惊讶 你想跟我拼人卖事吗 随后便掏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故意会电话那边便传来声音 邻作者你有什么事情 能让你屈尊给我打电话 听见这个声音校长直接被吓得炸糊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李市长 有一个地位特殊的老爹是什么样的感觉 男孩应当女友复仇便要被学校退学 好在男孩父亲身份特殊 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此事 回家的路上氏郡向父亲道了歉 因为父亲并不是很喜欢李市长 而他却表示相信氏郡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氏郡不解可是你为什么不生我的气 父亲回答道 因为我答应了你的母亲不会责骂你 但你要知道解决事情不一定要靠武力 你这么努力的减肥是为了哈金吧 第二天柔术馆内 众人看见几天没来的氏郡竟然受伤了 此时氏郡表示倒是和老爸骑摩托时摔倒了 让你们担心了 就在这时馆长却变得严肃起来 他教导氏郡在外随意使用柔术 那他就是一辈子的失败者 如果有需要 那也是你用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时候 氏郡表示他明白了 此时镇男和眼镜没想到 平常没正式的馆长可以说出这么有内涵的话 然后就化身成了馆长的头号小弟弟 就在今天课程结束的时候 眼镜来找氏郡切磋 确认氏郡身体无碍以后 他便摘下了眼镜准备与氏郡划山论剑 眼镜先发制人直接擒获了氏郡 就在这时氏郡的拳头停在了眼镜的面前 眼镜也没想到氏郡会突然来这么一下 就当氏郡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 没想到眼镜既高一瞅 可见氏郡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切磋完以后 氏郡发现杰森竟然不在柔术馆 而此时的杰森像只风中凌乱的金毛 在派发宣传单 另一边眼镜看向氏郡 你最近有给哈金打电话吗 只见氏郡一脸失落 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给他打电话 这时眼镜告诉氏郡 哈金无时无刻的都在跟我们提亲 在他训练的时候 以及换道服的时候 就连离开道馆的时候都要提亲 如果说哈金此刻要是在等待一个人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 那个人会是你 而此时的氏郡才幡然醒悟过来 画面一转 只见李荣浩因为没收到保护费跪在地上 男人黑着脸询问着他原因 随后李荣浩回答道 是之前那个会柔术女生的男朋友 他也学会了柔术回来复仇了 只见男人缓缓脱下外套 你为什么打不过他 最近没有好好训练吗 此时的李荣浩一脸乖巧 因为我这一个月都在约会 所以没空训练 不过前辈你脱衣服干嘛 只见男人冷冷地看着李荣浩 我们上次争吵已经是很久之前了吧 与此同时另一边 放学以后此时的氏郡在思考着什么 就在这时突然氏郡看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煮着管行动不便的女孩 这个男孩只因没给哥哥买红豆面包 就被哥哥真实地体无完肤 李荣浩苦苦哀求着道贤让他住手 谁知下一秒 李荣浩已经被着疼痛的一击打到休克了 可是道贤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随后 紧接着李荣浩口吐白沫彻底晕了过去 此时道贤警告中芬要么把钱明天收上来 要么把打李荣浩的人带过来 两个都没完成的话 他会让中芬尝尝和李荣浩一样的拳头 这时的中芬感觉自己死定了 画面一转来到医院 此时的氏郡好像在等待着谁 随后他注意到了一个身影 只见煮着拐的哈金正在和他的妈妈说话 这时候哈金的妈妈也抬头注意到了氏郡 要不是你爸爸给我发了你现在的照片 我还真的认不出你呢 而此时的哈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氏郡 随后氏郡便生硬地跟哈金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了 这时哈金却表示他要去咖啡厅 氏郡想去的话就跟他走 随后哈金的妈妈便告诉氏郡 哈金为了见他便起了个大枣化上了妆 而且还是要那种淡淡地让氏郡看不出来的 看着哈金的背影 氏郡觉得这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然后便跟着哈金来到了咖啡馆 氏郡看向哈金你最近怎么样康复训练累不累 哈金回应到自己最近过得还行 然后便阴阳怪气地说道 也不知道今天吹了什么风 您还能亲自联系我 只见氏郡咧嘴一笑让你等了那么久 然后便和哈金讲述了自己去柔道馆的事情 并表示柔道馆的大家都很想念你 只见哈金一脸傲娇他们当然会想我 毕竟最有活力的小可爱不见了 紧接着氏郡便询问哈金要不要回去上学 准备参加高考 只见氏郡这个钢筋难口吐猪颜 你报了特招文化课分数也不够吧 听见这话气得哈金腿也不痛了直接站起身来 你这个小猪你成绩还没有好呢 氏郡黑黑一笑知道你成绩比我高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小猪了 此时的哈金才注意到眼前的大男孩已经变得这么帅了 弄得他心里小鹿乱撞 紧接着他便把头转了过去 看着恢复不错的哈金氏郡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只记得警察告诉他 醒过来的哈金已经不记得那天的事情了 因为受到了精神刺激丢失了一部分记忆 不过那些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恢复 此时的哈金红着脸不知道氏郡为什么一直盯着他 正当氏郡想要询问他有没有想起来什么事 只听隔壁传来很大的声响 原来是有人关门太用力了 随后氏郡正打算回头询问哈金怎么样时 只见他蜷缩在一团身体颤抖着 见状氏郡连忙站起身来 安抚着哈金那只是关门的声音 正当氏郡的首处碰到他的一瞬间 哈金哭喊着让氏郡别碰他 这时候的氏郡才意识到哈金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开朗 第二天 只见黄毛发现氏郡不在 便又开始为难学生收起了安家费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只见氏郡一把拽过中分 并命令他 马上带他去找孙道贤 曾经甜蜜无间的情侣 现在男孩轻轻触碰一下女孩 他便要哭喊出声来 这一切只因女孩不久前被真实进了医院 而这一切的主导者还在悠闲地享受校园生活 道贤抬头望去 蘑菇头正在邀请他一起去参加有很多女孩的聚会 而道贤却一晚上要去锻炼便拒绝了他 就在这时中分被一脚踢了进去 只见他惊恐看向道贤 前辈人我给你带来了 随后一个身影便出现了 你们好前辈们这里有人叫孙道贤吗 此时的孙道贤觉得自己好像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少年 紧接着氏郡便来到他的面前询问道 你就是孙道贤吧 就在这时的蘑菇头突然怒吼着 你是哪来的混蛋你当前辈们是狗吗 此时的道贤示意让蘑菇头安静些 他看着氏郡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见到道贤还在装傻充了 氏郡便掏出手机并告知他这里面有李荣浩叫出你名字的录音 你必须告诉我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告诉警察吗 你觉得这可能成为证据吗 而氏郡却表示他也不想和警察扯上关系 因为他要亲手处理掉道贤这群垃圾 谁知此时的道贤却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个家伙我有点喜欢你了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缴活的二年级鸡犬不明 要么你完成李荣浩原本的事情收集所有的钱 要么打败我 如果你赢了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 就在谈话之间道贤的拳头突然悬停在氏郡的脸上 只是你觉得你有信心击败我吗 氏郡看着道贤我是不会帮你做那些事情的 此时的道贤也明白了氏郡选择了后者 但学校不是一个切磋的好地方 他等着氏郡明天给他答案 放学以后 道贤正在跟二五仔们侃侃而谈 这时道贤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却看见了他母亲的短信 道贤老妈告诉他今晚去同学家住吧 债主们又来家里了 此时道贤黑着脸告诉二五仔们 你们今天的安排要取消了 另一边氏郡还在思考着 刚才道贤那急速的一拳 他的速度太快甚至都看不见他出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没有机会使用柔术就会被打晕 这种情况问杰森哥的话他会告诉我吗 正当氏郡准备离开时 两个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此时氏郡看着眼前的二人 好像并没有什么印象 两个二五仔也是没想到 氏郡这么快就把他们忘掉 就在这时道贤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氏郡凭借玲玲的反应转过身去 而道贤没想到氏郡的反应这么大 他告诉氏郡自己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改变想法了 他要让氏郡今天就和他比试 然后明天收集好所有的钱 氏郡看着他谁不知道你是个小混混 不用狡辩无所谓的礼 想打哪天都行 然后他让氏郡等他一下 只见道贤戴上了拳套 氏郡不解他这是在干什么 而道贤只回应了一句 戴上拳套你就不会死了 三百斤的壮汉一个月变成韩国欧巴 只因他想替受伤的女友复仇 经过一段艰苦的训练 他摇身一变 这将是他和幕后黑手的第一战 只见道贤已经做好了攻击架势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氏郡来不及躲闪 下一秒 此时的氏郡没想到像道贤这种量级的选手 竟然有这么快的速度 然而正当他思考之际 道贤一个闪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紧接着 氏郡被打的眼神些许迷离 但下一秒 好在氏郡用手臂挡下了这沉重的一击 但此刻的道贤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只见他一个闪身就来到氏郡身前 紧接着就是对氏郡一顿高速打击 正当他打算给氏郡最后一击的时候 随后氏郡便反应过来挥拳反击 不过却被道贤一个下蹲轻松地躲了过去 然后就是一击 噓呦 氏郡被这一击打到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健壮道贤搀扶住了即将要倒下去的氏郡 可是氏郡这个老六却借机抱住了道贤 然后便吃力地想要搬倒他 不料道贤竟然用肩膀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接着他便拽起氏郡 氏郡被这重重的一击打到柜子 此时的道贤表示 现在的孩子学了柔术就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真正地打过 我们不会再打扰你 你也不要再反扰我 至于哈金我感到非常道歉 就在这时氏郡用他颤抖的手抓住了道贤 别用你这张臭嘴说他的名 然后便冲过去抱住了道贤 氏郡死死地抱住他的大腿想要将他扳跑 不料下一秒就被道贤正拖开来 就当道贤准备给氏郡最后一击时 一个身影出现替氏郡挡下了这一击 只见杰森也没想到道贤的攻击这么迅速 只能用脸接了下来 震男见状直接笑出了朱叫 还模仿起了杰森刚才挨揍的样子 此时的道贤不明白自己的拳头 真的打在杰森的身上了吗 他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就在这时蘑菇头一把抓住了震男的肩膀 只见刚刚还在大笑的震男 立马就阴沉了脸 谁知下一秒他竟然叫出了声来 还说自己肩膀脱救了需要叫救护车 而蘑菇头一脸懵逼他刚才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震男 但他不知道震男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引来四周围观的群众 此时道贤看向杰森 你是怎么做到挨了一拳眼皮都不眨一下 杰森回应到你的拳头和我七岁的侄子一样 随后道贤便注意到了周围拍照的路人 不想事情搞大便转身离开 这时杰森却叫住了他你想去哪里 道贤回头看向他 怎么个事你个老灯 你看眼跟我俩是不是吧 杰森却表示你理解错了这两个人是来接你的 与此同时另一边 一代武学宗师因被七岁孩童打了一下 竟然选择了找傅波罗抓人 警局内 士郡一群人正在接受调查 傅波罗需要向士郡确认他是被单方面围殴 还是单纯的武技切错 此时的道贤顿感不妙 如果被立案的话 钱收不到也就算了还很有可能会被禁赛 现在的他只希望士郡会因为哈金真相的消息而不敢轻举妄斗 然而士郡却当即表示他就是单方面被围殴了 此话一出空气都凝固了 不出意外孙道贤也被暂时休了血 事情结束以后杰森和士郡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看着吃着正香的士郡杰森询问道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哈金吧 那个叫孙道贤的不是你现在能击败的对手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调查结果吧 听到这士郡也放下了手中的面 即使调查出来了哈金也走不出阴影 我会用我的方式保护他 把他们一个不落的全部找出来亲手解决掉 与此同时另一边 孙道贤郁闷的看着手机 毫不意外他因为刚才的是被退散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手打掉了他的手机 这个闻龙画虎的大妈盯着道贤 大人讲话的时候你还敢玩手机吗 随后便抓过道贤的头发 你这个不服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你的眼神最好给我放尊重点 然而孙道贤并没有胆怯 还是死死的盯着大妈 就在这时大妈却突然大笑起来 你这兔崽子果然适合做我们这一行 一边催收一边还债不好吗 总比你那个丢下老婆孩子去世的老爹强吧 你在学校做的够当和我们催收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下个月如果再交不上钱 我可能会给你妈妈介绍一个好的工作 此时的道贤表示自己会尽快还清 还不上一切都听大妈的吩咐 画面一转李荣浩正在给道贤低头认诅 此时的道贤却表示一定要收起保护费 不过在那之前要先收拾掉那个叫杰森的大叔 与此同时另一边以前从不穿正装的杰森 此时好像正在寻找着谁 就在这时一个男孩跑来跟杰森求救 他起求着杰森去救救他被人围殴的朋友 随后杰森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让男孩带他去 然后当杰森看见男孩所谓的朋友时却沉默 黑大叔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只见男孩口中的朋友正式道歉 因为你的原因我的事情变得麻烦了许多 所以我只能给你来点音乐 就在这时刚才还哭啼啼的男孩 抄起棒球棍就朝着杰森打去 谁知下一秒三人的眼神便呆之主 只见一个女孩一只手就挡住了打向杰森的棒球棍 嘿杰森 好久不见 这么有趣的事怎么不叫我 别看这个女孩长相清纯 打起架来却比张飞都要勇猛 只见二五仔挥舞着棒球棍就朝着杰森打去 然而却被女孩徒手接白棍 嘿杰森 好久不见 这么有趣的事怎么不叫上我 此时二五仔表示大神你谁啊 小崽子 你不知道要尊重漂亮姐弟吗 而且这棒球棍打头 你不觉得这很危险吗 我来教教你怎么用 怎么样 棒球棍打在身上的声音 是不是特别好听 说着女孩便摘下眼睛 想知道我是谁 我出来玩的时候 你还穿开裆裤呢 臭小子们 只有三个人吗 还不够撒牙缝腾 要不然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这时杰森却拦住了女孩 让他不要用棒球棍容易出事 此时女孩却一脸鄙视地看着杰森 你这是良心悔过了吗 不过你没发现吗 这里可是没有监控的 话因为洛杰森就被一脚踹了出去 只见二五仔咬牙切齿地看着二人 当着我面撒狗粮吗 还没等他话说完 小鬼 没看见姐姐在谈恋爱吗 此时的李永浩第一次对一个女人产生了恐惧 正当他鼓起勇气握起棒球棍时 不让女孩一棍子就敲在了他的腿巴上 李永浩背着沉痛的一击打地张开大嘴 就想吃个红豆面包 觉得盗贤看着眼前的女人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不全力以赴的话可能会交代在这里 只见女孩已经做好了攻击架势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盗贤面前 面对盗贤的有力攻击女孩只是像猴子一样牺牲的他 就在他还在疑惑面前的女人怎么突然消失时 女孩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并且冷冷地问他拳手哪里受伤最致命的 比起跟小朋友讲道理我更喜欢直接打一顿了 从未受过女人嘲讽的盗贤 无脑的就挥出数拳 但都被女孩轻松地躲了过去 小鬼我在这里呢 看着被逼近墙角的女孩 盗贤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 然后便重重地挥出一拳 但还是被女孩躲了过去 随后女孩借机缠住了盗贤 他摔倒在地 这时女孩表示如果弄坏拳击手 最重要的关节会不会很有趣 只见盗贤瞬间紧张了起来 他让女孩快点停下来 然而女孩却表示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 处理你这种人让我丝毫没有负罪感 看着女孩认真的样子 盗贤彻底慌了 他哀求着女孩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让女孩放过他自己以后还想打拳击 而女孩却表示不愿意听他这些无所谓的理由 下一秒盗贤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此时女孩也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卸菜了 然后女孩便拍拍屁股起身 拉着杰森一起去吃饭了 就在去餐厅的路上杰森看向女孩 我让你帮我找的文件带过来了吗 你说那个女高中生被打的事情吗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不过有趣的是 这个报告有两份 一个在负责人手里 另一个是干干净净的处理过的报告 应该是哪个高官为了掩盖真相 提前准备好的 这事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手上长满牙齿的大背头 每天都要亲手处理一百个平民百姓 肆无忌惮的他只因父亲身居高位 此时躺在地上的男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可赵泰却没有丝毫怜之心 黑着脸让男人起来继续打 随后赵泰回头看向摄像师 询问到最近的客人反响怎么样 随后摄像师便回应到最近没有新参加的选手 本来有点人气的孙道贤也还没来参加 我觉得我们应该换成上次那个被你弄碎膝盖 还会柔术的女孩所参加的比赛 而此时的赵泰表示自己并不记得什么柔术女孩 因为每天被他搞成这样的人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另一边 看着最熏熏的泽英杰森表示我们应该走了 而此时泽英却表示自己还能再占三百回合 老板再给我来几瓶 酒过三巡以后 泽英最熏熏的看着杰森简单点来说 就是那个叫施郡的小男孩 为了一个叫哈金的女孩一个人在复仇是吧 此时的泽英一脸吃笑 这也太浪漫了吧 完全是我的菜 这就简直跟年轻时候的你一模一样 而此时的杰森却表示一点都不像 士郡只会无脑乱来 而且打架复仇的 到最后不都是悲剧吗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对于士郡来说 现在的每一秒何尝不是劣狱呢 等待毫无进展的调查和亲手去复仇都是劣狱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呢 听了泽英的一番话杰森沉默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罗警官正在练习设计 就在这时他的下属找到了他 并跟他说起了士郡被人围殴而进警局的事情 此时的大叔意识到士郡肯定是为了哈金的案子 这案子在拖下去会出大事 梁亭妹大叔正在询问案情的进展 而此时的下属却表示上头不是让我们快点结案 大叔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一定不简单 如果我让你继续调查你会怎么做 随后下属笑着回答道你是我的头 我肯定听你的 几天以后到前很无奈地看着士郡 你就这么躺着不要再起来了 以后也不要再妨碍我了 下次我不会再带拳套了 而此时的士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永远碰不到他 近身都难做到的话柔树就更没作用了 正当士郡思考之际 道前一拳头打了过来 我不是说不让你起来了吗 看着倒在地上的士郡 道前一脸无奈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 这都是第几次找我了 柔树馆内 看着士郡最近就伤未遇右天心上的样子 馆长给他叫去了办公室 如果你是为了打架而学习的柔树以后 你就不用来了 只见馆长怒吼着不要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啊 需要帮忙的地方为什么不找我 这时的士郡给馆长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画面一转 此时的士郡正在为自己的柔树技巧发展 这时杰森走了过来 向士郡确认是不是要真的追查到底 看见士郡的决心以后 直接就给他戴上了头套 随后便是一拳 此时的杰森表示以后他就是士郡的陪恋 三百斤的男孩都可以拥有清纯可爱的女友 你们却只会躺在床上刷视频 好景不长女孩突然重伤进了医院 男孩苦练三个月报收二百斤 前去复仇奈何既不如人 只能继续跟随师父艰苦训练 杰森教导着士郡现在的你挥拳一百次都很难碰到他 因为你们都太了解彼此了 那个拳手拥有坚韧的耐力和有力攻击 他专注于用攻击来作为防守 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意义上力量的差距 说着杰森一把扳过士郡的头 直接摔倒在地 士郡看着杰森打了这么久 总该告诉我怎么破脚吧 现在的你只需要专注一样式 那就是发挥你的特长 就像那个只会打拳击的孙道贤一样 但是我很难保证你会赢 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只要击倒他你就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都要练习进攻和抗击打 可是杰森哥你真的会拳击吗 面对士郡的质疑杰森只是表示 我可以使用拳击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从这以后士郡每天都要在杰森的拳头下 度过美好充实的一天 这段时间道贤也没有找过士郡的麻烦 士郡也是老老实实的上学 可是每次看到道贤的脸士郡 都会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 如往常一样士郡还在接受杰森的训练 此刻的他已经可以躲避杰森的攻击 就在这时士郡看准了时机 冲过去抱住了杰森的大腿 但却被杰森一个体系轻松化解掉了 下一秒只见士郡用身体缠住了杰森 此时的杰森也被士郡这奇怪的招式搞得有些发懵 就当士郡以为自己终于成功时 杰森只是轻轻向后倒去 便化解了士郡的攻击 可见士郡还是太嫩了 画面一转 没想到今天的雨下的这么大 就在这时士郡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是哈金的来电 很着急的就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哈金的声音 干嘛那么着急的接电话 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下雨了 很想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以前下雨的时候你就总忘记带伞 像个小笨蛋一样 而此时士郡表示还真被哈金猜对了 他还是刚刚上楼重新拿的伞 你个笨蛋我就知道没有我尼克怎么办 说实话你不在我确实有些 话没说完俩人就被这微妙的谈话弄得红了脸 哈金红着脸赶紧转移话题 上次咖啡店的事情他感到很抱歉 此时的士郡不明白这个笨蛋为什么给自己抱歉 他说这几天还会去看望哈金 但哈金却表示不用他这几天会去找士郡 顺便看看柔术馆的大家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哈金的计划表上第一件事就是给士郡打电话 可见此时的他已经朝着那个充满阳光的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你的女朋友 而你短时间内却无法战胜他 这种情况你会怎么选择 这一天士郡一如既往地跟着师傅训练 此时的杰森盯着士郡老实说 我还是不认为你可以击败他 如果要压住的话他也压那个孙道贤会赢 此时的士郡却表示复仇的事情不能带脱了 他今天就要去找孙道贤 随着第一万次挥拳结束 此刻的道贤也完成了今天的训练 这时拳击馆长却找到了他 然后天真的道贤还在表示马上就帮馆长打扫卫生 但没想到馆长来的目的一是让道贤交会费 二是通知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因为那个催收的大哥走来 导致馆内没有其他人敢来了 对此道贤也感到很抱歉 要离开这个陪伴自己成长的拳击馆 他不由的心里很痛 给馆长道别以后他便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道贤也是心不在焉的 这是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你是不是回家太晚了 道贤闻身忘却 正是再次等了许久的视觉 他看着道贤你这副打扮半夜 最好不要随意走动了 长得像的嫌疑犯似的 此时道贤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还在想你小子怎么不来找我了吗 随后刚才的笑容就消失了 他表示今天不想跟视俊打 他可能会控制不住把人 就当他准备离开之际 视俊叫住了他 并表示今天只会用柔术击败道贤 说着视俊便朝着道贤扑了过去 此刻的道贤也没想到 视俊竟然直截了当地就发起了进攻 然后便丢出了自己的背包阻挡了视俊 随后便冷冷地说道 还记得我之前警告你的吗 这一次我不会再带拳套 只见视俊也是挡下了这一拳 我也跟你说过 我会亲手把你们这群垃圾清理干净 这时道贤一个后退就拉开了距离 他深知柔术的进攻方式就是近身 视俊玩味地看着道贤 怎么在思考我用什么招数吗 随后道贤回应到 刚刚就被我打怎么还一直得死 紧接着视俊又朝着道贤下盘攻击过去 但被道贤一拳就打了回去 随后便是对着视俊一顿疯狂输出 此时视俊又抓住了空挡扑了上去 这时道贤也发现了视俊的不一样 他比从前更加果断 换句话说就是比以前更扛够 紧接着便是重重的一拳 然后视俊并没有打算放弃 他三股毛茹又一次扑了上去 只见机会这次真的来了 道贤穿了八百年的鞋坏了大事 就在道贤被一颗狮子绊道的时候 视俊果断重拳出击一个剑步就冲了过来 此时道贤下一时地做出了防御姿态 但他没想到视俊说到做到今天只用荣术 就当视俊准备胖做道贤时 下一步 道贤却因没钱换鞋子 而露出了破绽 视俊看着道贤这下该换成我揍你了吧 随后便朝着道贤的面门砸去 只见视俊对着倒地的道贤就是一顿输出 而此时的道贤也意识到他不能一直这么被动 紧接着道贤便抽出腿准备反击 正当他以为自己成功脱身时 视俊一把就按住了他的膝盖 用腿接力顺势把道贤重新按回地面 就在视俊以为自己防卫成功时 没成想道贤一拳头打了过来 随后便是对着视俊的脑袋一顿输出 此时的视俊也反应过来 直接用膝盖顶住了道贤的腹部 此时的道贤彻底失去了防守的机会 等待他的便是 重重的一击 此时的视俊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随后便拽住他的衣领 一个翻滚就锁住了道贤 而此时的道贤已经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正当他即将缺氧昏厥的时候 他看到了小时候的一幕幕 那时候的道贤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小时候的他也是无忧无虑的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 小小的身体实在扛不住这汇聚思念的一拳 然后便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视俊不解这个人 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随后道贤便表示他要用尽全力去战斗 只见局面成一边倒的架势 视俊完全攻击不到他 而道贤却是拳拳倒肉 就在这时道贤停下来了手中的攻击 看向视俊 哈金的事情你就当踩到了狗屎自认倒霉吧 你这么下去会搞得自己一身麻烦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变得美好你明白吗 而此时的视俊却表示这个世界怎么样都跟他没关系 我只负责清理垃圾而你道贤就是其中之一 看着油盐不尽的视俊 道贤选择一拳就击晕了他 看着晕倒的视俊道贤表示自己也有要守护的东西 我们都是自己战斗我也不想放弃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道贤身后 道贤被文声哥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 而此时的文声哥看着视俊询问道贤 你小子不会给他打死了吧 道贤不解他明明已经交够了这个月的钱 文声哥怎么还来找他 这时文声哥的目的也表露出来了 他想要知道道贤如何赚到这些钱的 然而他却没注意到身后多了个人 只见视俊凑近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别插手 紧接着就死死地锁住了文声哥的脖子 男孩300斤的体重却藏了299斤的心事 那年的风很大吹散了许多人 留下了遗憾也藏住了许多人的一男体 曾经爱哭鼻子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此时的他正在和医生讨论康复训练的事情 医生也是表示从来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孩 但哈金却告诉医生从前的他也是个爱哭鬼 不过每次在他蹲在地上哭的时候 都有个胖胖的男孩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他 哈金不解视俊为什么就只是傻乎乎地站着 于是他便询问起了视俊 视俊只是一脸天真回答道 因为这样等你哭够了就可以抓着我起来了呀 从那一刻哈金的心就被这个温柔的男孩偷走了 不过视俊那个家伙每次我哭完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出事 他会傻乎乎地去找那群欺负我的人 然后弄得一身伤 所以我选择了学习柔术希望有一天也可以保护视俊 但医生不解只是找人道歉怎么会被打呢 这正是哈金头疼的地方 那个看着傻乎乎的视俊却有着自己的原则 如果有人妨碍他的话 他会不计后果地先出手 而此时的道贤劝阻俊赶快松手 因为他深知这个花壁大叔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但视俊可不管你七灯八灯地只见他越勒越狠 此时的道贤还在极力劝阻 但当他看见男人被勒的表情时 却忍不住地想要笑出声来 就在这世男人的小弟赶到 只见小弟们忠心互主一股脑地冲了过来 视俊回头望去 拖着口水直流的男人 一把就丢了出去 缓过神的男人怒吼着让小弟活捉二人 听见命令的小弟们直接冲向了视俊 视俊见状刚准备好营地 却被道贤一把拉了回来 他选择一个人清理这群虾兵蟹脚 瞬息之间道贤便搞定了他们 看着这群没用的小弟 花壁哥拿着铁棍就朝着道贤打去 道贤也是吃力地挡下了这一击 就在花壁哥怒吼着 要将道贤母亲送去什么地方时 一个砖头直接拍在了他的脸上 闭上你的臭嘴熏死我了 此时的视俊看着一脸懵逼道贤 看什么看我可没想帮你 随后竟然转身跑路 看着还在放狠话的花壁男 道贤无奈也只能去追赶视俊 逃跑的路上他询问 视俊接下来应该去哪儿 正当两人刚以为到达警局安全时 没成想身后的小弟紧追不舍 此时道贤问到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就敢乱买 而视俊却鄙视地看着道贤 你个混混还敢说我乱买 就这样两人一路跑到了道馆楼下 此时道贤询问 视俊这个时间了道馆还能开门吗 随后视俊表示 让他放心这里24小时营业 刚打开门的一瞬间道贤愣住 没成想这个时间了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而此时的花壁哥也追到了这里 他让小弟召集所有弟兄准备家伙 这俩人一定在这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可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堂堂一带黑道大老 却被两个高中生胖揍 男人气不过带领一众兄弟前往寻仇 正当他准备踏入柔树馆时 杰森怒吼着让男人脱掉鞋 你这么近来 我很难清洗你的脚印 男人死死地盯着杰森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然而杰森却表示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我报警可是很快的 随后男人竟然吐出一口老痰 挑衅着杰森你的垫子 我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你是这里的馆长吗 会点柔树觉得自己很牛叉吗 信不信我让你生意都做不了 谁知下一秒杰森竟然掏出了手机 准备寻求福波勒的帮助 但手机却被男人一棍子敲掉 杰森看着被打伤的手臂 此刻的他有些压不住火了 但男人还是继续挑衅着他 这时他凑了过去 用你这身上还有刀疤吗 怎么以前在别的地方混过 有人罩着你吗 此时杰森冷冷地说道 你会后悔的 你刚才阻止了我报警 是把你成年了是吗 此时的男人笑道 怎么我的脸看着很嫩吗 随后杰森边碾碎了他口中的蚊香 这是我的原则 既然你成年了 我就不想给你忌讳了 此时的男人却表示 现在这个社会亲人都能出卖 只要你告诉我 他们两个在哪我就放过你 然而杰森却表示 你要跟我猜拳赢了我就告诉你 只见男人也是被杰森的要求 弄得有些发懵 但随后就认真地举起了 自己的手真的准备跟杰森猜拳 下一秒就被杰森一巴掌扇飞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此时的道贤正在紧张地摆弄手机 他给妈妈发信息说 今晚不要在家里住 花壁哥可能要去找麻烦 确认妈妈安全以后 道贤松了一口气 这时士郡凑了过来 都这样了你小子 怎么还有空完手机 随后道贤便看着士郡这群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们这么躲着真的没问题吗 此时的士郡回应到 杰森哥让我们躲在这里 先等等看再做打算吧 还有哈金的事情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道贤陷入了回忆 那是几个学校的学生 暗地里举办的格斗大赛 只要你有足够强的实力 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流行了所谓的住性节目 就是把比赛无关的人 带来打比赛越刺激越好 而且还会给 把人带来的介绍者一笔钱 那天也不知道 李荣浩对哈金说了什么 竟然把他带了过来 老实说我不是为自己开拓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比赛 所以中途我便离开了 就在这时士郡一拳 就打在了道贤的脸上 随后便抓起他的衣领 看不惯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你是觉得自己很善良吗 还是不想放弃那所谓的奖金 不管你有什么苦衷 你都跟那群人一样是个垃圾 此时的道贤 也没有办法回答士郡的问题 他明知道这个比赛是错的 但他还是参加了 就在这时外面的声响 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只见花壁男被杰森扇坐在地上 小弟们见状全部围了过来 花壁哥怒吼着 赶紧给我上要了他的命 随后二五仔便朝着杰森攻击而来 只见杰森随手一抬 便挡住了二五仔的攻击 随后便是对着他的膝盖重重的一脚 只见旺旺碎冰冰一下子就断了 然后便是一拳一拳 这时花壁哥知道杰森不好对付 便把矛头对向了正男人 随后小弟便听了大哥的话冲了过去 你不要过来啊 只见杰森缓缓地捡起绷带 下一秒 这时杰森冷冷地说道 我最讨厌你们这群社会垃圾了 柔术馆内的看门老大爷 面对前来闹事的二五仔 只见他掏出尿不湿 就直接塞进了二五仔的嘴里 只见小弟们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时杰森匀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最好不要损坏这里的每样东西 不然就会像他一样 拿好你们的家伙一起上兔崽子们 此时的小弟们觉得杰森是在虚张声势 随后便一股脑地冲了上去 只见杰森拿着尿不湿就是一个大逼宝 届时一个冲刺就抓住了小弟的胳膊 随后便是清脆的一声 这时二五仔竟然想要搞偷袭 但却被杰森用猪肉盾牌挡下 随后便借是用尿不湿缠住了棒球骨 一把抢了过来 然后便是一个冲刺蓄力 狠狠地砸向二五仔 此时的他看着杰森 就好像看见了地狱的恶魔一样 下一秒 就在正南为杰森助威至极 一个老六又想搞偷袭 只见杰森轻轻地掰了下他的胳膊 一个闪身就用尿不湿狠狠地捆住 然后便是重重地摔在地上 此时的杰森捋了捋头发 还有没有能打得了赶紧来 我赶时间去吃甜点 这时花碧南表示你当你是电影主角吗 主角应该都不希望人质出事吧 所以我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随后男人便拿着指甲刀靠了过来 他觉得自己只要得逞杰森一定就站不起来 但他没想到杰森早就看穿了一切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你会没命的 这时眼镜和正南也解决掉了臭鱼们 只见花碧哥丝毫没有听从杰森的警告 拿着指甲刀就冲了过去 就当他以为偷袭成功时 被突如起来的一拳蚊箱都给打飞了 只见打他的人正是盗贤 这里不允许抽蚊箱你不知道吗 面对盗贤的突然攻击花碧哥一脸懵 随后便吩咐兄弟把指甲刀拿回来 这时士郡一脚就剔开了男人想要的东西 先生这东西太危险了你出去玩吧 此刻的花碧南被弃得青筋暴起 吩咐小弟掏家伙处理掉他们 就在这时佛波勒及时赶到 当看见小弟手上的指甲刀时 举起电击枪就让小弟放下手中的武器 并且警告他们在轻举妄动就要开枪了 花碧哥不以为然抢过兄弟手中的指甲刀 就朝着士郡二人走去 并且威胁到你不会敢随意开枪的要出人命的 但下一秒他就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只见这时又一个身影出现 并叮嘱二人这种情况就要果断开枪 看着面前被电晕的花碧南 小弟们还是选择口无遮拦 但下一秒一个袭击就让他闭了嘴 紧接着一巴掌扇飞的另一个二五仔 你们不认识我这张脸了吗 在警局我们可是没少见的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银色手镯 男人想要嘎了流浪汉的腰子 但却被文生赶来的佛波了当场抓住 现正打算准备送他去吃窝窝头的路上 男人竟回头挑衅你知道我是谁吗 别用你的手碰我 此时一个声音传来那我不用手 顺脚总可以了吧 警官蹲下看着这个不知悔改的男人 你那些所谓的合法经营我会好好再照顾一遍 此时的花壁哥表示我只是个小龙 况且现在你根本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看着男人欠揍的表情 警官一个头锤就砸了过去 然后起身看向身边同事这小子先撞的我背吧 紧接着便询问众人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需要去做下笔幕 而此时的道贤也表示这件事因他而起他也要去 但是士郡却有着他的顾虑 他担心道贤会说出哈金的事情打草惊蛇 这样他就很难找到那些伤害哈金的人了 警局内花壁哥还在争论着是杰森先动的手 而且他的小弟们都半身不随了为什么不送去医院 另一边罗警官正在询问事件的经过 得知是林士郡报的警以后 便递出了自己的名片并表示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他 紧接着便询问士郡今天的事是不是跟哈金的案子有牵扯 只见士郡笑着回答到一点关系都没有 此刻的道贤也明白了他是想一个人抓出凶手 随后罗警官便询问起了道贤除了这件事就没其他的原因了 道贤斩钉截铁的回答式的士郡说的就是全部的经过 眼看没什么搞头了做完笔幕 就放众人离去了 饿了一晚上的众人正研究吃些什么食 杰森提议一起去吃炒年糕 看着欢声笑语的四人 此刻的道贤显得有些落寞 思考一番以后 他表示事情因他而起需要打扫道馆随时联系他 没什么事情他就先走了 此时杰森叫住了他那个打拳击的小混蛋 你喜欢吃炒年糕吗 餐馆内 此时郡南在嘲笑不能吃辣的道贤 你这是被辣哭了吗 这么大体格竟然干不过炒年糕 就在这时杰森询问起了道贤究竟欠了多少钱 随后道贤便描述起了事情经过 他知道自己打黑拳是不对的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我知道自己是个垃圾 但此时的杰森却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那你是不是可回收的 道贤不明白杰森的意思 然后杰森看向他如果你是可回收的垃圾 并且真的为自己的错误回过的话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勒住你脖子的高利贷 随后便传来正男的声音 孙道贤你怎么又哭了 第二天学校门口 只见众人就好像看见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张大着嘴巴 这时钟芬南叫住了李荣浩 你快回头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文生李荣浩回头望去竟看见了不可思议 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来上学 回到班级以后只见道贤跪倒在一个人面前 男人之间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 曾经的恩恩怨怨在一次促戏长谈以后 也可以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哥们 教学楼内道贤询问士俊放学你要去到馆吗 此时士俊回头看向他你要一起来吗 既然事情是我们两个惹出来的 好好打扫一下也好向馆长交代 还有我要听哈金真相的详细经过我好做打算 然后转身离去时提醒道贤 你别忘了你答应杰森哥的话 这时荣浩二人也赶了过来 他们俩在说什么竟然要一起去体育馆 这时中分打岔道 是不是要让士俊当二年级的头头你的位置不保啊 随后荣浩怒吼着放屁 我当时是大意才被他打败的 到了中午 道贤把荣浩叫了出来 他看着收账本询问荣浩这些记录没有问题吗 近期都没有再收了吧 随后荣浩便表示最近因为士俊搅局确实没收 不过我最近重新锻炼了 马上就可以嘎了他 听见这话道贤笑出了声音就你还想打败他 随即荣浩表示要把账本上的人叫到厕所 而道贤却表示客间他会自己去 荣浩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心想 这魔鬼连二年级的小喉喉都要亲自动手了 前辈你看就是这个人 因为林士俊的原因他最近都不怎么听话 道贤询问你就是小松吗 此时的男孩觉得自己死定了 道贤竟然亲自来了男孩 本以为因为士俊的原因好日子能长一些 谁知下一秒道贤竟然跪在了他的面前 就在上学之前道贤向杰森请教如何向人道贤 杰森很有耐心地教导他你只需要真心即可 但不要强迫人家原谅你让他们知道有问题的事你就好了 此刻的道贤跪在男孩面前 因为我问你应该过得很痛苦吧 对不起 李荣浩也是被这一幕惊呆了 随后便吼着前辈你给他下跪你不觉得丢脸了 紧接着道贤便冷冷地看着他你最好一起道贤 不然就老实待着 此时的李荣浩气得破口大骂你 现在装什么好人真是太丢人了 随后道贤站起身来 你要是不想道贤就走吧 还有以后我们学校不允许收账了 那个比赛我也不会去参加了 此时荣浩看向道贤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听你的 下一秒道贤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想跟我打一场吗 见状荣浩直接选择开溜出门时却碰见了士俊 你等着我早晚做了你 此时的士俊表示正好我也想找你谈谈 听见这话荣浩吓得跑得比兔子都快 班级李道贤还在给男孩道贤 得到男孩原谅以后便承诺会还清以前的钱 但听了男孩想要以后平安上学小小的愿望时 他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多么的愚蠢 画面一转哈金又锁住了士俊的脖子 让你不及时地回我消息勒死你个小猪 看着咳嗽不止的士俊哈金不解 你怎么这么不抗索了 当然了我少了一层脂肪外套呢 对了你给我发消息了吗 此时的哈金感觉眼前的男孩真的好帅 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也好好打扮了一门 你是把你爸爸衣服穿出来了吗 听见这话哈金就像只炸毛的小猫 这是时尚你个小猪懂什么 然后便接过了士俊提前暖好的暖宝帽 此时士俊看着气鼓鼓的哈金询问道 你知道我们要去吃什么吗 肯定又是意大利面 还真被你猜对了我们现在就去 去餐厅的路上哈金询问士俊 听叔叔说你最近总受伤 你是不是因为我的事 但士俊不想哈金知道笑着回答 只是柔术训练士碰到的 谁知哈金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腰子上 就说你笨吧还不承认 士俊看着眼前的哈金 事情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面对生前的女孩 今天士俊什么也不想去考虑 此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哈金的身上 今天一定是一个美好的圣诞 原本三百斤的男孩有一段甜蜜的爱情 但突然有一天 女友却被卷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全赛 不仅被打得伤痕累累 还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此时的士俊正在询问 关于全赛的一些问题 从到闲口中得知这个所谓的全赛 一共分两种形式 一是安全性比较高的MMA比赛 另一个就是毫无规则比较血腥的形式 我当时也没看完整体过程 所以是谁打的哈金我也不知道 但李永浩应该是清楚到底是谁的 而且主办方也很神秘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用钱诱惑你去参加比赛 此时的士俊明白了 即使是参加比赛 他也可能找不出主办方的信息 而且倒先提醒他 如果表现出对比赛以外的事物感兴趣的话 很有可能被一个叫金馆长的人盯上 每次看到他都会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正当金馆长刚打算进入电梯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随后那个身影便朝着电梯冲了过去 只见来的人正是一星警官 他试探地询问金馆长要去几楼 此时的金馆长注意到一星想要去的楼层时 原本想去相同楼层的他 手指掉转了方向 选择了和他不一样的楼层 此时的两人都对彼此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一阵寒暄过后金馆长下了电梯 此时的一星坚信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他冒着脑袋被门家的风险 偷偷跟了上去 正当他躲在角落里准备看金馆长开哪间门时 他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而此时的金馆长早就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打开门便走了进去 正当一心想打算好好调查这间房的信息时 电话那边传来消息花壁哥他们被放走了 听说是上头下的命令设计到人权的问题没办法 一星急匆匆地就往回赶 正当他上电梯时 金馆长打着电话走了出来 他对电话那头讲这人应该是为了那女孩的事 听说那个案子现在重新开始调查了 看来我们要舍弃这个据点换个新的了 画面一转只见刚从狗笼子出来的花壁哥还是嚣张跋扈 此刻的他还在研究如何去报复士君一行员 但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时却傻眼了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坐在沙发上 此时的犀牛也是缓缓抬头看向他好久不见 只见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花壁哥 此刻正在给犀牛低头问好 他一脸紧张地看向犀牛哥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此时的犀牛也是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还在做违法的事吗 随后花壁表示那当然了现在是法治社会 但犀牛好像并不相信他再次询问了 迫于强大的威压花壁哥也是乖乖交代了 下一秒犀牛便抄起烟灰缸 直接给他一脑拍 小弟们纹身赶了过来 但却被犀牛的弟兄给拦了回去 此时的花壁哥不明白十年未见的犀牛为什么拦他 而犀牛却淡淡地表示之前我就说过不让你做这个 现在你把那个孙道贤老爹的合同给我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孙道贤这个人的话 去问问坐在你位置的人就知道了 此时办公椅那边传来声音 刚回来就被烟灰缸抱头 这也太倒笑了吧 此时的花壁一脸蒙 他竟然没发现这里竟然一直坐着一个人 而坐在这里的泽英正在给杰森通电话 你知不知道把他们从警局弄出来多费劲 这边完事我再给你回电话你又欠我个人情 那么从现在开始 爱的教育要开始了哦 堂堂一带黑到大老 却喜欢吃别人三个月没洗的臭袜子 男人的小弟听见屋内有一样的声响 便想要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但却被面前的光头拦了下来 如果你想进去的话先过了我这关 此时的屋内花壁哥不明白为什么要锁住门 随后泽英二人便围了过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 花壁紧张地看着泽英你和孙道贤是什么关系 而此时的泽英却表示我不认识你说的人 是一个眼睛长成这样的长发男人让我帮忙呢 而且据我所知那孩子早就还完了本金 所以合同现在在哪里 这时的花壁哥一脸不屑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喜欢砸别人的饭碗吗 随后一旁的俊浩便笑道兄弟你敢跟他这么说话 你太勇敢了 紧接着男人便询问犀牛大哥这女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下一秒一个花盆就砸在了他的头上 一旁的犀牛二人也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喝着饮料看着戏 男人被这一击彻底激怒了 无脑的就冲了过去 但却被泽英用衣服直接挡了下来 等待他的便是一个帅气的侧踢 看着倒地的男人泽英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一个蓄力冲刺 轻轻一跃便是树米糕 然后便是按在地上一顿乱捶 泽英起身看着他你千万别服软坚持住这样更有意思 然后便提起的他手臂放在了膝盖上 让我看看你这个硬汉子在断掉的手臂面前多么不堪一击 只听见清脆的一声男人的手臂变了心 此时的花壁歌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随后男人便威胁到你以为这样我就害怕 你的家人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泽英这时冷冷地看着他你还真是个混蛋了 不过你说的这些对我行不通 随后便转头看向一旁的俊浩 找个东西把他的嘴堵上太吵了 只见俊浩看向一旁的犀牛 大哥我这三天没洗的袜子怎么样 而犀牛却是一脸正经地掏出了袜子 还是用我的把胖臭 随后泽英看向二人别争了来两人的都塞嘴 一顿挣扎过后男人还是享用了这美味的一餐 此时的泽英看向他真应该让那些被你坑的人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话因为落女孩便抓住了他的手指 只听清脆的一声第一个麻辣鸡爪诞生了 此时男人被袜子塞住的嘴响叫却叫不出声来 看着男人没有打算服软的样子 紧接着便是第二根 第三根 伴随杀猪般的叫声 男人终于坚持不住了 此时的泽英低头看向他现在想和我说说合同的事情了 或者我们换一只手继续呢 只见男人已经彻底被吓破了他 他愿意交出道贤老爹的合同 而这时泽英玩味地看着他果然你这种混蛋最细命的 但除了合同以外 我还要你告诉我你对暗网了解多少 画面一转此时的杰森正在睡大觉 一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了他 他接起电话询问这是谁 只见电话那边正是刚吃过袜子的花壁哥 我说过你会后悔的现在你相信了吗 电话那边花壁表示他非常后悔 而且不会再出现在那群孩子身边 我觉得你也应该相信了 不过你要和我的朋友去一个地方 说完杰森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便叫住了正在打扫卫生的道贤 你家的债务已经没事了 明天我会给你收据你交给你妈妈 打扫完了我们一起去吃饭 此刻的道贤也没想到杰森哥竟然真的帮助了他 跟杰森道谢以后 便告诉他还差厕所没有清理需要等一下 厕所内道贤发短信将欠款还清的事告诉了妈妈 压在他身上多年的担子终于卸了下去 这一刻所有挤压在心底的委屈全部爆发出来 杰森哥彻底的救赎了他 这个摇头晃脑的小黄毛正是这一片的恶霸 男孩只因为没给他买最爱吃的麻辣汤 他便大打出手 此时的小黄毛要是知道这三人刚吃了一千块的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 跟杰森道别以后 俩人便商量起了哈金复仇的第一步 此时士郡表示既然找不到主办方 那就断他们财路处理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 他们自然就会找过来了 这时道贤看向士郡所以你有详细的计划了吗 然而士郡却表示我刚才说的就是计划 随后道贤便紧皱眉头你这个鲁莽的家伙 我还是列一个名单你先从最弱的开始吧 紧接着士郡看向道贤你也要一起来 只要你不介意的话 因为哈金的事情我也有错想弥补一下 此时的士郡看向他 如果你想减轻负罪敢没这个必要 随后道贤就打断了他 我只是想从心做人 听到这士郡也明白了道贤的决心 随即他便表示 伤害哈金的人一定要留给我亲自来 与此同时另一边 我调查了上次尾随我的警察 他果然在调查哈金的事 此时的赵太一脸不屑正义感的警官不常见了 让他经历几次无能为力的情况 也就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了 随后金管长便看向赵太 那个叫林士郡的 似乎解决了孙道贤的欠款问题 就是那个女孩打电话 求救他恰巧没接的那个林士郡是吧 不过这孙道贤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此时金管长表示他好像在找我们 他想从孙道贤入手 让我们的选手参加不了比赛 我们要想好对策 此时赵太打断了他 你不用管这件事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举办个特技比赛 名字就叫为爱复仇的高中校园局 还有我们的主人公林士郡 你再仔细调查一下 之前那个哈金的视频 也留着顺带也把他查一查 画面一转 只见男孩颤抖的在给什么人道歉 下次我绝对不买衬衣了 这是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你觉得道歉有用吗 因为你买了衬衣没钱给我 所以我连最喜欢的麻辣汤都没吃上 只见男孩冒了一脸冷汗 这个其实是我妈买给我的对不起 话因为落黄毛一个大鼻痘 就打在了男孩的脸上 只见男孩下意识地用胳膊护住了头 但此刻黄毛却不高兴了 你现在敢反抗了是吗 我命令你立刻把手给我放下去 你知道反抗是什么结果吧 说着一拳便砸在了男孩的面门上 下次不允许你再穿衬衣 让你妈给你买衬衣前全部套现给你 然后黄毛就让男孩跪在地上 重复着他刚才说的话 此时的男孩留下了屈辱的泪水 他多希望能有人来救救他 正当黄毛身后的两个小弟 嘲笑男孩的衬衣时 未曾想一个拳头突然朝着他洗去 只见拳头正中打心 恐怖的力道直接让他飞了出去 紧接着对剩下的小弟又是一拳 只见小弟也是背着沉痛的一击打的反抗 此时的黄毛背着恐怖的战力吓得愣住 然而当他看到出权的是道贤以后 他便凑了过去看向道贤你来这做什么 大会那边要搞活动吗 不是只是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一听这话黄毛以为是给他介绍女朋友眼睛都直了 询问道贤好不好看多大了 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 此时他的身后多了个人 这个摇头晃脑的小黄毛正是这一片的恶霸 此刻的他正在欺负一个没有给他买麻辣烫的少年 但他不知道的是有两个人已经在寻找他的路上了 此时的士郡询问道 你确定他会在这里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经常来这里 而且你要记住比赛之中有两个人 他们不会任何的格斗技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黄毛混蛋 士郡笑道你这个恶霸都这么说了 看来他还真是一个混蛋 那另一个是谁也和他一样吗 此时道贤却表示并不是 第二个人和黄毛不一样 那个人像个怪物一样 他的运动能力很难让人理解 这时士郡询问道贤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然而道贤却表示现在的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说着两个人便看见了刚才还在讨论的黄毛 士郡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大鼻洞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小黄毛一巴掌就被删晕了 随后士郡便回头看向刚才被欺负的男孩 你还好吧 你不要一味地忍让这不是你的错 这种情况一定要寻求帮助 我可以短时间地帮你 但你要学会为自己而战 安顿好男孩以后 士郡蹲下身看着被删晕的小黄毛 只见士郡注意到了他的鼻钉 下一秒便给拔了出来 随后小黄毛便疼痛难忍惊醒过来 但等待他的便是重重的一拳 此时士郡拽过他的衣领 我需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只需要说你知道的 不然我也会弄坏你的衣服 听到这黄毛慌了你个混蛋 放开我这衣服很贵的 眼看黄毛并没有想回答他的问题 士郡直接撕碎了他心爱的衣服 看着自己昂贵的衣服被换 黄毛气得破口大骂士郡觉得他太吵了 一拳就砸了过去 随后士郡便捏着他的脸了狠狠地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珍惜自己的衣服 你刚刚是怎么对那男孩了 此时的黄毛已经吓破了 那你现在也不是用武力这么对我的 谢谢你提醒我 我不应该用嘴说的 对付你这种人我就应该直接写 此刻黄毛意识到这小子来真的变开口的 你不是要问我问题吗 我全部告诉你 只见士郡冷冷地看着他有个叫哈金的女孩 几个月前参加了你们比赛 我需要你把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此时的小黄毛陷入了回忆 那个比赛看着像是一场表演或者说是直播 此时的赵太面对镜头说道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说了 今天这场比赛有个女孩是带着任务来参加的 柔术是可以让女人变成男人的武术 我很赞同这点因为我也学过很久 不过体重差距很大的话想赢就不容易了 今天这是一场真正的格斗比赛 我很好奇女孩今天的表现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很好奇 这个女孩可是年仅18岁就获得紫色腰带的柔术大师 今天的她需要击败四个不同领域的选手 第一轮我们会找一个体重较低没学过柔术的人 而这些条件黄毛完全符合 所以她便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哈金第一个对手 此时的黄毛看向士俊你怎么又当我 随后士俊便冷冷地看着他之后的事情继续说 你觉得我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被那个女孩胖揍了 三百斤的男孩原本有一段甜蜜的爱情 但突然有一天他的女友被卷进了一场不知名的拳赛 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男孩苦苦追查终于在面前的黄毛口中得知消息 那天哈金和士俊分开以后被带到了一个场馆内 只见哈金开口到士俊在哪里 面对女孩的询问 赵太回答你的男朋友吗 他不在这里 此时的哈金意识到他被身旁的荣耗欺骗了 转身就要离去之时 却被一个身旁的壮汉拦住了 随后哈金转身看向赵太 你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吗 此时的赵太却表示你只需要打赢四场比赛 我会让身旁的这个小兄弟保证 你的男朋友在学校没人再敢打扰他 随后哈金转头看向他 我对你们这个比赛不感兴趣 而且我和你身旁的人不熟 只见赵太缓缓开口那也没办法 我也不能强迫你做什么 那按照计划只能把那个叫士俊的带过来了 听见这话本来想离去的哈金停下了脚 此时跟他比赛的第一名选手正是小黄毛 只见他挥舞着拳头就朝着哈金起来 但却被哈金一脚炫了回去 此时的黄毛意识到还好自己长得高 不然被踢中的位置可能后半辈子不保啊 正当他思索之际哈金一个侧踢向他起来 黄毛很吃力地挡下这次攻击 然后便是毫无作用的反击 只见哈金一个闪身便来到了他的身后 用腿缠住黄毛以后 直接把他扳到在地 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黄毛 就是一顿疯狂的输出 紧接着便是柔术常见的技巧死死地锁住他 直到他缺氧昏厥过去 就这样哈金赢下了第一场比赛 此时的士俊看向黄毛 你最好别给我说你一直晕到最后 随后黄毛便回答到没有第二场的时候我醒了 我睁眼就看见那个女孩好像非常疲惫 火鸡头因为我被女孩打原因太有些暴躁 他疯狂地对着女孩腿部踢去 此刻哈金的腿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不过好在比赛时间到了 中场休息时照太假惺惺地过来关心哈金 只见他笑眯眯说道 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休息 哈金只是抬头看向他 你只需要做到以后不再打扰士俊就可以了 这是第三场比赛开始了 此时当金馆长看见第三名选手时 难难道这下要变得有趣 只见这第三名选手正是到闲口中的那个怪物 画面一转 此时的医生正在询问哈金对于之前的事想起什么美 而哈金却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 经过医生的再三保证不会跟其他人说 听了医生的保证哈金缓缓开口说出实情 其实我什么都记得 只是装作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医生得知以后开口说道 这件事士俊如果知道的话他会责怪自己的 只见哈金笑着回应所以你一定要保密 如果士俊知道那天发生的事 没人会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需要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这个体重300斤的男孩本来有段甜蜜的爱情 但有一天女孩为了男朋友去参加了一场见不得光的全赛 导致她最后重伤进了ICU 随后男孩为了复仇 便每天跟随师傅在柔术馆训练 趁着士俊还没从道馆出来杰森看向道贤 我拜托你帮我一个忙 只见道贤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个拯救过他的男人 紧接着杰森开口道 我想让你帮我看着点士俊 你知道他不是个沉着冷静的人 失去理性的他说不准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相比士俊你比较冷静你要尽量陪着他 不要让他误入企图 此刻士俊挥舞着砖头就朝着黄毛砸去 这一次他真的起了杀心 不过好在道贤及时地撞开了他 你疯了吗 你知道这一版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 谁知下一秒士俊朝着道贤攻击而去 你别妨碍我 林士俊你给我清醒些 你现在弄死他之后怎么办 只见此时的士俊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那种垃圾死了也无关紧要 所以你不要妨碍我 此刻的道贤也意识到了 现在和士俊讲道理已经没办法控制他了 让他恢复理智的最好办法就是打醒他 只见此刻的士俊瞳孔已经恢复了正常 看着倒地的士俊孙道贤开口道 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拳 你要是不想进监狱就冷静一下 这么冲动的形势你怎么复仇到底 随后士俊回应道 你这臭小子还想给我一下 你下手真狠啊 随后士俊便看向黄毛哈金 就拖着受伤的身体继续比赛了吗 只见肿的像个猪头的黄毛回答 似的他一直坚持到了第四轮 而且对手还是那个也会柔术的状态 这时士俊看向道贤这个状态 就是主办方的人对吗 看来最终只要找到他就可以了 此时的道贤已经认出踢倒黄毛的人 紧接着身后便传出一个声音 你俩这样是不道德的 孙道贤选手你不是已经和我们签了保密合同吗 此时的道贤一脸惊讶 金管长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是我的工作要管理参赛人员 更何况是违反合同的 随后士俊开口道 你就是什么金管长你跟踪了我们对吗 只见金管长笑道跟传闻一样 你真是又冲动又没叫你 就在这时士俊靠了过去你认识我吗 随后金管长回答 当然了你不是在为你的女朋友复仇吗 下一秒士俊就捏住了他的脖子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那么对待哈金 而此时的金管长看向士俊的身后 没事组长我和这小子聊聊 只见刚才那个一脚踢翻黄毛的壮汉 在士俊掐住金管长的一瞬间 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但就在这时道前伸手拦住了壮汉 你给我离士俊远点你太危险了组长 此时的金管长突然开口 你没问过哈金本人吗 他是自愿参加比赛的 至于比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 因为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喜欢看的 此时士俊恶狠狠地看向他 为了几个破钱就可以把人弄成那个样子吗 就当士俊准备痛扁他一顿时 道贤那边已经发生了战斗 即使他挡住了男人的攻击 但是因为量级不同的原因 道贤还是受伤了 面对这种巨型身材的 道贤选择了利用速度取胜 然而男人却表示 孙道贤你再给我抓痒痒吗 随后便闪身到他的面前 接着便是重重的一击 只见道贤不敌那个大块头 士俊就打算先去帮忙 但却被身后的金馆长叫住了 你确定你还要在这里吗 刚刚你也听见了黄毛说 我们有个火鸡头选手 一直对哈金不满了 所以我给了我们的选手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就是哈金现在的地址 人们常说为了兄弟可以两肋插刀 但这个男孩看见兄弟出事 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就在刚刚金馆长告知士俊 此时那个火鸡头 已经在报复哈金的路上了 随后士俊便看向他 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只见金馆长微微一笑 我们也要到这里离哈金家不远吧 我觉得你应该现在就赶过去 不然就来不及了 而我们也要和道贤谈谈违约的事情了 此时的道贤艰难地开口 士俊你还在想什么别担心我 赶快去救哈金快 还没等到贤的话 说完士俊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 此刻的他显得有些落寞 画面一转 只见哈金正在开心地低头玩手机 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一直跟了一个人 此时的火鸡头不解 不是说他有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吗 怎么嘻嘻哈哈地像个没事人一样 这现状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只见刚刚喊哈金的人正是他的老爹 此时的哈金看向父亲 你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 随后男人一边回答女儿的问题 一边看向男人离开的方向 没事就是刚才在阳台 看见你想让你陪我一起去买牛奶 说完便跟着哈金一起回家了走的时候 还不忘回头看看刚才的男人 然而老爹的直觉是对的火鸡男正 躲在角落没有走远 此时哈金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示意老爹安静些 士俊打来的电话 我现在和我爸爸在一起呢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士俊你在哪里 此时电话那边的士俊已经大汗淋漓 我没事我正在健身做有氧运动 等你到家了再给我发短信 说完士俊便挂断了电话 知道哈金没事他长舒一口气 虽然很累但他还是从地上爬了起来 因为那个家伙可能还在哈金家附近 此时楼道内老爹正在询问哈金 怎么不叫士俊一起来吃饭搬了家以后 他都没来过 随后哈金便表示好啊我会让他来的 今晚要吃牛肉吗 此时的老爹却因为刚才哈金接电话时 让他声音小些的事情还在吃足 让他想吃牛肉自己去买 此时哈金家的楼下 火鸡头竟然在记录哈金家在几层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金馆长的电话 并且表示今天没搞头了改天 你会遵守答应我的事对吧 电话那头金馆长表示让他放心 只要他完成任务就能得到他想要的 挂断电话以后便蹲下看向道歉 我想我们也应该谈谈啊 画面一转 此时的火鸡男不明白金馆长 为什么要让他来这个地方 当他刚掏出纹箱准备享用时 迎练走来的士郡不小心撞掉了他的蚊箱 此时的火鸡头怒斥着士郡你走路没眼睛吗 而士郡却不以为然向他道了解 便蹲下身帮他捡了起来 不过此时的士郡却注意到这个人一定是个练家子 随后便起身询问火鸡男是不是在哪锻炼过 只见火鸡男被士郡突然这么一问搞得有些发懵 但紧接着士郡便夸赞到你真的是太帅了 这时的火鸡男已经在士郡的赞美下洋洋得意 表示他是练习跆拳道的 但下一秒就被士郡的拳头狠狠砸住 火鸡男不解士郡为什么突然打他 此时的士郡冷冷地看着火鸡头 是金管长给你的地址对吧 你长得就不像一个好人 话因为落火鸡头便朝着士郡袭来 毕年被他踢中此时的士郡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便是一个漂亮的正题 这个长相猥琐的火鸡头 最喜欢偷偷跟踪妙龄少女 得知女友被跟踪的消息 男孩一脚就踹向了她的命根子 此时的火鸡头跪在地上疼得瑟瑟发抖 而士郡则是冷冷地看向他 你个混蛋来哈金家附近想要做什么 此时的火鸡男还在装傻充愣想要拖延时间 但下一秒就被士郡狠狠地跺了一脚 不要岔开话题那个会踢人的全正贤就是女孩 随后火鸡男表示自己不明白士郡在说什么 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全正贤 只见士郡低头看向他 你真不知道金管长和选手的事吗 紧接着火鸡男表示自己只是业余爱好 根本不会参加什么比赛 说着便站起身来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此时的火鸡男心里想着自己抱了警面前的家伙一定会跑 到时候在背后狠狠地给他来一下 但下一秒士郡的拳头就打破了他的幻想 你这小子还敢打我你想吃窝窝头吗 只见士郡狠狠地看向他到现在了还在跟我装傻 我刚才可没说全正贤去参加比赛了 眼看实情败露火鸡头也不装了 你到底是谁是因为那个女孩找我的吗 这些你都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记住从今以后你都不能锻炼 听见这话的火鸡男哈喇子都喷出来了 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吗 话因为落士郡的拳头就朝着他起来 但被火鸡头一个后退躲不过去 你小子不能让人把话说完吗 然后对着士郡就是一炮拳 不过好在士郡及时地挡了下来 紧接着便是一记鞭腿 但此刻的火鸡男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后退就打断了自己原本的攻击 因为他知道士郡有办法对付这招 他可不想当太监 此时士郡玩味地看着他你怎么不敢踢了呢 火鸡男忍受不了这种嘲讽挥舞着拳头朝着士郡袭去 随后便是连续竖拳的高速攻击 此时的士郡意识到这和道弦交给他的拳法不同 跟他的拳头相比速度和力量差了一些 现在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看准时机 靠柔术解决掉他 但当士郡刚要抱住对方的大腿时 火鸡男的腿却消失了 紧接着便是挨了重重的一下 这一脚直接让士郡陷入了昏迷 你这家伙上当了吧 刚才只是虚晃你一脚 此时的火鸡男还对士郡刚才的一脚怀恨在心 便想要让士郡常常和他一样的痛苦 正当火鸡头准备断了别人后半辈子的时候 一个身影冲向了他 把他掀倒在地 此时的火鸡还在狠狠地骂着男人 但当他得知罗警官的身份以后 站起身来把腿就跑 正当罗警官准备去追火鸡头的时候 他回头竟然发现 自己救的竟然是林士郡 此时的罗警官看向士郡 你真的不打算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随后士郡便表示没什么事情 只是短暂地晕了过去 不过罗警官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接到了哈金父亲的电话 说是有可疑的人在跟踪哈金 所以下班以后便赶过来看看 紧接着罗警官便询问到 你和他打架是为了哈金的事情 我很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 但你这样总有一天会活着自己 如果你继续这么做 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刑警的身份碰见你的 就在这时时郡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个好人 谢谢你照顾哈金 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但我还是想亲手除掉他们 如果到了那一天你来逮捕我 那就做你想做的 而我也会做我该做的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男孩经过三个月的减肥训练 只见他摇身一变 今天是他瘦下来以后 第一次和女朋友正式的约会 还好伤口基本看不出来了 不然被哈金发现就惨了 不过那个家伙的腿上 功夫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果然练家子还是不一样 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了 就在这时哈金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吓死我了你怎么突然出现 你个小猪平常不是不喜欢自拍吗 怎么是要给我看看你帅气的一面吗 这时哈金拉住视剧 你瘦了以后就没拍过照了 我们现在就拍一张 你个小猪快看镜头 只见哈金用小拳头锤打着视剧 你表情能不能认真一点 而视剧却不理解为什么要自拍 随后哈金便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不太理解你确定要我告诉你吗 下一秒便靠在了视剧的肩膀上 在你身边显得我脸小一些 那么重新来一张吧 拍完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马上就开始了 你给我回来重新拍 只见宁不过哈金视剧 只能重新又拍了一张 电影院内 你真的不吃吗 此时的哈金看向视剧 你胖胖的也很可爱啊 为什么突然要减肥 因为馆长让我做胖 说对比的宣传筒 而且胖的话身体不灵活 训练柔术很难 我看是你这个小猪太断了 所以才找不灵活的借口 随后视剧便看向哈金 我承认我现在练得不够好 但是现在来说 因为体型的原因 我还是能打过你吧 只见哈金听见这话顿时不愿意 你个小猪最近挺狂啊 信不信我把爆米花伞你眼睛里 现在哈金已经可以适应人多的场合了 虽然偶尔他也被吓一条 但哈金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战胜自己 而视剧现在能做的 就是让哈金绝对的安全 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 必须要做到沉着冷静 而且自己现在属于 身处在游戏高等级的打怪区 他必须要先解决 同等级的人继续训练才行 柔术馆内 此时的郑南又在嘲笑道贤 因为他的背心上印有 拳击是最棒的几个字 只见此时眼睛一本正经 道贤可能热爱拳击吧 但他身旁的杰森眼泪都要憋出来了 你这个恶霸真是一点幽默感没有 就当道贤还在极力辩解 其实自己很幽默的时候 视剧出现了杰森哥 有人想要见你 杰森回头望去是谁要见我 那当然是你们的活宝哈金小可爱来了 此时的众人看见哈金的到来 脸上都笑出了话 随后郑南又开始诸叫了气色 看着不错 不过脸好像变成了 两位哥哥依旧是散发着单身狗的气息呢 只见哈金目标又转移到了杰森身上 杰森哥你最近怎么样 快让我抱一下 随后杰森哥便表示不行我刚训练完 话没说完便一个后翻滚就滚过去 绝对不行 你别过来我刚训练完都是汗 但哈金才不管这些一下就哭了过去 此时的士郡找到了道贤 他希望道贤可以教他所有的拳击技术 这个看着拉里拉他的大叔 曾经可是纵横擂台的格斗之王 毫无败忌的他退影后开了一家柔术馆 这一天他刚下班回来 就看见了许久未见的哈金出现在道馆内 一段热情的相拥以后 一旁的道贤呆置住了他感觉面前这个大叔好熟悉 随后他便开口询问 请问你是韩德西选手吗 此时的馆长好像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少年 你小子认识我吗 随后听见道贤的回答以后 馆长压脚呆着 当然了您可是我最喜欢的职业拳手啊 听到这众人的下巴都惊掉了 谁能想到这个胡子拉叉的大叔是职业拳手 而此时的馆长却表示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你们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大叔罢了 随后震南便凑过来询问道贤馆长以前厉不厉害 谁知道闲听见这话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馆长之前留下了20场连胜记录突然退役 他可是H国历史上真的格斗拳王 小伙子们现在是不是对我刮目相看了 此时的哈金提议既然馆长这么厉害 就请我们吃炒年糕吧 随后的馆长立马黑了脸 他没想到这群臭小子对他的战绩丝毫不感兴趣 只有道贤一脸崇拜地看着他 安顿好一切后众人便出发出去聚餐了 画面一转 此时的哈金已经称得要走不动了 只见士郡口吐猪言 你吃了这么多你确定你不是小猪吗 随后哈金回头看向他你才是小猪呢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让人火大 就在这时士郡看向哈金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单纯的好奇 你不要多想 那个你跟亲近的男人都那么拥抱吗 被士郡这么一问哈金红了脸 紧接着便询问到你的小猪是不是吃错 士郡终于长大了 那我以后不跟别的男人抱抱了 此时哈金想要再和士郡走走 但是时间太晚了就被送回了家 第二天 此时的二人正在商讨着如何击败火鸡头 而道贤表示现在的你用拳击是打不过的 但是打比赛和打架是不一样的 从今天开始你要24小时 跟着我尽快学习所有拳击技术 首先要做的就是高强度跳绳 不仅增加你的耐力 还能增强你攻击的节奏感 和了解对方的触拳节奏 然后在他放大招式给他一拳 对不起我没想到你反应这么迟钝 连这都躲不开 而此时的士郡还在狡辩我刚才注意力在跳绳上 从今天开始孙道贤的特训开始了 士郡每天都要跟随他徒步奔跑穿越一座大桥 再者就是节奏感超强的跳绳 以及练习攻击和反应能力的拳击网球 此时的士郡不明白这种训练道贤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道贤却告诉他想要抓住机会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好了言归正传 我们开始下一项训练 画面一转两个二五载正在谈论如何欺辱比他们穷的人 像他那种的这辈子都是农民工 就在这时士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个死肥猪 此时的猪刚烈鹅狠狠地看着士郡你个混蛋你叫谁了 下一秒士郡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脸发上 这就是道贤所说的下一项训练 学会了新技巧就要去实战提高熟练度 这个穿着将军同款紧身裤的胖子 自认为是H国最潮的男人 但他不知道穿成这样很容易挨走 此时的男人不知道士郡为什么要打他 随后士郡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的裤子太丑了 只见小胖子阴沉着脸看着士郡你懂时尚吗你个混蛋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时尚的士郡 对着他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此时的小胖子能忍受紧身裤兽 咬牙切齿地就冲了过去 看着他逐渐逼近的守士郡陷入了回忆 那时候的道贤让他注意虽然你懂一些柔术 但使用全技格斗技时还是要注意不能被扳倒在地 你要学会像这样后退和对手拉开距离 然后进行反击 此时的士郡就是这么做的 只见小胖子气急败坏地就朝着士郡冲去 但被士郡一个后退躲了过去 随后便是重重的一拳 这时刚刚还在挨揍的小胖子突然笑道 抓住你了你跑不掉了 只见士郡轻轻地掰了一下他的手指 给胖子的手做了一个H国最潮流的造型 然后便是再做个整容 此时的士郡击败了训练以后的第一个选手 接着便是第二个 然后便是第三个 当然还有第四个 柔术馆内 此时的道贤正在劝说士郡对手再若也要休息一下 而且现在的你还不能打败火鸡头 但士郡却表示他不能再等了这周就要去找他 我不能再次看到哈金受伤害 而门外的杰森哥听到了一切 他似乎是做了什么绝点 画面一转 此时的哈金不解父母怎么会一起来接他 从老爹口中得知今天是他们二人的结婚纪念 随后哈金便询问了今晚准备吃什么 但老爹却告诉他他们俩刚才就吃过了 而且还是吃的哈金最爱的牛排 然后哈金便气鼓鼓地看着老爹我到底是不是你女了 此刻的三人却没注意到身后跟了一个人 只见跟在身后的正式火鸡头他不解 哈金的父母怎么每天都会在他身边 眼看今天又没什么搞头了他就准备离去 但是转身就碰见了一星警官并警告火鸡头这里惊艳 嚣张惯了的火鸡头恶狠看着他 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你是警察吗 随后一星便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 眼看事情不妙火鸡头就准备开溜 但却被身后的一星叫住了 红头发身高1米7左右黑色的眼线 为了抓你我可是熬了不少夜了 听到这火鸡头意识到事情不妙转身就要开跑 但是他怎么可能跑过一个警官呢 只见一星一个大幅度跨步就追了过去 就当火鸡头以为自己要被带住时 一辆车冲了过来 成功地阻止了一星 只见车内的男人缓缓开口金馆长派我来的 要是不想被抓就立马上车 有什么事情车上戏谈 此时的火鸡头别无选择立马就上了车 男人凭借着熟练的车技 带着火鸡头就逃离了这里 陛下停车场内 火鸡头还在为自己逃出生天感到庆幸 然后便跟就了他的男人说个不停 但男人却让他安静一些自己在思考两件事情 一是你还年轻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听到这火鸡男疑惑地看着他 你真的是金馆长派你来的吗 只见开车的人正是杰森 此时的他用冰冷的眼神看着火鸡头 第二件事就是你这种混蛋就应该被撕碎烧掉 这个平时连饭都吃不起的长发流浪汉 竟然拥有一辆价值百万的马沙拉底 此刻的停车场内 火鸡头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当他想要打开车门逃跑的时候 却发现车门早就上锁了 随后杰森便回头看向他 你以为自己会点东西就很厉害吗 你这种人迟早会遇见比自己更厉害的人 然后就不敢嘚嗦 而你恰巧让那一天提前到了现在 听到这火鸡头慌了他怒吼着让杰森赶紧开门 然后便挥舞着拳头朝着杰森攻击而去 但反手却被按倒在车厢上 不服气的火鸡头还在叫骂着 但下一秒他张大的瞳孔中就充满了恐惧 只见杰森面无表情地举着一把漆黑的斧子 然后便挥舞着斧子朝着火鸡男砍去 看着划过鼻梁的斧子 火鸡男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会死 此时的杰森低头看向他 真可惜你别乱动老实点 把你的手拿开 对于你这种人我还是觉得要斩讨出根 这样才对得起你曾经欺负过的人 就在这时火鸡头一脚就踢向了杰森 随后便窜到了后排的座位上 他看着眼前的车窗心想死在这个流浪汉手 还不如用头撞碎车窗受点伤逃出去 结果可想而知 他竟然想要挑战中国进口的玻璃 杰森回头看向他不能让你弄脏我的车还是出去吧 说着他便打开了车门的锁 火鸡头想都没想就从车上窜了出去 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危险 还有空做了个国际手势 并且告诉杰森自己一定要去警局告他 这里全是监控你以为戴着帽子就有用了吗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跑 听说你是打跆拳道的 伴随一声惨叫否则正中目标 此时的火鸡男看见咬住屁股的东西嚎啕大哭 然后便哀求着杰森你放过我吧 此时的杰森不想听他的废话一脚就踢了上去 随后他便流着恐惧的泪水看向杰森 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紧接着杰森便低下身看向他以后不许再出现在那个小区 还有关于哈金的一切统统给我忘掉 不然我会让你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折磨到你亲口求我杀了你 如果你做不到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件阎王 此时的火鸡男彻底吓破了胆 他毫无犹豫地就答应了杰森的话 听到这个杰森很满意 并且还想让他看看自己的皮鞋 画面一转 火鸡头拖着满是伤痕的身体回到了家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靠在墙边的老师 正嫌同学老师在这等了你好久 说着他便关心起火鸡头的伤势 但却被他一把推开 不要多管闲事您走吧 随后老师便呵斥到你已经很久没来上学了 你学习格斗就是为了打架混日子吗 够了你不要再装好人了 你们都一样假惺惺 原来火鸡头以前总被他父亲家暴 寻求学校和警察的帮助无补 便去自己学习了武术打跑的那个人渣 此刻的老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责 但他不希望火鸡头不要走上不归路 就在他挥舞着手掌朝着女人打去时 一个手及时制止了他 你还真是个不可回收的垃圾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这个红发男人最喜欢偷偷尾随妙龄少女 女孩的哥哥得知此事以后出面教育了他 不知悔改的他回到家以后 正打算对关心他的老师下手时 被人拦了下来 此时的火鸡男回头看向士俊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随后便回头质问着老师是不是你把他带过来 只见老师也是被问一脸懵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就在这时火鸡头怒吼着什么狗屁朋友 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相信 话因为洛士俊对着他的脑门就是一拳 只见原本红肿的包直接被打得凹陷下去 疼得火鸡头在地上来回打滚 士俊低头看向他不管怎么想你这种人都需要挨走 突然一旁的老师抓住了士俊快住手 你不是他的朋友吗 对不起我欺骗了你 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他 但你这么劝说他是没有用的 他早就开始策划犯罪了 看着士俊的背影老师表示用暴力解决事情是不对的 而士俊却淡淡地回应到你说的有暴力 但我不这么想 当你想这些的时候那些受伤害的人 因为他这种混蛋正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焦虑中 而我想做的就是清理掉这群垃圾 不过现在的我还不行 这就是我的选择 眼看士俊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火鸡男表示我的屁股受了很严重的伤 你的状态看起来也不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休息一下 但没想到士俊却冷冷地说了一句 那我还真是高兴了 下一秒他便用膝盖狠狠地撞向了火鸡头 你个混蛋你以为我受伤了你就打得过我吗 说着他便朝着士俊攻击而去 只见他的拳头全部被士俊引节奏地躲了过去 就在这时士俊抓准时机 一个闪身来到他的侧身 接着便是沉重的一拳 士俊乘胜追击挥出第二拳 但被火鸡头躲了过去 此时的火鸡头意识到士俊和上次不一样了 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拳击 意识到这一点的火鸡男刚拉开距离 想要给士俊一边腿势 他屁股上的伤口却裂开了 迫不得已他停下攻击士俊抓准时机朝着火鸡头起来 一拳就打在了他的面门上 紧接着顺势用拳头把他砸向地面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靠近哈金半步 就在士俊准备给他最后一击时 老师扑了过去挡在了他的面前 他希望士俊给他一次机会 让火鸡头接受法律的改动 此时的士俊也是被他搞得有些头疼 我知道你是对的 但是对于他这种人是没用的 就像我欺骗了你为了找到他一样 话因为落火鸡头一脚就踢向了保护他的女人 老师的头重重地撞在了石墙上 见此情况士俊慌忙地靠了过来 发现他流了很多血以后 急匆匆地就拨打了120 但他没发现火鸡头 已经拿着木棍出现在了身后 你大惊小怪什么他不会死的 以前我也经常被打成这样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家庭幸福的人 这个女人只会说些充满希望的话 但这有什么用呢 此时的士俊冷冷地探向他 你是有被害望小症吗 那些比你不幸的人 不也是努力克服走向光明 不要再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了 随后火鸡头便朝着士俊冲了过来 闭上你的嘴 你要是和我有一样的遭遇 你就不会这么说 但下一秒就被士俊死死地握住 刚才我还以为你瘸了 看来你挺精神的 这样我就丝毫没有负罪感了 这个习武两年半的小和尚 却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女朋友 此刻的他们正在背着方丈偷偷约会 他正在密谋如何扳倒某个比赛的主角 而女孩口中的这个人正在折磨火鸡头 只见士俊狠狠地掰着他的手指 然后冷冷地说到 这才是刚开始别叫出声来 接着便是重重的一拳 此时的火鸡头恶狠狠地看着他 你惹错人了 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刀 朝着士俊挥舞过去 只见士俊也是背着突入起来的 一下搞得后退束 他没想到这个疯子 竟然藏了一把铅笔刀 此时的火鸡男一脸得意 你是害怕了吗 再赶来找我 我就会用他割开你的肚子 在这之后 我还会对你的女友做同样的事 我就是要毁掉你这幸福的生活 就在几个月前 胖乎乎的士俊就向杰森请教 如果碰见对手使用刀了怎么办 你只需要做出这样的手势盯着对方 然后转身跑得越快越好 这种情况下 你要和铅笔刀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然后注意身边的一切 能对他造成伤害的东西 捡起来然后砸向他 如果砸得够准 他一定会下意识地丢掉手中的刀 这时候你就要抓准时机 在这短暂的一瞬间扑向他 把他摔倒在地 随后士俊便死死地锁住了他 感受到胳膊传来的疼痛 火鸡男表示愿意告诉士俊想知道的一切 我确实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 但那是在我掰断你胳膊以后 从现在开始 你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你自己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 然而火鸡男却怒吼着自己的胳膊端 让士俊赶快给他叫救护车 听到这士俊咧嘴里笑 你以为我在跟你玩过家家吗 你忘了自己干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那个不会武术的怪物打伤哈金的脸吧 现在我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在士俊挥出竖拳以后 火鸡头的脸也肿成了篮球的样子 但这一幕却被别人拍了下来 传到了金管长的电脑里 看来这个林士俊又长进了 这样就有去了赞助商又能增加了 随后他便吩咐大块头好好查一查 那天是谁开车把火鸡头带走了 查看下一个人的时候 金管长显得有些头疼 因为他不想和口中的人身边的女孩说话 画面一转 这个红发女孩总觉得自己耳朵很痒 此时小光头表示要不要帮他弄一下 而女孩却拒绝了他感觉是有人在诅咒他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知道的话一定要杀了他 就在这时小光头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是金管长的电话以后 他并没有想要离婚 他想要吃过饭以后再回复 但女孩却伸出手找他要手机 并表示做事能不能不要这么拖拉 万一是很重要的电话呢 我这样是为了你好 你就专心打拳其他的事交给我 随后光头便把手机递了过去 你好金管长刚才没有接起来你的电话 这不是光头同学的电话吗 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比赛的突然改变我很难过 不过我有办法扳倒那个领主角 第二天打扰一下 你看起来好高不过我也不差 你是哪个年级的学生你有女朋友吗 这个男孩看见倒在地上危在旦夕的父亲时 却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就在刚刚男孩在医院看望受伤的老师 而他却还在关心伤害他的火鸡头的伤势 从他口中得知火鸡头是征求了老师的同意 采取学习的武术本来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那一天我在校门口看见他在和什么人交谈 自从见过那个男人以后 他就开始收拾学校欺负同学的不良 从那以后学生都开始怕他 他也就成为了笑霸 然而回到家的他还要忍受最久老爹的殴打 他想起了那个男人对他说的话 只有以暴制暴才能解决根本 于是面对老爹的拳头 他选择了相信男人的话 进行了反击 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变了一个人 但此时士俊却打断了老师的话 有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会积极地去弥补 相反有的人会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 士俊同学你相信恶魔的存在吗 那些受到创伤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我给他选择的路是艰难的遥远的 而那个男人说的确实极具诱惑 只要使用暴力就可以立竿见语 而那些恶魔会以各种方式 捕获不坚定的孩子们 此时的女孩看着士俊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当然不认识了小笨蛋 不过你有女朋友吗 只见士俊被这突入起来的问题 搞得有些发懵 我跟你是第一次认识吧 你怎么不用敬余 而女孩却表示很抱歉 想要邀请士俊去咖啡厅做作 就当她的手快触碰到士俊时 只见她一个闪身就躲了过去 女孩被她的反应弄得有些发懵 她竟然嫌弃我的手 随后士俊便看向她 你越界了第一次见面 不要这么随便 此时的女孩有些生气了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 我手很脏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 打破了二人的谈话 大婶差不多就行了 你叫谁大婶呢 就是叫你的这里 还有其他人吗大婶 他已经是我的了 你找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了 说完哈金便牵着士俊离开了 这两个混蛋脑袋是坏掉了吗 居然敢无视我等着吧 我一定要拆散你们两个 让你们过不了正常的生活 画面一转 此时的杰森正在询问 花壁哥暗网的事情 花壁哥表示 查到了那个使用暗网的 在组织一个专门挑选 学生打架的比赛 随后杰森便看向 他那么比赛网站的策划找到了吗 策划倒是没找到 他们交易时 都用李克币无法追攻 不过倒是有一些其他的线索 我说完可以退出这个事情了吗 想退出行 等我一下我找找付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大宝贝 还谈不谈条件了 眼看杰森来真的 花壁哥无奈只能全盘拖出 现人之前在暗网买过东西 商品就是图片里的墙纸 但收到货以后 却是另外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精神类药品 会让人产生极具的依赖性 求求你金管长 再给我一些我做什么都行 当你的生活时刻 被人监视的时候 你会选择怎么做 此时的李勇正跪在地上 祈求着金管长 能多给他一些药 我会满足你 但是我不会给你很多 如果你一不小心磕死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还有比赛很快就轮到你了 上次那个会柔树的女生 还记得吧 他的男朋友 正在对我们的选手复仇 我们正在秘密地监视着他 都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 就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本了 但只要给他们戴上一层面具 他们内心的贪婪 就会显示出来了 那个想要报复我们的林士郡 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笔财富 此时的李勇看向金管长 那样我输给他吗 不你一定要赢 如果你赢了 我会给你一年的钱 只有你赢了那些观众 才会更兴奋 就在这时刚刚下班的赵泰赶了回来 我真是佩服那些 干着工作几十年的人 那个老家伙 虽然让我了解公司的运营方式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会 把公司交给我 话因为落 他就差一点被爬在地上的李勇半头 只见赵泰低头 看向他你平时还是少磕点药吧 你自己都不控制的话 你真的会死 说完便丢出一大把钞票 让李勇自己解决 此时的李勇匆忙的就捡起了钱 然后就赶去解决自己的药营 随后赵泰看向一旁的 金馆长比赛的事情怎么办 李勇这样也不知道 能不能坚持到比赛 还有火鸡头也废了 但金馆长让他把心放在肚子里 像是火鸡头那种心碎的孩子 随时都可以找到 反正选手都是你在管理 但一定要在期限内赚到足够的钱 此时刚刚下楼的李勇 就看见了大块头手中的药 随后男人便劝告他 只有这么多了 你最好自己控制一些 但现在的李勇 只希望用钱能多换取一些 画面一转 此时的杰森正要求 道贤跟士君一起练柔术 但道贤却表示自己不想和男人拥抱 随后杰森便一脸鄙视地看着他 你不说什么事都会帮忙的吗 这里没有其他的新人了 只有你可以帮助士君练习他的技巧 你要是不同意 可就没有免费的杀带了 迫于无奈道贤只能答应了下来 但下一秒他就觉得自己伤当 落我手里了吧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随后便是眼睛伸展的运动 当然这也少不了逗逼的震难 就当道贤已经累得趴在地上时 杰森靠了过来柔术 比你想象的有趣吧 令道贤没想到的石杰森哥 也会给他来这一手 训练结束士君就靠了过来感觉怎么样 道贤刚准备回答他的问题时 就注意到了士君的表情 你这小子是来嘲笑我的吧 我只是不习惯穿道服罢了 只见士君对着道贤就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你不穿道服我感觉你也打不过 看着他这渐渐的表情 道贤真想给他一拳 紧接着便问到道馆教学都是穿道服吗 以前倒是有不穿道服的课程 不过取消了你想象不穿道服的课吗 此刻的道贤表示并不是 就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 因为你接下来的选手是那个李勇 还有一个光头 士君不解那个光头很厉害吗 是个摔跤手吗 是的单从战绩上看光头蛮强的 对你来说他是你复仇路上最大的阻碍 因为他已经是吴道服比赛的长胜将军 这个300斤的男孩有个漂亮的女朋友 但因为男孩的原因 女孩被卷进了一场不知名的拳赛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为了替女友复仇男孩一个月报收200斤 就在刚刚男孩刚做完今天的训练 要不要一起去吃炒年糕 道贤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刚刚运动完正好补充碳水 就在这时士君好像注意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他看向道贤像你这种身材 是不是每天都做负重训练 此时道贤回应到你这怎么看起来更小了 只见士君连忙转过身去 我是刚刚冲了凉水澡 所以才这样的 随后道贤看向他 我说的是肌肉你脑子在想些什么 你要是不好好管理身材 学再多的格斗技都没有 此时的士君却表示 你能不能先把裤子穿上再说 道贤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 那个光头可是一个制定了计划 就会不管什么原因 都会当天必须完成的人 但有意思的是 他又不是那种会勤快给自己制定计划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只会撸铁的傻白铁 而且别看他长得凶神恶傻 在他不运动的时候 人非常淳朴善良 听到这士君感到疑惑 你竟然说一个欺负学生 还打黑拳的混蛋是一个善良的人 随后道贤便看向士君 你要是说我是个混蛋那我不反复 但是光头真的不一样 他从来不欺负同学 他只是有人给安排好比赛负责参加而已 按照你这么说 他就是一个提线我 哥我说过不要用这种方法运动吧 光头看见女友不高兴了连忙道歉 随后姜志妍便开口道 你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道歉 我不是说让你改掉这种习惯吗 你说的这个姜志妍 是不是红色头发很老的一个女生了 随后道歉便回答到 是的和我们一样是个高中生 听到这士君直接惊呆了 他无法想象那个大婶只有18岁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你要小心他 这女人喜欢给别人挖坑 然后用手机拍下证据 威胁别人替他做事 我抽空会找光头聊聊你做好自己的事情 话因为落两个人似乎看到了什么下巴都要惊掉了 跟杰森一比二人只觉得自己哪里都小 画面一转 颜颜我们真的要那么作骂 只跟那个男孩打一场不行吗 只见江志妍一脸的不耐烦哥你是傻吗 单纯打打架怎么让观众砸钱啊 我们的起居住行不都是钱吗 你参加比赛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我们的存款已经快没了 还有那个女孩比赛的你为什么不参加 只见光头一脸紧张地看向他 那是个小女孩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跟他打 但江志妍却表示你是好人 就我一个坏人我不也是为了你 随后他便一改刚才厌恶的表情 满面春风地微笑着 所以哥哥以后拼我的就好了 可见此时的小光头已经彻底被这个女人打拈了 到了晚上 江志妍正在询问那个叫哈金的调查怎么样了 只见女孩一脸紧张地回答道 他早在几个月前就退学了 不过现在的他好像在高考补习班 听到这江志妍心生一记 他决定要先拉拢哈金补习班的朋友们 这是刚才的女孩一脸紧张地看向他 那个事情我办完了 可不可以删掉手机里的视频了 放心只要你听话 你穿性感衣服跳舞的视频 一定会乖乖躺在我的手机里 与此同时另一边小光头 暗自庆幸你有今天不在 自己要吃一大碗猪肉汤饭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你这小子好久不见 两个人得知对方的近况都还不错 于是小光头便想着带道贤一起吃饭 但道贤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要是不想受伤就离开江志妍吧 随后光头便阴沉着脸看向道贤 这跟炎炎有什么关系 还有谁能伤到我 能让你受伤的是一个叫士郡的家伙 你应该听说了吧 或者说也可能是我 这个长得凶神恶煞的光头 竟然拥有一个长相甜美的女朋友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接近光头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她 此时的道贤正在劝说着小光头和江志妍分手 谁知下一秒小光头便笑出声来 你肯定是嫉妒我和漂亮女生约会 因为你从来没和女孩子约过会对不对 随后道贤缓缓开口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被她利用吗 那女人随时会在你的背后捅刀子 就在这时小光头打断了她的话 你对她了解多少 你要是说的都是废话我就不听了 然后道贤便看向她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和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女人谈恋爱 此时的小光头被问得有些发懵 还能为什么当然是我喜欢她 虽然我知道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但是我们要是分手了 我就找不到这么好看的女孩了 只见道贤也被小光头突然的猛男落泪搞得不知所措 画面一转 总之那个女人之前去找过士郡 但是被拒绝了 我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 你应该知道她要做什么事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帮这个叫士郡的 只见道贤回应到我只是在弥补我犯下的错 随后小光头便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想再去打黑拳了 每次当我下定决心不做的时候 想到炎炎我之前的想法就破灭了 不过怎么样我参加比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我女朋友犯下更大的错之前 我会找到士郡尽快解决一切 吃过晚饭以后 道贤回头看向小光头 就是江志炎不管做了什么你们都不会分手是吧 小孩我来对付她 这样她就不会受太多伤了所以别担心 此时的道贤摇了摇头又是一个被爱蒙蔽双眼的 话因为落她便对着小光头挥出了一曲 但却被她轻松地躲了过去 紧接着便是一记上勾拳 只见小光头笑到太危险了 差点被你打到你的速度又快了 道贤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人 太恐怖了面对突然袭击反应这么快 你不会继续出拳了吧 你肯定也不想做无谓的争吵 随后道贤便叹了一口气 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在姜志颜身边吗 也许是你把她推进了深渊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有些事就要表现得强硬一些 说完便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小光头叫住了她 太多的我不能说不过姜志颜要去找一个叫哈金的女孩 而此时的姜志颜不明白为什么哈金连一个朋友都没 就在这时她身旁的女孩告诉了她原因 因为哈金总是在休息的时候睡觉 只见上一秒还在熟睡的哈金 下一秒便被老师大声地叫了起来 看见眼前这空荡荡座位 她还以为自己在睡梦中 不料老师的突然出现吓了她一跳 原来早就下课了只是哈金睡过了头 看着老师离去哈金撑了个懒腰 又是努力学习的一天 哈金高兴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此时被威胁的女孩看见哈金一个人 心想这下她要倒霉了 而此时的哈金还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威胁 只见姜志颜一把就推到了哈金 你还记得我们见人 今天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你 只见哈金蜷缩成一团身体忍不住的颤抖 他不断地鼓励自己只是被人推了一下 自己不能让家人和士郡为她难过 经过一番内心的争斗以后哈金站起身来 而此时的姜志颜却笑到这样才有趣 你哭唧唧的可是没人愿意看了 随后哈金便低声说道 快闭嘴把你这个老女人去便利店买烟 都不用出示身份证 听见这话女人气急败坏 直接朝着哈金冲来 我一定要毁了你的男朋友 但却被哈金一把抓了下来 你说你要毁了士郡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 从小到大都有个异性朋友守护在身边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如往常一样放学以后的哈金准备回家 却被同伴的一个男孩叫住了脚步 并且还嘲笑哈金你这发型真奇怪 是不是你妈妈新的男朋友给你剪的 此时的哈金极力反驳着他 叔叔已经和妈妈结婚了 那是我的新爸爸 只见男孩还在刺激着哈金 那也一定是你妈妈先出轨的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你手机是不是落在班里了 听到这男孩急匆匆的就跑回了教室 手机弄丢了可是要挨揍的 随后哈金颤抖地询问士郡你又想干嘛 你个胖子是不是也要来嘲笑我 只见士郡缓缓开口你的发型很富 这个头发很适合你看起来很时尚 一般人不敢尝试的 此时的哈金被弄红了脸 你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小胖子在夸我好看吗 随后士郡便摸了摸他的头 不要为了别人的目光 去怀疑你自己的世界 你只需要在意喜欢你的人就足够了 随后哈金便看向他 你跟我一样大怎么懂这么多 那当然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经过交谈得知士郡 原来在等他爸爸的朋友来接他 而哈金也是在等他的新爸爸 但他没想到的是士郡口中的叔叔 竟然是他的爸爸 叔叔你认识这个小胖子吗 你是说士郡吗 他是我朋友家的孩子 最近都是我接你们两个一起放学 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给你们两个分开 就在这时哈金连忙表示 虽然现在和他还不熟 但是一起回家还挺好的 只见哈金的爸爸看着他们两个声音 这两个小家伙会有故事哦 说着便叫士郡一起回家 但士郡却表示要等他一下自己有垃圾要丢 说完便从兜里掏出了一部新手机 毫不犹豫的就丢了垃圾桶 哈金老爹问他丢了什么 士郡回应到有色眼睛罢了 从那以后士郡就成为了哈金的支主 因为他的原因哈金也接受了新的爸爸 他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好 但美好的世界悲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士郡的妈妈去世了 从那开始我才知道 在坚强的人也会有脆弱的一面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要成为士郡的支主 在他的身边一直陪伴他 像是恋人或者是兄妹 而有时又会像妈妈一样 你以为你是谁你敢毁掉我的士郡 不管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允许的 话因为洛江志炎就挥舞着拳头朝着哈金袭来 但却被他一个吓蹲躲了过去 并抱住了他的大腿 然后狠狠摔倒在地 紧接着就是死死地锁住他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接近我们 只见江志炎哈哈大笑 我说过了我就是为了毁掉你 不过不用我出手 你男朋友已经在毁掉自己了 就是因为你 听到这个消息哈金整个人都愣住了 只见江志炎还在刺激着哈金 你不会不知道你男朋友学柔术是为了什么吧 话因为洛世郡一拳就打在了他的面门上 像你这种垃圾很难把你当做人对待了 这个面目猙獰的大婶 曾经也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极度心太强的他此刻正在欺负一个无辜的女孩 不过好在女孩的男友及时赶到 一记重拳就给他打得面目全非 江志炎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掉落的门牙 而士郡则是冷冷地看向他 谁给你的勇气在哈金面前胡乱讲话 我不管以前你是干什么的 但我会让你知道招惹我们的后果 谁知这时江志炎突然笑出声来 你说我是该说你很帅呢 还是说你蠢得无可救药呢 你真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家伙 只见士郡一拳就呼在了他的脸上 你在这狗叫什么呢 此时的江志炎恶狠狠地看向士郡 你知道这么对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你动手打女人的样子已经被录下来了 你这辈子都完蛋了 李英珠拍完了就赶快跑 只见之前被江志炎威胁的女同学 此刻正拿着手机躲在角落里 迫于无奈他只能选择听江志炎的 现在你要怎么办是追上他删掉视频 还是准备打算流打女人一辈子的骂你 但只要士郡去了他就会借机毁掉哈金的精神世界 同时光头哥哥为了我教训他也顺利成章了 但是士郡没有理会他的话转身就朝着哈金走去 只见此时哈金的世界已经暗淡无光了 他认为是自己把士郡给毁掉了 要是自己那天没去那个地方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了 就在这时士郡捂住了他的耳朵 此时的哈金思绪被拉回了小时候 那时候的他也像现在一样捂住了士郡的耳朵 因为当时你告诉我当对方捂住你的耳朵时 你可以不用自责因为那不是你的错 此时的士郡捂住哈金耳朵轻声说道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绝对不会怪你的 因为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就在这时江志颜拿着棍子就准备搞偷袭 只见哈金直接推开了士郡 接着便是重重的一拳 看着倒地的江志颜哈金对着士郡说 连个女人都打晕不了白下你这体格了 此时的士郡一脸猛 他不知道哈金是怎么在两个极端徘徊的 你要攻击他的下巴你这个笨猪 不过那个拿着录像的女生怎么办 没事你不用担心 那里有一头大狗熊等着他呢 画面一转 此时的金管长看着刚传过来的录像哈哈大笑 一旁的照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金管长解释道 那个江志颜去招惹哈金被一拳就打晕了 观众人数暴涨 不过小光头要是知道可能要血流成河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上次你让我查的人已经查到 不过他的资料干净到不正常 我怀疑他是特种部队的 所以请了以前军队的朋友调查了一下 他的信息不是被隐藏了 而是直接记录成死 此时的金管长可以十分确定资料一定是假的 他一定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生活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不是有人因他而死 就是他亲手杀过人 这个有着不败战绩的拳王 竟然为了一个兵机灵窟的像个三岁的孩童 此时的士郡正在跟杰森请教 穿道服和不穿道服有什么区别 只见杰森看向他基本概念是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使用需要道服借力拉扯的一些技巧 就好像你看见两个罪汉打架时会脱掉衣服 那是正常人的行为 但是真正的大师脱掉衣服是有原因的 只见胡子大叔一不小心碰到了男人 你不会道歉吗 随后大叔表示自己也不是故意的 但男人并没有想要放过他缓缓地脱下了外套 一把就拽过了他的衣领 紧接着便挥舞着拳头朝着大叔起来 谁知大叔一个经常脱壳男人的拳头只打在了他的衣服上 此时的男人不明白打个架 大叔怎么连裤子都脱了 说着便朝着他又挥出一拳 然而大叔却灵巧地躲过了他所有的攻击 男人抓准时机抓住了大叔的脖子 不料下一秒就被挣脱出去 此刻的他也意识到大叔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这样就很难抓到他了 随后他便把目标对准了大叔的肚子上 是不过三他这一拳使出了全力 只见大叔一声怒吓用肚子扛下了这一拳 当男人拳头接触到肚子的一瞬间就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他没想到人的肚子怎么能那么硬疼地满地打滚 所以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先脱衣服的人 即使他的肚子看起来很大 此时的杰森看向士俊 不过你为什么想知道吴道福的比赛呢 你下一个对手是这方面的专家吗 随后士俊回应到道前是这么跟我说 说那个小光头很巧 那看来我们还得想想其他办法 画面一转 江志颜怒吼着哥你在做什么你不相信我吗 随后小光头表示以前你遇见这种事情 肯定会拿手机拍下来 但这次连个证据都没有 而且怎么会有人打女人 我只能是去见见林士俊 只见此时的江志颜拽下口罩 你以为我会拿我的门牙过来骗你吗 我就是被他给打了 让你帮我报仇有那么难吗 我的手机不见了云端数据也消失了 他们把一切的证据都抹掉了 此时的小光头很无奈地看向他 我也很生气 但是不管我怎么想 都觉得不会有人把一个女人牙都打溜了 只见江志颜低声说道 你总觉得我是在撒谎 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一直相信 但你却不愿意相信我 所以我们分手吧 随后便转身离去 听见分手两个字小光头直接呆住了 此时的江志颜一改刚才深情的样子 这个光头白痴你以为只有你帮我吗 说着他便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也不知道他的胳膊好没好 跟他一笔光头太胆小了 说着便打起了电话 哥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望着江志颜离去的背影 他这段长达一年多的感情结束 究竟是为什么会让这个H国著名的冷血杀手 一个人在暴雨中哭泣 就在刚刚罗警官被局长一顿破口大骂 你是疯了吗 还在纠结哈金的案子 其他的案子你都不管了吗 面对上司的压力罗警官面不改色 这不是简单的袭击案 到目前为止调查显示出的线索是 一个未知的组织在涉嫌组织学生进行非法斗殴 而且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你是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做我们这一行的凡事要有证据 这点还用我教你吗 只要你有确凿的证据 那么到时候我面对上司也有正当理由 此时的罗警官也感受到了局长的无奈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 但此时的局长已经被气炸毛了 怒吼着让他赶紧滚 画面一转 刚回来的罗警官就收到了一个包裹 就在这时一心也赶了回来 他向罗警官报告火鸡头出院以后就失踪了 不在家里学校也没去过 可能是有谁把他给藏起来了 我觉得是那天我跟踪的男人 他走进的房间 据我调查那个屋子原本的主人很久之前就在国外 而且从那以后他也没再出现过那 我们应该尽快抓住火鸡头迫使他出现 就在这时罗警官打开了刚才的快递 只见里面放有一些威胁使用的视频证据 还有江志妍的个人资料 这种手段的威胁可是重罪 只见一心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当时阻止他救火鸡男的车 看来这个江志妍可能跟这个案子也有关系 询问同事以后得知这个快递并不知道是谁送了 所以他觉得要先盯着江志妍一段时间 画面一转此时的杰森正躺在地上休息 但突然一个大狗熊的脑袋探了过来吓醒了他 并且告诉杰森有人想要当面跟你置信 只见到闲口中的人正是那个被江志妍威胁的女孩 他很感谢杰森删除了那些视频 但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转学 因为江志妍威胁他要交出那天的视频 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来询问杰森 这时杰森看向他逃避世人的本能 但你要学会面对现实 你要争取那些你失去的东西 那些不好的记忆你要学会指示他 所以你报警帮我帮你提供材料 与此同时另一边江志妍好像在等待着谁 就在这时一个手突然给他拉了过去 原来他一直在等待的人就是消失许久的火鸡头 只见火鸡头慌张地看向四周并询问 你来的时候看没看到警察 此时的江志妍竟然笑出声来 他们没有证据能怎么样只要假装自我反省了 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 随后火鸡头便看向他你说的计划是什么 我只想卸掉林世俊的一条胳膊 但江志妍却表示现在的你没人能保证你能打过他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哈金学习的地方 然后把他拖进厕所 接下来就交给你我负责录像 话因为落火鸡头一把就捏住了他的脖子 你当我是小光头那样的工具人吗 出了什么差错倒霉的只有我 你到时候全身而退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你以为你很聪明小光头其实什么都知道 但他还是会按照你说的做他已经被爱蒙蔽了 所以这次按我说的做别再拍你的狗屁视频了 画面一转 这雨估计要等到哈金下课了才会 我要是跑过去林世的话估计他又要担心你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打破了他的思绪 你就是林世俊吗 此时的世俊被吓了一条 大叔你想要干什么 我不是什么大叔我猜施酒 我只是想问你一些事情 这个被打掉门牙的大婶是拳王的女友 不能忍受心爱之人受辱的拳王 只身一人前去替女友寻仇 此时的世俊看向他你就是安上秀吗 对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只见世俊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见面你就要嘲笑我长得丑吗 世俊连忙解释不是我是问你 你怎么哭了 随后小光头哈哈大笑 怎么可能男人是不会哭的 这只是雨水 你要是想打架今天我没空 随后小光头低声问道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姜志妍的漂亮女孩 他告诉我你打丢了他的牙 但是我不相信因为他很会撒谎 我想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所以我就跑来问你 我觉得我也有资格知道真相 但是世俊却露出了渐渐的表情 你这是被甩了吗 只见小光头一把拽过世俊 我们只是暂时吵架了 只见世俊一改刚才的笑脸冷冷问道 你既然知道他喜欢撒谎 为什么还要喜欢这种人吗 你知道他总是喜欢把人逼近绝境对吧 当哈金被你们这群混蛋包围的时候 你以为没有动手对他就没有伤害了 像你这种袖手旁观的混蛋也是一种犯罪 利用别人的弱点 把别人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像你那个自认聪明的前女友一样 但我不能忍受心爱之人受欺负 希望你也可以理解 这是刚刚打算进攻的小光头 被世俊用雨伞拦了下来 他不知道世俊这是什么奇怪的招式 其实这一招是杰森之前就交给世俊的 面对小光头这种强劲的对手 世俊只有两个方法能取胜 一是用枪 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那就是利用身边比较长的东西 来阻止他的进攻 此时的小光头看向世俊 你这家伙到底在干嘛 而世俊却回应到你当我傻吗 让你近身那还得了 这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绕开你的防御 只要抓准这个时机 毫不犹豫地挥出一拳 用力地攻击他的下巴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短暂的头脑眩晕 你必须抓准这个时机 不管对手距离你多远风一样地冲过去 狠狠地给我揍他 就在这时小光头竟然清醒了 只见他一脸得意地笑道 臭小子抓到牛吧 话因为洛世俊直接用肩膀撞了过去 此时的小光头被打得有些发懵 这不是孙道贤的招式吗 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世俊又挥拳而来 此时的小光头意识到 这和他之前了解过的世俊有些不一样 所以他决定朝着世俊的下盘攻击 世俊意识到自己绝对不能被抓到 随后便一个后撤躲了过去 此时的小光头表示进攻是假的 他的目的就是抓住世俊 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话因为洛世俊一个头锤就砸了过去 你废话真多 然后世俊便脱下了外套 我也是故意露破占给你的红蛋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就在刚刚这个小光头为了给女友的闷牙复仇 此刻的他被打倒在地 蝶庄模作样赶快起来 只见趴在地上的小光头发出声音 本来他就只是想世俊怎么对他女朋友的 他就想以相同的方式还回来 但是你要是想还手的话 话因为洛世俊一脚就劈了过来 此时的小光头恶狠狠地看着他 你能不能等人把话说完 虽然你很粗鲁 但是你没有在我躺下的时候攻击我 你是想避开近身打法用拳头跟我订输赢吗 没等他话说完世俊又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面对像你这种鲁莽的柔术选手 我选择直接上去就是一拳 此时的世俊看着自己刚才挡下的攻击 没想到小光头的力量还不如道弦和火地头 他只要保证自己不要被打到下巴就有赢得希望 随后小光头一脸玩味地看着世俊 你在思考什么以为我不会出拳吗 然后世俊却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你的拳头太温柔了 我觉得你这一身的肌肉都是假的 听到这小光头怒吼着冲了过来 你说我丑可以但你不能说我的肌肉 我没有你这种天赋 这都是我努力换来的 面对小光头的攻击世俊一个下蹲就躲了过去 随后便是重重的一拳 就在这时小光头一个快速的转身 直接就朝世俊扑了过去 把世俊扳倒在地 正当世俊想要起身反抗时 不料小光头整个人都趴在了他的身上 此刻的世俊没想到自己的招式这么轻易地就被他化解了 随后小光头便开口我没那么好对付是吧 那么从现在开始该我揍你了 说完便朝着世俊的头砸去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世俊抬起的胳膊 一把揪拉了过来 然后死死地拽住世俊的胳膊向后倒去 看着世俊还在反抗地守小光头开口 不要白费力气了 随后世俊便开始戳他的痛苦 放弃你的感情吧你这个懦夫 你这个混蛋你想死吗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 趁着小光头破防的时间 世俊突然松开了手 紧接着便发出了什么断掉的声音 小光头也没想到世俊会突然松开 慌张地询问世俊我听见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 你还好吗 不料等待他的却是直奔面门的一角 此时的小光头丝毫不在意世俊突如其来的一下 还在劝说着他不要再逞强了 我们应该停下来去医院检查下你的胳膊 反正胜负已经决定了我也为炎炎报仇了 就到此为止吧 随后世俊便低声说道 你们这种人做了错事 心里面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过去了 而此时的小光头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下一秒世俊便朝着他的下盘冲 死死地抓住了小光头的脚 那些你们伤害的人每天都活在焦虑之中 他们身边的人也会感受到他的痛 所以需要你们也加入其中 这样痛苦才会减少 此时的小光头没想到世俊竟然可以忍受手臂的疼痛 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腿 被举过头顶的他感觉到事情不妙 怒吼着让世俊快停下来 这里是百游马路不是道馆的垫子 但此时世俊已经听不进去他的话 重重地把他摔倒在坚硬的路面上 这个失恋的壮汉正在委屈巴巴地跟兄弟诉苦 得知他分手的消息兄弟也感到很难过 看着这个嘴角上扬的弧度是亲兄弟无疑了 此时被打晕的小光头缓缓睁开双眼 只见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狗熊头 这就是人死后的事件吗 随后道馆便拍了一下他的脑门 赶快起来吧 谁知小光头这个憨憨直接来了剧 道馆兄弟怎么你也死了吗 我只记得自己是被头朝下插在水泥地上 对了世俊怎么样我听见了他胳膊鼓裂的声音 他没事已经去医院了 看你没有什么事就放你在这休息了 此时的道馆正在拜托杰森调查什么事情 这时刚出门世俊却突然反了回来 道馆看向他你不是去见哈金了吗 你身后背了个什么东西 只见世俊身后背的正是晕过去的小光头 这家伙看见我就开始哭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 杰森哥快帮我看看他怎么样了 此时道显一脸惊讶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竟然能把他打成这样 随后世俊看向杰森 刚才头脑一热就把他头朝下摔在地面上了 他怎么样需要叫救护车吗 只见杰森凑了过去检查了一番 竟发现这个小光头只是睡着了 睡梦中的他还在喃喃将致言的名字 二人不敢相信这小光头是什么强悍的肉身 不过世俊倒是你应该赶快去医院 要是不去的话你可能要变成残疾人了 大致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不要去医院 那希望他不要伤得太严重 我倒是没什么事我努力训练的肌肉保护了我 紧接着道显便开始询问江志颜的事情 小光头表示他也不知道江志颜去哪里了 下一秒便哭出声来我和炎炎分手了 得知好兄弟分手的消息道显也很痛苦 你这个狗东西起码装作安慰我一下呀 不过你应该告诉我江志颜之前经常去的地方 此时的小光头一脸鄙视的看着道显 你怎么总问他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随后道显便看向他你在瞎说什么 你要是真的为了他好就告诉我 不管他现在多坏但他还年轻有改过的机会 所以告诉我他平常喜欢的地方 画面一转 此时的江志颜正在询问火鸡头 为什么不能从哈金先下手 听了这句话火鸡头陷入了回忆 因为我总在他身边转悠的话可能会 可能什么不要话总说一半啊 江志颜看向火鸡头你是不是没什么计划 不如就用我之前说的把哈金拖进厕所 闭上你的嘴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先把哈金的手机偷出来 然后用他的手机把林士郡单独叫出来 就在这时火鸡头突然看到了什么 正是抓了他许久的罗警官 不过他怎么会来这里 你和小光头一起来过这个咖啡店吗 那肯定的我和他可是把这附近逛了个遍 我早就驯服他了现在也能随叫随到 是吗看来小光头已经不要你们了 此时的罗警官看向二人 这下省事了这两个要抓的家伙都在一起 说完便朝着火鸡头走去这次就别想逃了 谁知火鸡头却突然抓住了江志炎的头发 警察叔叔把这个送给你们 说完便把江志炎丢到了罗警官怀里 自己脚踩护栏纵身一跃 我是绝对不会被你们这群人抓的 但他没想到一心已经在这躲后多时了 全正贤同学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 他是人民的好警察形势却如同流氓一般 三个月没洗澡的他一脚就踢蒙了害他如此的罪犯 只见此刻的他已经被自己的臭脚熏得有些疯癫 随后他便看向倒在地上的火鸡头 你这种家伙跟蟑螂一样还是先下手为强比较好 此时的罗警官也没想到一心会发这么大的火 你是不是最近加班太累了 这一脚怕不是要给他送走 随后一心便踢了踢倒在地上的火鸡头 没事这小子比蟑螂都能火 画面一转 一心用文件重重地拍在火鸡男的头上 你以为未成年就没人管掉你吗 少管所你当作是摆什么 所以你最好把地下比赛和哈金的事情说出来 只见此时的火鸡头还在装傻充了 你们有证据吗还敢打人逼供 你还敢问我犯了什么罪 尾随哈金殴打林氏郡不都是你做的吗 以及那天救了你的共犯用车袭击了我 听到这火鸡头也觉得委屈 什么共犯那个疯子差点要了我的面 只见这时一心掏出了之前的照片 这辆车你认识吧 他为什么和江志炎在一起 而你刚刚又是在和谁在一起呢 所以别把自己说成受害者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还有那个眼睛长成这样的戴眼镜的男人 就是幕后的主办人吧 此时的火鸡头一脸紧张地看着一心 他没想到金馆长已经被查出来了 紧接着一心笑道你跑不掉了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 另一边罗警官正在跟江志炎谈心 被你霸凌的学生们已经集体报案了 你那些视频已经成为证据了 如果你说出有个地下比赛和哈金的重要线索的话 可能处罚会轻一些 此时的江志炎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因为他发现罗警官手中的视频全部是未剪辑过的 就当他打算全盘拖出金馆长和赵泰的罪行时 一个自称是律师的人找到了江志炎 金馆长律师已经派过去 大块头问金馆长这样做会不会暴露的更多 而金馆长却告诉他 他们只是气子就出来也是要让他们闭嘴 我们现在要集中精力处理好另一件事 那个家伙才是真正的威胁 顺便把我们的那个选手也送过去吧 此时的视频不解杰森这是要去干嘛 因为很少看见他穿正装 杰森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告诉他胳膊受伤了就不要运动 随后便转身离去了 画面一转 此时的杰森好像在祭奠着水 好喝嘛 H国路边的小吃和这个烧酒可是绝配了 可是你没尝到这个就走了 下次我带给你吃 你这家伙就不要因为我没给你带吃的邓的网 你看叔叔的头发是不是长了很多 现在你可以给我编编的吗 那边怎么样你们两个都还好吧 就在这时一群人围了过来 你这个流浪汉一直在用英语说什么呢 给我站起来 只见杰森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为什么要站起来 你说的那个小朋友是注射药剂那个吗 没错现在就要看看药性如何了 他到底能成为多么恐怖的怪物呢 只见金馆长口中的怪物嘴中喃喃道 杀了长发男人就能获得更多的药 只见这一群西装男还在为难杰森 我说了我喝得越多越控制不住自己 现在的我已经烂醉如泥了混蛋了 这个犹如恶魔一般的男人 只需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敌人窒息 但这般强大的他 却没能保护好自己最亲近的人 这天如同往常一样杰森带着礼物回到家中 但当他走到门口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本上锁的门竟然开了一条缝 只见浑身是血的妹妹趴在了侄女的身上 但显然倒在血泊之中的小侄女也没了气息 看到这一幕的杰森整个人都愣住 他过去摸了摸侄女的脉搏希望还有奇迹发生 这时的杰森伤心到了极致没有一滴眼泪 就在这时一个暴徒拿枪对准了他 朝着他的肩膀就是一枪 他感觉意识逐渐模糊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刚才闹市的西装男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 随后杰森便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知道吗像你们这种暴徒 我恨不得把你们全部撕成碎片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你们的存在也许是送给我妹妹的礼物 我怕他会寂寞你们都要给他陪葬 听到这二五仔挥着拳头朝着杰森而来 你这个混蛋今天要葬在这里的是你 只见杰森用酒瓶和他的拳头做了个亲密接触 当时就疼得他嗷嗷乱叫 此时的杰森邪媚一笑 热情好客的他直接请人喝了一瓶 好喝嘛触头鸟 这时的西装男被杰森吓傻了 这也不是老板说的软柿子 随后便想起了一旁的李勇 我们应该要测试一下这个家伙 便命令他去杀了杰森 只见此时的李勇口中喃喃道 长发男和跟我一起来的四个人都必须杀掉 听了这话二人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紧接着杰森便开口 怎么了这就害怕到丧尸斗志了吗 话音为洛便一拳打飞一幕 紧接着一个闪身就来到第二个人面前 我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说完便一把举起了男人 看了一眼旁边的墓碑 帮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家伙 另一边刚才被打的男人 竟然叫杰森给他叫救护车 话音为洛杰森一脚就踩在了他的头上 叫救护车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 像你这种人就该去死 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那个瘾君子了 但当他回头时还以为李勇跑掉了 下一秒杰森凭借着灵敏的反应 躲过了老六的偷袭 此时的李勇一把抓住杰森的秀法 然后便是挥出竖拳 只见杰森淡淡的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混蛋对吧 听到这李勇被搞得有些发懵 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而且这个人怎么都打不到 随后杰森便握住了他的手 我说就是你打的哈金士吧 看你的出招我就知道是你了 说完便猛个拉过他的手臂 直接给他变成双截棍 此时的杰森看向李勇 这家伙是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吗 随后杰森便缓缓脱下外套 扎起了头发 那没办法了 我只能折断你所有的关节 从你的手指到你的脚趾 叫你们平常少奖励一下自己 看看这哥们都成什么样了 此时的李勇已经恢复了理智 他要想办法让杰森受到些伤害 这样他才能拿到更多的药 只见杰森早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怎么没按照你的想法走 拿不到你的药着急了吗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许多和你一样的小孩 他们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虽然根本原因是制药人的错 但我认为像你这种嗑药的 也只不过是个垃圾罢了 说着杰森就朝着他挥出竖拳 随后拽过李勇的手臂 狠狠地垂了下去 首先你的右胳膊已经废了 随后杰森一个下蹲躲掉了他的手机 你这要是要持续挺久啊 那么只能给你扳倒了 正当杰森准备掰断他的脚踝时 李勇惊恐地看着杰森 等一下我是未成年 是他们指示我这么做的 这时只听见清脆的一声杰森 好像并没有想听他说 所以你觉得是别人的指示 你就没罪了吗 想要找你报仇的是另一个人 不过他受伤了 为了公平起见你也得受点伤 此时的李勇惊恐地看着杰森 我全部都告诉你不要碰我的膝盖 直接杰森冷冷地看向他 我对你说的不感兴趣 所以跟你的韧带说再见吧 解决掉李勇的杰森 正躺在地上休息 就在这时那个金馆长身边的组长出现了 只见杰森坐了起来询问道 你是保镖吗 今天都到此为止 把再搞下去李勇的伤可治不好了 随后杰森一脸不屑看向他 看你这面相不像老大 你是那种给了钱 就能给人擦屁股自称佣兵的垃圾吧 此时的组长已经被刺激得有些上头 就在这时耳机传来金馆长的声音 不要太激动了组长这次去的目的 就是带回李勇 以后会给你施展拳脚的机会 随后赵森表示让他俩打我很期待 只见金馆长回答到那个人很危险 现在不是好时机不能让组长挂掉 那行吧听你的意思 我先好好照顾一下这两个家伙 饶了我吧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都是这个女人差点全部交代出去 此时的赵森微微一笑 不是让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吗 为什么不听话让人抓到小辫子 我最后再强调一次 再敢单独行动 你们会活生生被折磨死 就在这时本来安排在暗处的摄像机出了问题 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打断了摄像 与此同时另一边馆长看着杰森 你成功挑衅到我了 不过今天不是个切磋的好时间 只见杰森一脸摸我什么时候挑衅你了 你像个傻狗在这汪汪叫 我到此为止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今天还有一个人要来这里 他妈可不是我能管得住的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这种场面 你不确定一下你们摄像的人吗 听到这组长回头望去 只见摄像直播的人还躲在暗处 但是没有女人好像少了点什么 此刻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人 下一秒 女孩缓缓摘下头盔 你们是放弃做人了吗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做这些事情 看来还是由我来弄死你们这群垃圾们了 惹怒一个打架比张飞还要勇猛的女生有多惨 这个少年不知死活地上前挑衅他 结果被女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少年不服来到了柔术馆学习 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收拾一下回家吧 此时的镇南开口 士俊和杰森哥不再真无聊啊 不过好在道贤还在 道贤弟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柔术魅力无穷 只见道贤小声嘀咕了一句拳击才是最棒的 就在这时一旁的馆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并告知道贤自己有个后辈开了个拳击馆 现在正准备举办一场正规的拳击比赛 询问道贤要不要去参加试试看 而且那个后辈同意免费教你拳击课 跟道贤交代好一切以后馆长便离开了 这都是拖了杰森哥和士俊的福 不过士俊在家养商杰森哥去干嘛了呢 随后眼镜回答道杰森哥去年也是这个时间不在 他会穿正装出去但是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去见他那个女生前同事了吧 这时道贤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你们说的是不是头发很长的一个女呢 我和镇南还没见过 你已经看见了吗长得好不好看 好看是好看不过怎么说呢 比起好看这个形容词 他好像更吓人 杰森我问你一个问题 此时的杰森探出脑袋 什么问题你说 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既然不是未成年 我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处理吧 即使我不让你也不会听我的 此时的组长还在扬言 不就是一个女人我猜她是特种部队出身 只要我们的人一起上 她也没有好果子吃 只见杰森一脸不懈打架和比赛当然赢不了 只是他有两招之内杀掉一个人的决心就可以 再加上一件趁手的兵器的话 那可就不好说了 只见泽英像是鬼魅一般的穿过人群 你要是现在打120 他们还有一丝救活的希望 不过这要怎么办呢 我现在非常生气 我并不想给你打电话的时间 说着便朝着组长挥出一刀 此时的他也意识到这女人出的都是杀招 他是真的想置我于死地 只见泽英一个空中转挺 借助旋转的力量对着他的脖子就是重重的一脚 组长被踢得有些发猛 他没想到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但是在量级上的差距还是不能迷 只要我打到这女人一下他就完了 就在这时杰森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 你的想法是好的 不过这可是实战大块头 呼吸之间 那天泽英就对组长的腿部挥出了树刀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办法站立了 等待他的便是泽英满是怒火的一拳 随后杰森也补了一脚 你个傻狗别往我这边倒 紧接着便是一顿男女混合双打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组长现在已经失去了意识 就在这时泽英发现了他耳朵掉落的蓝牙耳机 随后他便捡了起来 那个喜欢在背后偷窥的垃圾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只见耳机对面的正是金馆长 这头猪带过的东西太脏了我就不带了 所以你就老实地听我说 我还是很擅长找到你这种放弃当人的垃圾 还有我提前给你的人生做个预言 你以为自己躲在幕后万无一失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的脑袋开花 等着办你的垃圾 说完则英便一把捏碎了耳机 此时的赵泰看向金馆长这下要怎么办 等他们找上门吗 随后金馆长阴了一笑 他都这么挑衅我了 我肯定要送点礼物给他 你知道普通人为什么不敢跟坏人应当吗 他们不是怕输 因为真正的坏人会找他们身边人的麻烦 这个看着漂亮温柔的大姐姐 打起架来比男人都要勇猛 不能忍受男朋友受气的他不论男孩怎么阻拦 他都要送这个已经失去意识的男人上西天 就在刚刚李勇还要求杰森二人帮他叫救护车 自己的血止不住了 只见泽英一脚踢向他 我就没砍到你动脉 还有你为什么学杰森不穿上衣 这时杰森还不嫌事大告诉泽英 就是他打伤的哈金 听到这泽英就打在了李勇的面门上 还是把他交给士郡亲手解决吧 随后泽英一脸傲娇的看向杰森 你不知道这些垃圾是不需要知道原因 直接处理的就行吗 当然知道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把生产垃圾的人揪出来 听到这泽英也冷静了下来 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不过我最近有些忙要去国外出任务 画面一转 只见眼镜还在去往柔书馆的路上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温生眼镜回头望去 发现自己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人 那个哥我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那边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 就当眼镜真的想去帮忙时 他忽然想到了正男对他说的话 绝对不会有女孩找你搭讪的 我用人格担保绝对是个陷阱 遇见这种情况你就高抬下吧 做出目中无人俯视一切的表情 所以呢你想干什么 想要我的电话号码是吗 不是的话原路返回吧 此时的江志颜刚想要抱错口就憋了回去 不是你想的这样 是那边拐角有个小眼猫掉进下水道 小眼睛也尴尬到了极点 朝着女孩所指的方向就走了过去 太丢脸了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教训正男 就在这时一个手突然拽住了他的头发 接着便是重重的一拳 随后便把眼镜丢了出去 此时的眼镜看向火鸡头 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 你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是你交友不胜牵连的你 江志颜也一改刚才温柔的面目 你这窝囊费也配让我要你的电话号 果然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友好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 话因为落眼镜便挨了一拳 柔树不是最强的骂起来跟我打 我最讨厌学了点柔树就到处嘚死的家伙 就像那个临时剧 一次失败就是永远的失败者 你以为你们学了柔树就能屌丝逆袭吗 听到失败者三个字眼镜陷入了回忆 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是一个人 到了高中也因为发型像刺猬的原因 一直都被学校的不良人欺负 本以为刻苦学习考上大学这一切就会发生改变 但没想到上了大学以后 他也是被人当作工具人 同学们出去聚会 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他一个人完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了掉在地上的柔树宣传单 看着杰森哥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的样子 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说出别人是失败者这种话的人 才是真正的失败者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失败者 我有多么努力 在学校千万不要招惹那些看似老实的同学 因为他们发起风来真的很可怕 只见火鸡头挥舞着拳头就朝着眼镜砸去 此时的眼镜想要扳倒火鸡头 不料火鸡头直接用膝盖压住了他 小眼镜你也太小看我了 你以为我会让你扳倒吗 你知道柔树最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吗 其实我被你压在地上我也有反抗的机会 趁着火鸡头重心不稳 眼镜一把就拽过他的胳膊让他没反抗的机会 此时的火鸡头还在叫嚣着让眼镜放手 只要一直努力向你 任何时候都可以翻盘 你只需要答应不再动手了 我就放开你不然你真的会晕过去 只见姜之言满脑瓜子问号 这火鸡头也太弱了 这要是光头哥哥早就结束战斗 就当火鸡头快要晕过去的时候 眼镜还是心软地松开了手 无聊恢复意识的火鸡头 直接就给了他一拳 你个屌丝还想让着我有本事让我站起来的 看着油盐不尽的火鸡头 眼镜无奈只能又锁住了他 我说过我们不要再打了 你要是继续这样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只见火鸡头一脸尖笑地看着眼镜 就你还想跟我奉陪到底 像你这种懦弱的人我可是看了很多次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抬起拳头 像你这种天生善良的人 最后都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们都会付出后代子孙全无的代价 这都是跟林氏俊学的 当初他也是这么对我的 就在这时一旁的江志颜叫住了他 赶紧完成金馆长的任务回去吧 想做别的事情别牵扯到我 就用强角的酒瓶吧 还是用这个实在些什么的你又被放到 就在这时小光头出现在了二人身后 炎炎对不起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哥你怎么在这你是在跟踪我吗 只见小光头一把抢下了酒瓶 我是担心你犯下更大的错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虽然我们分手了 但是我对你的爱没有消失 还有你的火鸡头你离炎远点 就是跟你在一起他才变得更坏了 就在江志颜还在埋怨小光头 一直堵着他的时候 一把就被抱进了怀里 对不起炎炎不管你怎么拿我当工具人 我都无所谓 因为在我心中你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的江志颜一脸吃惊 这么油腻的话谁教你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头狗熊娇的 随后火鸡头便开口光头 你还是别管他的自己走吧 跟着女人在一起迟早有一天 你也得变成垃圾 话因为落他便瞪大了眼睛 小光头表示林氏俊是我带过来的 只见火鸡头直接展开了攻击的架势 上次是我受伤这次我们重新打一次 而士郡并没有想要搭理他看向眼睛 前辈你还好吧 得知眼睛并没有什么大意后 士郡告诉他自己的胳膊也好 而且一会还有个前辈也要过来 趁着二人谈话之间 火鸡头想要搞偷袭 但不料被士郡一拳就打了回去 此时的火鸡头没想到 士郡的攻击现在这么干脆利用 你这生命力怎么跟蟑螂一样顽强 不过我的灭蟑螂的技术可是日益健常 既然已经休息完了 看来要重新开始剿灭蟑螂的工作 千万不要对一个坏人心软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不知悔改的 此时的火鸡头一拳就被士郡放倒在地 他不明白士郡的速度好像比以前更快了 随后士郡便低下身去 像你这种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不要教育我你当自己是电影主角吗 你这家伙要保护的东西太多了 从现在开始你身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正当他以为自己的话会扰乱士郡准备偷袭时 下一秒便被一个袭击撞在了墙上 我会输给他们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善良的 但是对于你这种人我不会手下留情 只见火鸡头笑出声来却没注意到头顶跳出个人 你也就只是人家的提线墨罢了 话因为洛振南一个帅气的落地踩在了他的手上 得知眼镜没什么大碍以后 发现士郡那边也解决了战斗 就在临走时士郡看向火鸡头 转告那个金馆长 我不管什么提线墨 让他洗干净脖子好好等着我 随后小光头便过来嘲笑火鸡头 你被打得有点惨呀 虽然很对不起你 但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把士郡带来了 走吧 炎炎回去我一字不漏的全部告诉你 此时的眼镜看向一旁的震来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和从前很像 就是你刚刚来柔术馆哈经就我那天 原本的道馆内其实有很多的人 那时候有个教俊贤的知道我是新来的 便很贴心帮我系腰带 那是眼镜人身中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能拥有朋友 不过这一切都是假的 在一次训练中我不小心赢了俊贤一次 他就露出了原本的面目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白带以为赢了我一次很了不起 以后不允许你再来这个体育馆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的四眼 从那以后以他为首的学员们都开始排挤我 就当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时候 有个人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 那时的哈金才只有16岁 他没有排挤我让我和他一起训练 别愣着了快点起来当我的对手 但是俊昊看到这一幕却更加变本加厉 他们把我拉到一出小巷里 逼迫着我赶紧离开道馆 说我的存在只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我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就在这时郑南前辈出现了 那也是眼镜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到此为止把这么大的人了借一个火 只见俊显威胁着郑南 不要多管闲事我可是练家子 此时的郑南一脸不屑还练家子 你有够恶心的 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二人的对话 快给我助手你们这群疯子 不分是敌是友的哈金直接就给郑南一拳 打完以后哈金才知道这位也是友军 然后便弯腰给郑南到了钱 此时的俊昊看向三人 真是一群小孩子 当自己是正义诗者吗 随后便叫着小弟打算离开 但却被哈金叫住了角度 你们打算去哪为什么不道歉 听到这群闲瞬间火大 你个小屁还学了几天柔树想死吗 对大人说话不知道要用静允 而哈金却表示静允不是用来跟几百个月的婴儿讲的 尤其是像你这种自负虚荣心强的人 就当男人打算对哈金下手时 哈金告诉郑浩对了忘记告诉你了 你觉得我会一个人来这里吗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但当你使用这股力量欺负他人时 就会出现一个比你更强的人来教训你 此时的郡浩正打算对哈金出手时 突然出现一个大手摁住了他的肩膀 杰森阴沉着脸审视着这个欺负弱小的男人 下一秒便死死地捏住了男人的肩膀 恐怖的力道疼的男人跪在地上叫娘 郡浩的见状紧张地询问着杰森 我们只是在和他们说话 你身为教练怎么能随便动手呢 文生杰森回头望去说话当然没问题 不过对于你们这种人身体上的对话更适合你们 此时的郡浩怒吼着让小弟过来帮忙 或于无奈小弟们也只能劝杰森放手 但却被杰森一个眼神吓得当场就闭了嘴 此时的郡浩惊叹杰森的体格太让人羡慕 而哈金却表示我有个朋友也这么装 不过他那都是肥肉 随后听见郡浩最近也在找柔树馆 哈金便对他发出了邀请去自己所在的道馆 就在这时杰森也放开了郡浩 柔树是老少皆宜的运动 但像你这种自负喜欢排挤其他人的垃圾不配学 从今以后你们就不用来道馆了 我也不会追究你们 还有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不然我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 郡浩深知自己不是杰森对手 便叫着小弟一起离开了临走时 还让杰森走着瞧 面对郡浩的狠话 杰森只是表示 快点圆润的走吧 千万别回头 从那天以后道馆就传闻 杰森会把看不顺眼的会员打一顿 面对这种事情 杰森也不想过多解释 表示那人就该打 眼镜不想道馆 因为他受到损失便说出了实情 面对其他要求退款的会员 眼镜选择自己退出道馆 此时实在看不下去的哈金怒吼着 你们怎么能信那种白痴的话 随后他便把那天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 了解事情起因 经过以后馆长当即宣布 杰森教练使用武力 确实不对待那种情况不可避免 我们道馆内不允许霸凌别人 你们如果接受不了 我会给你们退款走人 就是从那天以后 馆长每天都会送外卖贴补租金 训练完以后眼镜叫住了馆长 对不起不是因为我 您也不用这么辛苦 眼镜啊我上次也说过 这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 而且你什么都没做错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虽然那个小插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的惊喜 镇男前辈真的来了我们道馆 这就是我的人生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肉麻 就在这时眼镜注意到了一旁镇男的不对劲 只见镇男哭唧唧的没什么事 就是听你讲从前 你竟然说我是因祸得福的惊喜心里暖烂的 刚才还在伤感的他下一秒便笑出声来 果然镇男就是这个道馆最大的活宝 画面一转 金馆长你说的客人到了 你来了正好我有些事情问你就把你叫出来了 林士俊最近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训练 只见客人缓缓开口他格斗训练品了 不过最近他和小光头一起做了腿部训练 他挺信任施俊可以终结我们的比赛 这样他就可以和江志颜摆脱我们 听到这金馆长笑出声来 他们以为是自己藏得好吗 反正不着急他俩的事以后再说 不过你觉得这个比赛有看通吗 李荣浩和林士俊他俩能不能完成一场精彩的比赛呢 每天都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突然有一天出卖了你你会怎么办 就在三个月前士俊去拯救哈金的那个晚上 金馆长蹲下身看着被丢弃的道贤 正好林士俊走了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而道贤却表示自己早就改邪归正了 不会再帮金馆长做任何的事情 听到最近金馆长却笑出了声 你现在想金盆洗手不干了 那你之前所犯下的事情呢 那些被你伤害的学生 你以为他们不会生活在之前的恐惧中吗 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 现在想要洗心革面了 还有我们的合同可是规定了 比赛的事情可不能随便往外说 不然就要赔偿两倍的违约金 且默认接受主办方对违约者家人的武力伤害 是你的良心发现造成这样糟糕的局面 此时道贤也深知自己以前有多么放悔 但他会尽量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即使不被原谅 你这狡猾的东西不要再想我为你办事了 就当道贤准备对金馆长出手时 没成想尽掏出了手机 用武力逼迫他是不太可能了 说着便给道贤看了一眼手机的内容 只见里面的照片正是金馆长和道贤母亲一起拍的 你妈妈好像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吃饭的时候我还给她好多小费呢 你知道你妈妈对我说什么吗 因为她的原因让你从小过得很辛苦 虽然道贤因为某些坏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她的妈妈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原因 她现在只想多多赚钱不想当儿子的绊脚石 要是她知道她心里最宝贵的儿子 可不是只是抢了学生的钱 而且还参与了药品群翁哈金偷拍等一系列的事情 估计天都要塌了下来吧 就在这时道贤一把抓过了她的衣领 你在瞎说什么什么药品哈金得事我可从来没有参与 就当道贤准备对她动手时 金馆长却淡淡地笑道 你是没参加不过当时你不也在现场 你也没有阻止啊 而且这个社会只要故事编得好 可是没人在乎真相的 而且你打黑拳拿黑钱的证据 我这里可是很多呢 你要是不想进监狱的话就乖乖听我的话 就当作是为了你的妈妈 听说你跟林士俊在一家柔术馆 我不需要你做别的 你就尽可能帮助她成长 把她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我 尤其是她和别人打架的时候我们也好拍摄 还有杰森的身份你也要试着问出来 画面一转 此时道贤还坐在桥边 思考着金馆长对她说的话 就在这时突然朝着她的头 飞过来一瓶明亮 但被她稳稳地接住了 随后士俊一脸鄙视地看着道贤 你这家伙竟然能接到气死我了 此时的道贤也明白金馆长 是想要利用士俊进行直播 闲聊了一会两人便决定一起去吃饭了 就当士俊还在抱怨去餐馆的路里太远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道贤 此时的道贤没想到妈妈竟然会在这里 随后老妈表示自己提前下班了 你身边的是你的朋友吗 被老妈这么一问道贤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毕竟才刚和士俊一活 谁知士俊倒是积极地去打了招呼 阿姨您好我是道贤前辈的学弟 总听道贤提起你没想到本人这么帅的 随后士俊便邀请道贤妈一起去吃晚饭 但被她拒绝了道贤老妈说什么 也要让士俊尝尝自己的手 此时的道贤没想到这两个人那么合得来 自己却好像是充话废诵的 随后老妈便看向士俊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你也被我儿子欺负过抢过钱吗 她知道儿子在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 这都是做父母的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但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 她只希望道贤能改过自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面对道贤老妈的问题士俊缓缓开口 世人都会犯错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但犯了错能认识到并真心悔悟的话 这样的人才能往前走 我在这里只能跟您保证一件事 孙道贤前辈一定会朝着充满着阳光的大宝走去 你们有没有那种连父母都熟知的好兄弟 吃过晚饭以后士俊跟道贤老妈道别便准备离开了 谢谢你的款待您好好休息我们下次再见 随后道贤看向一旁的士俊 走吧我送送你就当饭后运动了 那个刚才谢谢了 只见士俊一脸嫌弃 你这家伙别突然这样 不过我才不是为了你才这样说的 我最近打算直接去找伙计头了 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他在哪 为了防止他这种人 我们已经在哈金的手机上装了病位 此时的道贤提醒士俊小心些那个诡计多端的金管长 知道了你也要注意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 在那之后士俊打败了火计头 又因为江志炎的事情 击败了强大的小光头 就当士俊准备休息的时候小光头找了过来 哭唧唧地看着二人炎炎又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 士俊一脸无辜这次可不是我动的手 不过这家伙真的是被我插在地上的人吗 怎么受伤的到最后只有我 看到这道贤让小光头冷静一些 仔细说说江志炎是被谁打了 我是担心炎炎所以总远远地看着他 当时他和火计头突然就被抓到了警察局 只见士俊突然补了一刀 他是和火计头谈恋爱了吗 到前看着他好了 你就别逗小光头了被抓走以后了 不过他们马上就出来了 那个偶尔跟着金管长的那个人 长得像蜘蛛一样的律师 他进去以后火计头二人马上就出来了 第二天我看见炎炎的时候他就被打了 这一定是金管长和赵太干的 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什么都做不了 尤其是面对那个像疯子一样的赵太 而且从炎炎口中得知 他们好像要利用士俊举办什么节目 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林士俊的运动天空 道贤应该了解我吧 我从来不会怕赞一个人 士俊一直在训练然后实战 好好休息再跟我进行腿部训练的话 谁也想象不到他会变成多么厉害的人 就当道贤还在怀疑小光头 会不会对士俊别有用心事 谁知士俊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此时的小光头看向士俊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不能再动炎炎一个汉毛了 我答应你 不过你要好好劝劝他不要招惹我 画面一转 你觉得李勇和林士俊 会不会有场精彩的比赛 我也不敢保证 因为我和李勇都是好久之前打的了 此时的道贤不解你到底对李勇做了什么 让他这么对你这么死心塌地 随后金馆长哈哈大笑起来 你需要钱我给你钱 李勇需要药品所以我就给他要 各取所需罢了 就在这时李勇突然挥出一拳 但被道贤躲了过去 紧接着反手便是一拳 就当道贤以为这一击打在下巴可以结束时 但没曾想李勇好像没事人一样 此时的金馆长微微一笑 忘记告诉你了这种药可以让他没有痛觉 即使你打在了他们的命名上 还有这个东西我还送给了李勇一个小朋友 他可是一直对林士俊怀恨在心呢 对你也是有一些怨气 此时的士俊正在教室内打瞌睡 突然有人用力推开门走了进来 把熟睡中的士俊可是吓了一跳 随后士俊回头望去 只见刚才推门的男人缓缓开口 林士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过得很不错吧 不过你很快就要结束这种愉快的生活 这是哈金三百斤的男朋友 别看他平时乖巧可爱 但打起架来那可是一把好手 校园内所有的恶霸都被他修理了一顿 本以为这些校霸以后会老老实实的 但今天不知为何又突然找上门来 同学们看到消失好久不见的荣耗有些发猛 只见他开门见山叫士俊跟他出去一下 此时的士俊还以为是谁呢 荣耗突然变得狠壮差点没认出来 什么叫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你是练了一身肌肉要重新跟我比一场吗 此时李荣耗恶狠狠地看着他 你这晦气的东西说话可真其人 孙道贤马上就毕业 我们应该决定一下以后谁是学校的老大 只见此时的士俊一脸的无所谓 你想当就当 不过以后你不能再欺负其他同学 而且之前的事情 你当时是全部推在道贤身上的事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再被教育一顿 只见李荣耗一脸不屑 你还以为我和从前一样你就失散了 况且之前的我也是大意才输给你呢 看到这种情况身边的同学想要去找老师 但却被别人一把掐住了脖子 只见来的人正是重分难 你小子以为林士俊罩着你就没人敢动你了吗 华英威洛士俊一拳就打在了他的面门上 小子你又怀念红豆面包了吗 看到这一幕的李荣耗有些差异 他出拳速度怎么这么快 难不成这小子也嗑药了吗 我告诉过你们不要欺负其他同学吧 华英威洛李荣耗就朝着士俊袭来 此时的士俊总感觉这攻击 像是半吊子拳击漏洞太多了 紧接着他变一个闪身来到荣耗身后 但没曾想他竟然反应过来 朝着士俊就挥出一卷 不过现在的士俊反应非常敏捷 很轻松地就躲了过去 华英威洛李荣耗就靠了过来 一个猪还能躲开 说着便一把勾过了士俊的头 然后就是挥出竖拳 就当荣耗还在为自己的攻击 洋洋得意时 士俊一个闪身扑到了他的下盘 想抓住我的腿没那么容易 说着他便一个后撤躲了过去 但不料士俊一脚就踢向了他 紧接着柔术就是常见地给他死死 你这个傻子这是实战 你赶在下面你就得吃我的拳头 与此同时另一边道贤缓缓开口 你这所谓的东西也不行了 只见金馆长微微一笑 哪边不行荣耗那边 还是你这里不行 道贤文声望去两边都不行 你以为用了药物就能赢 其实不然 这就好比你们遇见一座大山不想地翻过去 却只想着投机取巧 努力和耐力才是根本的原因 此时李荣耗有些发猛 他没想到士俊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竟然直接把他举了起来 摔倒在地 只见金馆长微微一笑 忍耐和努力那不是安慰那些没有天赋的人吗 这时道贤打断了他的话 有天赋不努力的人 绝对赢不了那些拼死努力的人 更何况士俊是天赋极好又非常努力的人 此时的荣耗又慌了他想让士俊放过来 随后士俊恶狠狠地看向他 哈金虽然大大咧咧的但却心地善良 他之前放过你一次了 但我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去找同学麻烦 不料自己既不如人被胖揍了一顿 眼看自己不敌士俊 荣耗就连嘴都用上了 你这个卑鄙小人打不过就学狗咬人是吧 就在这时士俊突然发现到了不对劲 这家伙明明骨头都断了怎么还想反抗 金馆长这个垃圾不是说吃了药就不会疼了吗 这个狡猾的家伙肯定是给了我最便宜的药 此时的士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便开口询问 你这家伙是不是碰了那个金馆长所谓的药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随后荣耗一脸不屑地看向士俊 你是好奇宝帮的问题那么多 想知道的话就把我打到想说 人们都说枪杆下出正拳 那么比拳头还厉害的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是胳膊肘对吗 师姐 你小时候没玩过猜拳吗 此时的李荣耗惊恐地看着士俊 这小子怎回是柔术学得好也就算了 怎么现在拳击也这么厉害了 话因为洛世俊一个闪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紧接着又是一个大鼻洞 现在愿不愿意全部说出来了 你就剩一条胳膊和两条腿了 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全部弄断 然后再征求你的意见 只见李荣耗一脸得意的笑道 你连自己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就敢在这里瞎嘚瑟 你不会还以为现在就是单纯的孩子打架了 说着他便从兜里掏出两个小药丸 就当他准备吃下去的时候 士俊一脚就踢向了他完全不给他机会 这就是你的命脉吗 只见李荣耗还在口吐芬芳 快点还给我我必须现在就吃 听到这士俊便拿起了药丸开始躲斗起了 你要是告诉我这是什么药 我就考虑下还便宜 眼看荣耗什么也不愿意说士俊 当即就攥紧了拳头想把药丸捏碎 看到这他也是终于松口了 这是运动选手吃的禁药 经馆长告诉我只要吃了这个就可以轻松击败你 具体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随后士俊便低下深寻问道 那你们在哪做的交易 此时的荣耗却表示他也不知道 因为平时去的地点都是随机的 并且每次都会把他的眼睛给弄住 或者每次都会有人给我送来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眼看荣耗又装聋作哑士俊抬手就是一个大鼻动 别打了我说 我们都叫他张理师是药物的负责人 而且我劝你不要去找他 因为他是我见过所有人中最可怕的 此时的男孩苦苦哀求着张理师 不是说好成人以后就还给我自由吗 我不想在这里了 我想戒掉药品了 就在这时张理师一把抓住了男孩的头 那是金馆长答应你的可不是我说的 而且你打比赛的钱都买药了 你要知道当时都是原价卖给你的 想走的话也可以按照市场价把钱补回来 但你要是这么做你应该能想到后果 好好考虑一下吧 明天还是这个结果的话 说不准我会做出什么事 画面一转就当他想要点燃一根蚊香 是却发现没火 而不远处的一辆轿车里 杰森正在跟花壁搁通电话 既然现在已经确认位置我能不能退出了 这些人真的很危险以后 让他们发现我可能连生意都做不了 随后杰森淡淡地表示 那我可不管你继续潜伏看看对方大概有多少人 就在这时车窗的玻璃突然响了起来 那个请问能不能借我个打火机 还有你要是不想打的话就让我接电话 这个癫狂的男人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他每天都主动要求别人给他打的鼻青脸肿 打得越狠他就越兴奋 就在刚刚张理事发现了花壁搁的不对劲 便要求他不想车窗被砸碎的话就放下来 此时的花壁搁向杰森报告 自己好像被发现了 只见杰森一脸无奈 你这家伙不会把一辆毫无违和赶的车 一直停在人家门口的 随后花壁搁也反应了过来说了句 那我们先过去你那里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弟近错听成了直接把车下的男人处理了 说完他便下车训斥起了张理事 紧接着便是令人毫无准备的一拳 只见花壁搁被小弟的举动都吓傻了 随后便吩咐另一个小弟下去拉架 但没想到他也听成了要把车下的男人处理掉 此时的花壁被气得直接翻了白眼 这两个呆瓜不能听人把话讲完吗 紧接着小胖仗着人多就开始了口吐芬芳 果然天天在办公室做着工作 身体早就渴望这种被打的感觉了 这也太爽了 随后小胖惊诧地看着张理事 这人脑袋怕不是个变态吧 从来没见过这无理的要求 我哥俩今天就满足你 看着车外的一切花壁搁也转变了想法 这个黄毛也不过如此 自从遇见杰森那家伙自己连胆子都变小了 随后便拿起电话告诉杰森 自己的小弟就足够对付他的 等教训完张理事再回去 听到这杰森询问道 那人现在是什么表情 按照杰森所说的花壁搁回头望去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掉了下来 你俩继续打我这种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走吧你这是什么癖好还喜欢被人打 话因为洛张理事便笑出声来 为什么不能理解 能感受到痛苦才有激情啊 要是什么都感觉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请你快点打我 话因为洛张理事便踢出一脚 只见小胖的望望碎冰冰瞬间断裂 紧接便是重重的一拳 随后闪身到瘦子的身前 正打算对他行爱的教育 是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行动 有人叫你接电话不要再伤害我的弟兄 卫虽然不知道我的猜想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叫杰森的家伙吧 听说你一直在打听我们 我不管你想知道些什么 但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到此为止 那些孩子的事情我们不管 但不久后那个叫士郡的小子 就要跟我的玩具进行一场格斗了吧 我想你们应该见过他了 还有我劝你们不要去报警了 我们上头可是找了好多人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理会你们的举报 最后一点你要是在打听我们的事 我敢保证你身边的人 会由我亲手送他们进地 话因为洛杰森便挂断了他的电话 你都听到了吧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正义的警官先生 这个男人为了替家人报仇 以一己之力就瓦解了整个帮派 这件事情以后他选择了隐姓埋名 但没曾想他的资料 再次出现在了警察的手上 就在刚刚还在熟睡的一心 被同事叫了起来 原来是之前那辆黑色马莎 有了调查结果 他一直开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 通过调取监控 当时除了火鸡头还有另一个人 看样子这个男人 好像是要打算弄死他 当时还以为这个男人 戴着帽子会很难查到 但你看到最后一张图片 你就会感到很奇怪 他好像是特意地摘下了帽子 给我们确认身份 画面一转此时的柔书馆内 一个身影开门走了进来 先生我们今天已经暂停营业了 只见男人一把抓住了杰森的衣领 你是什么人究竟想要做什么 那天你为什么要开车 袭击我抢走火鸡头 随后杰森一脸无奈你来得 比我预想得太晚了 如果你们还不找到我的话 我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了 而且你这次来 应该也不是为了抓我 不然的话也不会一个人来了 你们调查的那个组织 他们在做什么事我已经知道了 听到这一心哈辣子都喷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停手吧 这些是我们该做的事 随后杰森看向他 从开车那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 我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还有你要知道那群家伙制作的东西 可都是面向学生的 你这个身份不会不知道 他们这种人会干出什么事吧 所以你应该跟我合作 正好现在我在和对方通电话 只见电话里传出张理事的声音 你要是再敢调查我们的事 我敢保证你身边的人全部会被我送进地区 话因为洛杰森便挂断了电话 你也听到了吧 所以你决定怎么做 你要知道这些人是不会停下来的 而且你们不可能保证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但是我可不一样我能专注做这一件事 不过还有一些我处理不了的问题 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此时的一心看向杰森 那士郡怎么办 我知道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跟哈金有关的人 你要是不劝劝他 我怕他会为这件事付出太大的代价 听到这杰森情绪突然低落了起来 先生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士郡亲自处理 不然他一辈子都会活在自责当中 哪怕他做的这些事 不能改变什么 他在怒吼着让校长开出视觉 听到这校长冷汗都落下来了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他爹可是跟李市长有很大的关系 只见荣浩妈妈还在不依不饶的口吐芬芳 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小混混送进监狱 就在这时一旁的老师打断了他的话 这位家长你应该搞错了 学校的学生都在相传你儿子才是欺负人的内容 听到这母老虎又咆哮了起来 你知不知道我儿子多乖多善良 像这种打人的小混混以后还能干什么 话因为洛一个老师走了进来表示 让校长赶紧出去看看 只见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女人 看见眼前的一幕整个人都呆着 之前不就告诉过你凡事想想后果吗 你这家伙知不知道把这群人带过来很累了 托士郡的福那些被他从地狱拉出来的人 现在也集结在了一起想要帮助他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道贤看向女人这些同学都可以为士郡作证 听到这荣浩母亲突然咆哮道 你们哪来的一群小混混 还敢诬陷我的儿子 随后道贤看向他 果然李荣浩是遗传您了 话都不让人讲完 话因为洛女人抬起手朝着道贤打去 看见迎面而来的巴掌他没有选择多闪 而是双脚轻轻一转 借着女人巴掌的力道顺势撞在了墙上 此时的荣浩母亲被这一幕弄得有些发猛 表示自己真没有用这么大的力气 面对校长的责怪他极力地辩解 自己真的就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他 只见此时的士郡也过去跟道贤打起了配合 你好还没清醒点你的头怎么出血了 随后荣浩母亲咆哮着 你们这群小混混碰此事吧 话音落两位警察就赶来了学校 听说这里发生了斗殴事件 这位女人就是施暴者对吧 我们刚到就看见你在使用暴力 随后二人便来到了办公室描述起了事情经过 现在所有学生都只正是您儿子先动的手 大家都一口同声地说 李荣浩长久以来一直在欺负他们 而林世俊同学恰恰是让霸凌者消失的人 听到这女人不愿意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开的工资大部分都是我交的税 只见男人微微一笑谢谢您诚心的耐水 但太多学生的证言都一致 而且刚才被你打伤的同学 给了我一本册子里面全都是你儿子犯错的证据 如果您想提起诉讼怕是对您儿子不利 我个人建议学校别点处分这是就完了 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出门以后他便看见了门口的士郡二人 虽然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使用暴力毕竟是不对的 还有你这个大块头 虽然你给了我那个册子作为证据 但不能说受害者原谅你了 你的罪行就消失了下次注意点 以后你们做事要学的聪明点不要再受伤了 我们以后不要常见了 说完对着二人竖起一个大拇指以后便转身离去了 此时士郡他俩看着警察离去的身影莫名的感觉很帅 画面一转电玩厅内 只见哈金缓缓开口你能不能好好玩 要是再敢放水别逼我现实对你动手 听了哈金的话士郡不再让着他 而且还一边打游戏一边嘲讽哈金菜 随后哈金便黑着脸看向士郡 你这个猪快点闭嘴 士郡当即表示知道自己错了 但下次他还敢 我赢了哈金选手被我虐得干干净净 话音未落哈金便一脚踩向了他的脚 赶紧给我适可而止吧你这个小猪 随后便转身去厕所了 只见士郡这个钢筋直男还在说刚才输赢的问题 那你先去把别忘了刚才说好的输调人要请客去练歌坊的 哈金最喜欢我唱抒情歌了一会就给他唱一首哄一下了 就当他思考之际一个人推门走了进来 此时的士郡并不认识张理事便询问 您是谁是不是走错房间了 只见张理事邪魅一笑 趁着士郡不被抓起他的头就撞向了激情 其实我并不想亲自动手 但这次是因为你那个蠢货师傅 告诉他再敢打听我们的事我会非常生气 还有记得提醒杰森不要随便就挂断别人电话 你们有没有过青梅竹马师的感情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相同的一个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默默陪在你身边 这一天士郡来医院看望妈妈 你是不是很疼 不是说已经快好了吗 看到士郡这样妈妈宠密地摸了摸他的头 我的士郡是被吓到了吧 因为妈妈的心脏会比别人弱一些才这样的 那我把自己的心脏给妈妈 我的很健康 听到这士郡妈妈笑了起来 我儿子的很健康呢 幸好这点随了你爸爸 不过也不要吃太多发胖的食物 你要长得和爸爸一样又高又帅 小时候的士郡还不懂妈妈话中的含义便询问道 我喜欢吃那种发胖的食物 但是妈妈可以看着我不让我吃啊 我们的士郡还是个小孩子的小猪猪 快看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是我亲手做的 此时的士郡老爹回头望去 这个我穿都会很大吧 只见老妈一脸鄙视的看向老爹 这是等士郡长大以后穿的 你不了解时尚你就老实待着 此时的士郡不明白现在自己也穿不了 妈妈为什么要现在就送给自己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希望你快快长大 说到这妈妈突然哽咽 她是怕自己以后没机会送了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直在士郡和爸爸的心里 不久以后妈妈就因病去世了 那也是我出生后的第一次 知道什么叫做天塌下来了 从那以后爸爸变得忙碌了许多 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我也从来没有责怪过爸爸没有照顾好自己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明白 现实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我妈妈去世的事实 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哈金擅自闯入了我的世界 你这个小猪我等了你好久了 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一直在我身边 有时候像是兄妹或者像是朋友 而有时更像是恋人 今天放学记得去我家做了一大桌子菜等你 不要天天吃你的泡面了你的小猪 要是赶不来看我怎么修理你 而哈金受伤之前没接到的电话 成了士郡心里永远的伤痛 就在这时士郡听见了哈金叫他的名字 猛然张开双眼 此时哈金正在用身体保护着士郡 见状士郡直接一把翻了过来 哈金焦急地看向士郡你刚才怎么了 现在好点了吗 随后士郡缓缓开口谢谢你 谢谢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 现在轮到我了 在这腻外什么臭小子 情侣都应该去死 话音为洛士郡猛然地冲向了张李世 紧接着便是一拳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你真不应该碰哈金 听到这张李世疯狂地笑了起来 你这拳头比我想象的厉害太爽了 别助手继续打我 不然你女朋友和你就死定了 随后士郡便抬起拳头 那么就如你所愿 此时的他已经打疯了 不知打了多少拳以后 哈金叫住了士郡 快停下你会把他打死的 文生士郡回头望去 我就是要清理掉这种垃圾 只见张李世还在刺激着士郡 你要么打死我 要么你周围的人都要遭殃 听见了吧这种类型的垃圾 为了达到目的会永无止境地寻找麻烦 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 把他们全部杀掉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牙齿长得比脸都大的男人 打得越狠他就越兴奋 只见张李世回头刺激着士郡 小子你最好快点接过我 不然一会警察就要来了 等我从警局出来以后 第一个就结果掉你的女朋友 此时的士郡冷冷地看向他 你挑衅成功了 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 说着他便拖着张李世 朝着K歌坊走去 一把给他丢了进去 此时的张李世很兴奋地看向士郡 这么狭小的空间 你想要对我做什么呢 我还有点小害羞呢 话音落士郡便拿起了一旁的麦克风 你说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请你唱歌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一首 就当士郡准备结果张李世时 哈金制止了他 士郡快住手吧 你是笨蛋吗这么冲动 你要是给他打死了 你这辈子就完了 所以住手吧求你了 从现在开始都交给大人处理好不好 这时士郡看向哈金 如果能交给他们处理 事情也不至于到了这个帝国 随后张李世也附和到 要是大人有用的话 我就不会出现在你们身边了 闭嘴巴你没看见 我们两个在说话吗 看到这哈金无助地流下了眼泪 住手吧谁能来帮帮我 此时的张李世还在刺激着士郡 时间可是不多了 错过这次斩草出根的机会 下一次事情会发展到 什么样可不好说 话音落士郡彻底压不住火了 当场就想结果掉它 看到这一幕哈金绝望地怒吼着 让士郡快点冷静下来 话音未落一个身影 便冲了出来抱住了士郡 士郡回头望去一脸吃惊地 看向小光头 你从哪冒出来的 兄弟你现在不能这么做 你忘记和我的约定了吗 说着他便一把抱起士郡 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一下直接给士郡摔晕了过去 没办法了 我只能这么阻止你了 这是一个手拍的一下小光头 你这时劝架吗 你是不是想把他摔死 只见哈金回头望去 您怎么这么晚才来 还有这个光头是谁 这时一心微微一笑 对不起来晚了你没事吧 得知士郡问题不大以后 便让小光头 背着士郡去医院处理一下 说完三人便离去了 随后张李世看向一心 真扫兴你是警察吗 你们这群什么都做不了的废物 画面一转 刚刚还口出狂言的 他就戴上了银色手镯 此时的张李世看向一心 给我来份米长饭吧 好久没吃了 随后一心竖起国际手势 国家的钱可不是给你这种害虫用的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临走时还不忘把灯关了 张李世还以为这是想让他睡个好觉吗 但下一秒一只脚就踩在了他的手上 还以为你走了呢 不过你身上的味道跟刚才不一样啊 只见男人缓缓开口你的话太多了 听到这张李世也察觉到了对方的身份 你说话的这个声音你是那个杰森吧 话因为洛杰森便抓着他的头 直接顺着栏杆拽了出来 从前有个人也是跟你一样 越是挨打越是见兮兮的笑 但是后来我离开他房间的时候 他就再也没笑过 你想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当时他的嘴消失了 这个一脸邪笑的男人有个特殊的癖好 他最喜欢别人打他打得越狠他就越兴奋 从小到大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但今天一个男人的出现却让他吓破了胆 此时的杰森看向张李世 他表示一定会让他闭嘴 而张李世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还在嘲讽着 在这个地方你还能把我怎么样这里可是官家的地盘 话因为洛杰森一个袭击就让他闭了嘴 随后杰森微微一笑 在这里只要用你们一贯的手段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个地方现在没有目击者 又因为停电的原因监控也没用了 而且谁会相信一个殴打未成年的罪犯呢 听到这张李世也明白了 没想到啊 人民警察竟然跟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合作 难怪他要拉断电闸了 随后杰森便掏出了82年的铁锤 你说的没错 不过送你接受正义的审判之前 还是由我来疼爱你一下 说完便一锤子砸了出去 此时的张李世瞬间瞳孔放大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会被结果在这里 只见杰森黑着脸 询问到怎么样这种程度还能笑得出来吧 此时的张李世牙齿已经变得七零八岁的了 你用工具你可是犯规的 要是空手跟我对战你什么都不是 还有你把我绑起来算什么本事 你等着你周围的人包括你都别想好过 话音洛杰森一榔头就敲了下去 你这个人的这个嘴当这里是你家厕所了吗 像你这种人通常都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把你的嘴变成句话 来来来我看看还剩几颗牙 这不还剩下挺多的吗 那你就只能再忍忍地放心我技术很好 保证不让你丢掉小命 这一晚只听见警局内传来凄惨的嚎叫声 画面一转一月内 士郡还在安慰着哈金自己的伤没什么大碍 听到这哈金哭出声来你个小猪 你的脑袋都开花了你流了很多血你知不知道 还有那个人是不是因为我才来找的你 如果因为之前的那件事让你处于危险的话 听到这士郡的大手宠溺地摸了摸哈金的头 不是那样的你个笨蛋 为了安慰哈金他见嘻嘻地说道 你这是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吧 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的 下一秒士郡便吃了哈金一拳嘴里还在求饶 我是病人你不能这样 你别想糊弄我你这个小猪 我可是要重新回柔术馆了 我都不知道你学了柔术以后再干嘛 听到这士郡立马转移话题放心吧警察会处理的 就这时杰森也来到了医院看望士郡 哈金你先出去一下我和士郡有话说 随后哈金表示自己明白了 但他从没见过杰森哥这么正经的样子 随后士郡看向杰森 哥你怎么了 对不起我没想到那个张理师会去找你 因为他们那个组织太过庞大 我本想着自己解决没想到会波及到你 那个张理师是个药品工程的负责人 他们会把这东西卖给学生 就像你熟知的那个李勇他现在就很危险 我跟一星已经商业好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这时士郡打断了杰森哥不行的 听小光头说他们用我打架的事情在进行直播赚钱 如果我现在停手就抓不到他们了 但是我当诱饵就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听到这杰森起身打算缓缓离去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的身体吧 这时士郡询问那个张理师怎么样了 他没什么事就是做了个整容 面部骨头碎裂外加牙齿全部自然脱落了 画面一段 金馆长看向赵太人都被打成那样 结果警察却说他是在警局自残的 看来那个叫杰森的应该和他们是达成某种协议 听到这赵太却表示他活该 谁叫他非要去找林士郡的 随后金馆长询问要不要先把工厂关掉 你在说什么的你不知道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为了不让他们清朝出动攻击我们 我们也要去先去和杰森他们打个招呼啊 还有那个叫哈金的还去不去柔树馆了 久违的柔树对战我要好好练一练了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只是轻轻挥出一拳便可以把对手打到晕厥 就在刚当道贤正在馆长推荐的地方练习拳击 孙道贤就是要像这样攻击围住他 对手已经失去重心不要给他机会 只见被打的男人看向道贤 这种速度和力量真的有这种人存在吗 看见道贤极迅速又有力的攻击 男人只能吃力的挡了下来 但道贤却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直接上去就是一拳 看见道贤的攻击拳击馆长笑出声来 好了今天就到这把这小子不行了 随后道贤便搀扶起了男人 您还好吧 只见男人吃力的回应你真的是高中生吗 这时馆长兴奋的看向道贤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可以祭拜你了 韩德西前辈还真是给了我个宝贝拳击手 听见馆长的夸赞道贤微微一笑 谢谢你我会继续努力的 谁知馆长兴奋的向着孩子口水喷了道贤一脸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除了现役的拳击手 应该很少有人是你的对手 你有跟你实力差不多的人对练过吗 听到这道贤回应 当然有还是两个人 一个是体型比自己还大的组长 剩下的那个虽然体格比我小 但是我跟他对打看不见一丝赢的希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拳击并不是他的长相 此时的金馆长看向赵台 你不会是要去柔树馆找他们吗 随后赵台一脸的笔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听见他的回答金馆长很是头头 现在H伯柔树黑带都没几个人 你这样去一下子就被人查出来了 这时赵台表示那又怎么样 自己又不是现役选手 而且对自己来说 另一个秘密不被人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你还是去上班吧 那个林诗俊因为受伤 最近应该不会去柔树馆了 只见赵台一脸厌恶 真是讨厌上班我要申请人家 画面一转一处 办公大楼内科长找到了赵台 这个明天上午开会 要用麻烦赵台里帮忙做下PPT 没等赵台拒绝科长继续开口 我知道这是金代理的工作 此时的赵台一阵无语 到了下班时间他还在等待着电梯 这时电梯门打开里面有一男一女 只见赵台缓缓鞠躬副社长好 随后女人开口让他坐下一趟电梯吧 然后便给一旁的副社长道歉 他不知道公司还有人 话因为落副社长便打断了他 你先下去帮我把文件拿来让这位职员上来 听到这女人很是诧异 因为社长平常从来不跟普通员工做一个电梯 今天他这是怎么了 随后社长缓缓询问赵台 你这是要去上学 你背个书包在这跟我装小年轻吗 此时的赵台并没有想要和他计较 只是解释这样装东西方便些 谁知男人直接询问他的妈妈怎么样 啊不对我忘了你母亲早就去世了吧 对不起毕竟你妈妈是我父亲众多妻子真的 不过是实在想不明白父亲 为什么要把你这兔崽子弄进公司 我警告你不要一想天开 你就辅助给那些VIP提供乐 你能达到的高度 也就是我家智能马桶那么高 言语讥讽完他便转身离去了 只见赵台微微一笑 智能马桶可是很重要的 说完他便联系了金馆长 发送公告给那些VIP下周进行直播 李勇和林士俊的对决 这次的比赛肯定很有趣哦 这个酷似恶魔一般的男人究竟有多恐怖 无论他遭受到怎么样的击打 他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像是一具傀儡一样诡异地挺起身来 就在当当李勇被派去偷袭士俊 此时金馆长不明白 赵台怎么突然就派李勇去了 随后赵台缓缓开口 我要让父亲的第一个儿子 也就是那个惹人厌的副社长知道 能让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 都是源于灰色地带的声音 当人类有花不完的钱时 就有开始喜欢那些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他们不喜欢看哈金对战的视频 反而是对林士俊为女友复仇之路更感兴趣 这群人自欺欺人地给直播打赏 看似好像是为哈金应援打抱不平 其实这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手段罢 那个副社长以为我是个小龙 但他不知道那些喜欢看直播的VIP 这些人的命脉都在我的手里 随后金馆长缓缓开口 那地点的定在哪里了 那当然是在学校 然后再用借口家里友事先走一步 这是金馆长打断了他 要是孙道贤提前告诉了林士俊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妈妈 只见照他一脸鄙视你歇歇吧 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 孙道贤的作用就只是负责训练林士俊 而且即使他提前知道了也不一定谁会赢呢 此时的士俊意识到了危险 凭借着灵灵的反应躲过了李勇的偷袭 然后用手捆住他的腿 使用了柔术当中的防御术 李勇被这一下弄得失去了平衡只能用手支撑 此时的士俊并不想给他机会 用力地捆住了他的下巴 终于见到你了李勇 你这个恶心的家伙 随后李勇艰难开口你这个家伙提前知道了我要来 还有你为什么不勒住我的脖子 只见士俊冷冷开口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你现在只需要被我打一顿 对了勒下巴是我故意的 话音落就听见了一声清脆的鼓掠声 但没曾想李勇诡异地笑了起来 像你这种攻击 我可是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被咬了的士俊当即就放开了手 怎么样我的牙口是不是很不错 话音未落他便瞪大了双眼 只见士俊拿起红色板砖就靠了过来 这东西是你带来的吧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自己拿回家好好享用吧 此时的士俊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个家伙和那个黄毛一样感觉不到疼痛 随后李勇突然开口对了你已经见过张力士了 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才是更接近完美的那一个 听到这士俊微微一笑那家伙告诉我一个秘诀 像你们这种人只要弄死了 就不需要考虑疼不疼的问题了 话音落士俊一拳就打了出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召态看向金馆长 这次他俩的对战对我们的药物可是很好的宣传 肾上腺素越高要效越好 估计要被打一回药效就出来了 而此时的士俊一脸的吃惊这家伙怎么回事 只见李勇像是行尸走肉一般直挺挺的站在那 现在该我反击了当时那个叫哈金的打着没什么意思 听到这士俊又挥出竖拳 但都被躲了过去 这时李勇抓准时机上去就是一个头锤 士俊不解这家伙的速度怎么变得这么快了 然而李勇却淡淡到就这种程度就吓到你了 也没有传闻中的厉害了 跟你的女友相比好像他比你还要厉害了 这是哈金三百斤的男朋友 别看他平时看着乖巧可爱 当他看见男朋友受欺负时 也会挡在男朋友面前 哈金轻松修理了欺负士俊的孝霸 但这也使得孝霸非常记恨他 于是为了找回面子孝霸找来了校外人员 一个名叫李勇的高手打伤了哈金 然而李勇并没有打算收手 而是去寻找士俊麻烦 此时的他还在刺激着士俊 你女朋友哈金可是让我很钦佩的 他让我觉得女生很帅 让我也想和他切磋一下 听见他还敢提哈金的名字 士俊直接冲了上去 紧接着便是当头一击 此时的士俊还在思考着 要用什么招式击败他是 下一秒李勇便近身贴了过来 随后他便一把捏住了士俊的脖子 朝着士俊挥出竖拳以后 被士俊一把捏住了拳头 这时李勇开口要反击了吗 我很期待 而士俊并没有搭理他 拳头面对这个人没有用 使用柔术的话 这个人还没穿衣服 思索再三以后 士俊决定使用小光头教他的招式 谁知下一秒李勇笑出声来 你这个思考的表情和那个哈金真是一样 都在思考用什么方式击败我吗 那天的哈金也是在思考 如何使用柔术对付李勇 但碍于对方的胳膊 实在是太长迟迟没有动手 就在这时李勇缓缓开口 你有空思考的话 那么我就先动手了 随后哈金也缓过神来 一个上勾拳阻止了想要近身的李勇 然后哈金便想要以柔术取胜 但没曾想下一秒 李勇的拳头就招呼过来 哈金实在是没想到 自己已经在地面拉开了距离 竟然也能被这个家伙打倒 哈金没有丝毫懈怠直接扳倒李勇 一个起身直接勒住了他的脖子 你刚才不是想让我大脑一片空白吗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谁知李勇竟然笑出声来 然后他便身体向侧倾斜 狠狠地抓住了哈金的头发 一个过肩摔砸在地面 这一下直接使哈金失去了意识 怎么样还想不想知道你女朋友的后续吗 话因为洛士郡便挥舞着拳头洗来 谁知李勇反手就是一击命中 此时的士郡陷入了回忆 想起了杰森哥之前就对他说 碰见那种喜欢用激将法的选手 只需要把他们的话当成耳边风就行了 如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感情用事 很容易就会输掉 还有面对李勇那种感受不到疼痛的对手 只有一个方法能够管用 有些地方被伤害到了 即使感觉不到疼痛 人也很难保持身体平衡啊 按照杰森的话士郡直接缠住李勇 你这家伙还真是跟你女友一样了 都喜欢这种方式挨打了 就在这时士郡突然唱起了歌 搞得李勇一阵发麻 你这家伙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我喜欢电影里的 其实士郡一是想要打断李勇的激将法 二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你这个家伙太卑鄙了 话因为洛士郡直接给他扳倒卑鄙 你不是不怕腾又胳膊长吗 要是他们都断掉了会怎么样 这个三百斤的小胖子 却拥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不幸的是女孩为了替他出气 被笑霸爆附近了ICU 男孩为了替女友复仇 三个月报受二百斤 今天是他与打伤哈金之人的第一战 此时的士郡死死地锁住了李勇的脚踝 只听清脆的一声李勇的脚严重变形 对时的他应要笑消退的缘故 已经感受到了一点疼痛 随后士郡看向他 我可不会仅仅就弄废女的关节了 你还需要挨更多的打 李勇微微一笑 这样才对比较对待哈金我也没手下留情了 只见他一边说一边用手靠近砖头 哈金当时都没力气反抗我了 他当时一直祈求着我放过他 但我可没有心慈手软疯狂攻击 听到这士郡怒气直拉满 并表示会满足李勇的要求 但也正中了李勇的奸计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此刻的士郡没有因为受伤而停下来 因为跟哈金相比 他受的伤根本不算什么 被击中特殊位置的李勇 瞳孔放大感受到了疼痛 只听杀猪般的嚎叫在学校回答 文生门卫老大爷也感到奇怪 这么晚了学校还有人吗 就当他打算去查看一番时 组长找到了他并表示 让大爷不要管自己会给他一些钱 紧接着杰森也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你这个蛀虫真当前是万能的 听见可怕的声音 组长立刻回过神去 杰森缓缓开口 当时你晕过去了还有话没问你 像你这种为钱卖命的人 应该知道很多情报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对你进行绑架 此时的组长似乎忘记了杰森的恐 硬着头皮说杰森这次 就一个人把他根本不害怕 下一秒一阵电流 就让他的多嘴付出了代价 自古以来身为人类 当然要学会用道具 另一边李勇全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怎么了你不是说不会疼吗 随后士俊便想着再给他来一下 李勇拼了命地做出了抵抗 士俊直接搬住他的脚 嘎巴一声又拿下一条 紧接着士俊坐在了他的身上 那天哈金是什么感受 你也刻骨铭心地感受一下吧 此时的士俊彻底红了眼 脑袋里全是哈金被打的场景 士俊不断地挥舞着拳头 同时哈金的身影也在脑中不停徘徊 哈金似乎是在对自己说 救救我吧士俊 此刻的士俊已经彻底癫狂了 这一拳砸下去就会要了李勇的命 好在道贤及时握住了他的手 士俊回头望去 你不是答应今天不会阻止我的吗 是但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 虽然他死有余辜 但这样会害你 你脑子清醒点 再这样下去的话就没办法挽回了 而且那天的事 绝对不是你的错 哈金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道贤的话深深地刺激了士俊的心 哈金的事一直是他无法抹去的阴影 圣诞之夜有人确定恋爱关系 有好兄弟抱团取暖 还有单身汪躺在床上看暖阳的视频 而名叫李勇的男人却被打得鼻青脸肿 此时的他因为双脚断掉的原因在地上爬行着 李勇抬头望去想要摄像的人帮助自己一下 谁知摄像冷冷地说了一句 这不在自己的工作范围 而且组长突然就联系不上了 所以派了另一个人来接你 现在就先对着镜头说两句吧 另一边一个老人看着实时传输的画面开口道 这确实比以前的比赛更刺激呢 听到这赵泰缓缓开口 你也看到了他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而且运动神经也有了质的飞跃 随后老人打断了他的话 很可惜如果赢了的话你所说的才更有幸福 这时赵泰表示输掉比赛是正常的 因为李勇这个人不会任何的格斗技巧 要是换做你身后的这位可就不一定了 老人思考一番以后 觉得自己的要随便给人用也太浪费了 但这也要看用要人的能力 不过这次比赛还是很有意思 掺杂了为爱复仇的桥段感觉还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重新测试这个小朋友 我很愿意考虑提供药品这件事 此时的赵泰不明白老人口中的小朋友是谁 当然是林世俊那个小朋友 二人走后金馆长询问应该怎么办 随后赵泰回应还是考虑考虑吧 组长到现在都没找到吗 应该是被杰森弄走了 看来我们要想个对策了 听到这赵泰当即表示自己要去见见杰森 就像之前说的给他一个突然的惊喜 随后金馆长思考到也确实要做出索 不过要在什么时候呢现在吗 不步步林世俊也要休息一下 还有这马上就要到年末了呢 世俊还没发现哈金在自己身后 哈金习惯性地锁住了世俊的脖子 还是你胖胖的时候手感好 你还是胖回去吧小猪 听到这世俊嘻嘻一笑 瘦下来可是有很多女生问我要电话号呢 真的吗你个猪是想挨打了吗 为了保命世俊连忙开口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怎么了是有点漂亮吗 我可是特意打扮了一番 谁知这时是郡口土猪言 这次你没有把叔叔的衣服穿出来吧 这时哈金询问世俊 听叔叔说你最近身上总是有打架的伤 你是为了那件事还是出了别的事 听见世俊又拿练习柔术为借口 哈金小拳拳又打了上去 那你不会注意羡慕非要让自己受伤 说完哈金便沉默了下来 他其实是害怕世俊在做些危险的事 比较之前碰见了小光头的女友 还有那个黄头发的怪人 看见哈金这样世俊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想前进偶尔也要休息一下 来这里之前倒闲关心着世俊 你这家活手没什么事吧 随后世俊表示自己问题不大 而且他想做的事情也必须要坚持下去 听到这道闲唠叨了起来 其实世俊可以不用这样的 杰森哥很快就要挖出金馆长他们了 这时世俊打断了他 好了好了老妈 我会注意自己的身体的 所以不要太担心了 道闲鄙试地看向世俊 有时间多向前看 照顾好自己和周围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你这脑袋像石头的儿子 这时哈金红着脸询问世俊 那个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明知道哈金的意思 世俊还在装傻 哈金无奈地来了 俊你这个臭小子 说完便转头生气地走了 就在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镇男二人也是抱团取暖过着圣诞 他俩和看视频的你们一样 发誓明年一定要找个女朋友 馆长也在下班以后朝着家里赶去 另一边道闲也在陪着老妈逛着街 而杰森也去看望了自己想见的人 泽英也在杰森的身旁默默地守护着他 像去年一样 世俊给哈金披上了外套 你个小笨蛋什么关系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说完世俊便握住了哈金的手 反正今天这个节日 就是谈恋爱的好日子啊 你们有没有从小到大 都被父母熟知的异性朋友 两个小家伙在彼此的陪伴下 也长成了大人的模样 在日积月累的感情下 二人在圣诞节当天 终于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这天哈金牵着世俊的手 来到了柔书馆 镇男这个单身汪 哪受得了之事 你们怎么能在神圣的道馆 做这种事情 快点把你们的手松开 不要我就不放手 单身汪是不是看到情侣就要发狂 随后镇男指向了一旁的眼睛 按你这么说他也是单身汪 看到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世俊微微一笑 总之感觉恋爱这件事情 还是要告诉你们一声 就在这时杰森哥表示非常恭喜世俊 但你要是敢把哈金弄哭了 即使是我们俩这关系 他也要让世俊尝尝 下地狱是怎么样的滋味 不过世俊要是好奇的话 可以提前试试 听到这世俊一脸冷汗表示 自己这辈子都不想知道这种感觉 见状哈金连忙变得护短起来 好了杰森哥不要这样对待我的世俊了 杰森一脸无奈果然嫁出去的妹妹 等于是泼出去的水 哈金微微一笑表示自己还有件事要宣布 他打算重新练习柔术 你们对群老年人等着爱恋吧 听见这个消息三人都是很开心 但眼睛还是担心哈金膝盖的伤 没事的我会小心一些的 对了现在柔术馆还开展周末对恋吗 听到这杰森撇了撇身后的二人 算是吧就这两条单身汪在对恋 哈金嘻嘻一笑表示自己也要参加 到时候结束以后要记得请他吃炒年糕 怎么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今天你俩要去干嘛 就是你想的啊 我们要去约会了 你们两个单身往好好练习柔术吧 画面一转一出厂房内 杰森冷冷地注视着组长 看来你不是普通的佣兵啊 你到底要拿了多少钱才能坚持到现在呢 文言组长微微一笑钱固然重要 但有些时候也不仅仅是因为钱 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面对是什么人吧 还没等他话说完 杰森一拳就招呼了上去 数拳以后组长还在嘴硬 你这样也是白费力气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再过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 到时候你就主动放我离开了 我是吗 既然这样的话 在你离开之前我得让你变成残废 让我看看用哪个工具好一些呢 没有剪刀只能用这个代替了 听到这组长一惊 你这家伙是疯了吗 这里可是H国你还能动我的手指吗 此时杰森一脸的不屑 那都是别人喜欢用的套路 手指和脚趾夹起来有20个麻烦死了 所以今天就拿你这里开刀吧 在此期间你要是还是什么都不肯说的话 你的下半生就这么度过下去了 听到这组长也是有些慌了 他怒吼着让杰森赶快助手 自己什么都肯说 伴随一声声惨叫 组长直接吓晕了过去 杰森一脸的无奈 自己明明还没开始了 这大体格子说晕就晕了 第二天到管队练日 震男询问着杰森 哈金今天应该会来吧 杰森回头望去表示他也不太清楚 据说是去完医院以后会来 还有今天会来一位新客人 据说是刚刚搬来这里的 还有他好像是白带对练的时候 不要弄少人家 听见这震男一脸兴奋 我们管理终于来新人了 话音落刚才他们谈论的新人就来到了这里 在一阵寒暄以后 男人便去更衣室换道府 紧接着士俊也赶了过来 并告知震男哈金一会就来了 随后震男告诉士俊到管来新人的事情 听见这个消息士俊也很是开心 在三人的谈笑声中 刚刚的新人已经换好了道府 你好初次见面我叫林士俊 听到士俊问好男人微微一笑 你好我叫赵泰以后请多多指教 面前这个少年在圣诞之夜 终于是和相识多年的女孩 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在不久之前女友被别有用心的人 打成重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少年苦苦追寻打伤女友的凶手 然而却造化弄人 如今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站在士俊面前 他却因不认识对方的缘故和仇家成了好忙 此刻士俊还在询问赵泰 要不要在道馆半个回员 听到这赵泰微微一笑他正有此 道馆的氛围让他很喜欢 这种感觉就好像 我们已经认识了好久了 画面一转 父亲还在担心女儿的伤势 哈金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没事 士俊和道馆的其他人都会照顾自己的 而且医生不也说要让自己多做些康复运动吗 虽然听见哈金这么说 但父亲还是很担心 表示自己还是开车送他过去吧 好了好了 今天周末会堵车的 我坐地铁很快的 听到这父亲打去道 当爹的也只能问问 晚上记得叫你男朋友送你啊 晚饭你就尽量在外面吃吧 我要和你妈妈过二人世界 文言哈金像是炸了毛的小猫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约会的话会吃饭的 另一边到馆内 正男和赵泰在互相练习 只见赵泰还没等开始就已经认输了 这个举动让正男一脸猛 赵泰的举动有些奇怪 根本不像一般的白带 随后眼睛也觉得感觉有些奇怪 他虽然说是白带 但是赵泰总在二人使用技术前 立马就举白棋认输 就好像他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一样 但这也可能是我俩想多了吧 另一边杰森和士郡的训练也结束了 就在这时赵泰凑了过来 想要和杰森进行对练 在答应他的请求以后 杰森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看着迎面而来的赵泰 杰森当即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 直接将其锁了起来 这真的是个小白吗 看来是自己敏感了 在跟杰森对战完以后 赵泰忍不住夸赞杰森 这就是宗腰带的实力嘛 果然厉害 随后他又将目标放在了 还没对练过的士郡身上 这次就要请多指教了 说完赵泰便引导着士郡 选择道馆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对练 刚开始士郡还表现得游刃勇 昨天刚学的技术 他很快就用上手了 但下一秒 赵泰就紧紧地锁住了他的头 腰部借了一个翻转 一下子局势就翻转过来 此刻赵泰嘴中喃喃道 你真的觉得我是白蛋了 说完他便一把搂住士郡的脖子 不要惊讶 从现在开始有很多事都能让你一惊呢 哦对了哈金最近过得还好吗 听到这士郡也反应了过来 你这个混蛋到底是谁 与此同时另一边哈金也来到了道馆楼下 此刻的他还在考虑要如何教训士郡一顿呢 道馆内赵泰狂地笑着 真的猜不出我是谁吗 你不是一直找了我好久吗 注意看面前这个仅有380斤的少年 本来他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但某一天因为某些原因 女友重伤被打进了医院 如今仇人就站在面前 士郡却根本不认识这个打伤女友的恶人 此刻的赵泰用柔术牢牢地锁住了士郡 或许你听过赵选手或者赵代表这个名字吧 见士郡要说话赵泰勒得更紧了 你不知道柔术中可以叫出来认输的吗 对了还有那个叫哈金的女孩 听说她最近恢复好多了 她可真是坚强毕竟都经历那种事了 你说如果她现在看见我会怎么样 都说重新面对恐惧才算真正克服了呢 真希望她近来就看见你被我锁住的样子 但是我又不确定你们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了 另一边杰森也似乎注意到了不对劲 怎么感觉被捆住了呢 难道是士郡因为对方是白带不肯认输吗 这边士郡已经达到了极限 因为长时间的缺氧脸憋的痛苦 随后杰森起身还是去阻止一下吧 就在这时赵泰也注意到了杰森的动向 随即他加大力度 直接让士郡晕倒了过去 杰森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 直接拽着赵泰的衣领 一把丢了出去 此刻的赵泰还在装无辜 他不知道士郡是怎么晕过去的 而杰森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眼镜里先去看看士郡 赵泰不死心还在装傻冲冷 假惺惺的关心士郡的伤势 然而杰森却已经识破他了 我知道你最后特意加大了力度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是谁 见事情败露赵泰找借口就打算溜走 杰森却直接叫住了 我劝你在我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 你立马站在那里 赵泰邪媚一笑我就不能 时间应该到了这时候出现正好 伴随电梯钉的一声 赵泰回头兴奋地看着杰森 随后他笑得几乎像个坑一样 好久不见了哈金妹妹 哈金瞬间瞳孔放大 注意到了这个人是谁 你应该还记得我是谁吧 你要是忘了我可是会伤心的 此刻哈金无力地瘫软在地 赵泰的出现勾起了那段惨痛的回忆 见状杰森直接出现在赵泰的身后 察觉到危险的赵泰一个下蹲躲掉的攻击 随后他嘲讽着杰森 你应该也没走出阴影吧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查不到你的信息 但那片墓地里应该是你的家人吧 你应该还是没有走出 没有保护好他们的阴影吧 对了组长应该还在你们手上 如果在一个小时内你不放他离开 我就会让哈金的父母尝尝别样的滋味 现在金市长带着好多人 已经在跟了哈金父母好久了 文言杰森只有答应放了组长 不过赵泰你这样就出现在我面前 你觉得不会有事吗 见杰森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 赵泰疯狂地在哈金身旁跺脚 这种声响几乎让哈金崩溃 为了保护哈金杰森连忙表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赶紧停手 对了还有一件事 听说你在和警察调查我的制药厂 你现在应该立刻停手 你只需要做好士君爸爸的角色就好了 如果你要是再敢多管闲事 我就会挖开那片墓地 把里面的骨灰冲进马桶里 面前这个看似长得尤为俊朗的少年 在他阳光的外表下 内心却是个十足的变态 无恶不作的他因自己的意识 兴起重伤了女孩 还威胁女孩的哥哥 要将其亲人的骨灰倒进马桶里 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的他踢到了一块铁板上 女孩的哥哥曾经以一己之力 就灭掉了整个黑帮帝国 只见赵泰还在威胁着杰森出了那块墓地 我记得还有一个长发女人陪着你吧 我想她也是你重要的人吧 听到这杰森直接笑喷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讲的话多好笑吗 因为哈金的父母我必须要保护 那个组长我会放了他 不过你说的那个长发女人 如果你能成功请你随意 但是那块墓地你要是敢靠近一步你就死定 你要记住你今天能站着走出去 都是脱了哈金的福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毕竟比起士郡我已经快忍不住了 我现在就想把你弄死 说话间士郡也苏醒了过来 只见他慌忙起身就寻找赵泰的身影 这时他猛然地瞪大双眼 看见了蜷缩在地上颤抖的哈金 以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赵泰 士郡直接朝着他飞扑过去 此刻的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理智 杰森见状连忙拦住了士郡 因为哈金父母的原因 他不得不放走赵泰 在他离去之时还不忘刺激着士郡 如果想给哈金好好报仇 你要加紧训练了弟弟 在赵泰走后士郡关心起哈金的情绪 哈金表示自己没事就是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 没事的杰森哥已经接叔叔他们来这里的路上 这时哈金声音颤抖地向士郡诉说着 自己偶尔有时候也会有后悔的感觉 如果不是自己在学校乱来的我 你和我周围的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听到这士郡耐心地劝说着哈金 你没有做错因为你的原因 孙道贤以及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路 这其中也包括我 虽然这个过程会有人受伤 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克服的 因为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时 敢于出面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比别人拥有更坚强的心 而那个人就是你 人生在世只要有人一直在你身边就是幸福的 所以相信我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从这一刻开始士郡也下定了决心 他不仅要让赵泰肉体上受到伤害 还要让这个社会都埋葬了他 另一边出院的张理事还要去复仇 而电话另一边的赵泰也却让他不要行动 如果张理事敢擅自行动 自己就会让他无声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挂断电话以后的张理事很是郁闷 回到厂房内的他就发现了被保的小弟 当他看到那露出的金发时也猜出了嗜血 只见杰森缓缓开口虽然很想让你死 但是你口中的情报好像更重要一些 张理事缓缓拿下纱布开口 你胆子真肥呀都够一只好几个人了吧 竟然敢找到这里因为你弄哑我花了不少钱 这个地方可是死个人都没人知道的地方 是吗那可是太好了 话因为洛指听刷的一声 杰森手持匕首从张理事紧步划过 随后一把捏住了他的脖子冷冷开口 告诉我关于赵泰的一切 还有这里是法外之地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在这里面对你这种毫无忏悔之心的人 我可是兴奋的整个人都在站立呢 男人因一时的大意失去了最亲近的人 每当到了家人团聚的节日 他都会来到目前借酒消愁 很多年间他都认为是当时自己没能保护好家人 不久以后他终于获得了救赎自己的机会 这一次他不会再让自己留下遗憾 只见杰森死死地捏住了张理事的脖子 如果你再敢多说一句废话 我可能现在就要弄死你 这时张理事艰难地吐出了一段话 我真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你 你这种高高说话的态度 就像那个赵泰一样把我当做垃圾一样看待 说着他便挥舞着拳头朝着杰森咋去 不要下一面杰森直接一拳招呼过来 不是别人把你当做垃圾 而是你就是一个垃圾明白了吗 除了一只胳膊剩下的全部给你废掉吧 说话间张理事注意到了一旁的棒球棍 杰森你觉得只有你有武器吗 但下一秒杰森一个顺身就穿过了他 此刻的张理事完全没有看清杰森的动作 身上的多道数不清的伤口就喷出鲜血 之后杰森看着手中的刀难难道 果然用来刺身的刀比起砍 好像更适合捅对不对 这时张理事还在嘴硬嘲讽着杰森 这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杰森丝毫没有理会张理事 直接一刀插进了他的腿里 你还敢这么对我 我的小弟马上就来了你肯定逃不过去的 而且就算你想要报警也没用 这里可是警察都进不来的地方 听到这杰森侵略一笑是吗 可是我已经报警了我可是很快的 文言张理事直接笑捆了 你找的那些人就只会处理耍酒疯的人 他们是不会处理我们这种庞然大物的小宝宝 你说得很对所以我打电话说 这里有人拿刀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 警察就必须要来现场确认情况 画面一转来这里之前杰森就和一星警官碰了面 经过二人的商议一心告诉杰森这个方法 警察只要接到了这种报案就必须去现场确认 到时候一星就会闪亮灯场把这群家伙全部绳制依法 随后杰森询问如果动手了会有问题吗 只要不把人打死后果我来承担 得到了答案这杰森也露出了笑容 听见杰森的计划张理事笑出了声 就凭那些警察估计连我的小弟都对付不了吧 杰森一脸戏谑什么小弟 他们要是能来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吧 这么晚都没来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在路上就碰见了某个人了 文言张理事抬头看向杰森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 在这耍帅半天居然也带了一堆小弟过来 不能算是小弟只能算是我的同事 而且他只是一个人 我们都喜欢叫他超级疯子 看你们穿的人模狗样的戏装 我可是忍不了了 你放心我收到的消息就是不能弄死你们 但是在我耳朵里就是只要不弄死就行 昏迷不醒和半身不随都可以吧 所以你们要选择哪种吧 这个长得像个二臂的男人 最喜欢把别人牵在地里来个亲密的接触 两个小弟看见大哥被揍得如此狼狈 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赶紧逃 男人看着他们慌张的样子冷冷说了句 再废话我就把你们的身子对折起来 还有你们两个是不是相互喜欢对方啊 文言光头还一本正经的回答起来 开什么玩笑我俩就是同事关系 男人摇了摇头一脸细血 哎呀呀我可是丘比特之神 不要害羞了你们这群小子 可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哦 胸部运动名字叫情侣之吻 很好非常不错 本爱神今天又撮合了一对 是时候去看看坏蛋头子了 另一边张理事还是很难相信 杰森口中的一个人就能收拾他成群的小弟 话音未落男人就推门走了进来 张理事一脸吃惊怎么就一个人我的小弟们呢 男人一脸的不愿意搞什么飞机杰森叔叔 你居然一个人在这偷懒 外面可是有很多的人 不过那些都是小虾米我一拳一个 对了这个黄头发的就是坏蛋头子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抓住他 说完张理事摆了白手 你小子是拿钱帮杰森办事的吧 我可以给你三倍的钱你帮我杀了他 男人装作思考的样子三倍是多少啊 杰森叔叔你打算给我多少报出来着 文言杰森开口每小时5450韩币 听见这个树木张理事张大了嘴巴 但为了保命他还是愿意支付三倍的费用 只见男人不想和他废话 你把捏住了他的手指你的钱自己留着吧 杰森叔叔搞快点提早下班吧 这种对社会没用的人 直接弄死不就好了吗 谢谢你说的建议很好 不过还是留着你出任务的时候用吧 现在你就帮我紧紧抓住他就行 说完杰森冷冷地看向张理事 现在这里你只能相信一个东西 就是你这句破乱不堪的身体 听到这张理事叫出声来 你还想怎么样我都已经这样了 杰森向后退去生怕口水喷到自己 过后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你有多完整 现在我会向你提出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我不是很满意 我会让你知道我曾经是什么人 第一个问题告诉我关于所有赵泰的事 听见杰森的话张理事表示 自己跟赵泰并不熟 他只是负责制要赵泰复合拿走 随后杰森缓缓起身 你的回答我不是很满意 拿着刀对准张理事的肩膀 我知道你是怕赵泰报复 如果你告诉我满意的答案 最起码今天你还会活着 怎么选择就看你了 只见杰森使劲地按着尖刀 剧烈的疼痛感让张理事面目睁獰起来 就在这时杰森吩咐小弟拿面全身进过来 他突然想到了以前审讯犯人用的方法 只见一个犯人被吊挂起来 大兵缓缓转头看向犯人 听说只有杰森审讯才能百分百地得到消息 杰森缓缓开口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最能认清现实吗 那就是你眼睛清楚看见的 你会时刻注意到你身体掉落的部分 到时候你就会想起来你不想说的事 男人被挂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两年半 而且马上他就要迎接这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 看见杰森手持斧头男人不由地慌了神 他不解身为军人杰森为什么会接受审讯的任务 杰森瞟了他一眼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不招 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你了 你可以把这是当做垃圾站员工的工作吧 一件一件检查被丢掉的垃圾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然后再分解掉 听了杰森的话男人更加惊恐 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部说出去了 像我这种无罪的人你们私自拷问真的可以吗 无罪 因为你们的恐怖行动 已经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你知不知道这十年中会有很多人都会在痛苦之中 话音洛杰森便拿着棒棒堂堂像了男人 对了你们不是一直信奉着什么什么 话说到这让我想起了事前的事 早在十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弱肉强食 你所谓的神根本听不见你的祷告 现在你被我虐待出现奇迹了吗 你的神明给你什么指示了吗 像你这种用神当借口的垃圾 从现在开始好好用你的眼前确认 我这种因为你们而诞生的怪物 到了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话音洛杰森便挥舞着斧子砍了出去 伴随一声声惨叫声 门外的二人都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金发男看向大胡子 你之前有看过杰森处理这种案件吗 看过几次吧 洞行有时候需要我进去治疗 但杰森每次审问这些恐怖分子 就会变得尤其的兴奋 只见杰森兴奋地叫着男人 快看我可是帮助你减肥了 你一下子就瘦了大概十几斤 怎么样你的左眼还看得清吧 我可是给你切割得非常干净 而且义务兵也给你做了处理 破伤风有没有大我不清楚 反正你这种早晚都会死 随意快点告诉我下一个恐怖袭击的内容 还有你最后见到你们老大是在哪 如果你不想说我可以一直陪你玩 毕竟我本人是非常喜欢 我就是要把你们全部撕碎 文言男人瞥了杰森一眼 你会遭到报应的 你是为了享受这种状况而弄了的借口 你就是个恶魔冰冷的杀人机器 听见男人的话杰森思考起来 随后他兴奋地开口道 这个说法我喜欢等我审讯下一个人就这么说 好了我给你时间考虑 再不说我就把你这里也砍掉 说着杰森便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你这么坚持也没人会知道 我也求求你别让我变成更坏的恶魔 就在这时男人捡起杰森遗留下来的斧头 便挥舞着朝着杰森袭击去 杰森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做 便兴奋地握起拳头 就是要像这样来尝尝我的拳头吧 话因为洛杰森便愣在了原地 只见男人挥舞着斧头 没有袭击杰森而是砍向了自己 见状杰森喊着医疗兵赶快进来 但当大胡子看见这一幕时 却说已经没救了 谁知下一秒杰森却直接捏住了大胡子 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是在询问你的意见明白吗 大胡子颤抖地探向杰森心想 杰森越来越疯狂了 没人阻止他的话以后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就在这时泽英赶来 大胡子叹了口气这下可以结束了 随后泽英开口好了杰森把手空开 闻言杰森连忙松手致歉 刚才自己有点太过兴奋了 另一边泽英开枪结束了男人的声音 见此杰森不解自己还什么都没问出来 随后泽英告诉他 另一件的犯人已经全部招了 现在已经大概率确定方位了 希望这次能碰见那个家伙 男人曾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 如今却变成了道馆内的流浪汉 就当他打算就这么度过余生时 一个人的出现勾起了他在军队的回忆 就在刚刚泽英解决掉了反动分子以后 大胡子一脸的不解 就算这个人是恐怖分子 现在的他也没能力反抗 为什么要随意杀掉 听见这话泽英一脸的不屑 随即走到大胡子的身旁 你不要忘了你是什么职业 如果你再说这种圣母类的话 你就马上复原回家当你的保安吧 现在是战争你当事过佳佳呢 教训完大胡子以后 泽英看向杰森你跟我来一下 格雷斯让我带你过去 画面一转泽英叫醒了熟睡的格雷斯 二人相互点头示意以后 杰森开口询问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格雷斯摇了摇头 这次行动前你们会放几天假 你就和泽英直接来我家休息吧 这时杰森有些不情愿我有权过自己的生活 文言格雷斯有些不怨你的臭小子 现在敢对你姐姐这么讲话了 随后他一把搂住杰森的脖子 上去就是一个头锤 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你就老实点 好力说他想你了 你给我直接回家听见没 听到这杰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好力当然要去了 我可是为了他才觉得 来的时候记得买礼物要贵的 第二天一早 杰森就带着泽英来到了姐姐家 听到声音小女孩回头望去 然后哒哒哒的快速朝着二人跑来 杰森蹲下身去 快让我看看你好力 投入舅舅的怀抱里 话音未落小女孩一个闪身 直接对着杰森就是一拳 然后哭诉着你这个笨蛋 为什么现在才来 之前不是说好每次休假都会来的吗 看着外甥女的货牙子杰森 强忍着不想笑 可下一秒他就破功了 你这牙是怎么了 是撞到哪里了吗 像个小白痴一样 闻言泽英一巴掌就扇飞了杰森 你这笨蛋小孩正常换牙吧 随后小家伙看向泽英 听妈妈说你和舅舅 马上就搬到我家附近了对吗 杰森不解叫住了姐姐好力 在说什么呢 让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片刻以后杰森生气的看向姐姐 退役这次行动结束就让我退役 见状格雷斯解释到 现在你的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 这会影响到你的队员 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说实话这次行动我都不想让你参加 但考虑这次行动 可能会碰到对方的手脑 才让你去的 这次结束以后 我们就干干净净的退役吧 我累了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辞去情报局的工作 一切完事后我会去韩国生活 泽英也应该会去索引面 话因为洛杰森就出声打断了他 你在开什么玩笑 有了家庭以后 所以你变得轻松了 看见杰森这样格雷斯有些不悦 你说什么呢 你个臭小子 你真的想一辈子都用来除掉他们吗 这样的话 你属于自己把自己放进地狱里 紧接着杰森开口 十年前你说过吧 爸爸妈妈被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在那之后 我努力便强杀了他们 到现在我都严格执行 没有便是你便 现在你有了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自己做主 但即使除掉手脑 我也不会停止 因为能合法地除掉这些垃圾 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 这个看似拉里拉他的大叔 曾经其实是军队的王牌战里 家人因恐怖分子离世 导致他在面对敌人十月发的残暴 姐姐不想看见弟弟这样 便把他带到家里想要说服于他 怎料杰森的答案让姐姐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你竟然说自己喜欢杀人 杰森笑着回答那些恐怖分子 在我看来都是害虫 在我的人生信条里 我一定要清理掉这群垃圾 这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你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的家人 带他们回到韩国好好生活就行 我对那种人生一点兴趣都没有 文言格雷斯低下头什么叫你的家人 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温柔了 你好久没有尝过姐姐爱的拳头了吧 见状杰森一惊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 这时一旁的姐夫提醒杰森 快跑我阻止不了你姐 下一秒姐姐直接扑向杰森 把她掀翻在地 杰森吃力地抬起头 你快点放开我格雷斯 我已经不是你之前揍的小孩子了 而且你这柔术不只是能在体育馆里玩吗 你还真以为实战能用的少 虽然你是我姐 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文言姐姐一脸的不屑 那你就不用忍了臭小子 只有像你这种没学过柔术的人 才会这么说 你知道说这话的人都忽略什么了吗 说着姐姐直接扳过杰森的腿 然后彻底地把她压在身下 学习柔术是可以运用到实战里的 像现在这样你已经没有了反抗的机会 怎么样想起小时候挨揍 现在是不是有点小激动 听到这杰森一脸的冷汗 我知道了但你能不能冷静下 但此刻的姐姐可不想给她这个机会 你这个没礼貌的臭弟弟 只有挨揍的时候 才能理解我的苦心 在韩国你这种人都叫忠二病 所以你就闭嘴听我说 这次行动以后我们就离开吧 我不希望你变成复仇的恶魔 我希望你能跟爱你的人过频繁的生活 人活着有时候也需要学会收礼 我是站在姐姐爸爸妈妈的立场跟你说 我们一家人变得轻松一些吧 说完杰森也思考起来 即使现在除掉了他们的头头 到时候也会出现新的人接体 我只是见不得那群垃圾胜利 即使是自己想象的也会气得一天都睡不着 这时姐姐连忙安慰到 只要接受心理治疗就会好的 等我们一起回去开个柔树馆一起运动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吃宵夜 喝个小酒行吗 姐姐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次我们真的就退出吧 就在这时好力突然出现大声的质问母亲 妈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要打救救 杰森只有我一个人能欺负 妈妈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时则因连忙赶过来一脸的歉意 对不起好力跑得太快了 紧接着小家伙把手递给杰森 好了杰森你快点起来 还有你怎么流鼻血了 你这大叔真的是军人吗怎么这么用 这时候的杰森虽然没被姐姐说服 但也同意了在那之后就收手 可能是听到姐姐说的话以后 那一瞬间映入眼里的画面 好像只要自己愿意服软 姐姐的期望也可能成真 而我们也能重新回到那幸福的儿童时代 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该放弃 从这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叫同情心的东西 会变成多么厉害的箭头重新刺向我 因为当时的我没有想到 暴力会生成暴力报仇生成报仇 断开这种恶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恶循环里的所有人全部除掉 此刻的张理士颤抖地看向杰森 我真的不知道 杰森微微一笑看你支支吾吾地回答 看起来应该很好奇吧 我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家伙 男人曾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无情杀手 但他却因为自己一时的心愿 导致了家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这以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做事一定要斩草除根 此刻的张理士害怕地颤抖起来 我要见警察我发誓我知道的东西都会交代 只要保护好我 我肯定把他们全拖下水 听到这杰森微微一笑 你怕是误会什么了吧 这个时间这个地方 能提意见的人不是你 而是我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二选一 要么你马上吐出所有内容 要么马上被砍 就在这时中分难扛着镜子走过来 杰森叔叔你要的全身镜给你拿来了 这时杰森眼神突然变得可怕起来 从现在开始这位病人 我们要开始进行镜子治疗了 看张理士有些不解杰森解释道 所谓的治疗就是让你所犯下的罪 全部反馈到你自己身上 话音落杰森一抚头就劈了下去 张理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弄得呆愣在原地 随后他便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就是真正的镜子治疗法 你这个垃圾 片刻后张理士看着自己掉落的部件 嘴里喃喃着赶紧打120 现在还可以接上 就在这时一个大脚突然碾碎过来 怎么样我可以点余地都不给你留吗 从今以后你想奖励自己都没有右手吗 文言张理士无脑地咆哮起来 就在这时杰森一把抓住了他 好好看看你的右手永远回不来了 在这之后我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左手 张理士有些不解这样我会嗜血过多而死 到时候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还有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整我 文言杰森缓缓开口还记得练歌房吗 就是你去赌士郡的练歌房 当然记得你不是已经把我修理了一笔 你还想干嘛 而且当时是那个士郡打我更多吧 士郡的仇我确实已经报了 可是还留着一个 你不是踹哈金了吗 不只是这件事情只要是设计哈金事件的人 但凡是士郡处理不了的 我会让他们以后听见哈金这个名字 就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了 原来就在杰森失去亲人以后 他来到了韩国想要挑战那些所谓的柔术高手 这样他就能证明姐姐的想法是错的 刚刚走进盗管的杰森 就看见了一个正在吃面的女孩 女孩的样子让他直接呆愣在原地 好力你是好力吗 这怎么可能 这时女孩缓缓开口虽然不知道你要干嘛 但是你的鞋子弄脏了垫子 伴随女孩的怒吼杰森才缓过神来 原来他是把哈金错认成了好力 随后他缓缓开口可能是最近没睡够的原因吧 说完他便低下身准备脱下鞋子 下一秒他就倒在了地上 见状哈金询问要不要帮忙打B120 杰森缓缓起身不用了谢谢 紧接着哈金询问大叔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吃一点拉面 这时的杰森拒绝了哈金的好力 嘴里一直重复着对不起三个字 哈金不知道怎么安慰眼前的大叔 只能就这样默默陪着他 此刻的杰森早已泪流满面 对不起全部都是我的错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男人因失去最爱的人 整日活在无尽的悔恨中 三年中他从未洗漱过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 闻着杰森身上难闻的气味 哈金询问大叔你是不是用实习的头 杰森没有回答一头就栽倒下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时 看见了两个模糊的人影 我总算是死了吗 此刻哈金看向一旁的馆长 这大叔刚才说的是英语吧好厉害 随后杰森看向二人猛然惊奇 说着馆长指了指杰森刚才的我不太清楚 但这个我知道这是骂人的意思 那个我是睡着了吗 睡了多少分钟 闻言哈金一脸的比试你都睡了三个小时了 好了现在都是晚上了你该回家了 还有我本来想打算报警的 看你睡得很舒服就没觉了 气得走之前洗洗澡 你身上的味道太臭了 这时杰森开口询问你是这里的馆长吗 我想要拜托你跟我实战一次 直到一方不能还手 你这大叔你怎么回事 我刚用湿巾给你擦了脸 还让你在这睡觉 你现在就忘恩负义事吗 这时馆长缓缓开口 最近听说了一件事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有个人专挑柔树高手踢馆 还打残了他们 我可以接受你的挑战 但我要知道 你为什么非要拽着那些 不愿意跟你对战的人打一场呢 是对柔树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吗 文言杰森呆愣在原地 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姐姐说过柔树在实战中也有用 我是想认为这些事都是姐姐的错吗 除了证明是姐姐的问题 就没有其他活下去的理由了 又或者我希望出现某个人 可以让我暂停下来告诉我 这件事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并没有做错 停止厌恶自己 哪怕是从下一分钟开始 挨了一拳的杰森开口询问 你怎么能使用拳击 你不是练习的柔树吗 随后馆长低头看向他 不是你说的要实战这个距离 不能使用柔树 当然要先格斗 这个我知道普通的人 不是学了柔树 就会默认先抓住对方吗 馆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是普通人 好了你是要继续 还是想跟我说说看 此刻的杰森内心 像是被融化一般 那个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已经把这里当做了家 就在这时 震男带来了哈金 被打入院的事情 杰森知道以后 打了个电话 得到了情报 然后衣服都没穿 就赶了出去 也就是那天 他遇见了被打的士君 看着士君现在的处境 他想通了一件事 我是那种虽然抱了仇 但却没有留下 任何东西结局的话 帮助士君完成复仇以后 他还可以与哈金 以及爱他的人 一起回归平凡幸福的生活 为了不让哈金和士君 走他自己的老路 男人用自己的方法 守护着这两个 被他当做亲人的小情侣 中分难看向一旁的张理事 一点慈悲心 都没有真符合我的口味 快看看你的手 就剩下大拇指了 杰森叔叔 我已经勉强给他包扎好了 但我可不能保证 他会不会失血过多而死 紧接着杰森看向手中的斧子 那也没办法 现在该轮到他的脚了 听了杰森的话 张理事颤抖着 我全告诉你 我知道的全部会说 赵太的事情 我会全部告诉你 快点先给我好好止血救助下 杰森没有理会他这个要求 并告诉他 你不说出让我满意的情报 我就会继续下去 好了你现在 把这家伙的脚按住 眼看杰森来真的 张理事瞬间冷汗直流 紧接着惊慌地 说出了赵太的身份 赵太是国家柔术的代表选手 随后杰森也停下了 手中的动作 国家队们还真是 头一次听到 让我满意的回答 好了你继续说 一个国家队选手 为什么现在会做 这种肮脏的事 至于犯了什么事 打架都闭口不谈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肯定的是 那家伙极其厌恶可要的 当时在那个圈子里 用药的其实很普遍 MMA比赛他也没有打多久 因为跟这小子对战的人 基本都被打残废了 我这只左眼 就是被他打失明了 隐退后我就做起了用药声音 把这些带有激素 快速长肌肉的 要卖给这群人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找到了我 他问我要不要去 负责药物生产的工作 他们那边已经搞好了关系 不需要担心被抓 我心想这种好事 还能落在我头上 钱给的这么多 还能私自调取货物 当谁能想到推荐我的人 竟然是赵泰 我问过他 为什么他只告诉我 当做赔偿给我的眼睛钱 虽然我很生气 但是我还是想从中捞一笔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他们做的事 越来越奇怪 比如聚集了一大批 高中生进行比赛 但你知道最恶心的事是什么吗 作为国家级选手的他 那群学生怎么会打得过他 那个赵泰和金管长 是一群疯子 他把那群试药的人 当做垃圾 听到这杰森一脸的不屑 你还笑得出来 周安一记袭击撞了上去 你这心弄的烤瓷牙 又被我弄坏了 说着他看向一旁的 中分男好了 我们也该走了 另一边一心警官 还在焦急地等待杰森的消息 就在这时赵泰 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你在说什么报警电话 这工厂里是发生了 什么有趣的事吗 男人明知道对方是警察 却还敢让小弟对其出手 他丝毫不顾及对方的身份 只因他是 韩国财阀会长的儿子 就在刚刚中分男打电话报警 你们快来人救我对方 拿刀想要杀我 具体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仓库 你们定位我不就可以了吗 还有顺便叫个救护车过来 我朋友受伤比较严重 整个手就剩一根手指了 另一边警局内 我已经确认你的地址了 我们会马上派出警力 挂断电话以后 二人询问所长是哪里的电话 要现在马上出警了 文言所长回答到 不用就是仓库那边来的电话 什么 这是又要有人要逃跑了吗 好了你俩就去附近 随便转一圈就回来 到时候报告就说是报的假警 说完所长便炫耀起了 自己新闻的眉梦 二人听见顺势拍起了马屁 所长您现在看起来 年轻了十岁呢 另一边赵泰突然出现在 一心身后 你真的觉得这么做有用吗 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正义的警官 此刻一心还并不认识赵泰 只见赵泰缓缓开口 我其实感觉你还是挺帅的 为了抓住坏人 不惜利用法律的漏洞 但是你不觉得的 这种方式太单纯了 你真就没觉得 我们不会考虑你们来这一手吗 什么紧急情况 警察必须要确认现场的小把戏 你知道你现在这叫学虎 不成反成什么吗 随后一心刚想回答他的问题 但却没注意到身后的人 只见他被塑料布直接蒙住了头 赵泰还在那里得逞地笑到 下一句当然是死定了 只见男人一脚踢向一心的头 然后将其死死地勒住 此刻的一心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对方知道自己是警察 竟然还敢动手 随后他便伸出手 想要扣出一个洞打算先呼吸 但下一秒赵泰却一把抓住了他 我可没允许你这么做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正义的人越来越少了 首先这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清楚意识到自己地位的 然后只能依附于 自己无法战胜的人生可能 紧接着他凑向一心身边 第二种就是 是真的会有人消失的警察先生 所以我们现在到这里面 来一场绅士的对话吧 另一边中芬南抱怨着 杰森叔叔我快饿死了 为什么警察叔叔还不来了 此刻的杰森意识到 可能是出什么事了 说完他来到一处房间内 只见这里有几个学生 正在机械地工作 中芬南见状询问起杰森 这要怎么办 要不要把他们身体都对折了 杰森沉声回答不用这些孩子 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当他们被榨干最后一滴血以后 就会被他们无情地抛弃 说着杰森便拿出电话 给一心打了过去 顺便他还吩咐中芬南 将这群人都打晕 等着警察的到来 可是谁知电话拨通以后 电话那头竟然传来赵泰的声音 这不是我们的森哥吗 你把我的警告当耳旁风了吗 对了你在那边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森哥既然你都做到这份上 我可是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呢 我说过你要动着 但你非要不听话 此刻的火鸡头按照赵泰的吩咐 拿着刀颤抖地站在盗管楼下 就在这时馆长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趁现在我还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份上 你最好把东西收起来 男人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此刻的他仗着小弟众多 想要教训一下身为军人出身的男人 可是男人非但不惧对方人多 还露出了平时男剑的兴奋神情 就在刚刚金馆长叫来了火鸡头 因为林士郡身边的人比预想的要多 所以我们这边打算让他们知道我们可怕的地方 火鸡头同学你还记得那个道馆的位置吧 去给那个戴眼镜的一点颜色瞧瞧 现在小光头不知道藏到哪里了 所以只能找你去完成这个任务了 如果你可以顺利完成的话 卧虎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 还有就像之前和你说的 只要你不在现场被抓后续的问题 你不需要担心 火鸡头同学你父亲的事情 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了吗 所以这对你来说很简单 你只需要到柔术馆 然后拿着刀像这样 文言火鸡头有些犹豫了他想先考虑下 毕竟以前的可是从没拿到桶过谁 紧接着金馆长开口我要的事 现在就给出答案 如果你敢拒绝我会送你进监狱 让你度过后半生 你肯定也知道我们的手段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怎么选择你应该清楚了吧 另一边杰森正在和赵泰通话 所以你们现在是把一星警官弄死了吗 听到这赵泰回应道不是森哥 你怎么能这么平淡的就说出弄 死身份这么特殊的人这种话 我现在只是在跟他友好的谈话呢 对了我可是派人去柔术馆捅人了呢 你现在是不是要马上就赶去呢 毕竟你和警察合作这条路行不通了呢 伴随赵泰吃惊的神情杰森询问 拿到的呢有没有派十个人过去 十个人有点大张旗鼓了 估计你也就派两个吧 对了忘了告诉你 今天在体育馆上课的不是我 而是我们的馆长呢 突然出现的馆长吓了火鸡头一跳 不是大叔你是谁啊 我是谁你真是没有礼貌了 就在这时掏出准备好的铅笔刀 你要是不想被捅就不要多管闲事 突然馆长的头盔突然砸了过来 紧接着一记重拳直接招呼了上去 火鸡头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馆长 你这老头你是疯了吗 说着他便开始审视起馆长 这老头学过拳击吗 看他的样子柔术应该是他的长相 此刻的馆长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最近真是太久没动了感觉迟钝好多 就在这时火鸡头突然心生一击 他觉得只要自己捡起刀自己肯定就能赢 然而就在他摆好架驶时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直接一个满蓄力的拳直接砸在了他的身上 只是一拳火鸡头便瘫软在地 随后馆长看向他我的人生信条 就是不在擂台外使用拳击 只过是凡事都有例外 那就是碰见那些把人命当玩笑的人 而你居然还敢威胁我身边的人 那么我的拳头就是送你去地狱的单程撤票 另一边杰森也找到了赵台 杰森哥你也太暴力了 你身旁的这位就这么对待我小弟 随后他缓缓起身 我其实挺好奇你到底有多能打 过去杀过那么多人的军人打法是什么样的呢 文言中分做出了一个OK的手势 杰森也一脸兴奋 那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吧 这个练习了两年半的少年究竟有多牛逼 只见他轻轻挥出一拳 钢管带人全部都要被打到变形 就在刚刚杰森和俊浩来到了 关押一新警官的仓库 此时对方仗着自己人多是重 就打算对二人出手 面对这种情况 俊浩丝毫不拒 并兴奋地要求对方赶紧上 这时杰森提醒他教训他们虽然挺好 但是还是要优先救一下那个警察 文言俊浩满脸地不愿 他只想修理这群家伙 救人的事情还是静声叔叔你来吧 随后杰森缓缓开口 要不要我给泽英打个电话 听到这俊浩瞬间乖巧起来 我觉得偶尔还是挺想救一下人的 说完他便白手示意让二人别挡路 自己现在要去救那个警察 文言小嘎嘎们一脸的不屑 你这家伙真当我们跟你刚才打败的家伙一样啊 随后俊浩勾勾手指 那你们一起上吧 说完光头转身一起上 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傻大个 紧接着三人的攻击便向着俊浩袭来 并且嘴中还询问到怎么不敢动了是吗 此时俊浩缓缓开口谁说要躲开了 只见小嘎嘎的木棍在接触到俊浩的身体 是全部锻炼 你们这都没有蚊子咬一下疼 光头一脸地吃惊 这怎么可能你还是人类吗 俊浩黑着脸好了你们都打了一次了 现在到我送你们一人一拳了 吃一拳光头便失去意识 贪婪地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俊浩又贴脸到一人面前 现在我也要送你一拳 男人下意识地做出防御姿势 本料俊浩直接选择攻击下盘 伴随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男人直接疼到昏厥过去 就在这另一个人想要趁杰森不被搞偷袭 下一秒杰森一脚就踢了去了 照台见状有些惊讶 你们两个比我看着都像坏人 就在这时一根铁管朝着俊浩袭来 只见他来不及闪躲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身后的小弟满脸的得意 这下你完蛋了吧 俊浩缓缓起身 我现在要加倍地偿还给你 小弟见状有些慌张 想要再补一棍 谁知下一秒俊浩一拳就把钢管打弯 连人带武器直接打到变形 现在我要加倍地偿还给你了 说完俊浩便挥出树拳水泥地 都被砸得凹陷下去 当他回过神时 才发现自己好像用力过懵懵 与此同时被束缚的杰森丝毫不在意 还告诉俊浩赶紧带一新去医院 说完杰森突然倾斜身体 朝着对方手臂就是一下 另一个小弟威胁着杰森 赶快放开他的兄弟 下一秒一个钢管 直接飞了过来砸在了他的头上 命中目标好了 杰森叔叔我要先去医院了 这里你应该可以处理吧 此刻的赵太有些吃惊 你们居然不一起上 还愿意让我一对一 杰森一脸的不屑 今天可以确定一件事 今天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要么被打死 要么就会变成废人一个难道不是吗 男人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同时他也是个顶级的柔术高手 然而今天的他却踢到了一块铁板 军人出身的杰森早已杀人如麻 今天他们二人的决斗 即分高下也决生死 只见赵太缓缓开口之前的方法 对你可能行不通 所以我打算换个思路 既然杰森你是他们的主星 那我就把这个主星骨 整个拔掉就好了不是吗 文言杰森回应你说的没错 但是你要怎么做呢 在我看来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长得一脸妈宝男的样子 是不是晚上都要妈妈抱抱才能睡 听到这个赵太好像被刺痛一般哆嗦了两下 杰森你这个笑话真是有过无聊的 看见赵太这个反应杰森一脸的兴奋 难不成还被我说中了吗 是因为我说了你妈妈吗 话音未落赵太猛然的一脚踢了过来 杰森有些惊讶高踢腿 赵太竟然都没做准备动作 似乎看出杰森的心中所想赵太也停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表情杰森 难道你真把我当成那些小喽喽了吗 听到这杰森立马回对到没办法 毕竟你看起来就跟垃圾一样 紧接着赵太笑出声 你嘴上功夫倒是挺厉害的 那现在就让我看看在生命无常的战争里 你们到底是怎么打架的 话音落赵太的拳头就要打到了杰森的脸上 好在杰森反应及时所有的攻击全部格挡了下来 此刻的赵太一脸得意你知道吗 战争和打架可是不一样的 哪怕是你这种杀人如麻的军人 真的能打赢格斗选手吗 此时的杰森内心已经有了想法 既然是柔术国家队的选手 那么就会以扭发为主 现在他站着攻击我说明他很自信 怎么了杰森你在分析我的攻击路数吗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我的特点就是没有固定路线 杰森一脸吃惊这都是什么奇怪的动作 就当赵太准备攻击时 杰森一口82年的吐沫直接吐在了他的脸上 随即他冷冷地看向赵太你刚才提到战争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另一边火鸡头自嘲地笑了起来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以随便说那些正义的话 现在的社会可都是利己主义者 只管自己过得好就行 文言馆长语重心长道 作为长者还是要给你句忠告 只有那些脑袋不好的人 他会用一些歪理掩盖自己的错误 随后火鸡男回头看向他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杰森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肯定不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怪物 听到这馆长一脸的无所谓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说着他忍不住笑的口水都喷了出来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怪物是谁 但我很确认一件事 另一边赵泰擦了擦鼻子上的血 这就是所谓的为了赢不择手段吧 杰森低头看向赵泰 不是你叫我让你看看战争里是怎么打架的吗 战争里偶尔也会有没有武器的情况 这样的话战斗就会变得拖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都不想死 在窍面前人可能会丧失战斗意志 但赤手空拳的话被打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着杰森缓缓脱下外套 然后朝着赵泰丢了过去 赵泰一脸的疑惑你这招事太老套了 你是想用这个遮挡我的视线多给我两拳吗 只见杰森缓缓开口为了应对拖沓的战斗 我会一直把武器带在身上 画面一转馆长开口到你说的怪物我是不清楚 但我知道杰森在我认识的人当中 他是最卑鄙无耻的家伙 少年亲切地向哥哥问好 但不曾想换来的却是恶语相想 你这个不知道哪来的野种不要叫我 你就不应该出声懂吗 小赵泰颤抖着道歉表示以后不会了 谁知哥哥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还在言语不断地羞辱 你和你妈就像我家的厕纸一样 所以现在你把裤子脱了 从今天开始只要我心情不好 我就会在你那没人在意的身体上留下痕迹 画面一转小赵泰满手鲜血地跑去和妈妈哭诉 本以为会得到妈妈的关心 但母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忍着吧 赵泰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 哥哥可是跟自己动了刀子 下一秒母亲一巴掌扇了过来 赵泰母亲怒视着自己的孩子 身为男人我说过不许叽叽歪歪的吧 如果你不想出去要饭就咬牙忍着 没能力的人只能被欺负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你要在这个家族生存下去 才能歧视那些弱者活的肆意妄为 明白了吗赵泰 说完母亲便转身离开走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赵泰毒药 小家伙摸着脸沉默了许久 回到房间的母亲终于是忍耐不住了 整个人都瘫软下来 她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只是身处在这个家族她没办法 画面一转赵泰盯着腿上的刀子 真没想到你居然会直接扔刀子 刚才还以为你会告诉我 战争中怎么赤手空拳的格斗 是吗我什么时候说过 话可要听到最后啊 此刻杰森注意到这家伙大腿上受了伤 竟然没什么反应 正常人的话不应该瞬间叫出声来吗 说着赵泰便打算拔出刀子 看到这杰森开口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 随即赵泰回应拔出来出现问题 也只能认命 下一秒杰森猛然地冲了过去 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反正都会刺得更深 你又何必想要拔出来呢 赵泰背着突如其来的一下弄得凹凹掉 然后坐在地上这也太疼了 杰森低头看向他这家伙是刚才笑了吗 赵泰像个疯子一样喃喃着 太喜欢这种无厘头的进展了 我承认用生命打架的人确实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你想要怎么做 我终于要死了吗 但我可不愿意吃老饭 那我就去天堂找杰森哥的家人 顺便帮你带个好 下一秒杰森一脚直接招呼过来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舒服的就走 尤其是像你这种垃圾的主播 今天你就当是为了给士俊平衡能力对练的一天吧 与此同时另一边俊浩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这时一心猛然地惊醒过来 杰森在哪杰森呢 随后俊浩耐心地给他解释了下发生的事 一心却一脸焦急地要求马上回去 因为我们掉入陷阱了必须把杰森带出来 他们知道用自己的力量处理不了杰森 所以为了拦住杰森这只猛虎 他们设置了抓老虎的陷阱 男人是顶级财阀家的小儿子 他仗着自己背景深厚 竟敢公然地绑架警察 并且还对其大打出手 此时的一心警告赵泰 你要么现在杀了我 不然我一定会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 文言赵泰继续挑衅着 这位警察先生我可是太尊敬你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正直 但好像像现在这种情况也就死翘翘就完了 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后续 你说失踪了一个警察通常调查几天之后 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最后也就会变成一桩悬案 不过这次你运气挺好 我打算利用一下你 我想杰森一定会让人先把你送去医院的 文言一心笑了笑你在说什么 只要我从这里活着出去 我一定要追查你一辈子 听到这赵泰一脸不屑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会被调离到偏远地区当个交警的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你无证据单独行动的代价 而且你还跟过去参加过战争的美军合作 但是这种程度应该能让你进去了吧 所以从这之后你就是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 你就带着你所谓的正义像个乞丐一样活着吧 而且一切都如赵泰所想 两名警察手持电击枪闯了进来 不许东快点放了他 杰森回头望去你们来的时机有点不对啊 我已经报警很长时间了 不好吗 我觉得这时机很好 所以杰森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私闯别人领地并实施殴打 持有凶器伤害他人 被出警的警察用电击枪现场抓捕 而加害者是身为美军 且参加过多次战争患有PTSD精神疾病 怎么样 这种新闻标题还挺吸引目光的吧 只要多给点钱能出卖良心的记者可是有很多呢 现在呢我就不和你玩了 抓老虎行动开始 眼看电击枪朝自己袭来 杰森一把抓住赵泰的头来 顺势丢了出去让他帮自己扛下了电击枪 强烈的电流瞬间让赵泰倒闭不起 一旁的警察见状连忙提醒同事赶快切断电流 这时杰森缓缓开口要是放任腐烂的枝条不处理 那么他就可能影响整个植物 而且大部分人都嫌弃他脏不愿意处理 这样的话腐烂的地方就越来越多 你可不要乱来我们可是警察 哦是吗我可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是腐烂的就都会砍掉 刚才你们也应该听到 我多次见过战争用这把斧头已经不知道砍了多少人了 你们死了以后记得帮我向他们问好 此时的二人彻底被杰森吓破了的 朝着仓库外撒腿就跑 看着二人慌乱的背影 杰森回头询问赵泰你准备的就是这个吧 只见赵泰被电的妈妈诉诉的 大舌头狼机的说道这群废物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这也没关系 毕竟你又多了一条最灵用武器袭击 而我的目的就是把杰森跟你 从士郡同学身边调走 现在的你要么四处逃窜 要么就等着被抓吧 话音落杰森便托起赵泰的脚 我早就预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做这种事怎么可能只考虑一个计划 说实话我其实更期待这种情况 这样才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赵泰有些不解的询问 哥你的计划是啥呀 你把我拉出来又是想做什么 此刻的杰森也开始耐心地解释起来 我以前跟你们这种卖药的交流的比较深 你知道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被枪打或者被警察抓 显然这些都不是 之前看了那个建筑物下面东西很多 所以我放了几个礼 文言赵泰抬头看向杰森都说了 报警没用你在给谁打电话 杰森微微笑着不是打电话哦 这是遥控器 刚才忘记告诉你们那些制药的 一阵爆炸过后赵泰彻底傻意 这时杰森告诉他 你们这群人可最害怕自己手里的 或毫无痕迹地消失呢 男人是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军人 在面对打算危害自己亲人的毒贩时 他杀法果断直接用炸弹端掉了制毒窝点 赵泰颤抖地询问杰森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当然不就是把犯人聚集的毒窝里 当着负责人的面影抱他 文言赵泰瞬间黑了脸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错误 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你不考虑后果吗 杰森一脸的不屑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你办事带来的后果 只见赵泰倾惊抱起怒视着杰森 你觉得自己赢了吗 我保证会让你身边的人不会好过 你一定会后悔今天所做的事 杰森停下我在跟你说话你要去哪 文言杰森回头望去 当然是在警察来之前走掉 不然听你在这闭次吗 还有你可以试试看接近我身边的人 反正我早都准备好了 你就好好地安慰自己吧 一直安慰到比我更想杀你个人出现 画面一转一出大厦内 正在播放杰森纵火逃跑的新闻 而赵泰的哥哥正在观看着这一切 他非但没有担心自己弟弟安危 反而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秘书听见声音着急地闯了进来 您刚才是叫我了吗 只见赵泰的哥哥呵斥着我 说过不想人随便进来的吧 现在你赶紧给我去联系普律师 吩咐好一切以后 他暗自清醒着终于抓到了赵泰那小鱼大鱼 别想要爬到最高的位置 失败一次掉下来可是很疼的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警局内 警长呵斥着一心 为什么身为这么了解法律的警察 还能做出这种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你认为保持沉默就没事吗 你连英语都不会是怎么认识那个美军的 文言一心扭过头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就是路过那里被一群黑社会袭击了 听到这个回答警长被弃得清金暴起 你这臭小子那个仓库的负责人 已经什么都交代了 那边现在联系记者搞舆论战 我们要是什么也不做会被骂死的 我们现在已经对那个美军下达了通缉令 赶紧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听见这话一心一脸的平静 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有我和那个美军合谋 还有他纵火的证据吗 还有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是最了解警察做这种事 你是真的不知道才问我吗 如果我们能借助法律的手段 会发生这种事吗 好了您随便 是辞掉我 还是把我转到别的地方做交警 今天难得休息 我可要享受一下 然后睡一觉 另一边哈金似乎是在焦急地寻找杰森 哥你在哪里 哥你听得到吗 就在这时一个壮汉找到了他 你就是哈金吗 哈金被眼前这个人吓住了 这人怎么这么大一只 说着男人便递给哈金手机杰森的电话 他现在脱不开身 魏杰森哥是你吗 哈金是我 你被那个大块头吓到了吧 不用担心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只见哈金焦急地询问哥 你受没受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来了好多警察问这问 体育馆的大家都很担心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给你打电话就是告诉 这段时间我要去别的地方 我不在的时候 那个大块头会一直保护你 为了你和士郡 还有大家不再陷入危险 等我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后回来吧 所以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地好好待着 少年本是顶级财阀家的小儿子 却每天都要活在哥哥的欺压之下 妈妈的不为所动 让赵泰从小就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 带着这种想法 他的黑色产业越做越大 他也变得越来越自大目中无人 直到他惹到了不该招惹的存在 身为美军退伍的杰森了 为了保护家人 作为警告直接炸掉了赵泰的制毒窝点 另一边到馆内 还在讨论杰森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这时正难看向馆长询问 你真的不知道吗 杰森哥真的像新闻报道里那样 是前美军出身像电影里一样的特种兵吗 这也太帅了 文言馆长很无奈臭小子 随便追问别人的过去是不礼貌的 还有我们现在不应该担心的是 杰森现在怎么样了吗 随后眼镜打断到 我已经联系过哈金的说事没受什么伤 对了馆长刚刚来的警察有说什么吗 也没什么就是过来询问一下 杰森的身份信息 而且这件事好像跟哈金之前的那件事有关 可能杰森一直在一个人调查这件事 画面一转警局的凉亭内罗队正在询问一心的伤势 一心微微一笑我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对不起了罗队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擅自行动才 没事我相信你有自己的道理 不过从现在开始算我一个不要再一个人了 毕竟比起一个人背黑锅两个人不会那么孤单 文言一心一脸的诧异怎么说我都是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 可是罗队你毕竟有家庭了呀 就我这体格还会养不起我自己的家人吗 比起当丢人的警察 我宁愿当个政治退役的警察 好了你个臭小子是不是想一个人当英雄啊 一心有些尴尬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吗 画面一转赵泰和金馆长还在商讨对策 就在这时门突然的被打开 金馆长回头望去不是吩咐了不让人随便进来 还没等他话说完突然出现的壮害一拳将他击飞出去 赵泰很是惊讶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随后赵泰的哥哥走了出来 并且一脸的讥笑我看你这次犯了挺大的事 果然你这带有乞丐低内的头脑 你真是成不了什么大事 一个工厂你都管理不好 这要是让你在天上的妈妈看见的多失望 文言赵泰依旧很平静说吧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是很开心你这种狼狈的样子 但是爸爸就不是了他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想要重启工厂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想要维护好VAP 就只能先给他们看看我们新开发药剂的效果 所以我不管是你还是那个林士郡谁打针 等你这只瘸腿恢复了你俩就打一场 让我们看看药剂的效果 另一边道贤和士郡还在做着训练 你现在比之前厉害多了 但要想击败赵泰你还差得远 而且现在杰森哥也不在了 接下来我的话可能让你很生气 但如果你失败了受伤了 只会给哈金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这件事我们要放长远站事先等等警察吧 文言士郡回应到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听说了吧 赵泰来过我们道馆 他故意在哈金面前露脸 所以从那一刻我也确定了自己的路线 不仅仅是让他赎罪我 还要让他不能出现在我们周围 赵泰的那条腿我一定让他瘸着过完后半生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道贤似乎看见了什么 紧接着士郡顺着道贤的方向看去 怎么了看到鬼了吗 悠着不是道贤弟弟们好久不见了你过得好吗 这旁边的就是士郡过吧 道贤有些害怕想起了从前被打的场景 士郡连忙询问这是谁你怎么这么害怕 想知道我是谁我们来慢慢认识吧 300斤的男人为了替女友复仇 只用三天时间疯狂减重200斤练出一身剑子肉 同时他还要跟随退役军员杰森学习格斗技巧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靠自己帮女友复仇 然而身为军人的杰森早已看穿一切 对手的背后的势力绝对不是士郡这个学生能搞定的 所以杰森选择出手帮助这个像亲弟弟一样的孩子 他不但揪出了幕后黑手将其重伤 并且还一举炸掉了对方的制度窝点 但这也让他受到了警方的通缉 就在杰森想要跑路前 他联系到了身为特种兵的女友泽英 杰森回头望去我以为离开之前见不到你了 听到这泽英明显有了小情绪 哎呦你说这话不知道会以为我们频繁地见面吗 你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才会联系我了 说着他便把手伸向杰森现在要不要试试处理下恐怖分子 见此杰森害怕地哆嗦了一下 好了快说这次你想让我干嘛 还有你准备躲多长时间呢 这时杰森回头看向泽英具体多少时间要看事情的走向 我想要拜托你找一个能24小时保护哈金的人 而且最好是那种能一打多的那种怪物 就像之前那个黄毛一样 你说俊浩他倒是可以 但是保护哈金应该不行 我这里有个更厉害的到时候我让他过去 所以就这个事情嘛 还有一个我希望你能亲自帮我教导士军 文言则英两眼放光 这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那么我要教给他些什么 教他打架超过格斗技术豁出信令的那种 所以按照和杰森的约定 则英来到了士军训练的地方 小家伙就是你身旁的大块头在叫你拳击吗 听见这话道贤在一旁发抖的不行 士军却一脸呆让您认识我吗 当然我可是非常喜欢你的做事风格 你不是有想要杀掉的人吗 那就学习杀人的技术 只学习格斗技术可是远远不够的 就在这时拳击馆长过来询问什么情况 文言道贤在旁边小声的嘀咕是认识的人 但不是很熟悉我只知道他很可怕 说完则英便向馆长表达了来意 并且告诉馆长自己可能会破坏掉这里的器材 但会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说完则英便掏出一大笔钱 这就是这个月的租金 还有那边有个肌肉男在找训练对手是吗 正好我这边有个认识的人拳击实力还不错 我想让他们两个队练试试看怎么样 这时一连猛的士军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你也能帮到杰森 况且你不也是正需要帮助吗 听见有杰森的消息士军一脸的焦急 杰森哥在哪他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 你放心他非常健康你不要担心他 现在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 我可不会像杰森那么温柔 我不会在意你是不是位成年人 听说你为了教训伤害哈金的人 已经做好了不顾一切的准备事吧 听到这士军也认真起来 虽然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不过既然是杰森哥托你来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回答都是OK 听见士军的回答 泽英也兴奋起来 你果然和我的口味 这种做事不考虑后果的样子 和杰森小时候一样 是吗那您打算交给我什么 不会太耗费时间吧 毕竟我可是要尽快收拾那个赵泰的 说着泽英突然竖起大拇指直奔主题 果然是真男人 对了那个叫赵泰的小子 现在一条腿应该要康复一段时间 听到这士军一脸吃惊的样子 是杰森哥做的吗 那趁着这个机会 要不要去直接给他开票 泽英一脸的欣慰 我是很喜欢你这种方式 只是杰森不同意这么做 可能他在布置很大的局 他拜托我的事 就是将你变成实战派的选手 听到这道嫌疑脸的黑线 而士军却是很开心的 询问什么时候开始 臭小子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我只是教练的角色 你的对手另有欺人 毕竟对练的选手 要么跟赵泰不相上下 要么比他强啊 说完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沟通的差不多了吧 随后泽英告诉男人已经好了 这时士军询问 怎么开始需要上台呢 泽英回头望去你只管活下去就好 让我们看看你的实力吧 话因为络一双手就朝着士军袭来 士军吃力的躲过一击以后 郡浩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 现在试试你的抗揍测试 就这一拳士军直接猛了 这是什么玩意感觉像是被铁打 看到这馆长坐不住了 你们这哪里是训练 这分明就是单方面的施暴 见此泽英赶紧安抚住馆长的情绪 现在的士军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训练 用你自己的嘴巴说出来零士军 另一边郡浩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高频率地朝着士军攻击 此刻的士军只能凭借意志力支配自己的身体 那么接下来就是攻击力的测试 郡浩轻松地挡住了士军的攻击 并且反手就是一拳画风都打突变 你的攻击力是真的弱啊 背着一下击中士军有些稳不住身形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此刻的郡浩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又来到身前 你一点的傲慢和油腻的发言虽然很不错 但你的实力是真的很弱啊 这样只会让你去送命 此刻的士军再也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 随后泽英过来询问 怎么样训练方式差不多就是这样 以后强度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想放弃趁早说别浪费我的时间 你在说什么臭小子好好说 只见此刻被打得异常狼狈的士军却开怀大笑 我终于找到了用这种方式教我的人 不会在意我有没有受伤 可以真正跟我对打的人 这个看着胡子拉叉的大叔其实是个00后 他平时最喜欢的运动 就是像这样用拳头轻轻安抚别人 就在刚刚一家医院内 院长告诉赵太腿上的伤想要恢复很困难 虽然这次比较幸运避开了大动脉 但是刀刺入的太身肌肉破裂很严重 还没等院长话说完赵太就打断了他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什么困难的这类说辞 如果三个月后我的腿还是没完全康复 那么你就可能失去你现有的财富地位甚至佳人 毕竟我们可是完美保存你在观看维欧女高中时的样子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所说的内容 听到这院长害怕的开始发抖我会找到方法 好了既然院长没什么事就赶紧离开吧 说完赵太便转头询问金馆长 林士俊和哈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林士俊那边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只是哈金那边派人去过几次 但是一直有人保护他估计是杰森安排的人 算了我早就想到了 而且也不可能是24小时的贴身保护吧 我想应该没有这么闲的人 别说你还真别说 真的就有你所说的这种很无聊的人 此时两个西装男惊恐地看向光头你有什么事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 还有你不可以派人来这里 你们在那个女孩进去学校以后就一直在这等吧 只见两个西装男还想狡辩自己只是路过 但二人转身向后看去时 哈金已经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并且指认他们最近一直都在跟踪自己 听见哈金这么说西装男还想着狡辩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袭来的拳头 被光头男一拳就欠进了地里 见此另一个西装男很是慌张 你这人都没确认就这么乱来 但光头男可不想废话直接招呼过去 此刻的哈金一脸的兴奋太棒了大叔 随后他便询问这次要不要报警石头块大叔 光头摇了摇头这不太行毕竟没有证据 这种家伙就该用武力解决 还有我不是大叔你不要这么叫我 我就只比你大了两年半而已 另一边士俊还在接受这魔鬼训练 果然长得帅的打起来爽歪歪啊 起不来的话就到此为止吧今天 听到这士俊吃力的回应 我还可以继续的 麻烦你不要照顾我 我知道现在跟开始比利度轻了许多 虽然你的精神很可嘉 但是看你起来动不了就躺着吧 话因为骆俊浩一脚就劈了出去 哈哈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士俊被打倒以后骆俊浩庆祝起来 第十二次击败高中生他又站不起来了 探见士俊这样道闲询问泽英 这样下去士俊的身体恐怕要承受不住 听到这泽英瞥了一眼你管了这么多干嘛 这是他本人自愿的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你担心他这是好的 但有时候默默支持会更好 有些事情会比自身受伤更重要 所以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你别忘了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好了几个月后你也有比赛是吧 现在该你上去了 听到这一旁的俊浩抱怨起来 我好饿即使他俩再怎么弱也是年轻人 我有点累了 这是泽英告诉他到嫌会有新的人来对恋 就在这时一个人提着在外潜伏西装男走了进来 泽英走过来这都肿成傻了 哥我不是平时告诉过你注意力度吗 一旁的俊浩看见来人兴奋起来 大哥没想到你也来了 看来这俩小子真的死定了 你们不是说需要辅导孩子什么的吗 现在怎么还牵扯到黑帮的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现在这帮小子为了钱什么都干 真的他们就应该被直接撕损 男人身经百战却从无败尽 任何黑势力在他的实力面前 都会如同蝼蚁一般被踩在脚下 然而就是这般强大之人 却因一时的大意差点折在跑龙套的手里 就在刚刚泽英看见大哥一脸笑意 这群人既然爱你的眼就要全部除掉 不过比起这个你还是先弄下我拜托你的事情吧 当然可以现在先把这群人处理掉 走廊里还剩下了一些呢 文言泽英看向一旁的俊浩你不是饿了吗 正好吃饭的路上把他们丢到僻静点的地方 不是姐姐我今天都干了一天活了 那个光头就能干那种保镖轻松的功夫 泽英一脸平静 话这么多皮痒痒了是吧 听到这俊浩一脸无奈还不让说说 大哥外面还剩下几个人了 话因为落指见俊浩突然大声喊着 大哥你的后面快注意你的后面 只见这时男人身后突然蹦出一人 他拿着刀就想要置人于死地 眼看男人并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 众人大惊失色 随后男人眉头紧索感叹自己真是老了 居然还有人能从自己的手下醒过来 你这个肮脏的臭小子 居然背后放枪真是一点爷们的浪漫都没有 与此同时道弦惊讶地提醒着泽英那位大叔被刺伤了 然而泽英却一脸的平静好了你只管准备对练 还有你赶紧把士郡叫醒他可真能睡 这边拿刀偷袭的小弟一脸的惊慌 这是人类的胳膊们怎么这么赢 说着男人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问小弟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老大是谁 你认不认识金万事还有裴龙巴 见小弟不愿回答男人握紧拳头又说出了一堆黑老大的名字 此刻的小弟还在口吐芬芳 男人不想和他墨迹直接捏断了他的手腕 此刻的他是真的生气了 像你们这种只要给钱灵魂都能出卖的人 我就只能让你尝尝爱的拳头 说完男人直接一拳将小弟击飞出去 可怕的是就只是这一拳小弟便蹊跷流血 随后男人低下身我告诉你做的脏势越多你的死亡率就会越高 一切完事后俊浩连忙走了过来 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能避开为什么不避 这时男人云淡风轻地回应着真男人从不躲避蚊子 此刻的俊浩彻底被气到了什么蚊子 他在小野市道赶紧让我给你包扎下 见状道贤小心翼翼地询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再对练了 泽英却直接回头询问大哥还要准备多长时间 五分钟这个简单包扎一下就行 听见这个消息道贤瞬间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过了一会伴随道贤的惨叫士俊也苏醒过来 他抓了抓头我这是躺了多久 说完他便看向拳击抬心来这位是教拳击的吗 反正赤手空拳的他都擅长 所以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随后士俊忍不住地询问姐姐你和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姐姐既然是杰森哥的前同事 那就是军人他们也是 那倒不是我们只不过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现在还是集中你的复仇剧吧 毕竟杰森拜托的是这件事 只是杰森哥为什么宁愿自己陷入陷阱也要帮助哈金呢 在姐姐看来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文言则因沉默了一下那个叫哈金的女孩长得很像一个人 这件事以后等他自己和你们说吧 你呢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是因为女朋友经历的那件事 还是因为加害者没有受到惩罚就这么逍遥访问 这是士俊的眼神变得坚毅起来 和你说的一样 但后来我才知道 我还有另一个想要的得到 就是为了自己能撕碎兆态那个混蛋 我觉得自己就像得垃圾每天气地睡不着 一开始就是因为所谓的正义感 我周围的人都说不是我的错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如果当时那个瞬间我忍下去了 那么哈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所以我一定要亲手解决这个问题 哪怕我的身心会受到伤害 我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样我才能好好睡觉 说着他便转头看向一旁的则因 我是不是太冲动太自私了 这事则因缓缓起身 不管结局你都要那么多 人类本身就非常的冲动又自私 但那样才能向前发展 承认自己的自私 接受自己的冲动 争取自己想要的 有些人也许会问那么冲动了失败了怎么办 我倒是想要问问那些人 你的人生为什么要来问我 当然是要自己做主 所以那你就做你想做的 现在比起沉浸在这种想法里 倒还不如多练一次拳击呢 你这个中二少年 男人是身经百战的拳击之王 却在跟一个高中生对战时 显得有些吃力 感觉自己面子受挫的他 竟然动起了杀心 就在刚刚警局内 罗队长耐心地劝说火鸡头 不要一个人把罪都扛下来 毕竟你才二十岁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 谁知这时火鸡却突然打断了他 你个老灯能不能赶紧闭嘴 罗队长没有理会他这种没礼貌的行为 继续耐心劝说 如果你害怕报复那么你不用担心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而且没有录音 直到我们抓到你的老大 期间没人会知道是你说的 听到这火鸡头咧嘴一笑 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过就像你说的抓到了老大之后 还是会有人代替他报复我的 你是真的蠢吗 话因为络一旁的一心 直接将他按在桌子上 你脑子不好使了 不知道尊重别人吗 此刻的火鸡头 对二人抱有很大的敌意 我当初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 你们只会拿法律推辞 现在我只有你们需要的线索了 就来找我 我要和你们一样吃公家的饭 在监狱好好活着 随后罗队长看向他 你好好考虑下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 因为你家庭的原因 你的人生已经毁了 所以你觉得是当今的社会 把你变成这样 但其实不是的 明明你也有过很多次选择的机会 又或者当时也有人想要帮助你 但你却只想着自己受到的委屈 哪怕自己犯错也是正常的 而且你还参与了别人的人生毁掉他们 就好像你自己不幸 也可以让别人也变得不幸 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你自以为现在你多潇洒多厉害 等你到了那里 就会碰见很多这样的人 以后我不会再主动过来找你 你就试着跟那些人生活看看 如果有什么感悟可以给我打电话 所以不要再虚张声势 假装自己很厉害了 你要记住 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的机会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拳击管内 盗贤看向大哥 你的手臂真的没问题吗 真的没事 你要是真担心 我就不用右手打你了 你就用你全部的实力就行 盗贤有些慌张地答应下来 但是他感觉到 不论这个男人用哪只手 自己对他都是毫无胜算的 谁知这时台下的择音 突然喊了起来 大哥据说这臭小子 在学校搞过敲诈 勒索过柔弱的同学们不干人事 男人回头望去什么还敢敲诈 而盗贤直接吓得直接炸毛 为什么要说这种事情 男人询问盗贤 他说的是真的吗 盗贤满脸黑线 从前那是我脑袋坏了 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还没等他话说完 男人的拳头就朝着他袭 盗贤凭借着快速的反应躲过去 此刻的满脸的震惊 这是人能打出的拳头吗 男人一脸愤恨地盯着盗贤 学过一些格斗 就去欺负弱小的人都该死敲点 说完他又朝着盗贤挥出一拳 吃力地躲过去以后 盗贤还在思考 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反击 谁知下一秒 男人的拳头直接悬停在他面前 怎么小子我说过 我不用右手你就反应不过来 你要记住技术对练的时候 你可以用脑 但真打起来 太好笑了就打这样还想去比赛 面对盗贤的攻击男人嘲讽起来 泽影你不会找了个街头混混 在这让我当陪练吧 随后盗贤又结实地挨了一拳 我是因为你受了伤才不想用权力 闻言男人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我刚才明明跟你说过 不要什么都要用你的脑子去想 也就是这时盗贤抓住机会 一记上勾拳正中男人 此时台下的二人兴奋起来 好久没看见大哥被无意打动 同时世俊附和着孙盗贤才不是小喽啰 台上道贤想着乘胜追击 直接一拳将男人解决掉 谁知男人在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以后 道贤直接惊讶地呆愣在原地 只见男人开始询问 泽影是不是只要复合比赛规定就行 没必要为了面子放水是吧 那么我又不是教练 就算对方死了也不无关不是吗 男人拥有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实力 没人能在他的手下挨过一招 但今天他却因为一时的大意 被一个高中生打了一拳 感觉面子受挫的他怒火中烧 直言汇要了对方的命 此刻台下的士俊开头 什么叫做无意被打 泽影微微一笑 这是犀牛大哥打架的套路 就是他自己先狠狠挨揍以后 再给对方致命的方式 但偶尔也会出现 他预料之外被打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士俊一脸猛那道贤的小命 还能保重吗 不会怎么样大哥 会从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变成小气鬼 士俊无奈一下人 可真是矛盾体啊 以后对恋的时候 自己可要注意了 随着泽影一脸坏笑地看向士俊 你知不知这世上最恐怖的是什么 那就是超级厉害的人 同时他也是超级小气的人 台上道贤一脸慌张 之前不是说让我出全力的吗 犀牛像个生气的三百斤的巨鹰 那可不行 谁知道你全力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你是小喽喽 没想到你实力还可以 那么现在我可要认真对待了 道贤一脸慌张 这大哥玩不起 这是被打生气了是吧 话音落 他直接照着犀牛的脸上就是一拳 只见被打的犀牛一脸的认真 一个快速地下蹲 朝着道贤的腹部 就是沉重的一击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台下的泽英看不下去了 大哥我不是叫你经典 孙道贤几个月以后还有比赛呢 此刻的犀牛还想狡辩 想要增长实力就要挨打 但泽英已经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你明明就是被打中生气了 说完他便指了指身后的视觉 孙道贤你教拳击就行了 但是这小子要教他真正的打击方法 包括你最喜欢的搏斗技术 台上的犀牛一脸不解开 你小子的长相 也不会像被欺负的样子 士君一脸的认真 因为有个家伙 我能理解你因为我也有想要弄死的人 但我就有一个问题 你说的那个人死有余辜对吧 是的我不管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对我来说他必须是弄死的对象 犀牛摇了摇头反正泽英会判断 我就只管教给你打架的方法 说着道贤也站起了 胜我还可以请继续训练我 犀牛有些吃惊这小子 比他想象的要强一些 话音落他便朝着道贤挥出一拳 随后他抓住道贤正在防御的时候 要想习惯重拳的训练就不要防御 紧接便是沉重的一拳 又仅仅是一下道贤又些惨了 另一边侍俊开始询问泽英 杰森哥是怎么评价赵台的 现在他的腿受伤了 我是有机会反应他的吧 你这小子我真是看不懂你了 刚才还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现在又问这种弱智的问题 现在的你只需要全力以赴 你要是害怕没人勉强你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要像个孩子一样叽叽歪歪 文言侍俊愧地低下了头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自己心里没你 说着泽英一把搂过士俊臭小子你怕什么 虽然我不能打宝票 但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尽管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那个叫赵台的也绝对不安全 说话兼泽英抬头好像看见了什么 随后他看向士俊第一次看到真人 才发现比我预想中长得更像 此刻的士俊完全不懂 你在说什么你先把手放开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突然出现 林士俊你在做什么呢 士俊抬头一脸蒙你怎么会出现在 看见泽英搂着士俊 哈金的眼神直接能叨了他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现在在干什么 男人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到老大 现如今却被一个女人强制口吃臭啊 面子和自尊心受挫的他一直心存怨恨 在得知女人男友不在身边时 他又带领一众小弟前去报复 但让男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女人 才是最恐怖的存在 就在刚刚花壁哥被金馆长强行带来 你个四眼知道老子是谁吗 文言金馆长很平静 某种意义上我比你都了解你自己 现在我给你提供一条路 当然我觉得你肯定会同意 毕竟小混混终究都是小混混 你说对吗周先生 感觉被看不起的花壁哥当即就竖起了终止 你快闭嘴吧 你不就是仗着身边的保镖才敢这么和我说话 此刻他内心还不忘吐槽着杰森这个狗东西 与此同时另一边被念叨的杰森打了个喷嚏 之前的同事回头望去怎么了想到好的方法的话 那个韩国的女孩子不是已经有泽英在保护 你说的对 不过现在还是要找到尽快回去的办法 要提防发生更严重的事毕竟也有等着的人 另一边哈金还在质问着士郡你在干什么 士郡一脸冷汗地看向泽英希望他不要乱讲话 此刻泽英早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一脸坏笑 我可不是士郡的技术陪练 我当然是在和帅气的小弟弟进行亲密的接触 闻言哈金有些生气你在说什么帅气的弟弟 您可能不太了解那头猪 不对是林士郡 他可是属于我的 还有士郡你怎么还不松手 这时泽英也不再开玩笑了知道士郡是你的了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泽英 你是哈金吧徐哈金 听见泽英叫自己的名字哈金有些惊讶 您认识我吗 不过这姐姐长得为什么这么好看真气人 那当然士郡和我说过很多次 尤其是杰森他也经常和我说 听到这哈金焦急地询问杰森目前的状况 说完他的情绪一下低落起来 杰森哥和士郡都是因为我的事情吗 突然泽英将哈金拥入怀里 绝对不是你想的这样 再也不要说因为你这种话了 是因为大家都很在乎你才会挺身而出 自责的应该是那群做错事的人 如果有人犯了错不知悔改 那么就一定要有人让他们付出代价 一旁的光头有些惊讶 他从来没见过大姐这么温柔的一面 一阵寒暄过后泽英提议大家一起去吃个饭 文言躺在擂台上道贤还不忘盯住 我要一份猪肉汤饭只要瘦肉 到了饭店 犀牛哥直接白家皮对了一杯小麦果汁 来孙道贤这杯是你的 道贤一脸蒙我没喝过小麦果汁啊 文言犀牛开始瞎扯你不是已经成年了 你要知道小麦果汁有助于拳击 道贤有些惊讶一脸认真的询问比如哪些方面 此时犀牛也一脸震惊 就是在擂台赛被打狠了 你会出现眩晕的状态 这就和醉酒差不多 你要学习那个时候 如何快速重新支配你的身体 士郡回头望去大哥说的是真的吗 随后泽英告诉他别听大哥下说 他就是为了灌醉道贤在那胡乱瞎扯 说完他便转头看向哈金你要多吃点肉 另一边犀牛告诉道贤 第一杯一定要喝光 我明白前辈 一杯小麦果汁下 杜道贤的脸直接扭曲 这也太苦了 为什么有人要花钱喝这种东西 就在这时一旁的犀牛一头栽在桌子上 见到前有些慌张光头连忙安慰 不要害怕啤酒加白酒 犀牛哥就是一杯倒 突然饭店的门被猛男拉开 众人回头望去 发现来的人正是花壁哥 没想到啊 犀牛还是老样子一杯就隔平 今天可真是好机会呢 听说那个杰森也完蛋了是啊 犀牛喝多了也没有战斗力 下一秒花壁哥直接挨了一拳 这里还有小孩子你的嘴巴干净点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育还不够是吗 你是想来一次补习课吗 这次补习课只让你的关节来个大一动是不够的 还是让你一辈子都变成残废吧 男人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到老大 如今却被一个女人捅瞎了眼睛 就在刚刚花壁哥去找泽英之前 金管长看向他 你不会对那个杰森产生了所谓朋友的情感吧 跟着我混不仅能让你的事业重新开展 而且我还能保证一定比你之前更上一层楼 所以告诉我那个长头发的女人和他身边人的资料 随后花壁哥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他现在手下的小弟已经不多了 要是杰森展开报复自己真的就完蛋了 听到这金管长邪魅一笑你还不知道吗 杰森现在可是被通缉的逃犯 听到这个消息花壁哥松了口气 下一秒他就把犀牛哥给拱了出去 那是我曾经的大哥脸上有和我差不多的吧 而且他强得似乎不像是人类 他会很多格斗技巧 但让我震惊的就是犀牛怪物一样的拳头 当时我们所在的区域要跟对家干一场 但他为了不让我们受伤提前一个小时进去 只他一个人就把所有人都打得爬不起来 并且他没有用武器只是靠一双拳头 文言金管长询问那个人没有什么弱点吗 听到这花壁哥表示那还真有一个 那就是只要一杯酒别人背走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在得知犀牛在聚餐喝酒 他就带领小弟准备去解决吊合这个麻烦 士郡回头望去只感觉这大叔比较眼熟 这是一个声音叫住了士郡 泽英嘱咐他照顾哈金 说着他拿起一根筷子 这次要让他好好尝尝记性 随后泽英腰带动腿部发力 用力地将筷子抛飞出去 直接命中了花壁哥的眼睛 强大的冲击力直接让其倒在了地上 下一秒餐厅就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紧接着花壁哥吩咐小弟还愣着干什么 现在立刻就把他们全身弄死 此时的泽英一脸的平静 带了几条臭鱼就敢这么大声说话 文言两个小弟开始摩拳擦掌 好久没有打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了 毕竟他俩这么帅要绅士一点 泽英一脸不屑我找你们老大有事 至于你们就跟我光头弟弟玩吧 好了小仔子们不要弄坏店里东西我们出去 这是胖子故意做出凶狠的表情 你块头虽然很大但我小时候可是柔树选手你不害怕了 随后光头也故意做出表情回应 你身上太臭了速战速决别给我衣服搞脏了 被刺激的胖子当即就挥出一拳 你以为你岁数大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吗 听到这光头气得清金爆气 大家到底为什么都这么说 我才刚满二十岁而已 看着自己被打到弯曲的手腕 胖子马上就要哭出声来 光头不想和他废话一脚将气踢飞出去 同时俊昊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另一人身后 只见他紧紧扣住男人的脖子 下一秒男人就缺氧失去了意识 随后泽英来到花壁哥面前询问 你要是想留一条命就回答我的问题 你说的好机会是不是那个金馆长长问 此刻花壁哥心里已经问候完金馆长主宗十八代了 他明明说给自己的这俩小弟是最强的人 眼看自己败落他要求泽英先带自己去看眼睛 泽英不想和他废话将另一只筷子插进了他的耳朵 伴随一声惨叫花壁哥失去了一只耳朵的听觉 那么接下来消失的就是你的嗅觉了 准备好了吗 男人用枪指着女人想让其屈服于自己 可女人非但不怕还不断地言语刺激男人开枪 就在刚刚泽英捅龙了花壁哥的耳朵以后 他低下身看向这个油盐不尽的男人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你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 就你这样的怕不是个智障 说着泽英便吩咐俊昊去找一把刀过来 他要让花壁哥的鼻子也下岗 俊昊非常赞同泽英的做法 毕竟像花壁哥这种人活着都浪费空气 随后俊昊又把找到的任务交给了光头 他自己要去看看喝醉的犀牛哥 来到厨房光头四处张望都没看见人 此时躲在角落的老板娘看见光头 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我不会报警的我会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你就放我吧 尽管光头如何解释自己只是想借一把刀 但在老板娘看见他那张脸时 三魂七魄都被吓没了一魂一魄 在得到刀以后光头直接交给了泽英 随后泽英吩咐光头先带士郡他们离开 这种场面不要让他们看见 文言花壁哥慌了神 什么就不要让孩子们看到 泽英一脸不屑 我不是说了要让你的鼻子吓到吗 就在泽英将刀抵在花壁哥的鼻子上时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说出了一切 是金管长让我带人过来找你们的麻烦呢 文言泽英叹了口气就只是找我们麻烦而已 看来这个金管长应该是另有所图 此刻的泽英似乎已经是猜到了什么 另一边组长和金管长报告着那边发生的事 那个泽英实战经验比杰森都要出色 想起泽英曾经攻击自己的画面 组长的腿都忍不住地在颤抖 金管长微微一笑表示他当然知道这些 花壁哥只不过是一个诱饵 我要的就是让警察现场逮捕他 这时组长出言打断到 这女人应该是和杰森一类人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警察 这个我当然清楚杰森当时是一个人逃跑 可这个女人身边还有其他人要保护 毕竟被丢下的人可是要承担他犯下的罪名 所以这次我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这盘棋的主人到底是谁 另一边大概猜到什么的泽英有些不屑 非要搞这些小动作就不能见面干一场 说着他便吩咐郡浩先带士郡他们离开 郡浩有些诧异大姐故意快走了 泽英回头看向他表示自己要等一会 他还要接着审问审问花壁哥 就在这时两个人走过来 泽英抬头看去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这群人就这样漏洞百出地出现在这 这位女士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人克谣 我想我们应该先聊一聊了 泽英很平静你们倒是找点有诚意的借口 对了你们收了多少钱 像你们这种寄生虫脑子坏掉了吗 正好我有事问你们过来和这人一起跪着 话因为洛一把手枪直接抵在了泽英头上 只见男人一脸得意因嫌疑人佩戴武器 按照法律我有权使用枪线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会举子吧 你要知道我真的开枪也是合情合理的 就在这时泽英突然抓住了男人的手 男人用力地想要挣脱 你是疯了吗真不怕我开枪脑袋开花吗 随后泽英看向他你是绝对不敢开枪的 被质疑男人明显慌了神 我当然可以开枪 你根本不知道我平常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人 是吗你的眼神 真正见过脑袋开花的人眼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不要续张声势了 现在我问什么你就打什么 你们这群腐败警察的老大是谁 你要是不老实回答 我就会让你跟旁边那位一样 还有我奉劝你一句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只要是垃圾我都会把你撕碎 被言语刺激的男人彻底失去了理智 只听一声枪响巷子里血花似简 警察用枪指着女人想让其屈服自己 可女人非但不怕还不断地言语刺激男人开枪 被刺激的警察直接上头 只听一声枪响小巷里血花似简 听见声音屋内的视菌不由的一惊 俊浩眼神冰冷回头望去你这个小子 随即一脸的嫌弃腿上重弹了应该非常疼吧 只见刚才还拿着枪指着泽英的警察倒在地上嗷嗷乱脚 就是因为你们这群害虫我们才会挨骂 本身努力好好工作的人有什么错 为了抓吸毒才成里的缉毒班 现在居然在帮忙制造毒品里面这群垃圾 一旁的男人大惊失色 我们也是警察你怎么朝同时开枪 罗队长不想和他废话 怎么你也想挨枪子看了吗 见此一幕男人慌张地解释着 我们也是接到报案才来的 突然泽英直接踩向了刚拿枪威胁他的警察 你这家伙真是吵死了 同时罗警官也观察着 这就是代替杰森保护这群孩子的人吗 枪都指在他的脑袋上了 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随即俊号手向前指了过去 且这人我好像认识 你就是那个跟杰森一起做什么计划的警察吧 叔叔你还记得我们我当时还救了你一命吗 文言一心瞬间感觉丢了面子极力的辩解 明明是那些小混混卑鄙背后搞偷袭 这是泽英开口道 你就是杰森口中那个打架不厉害 但正一胆爆棚的家伙吧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随即一心解释到那回工厂爆炸的时候 听赵太说他们好像跟警察有密切的联系 文言罗队长打断道那些人值得信任了 他们的身份好像不怎么明确 这时泽英开口你们要是那么重视信任 那请你们还是去烧香拜佛吧 现在大家只不过是目标一致而已 能分享的信息就互相分享 最后只需要考虑如何惩治那些垃圾 听泽英说的有道理 罗队长表示换个地方详谈 随后众人便来到了一处咖啡店 泽英直接开门见山询问 赵太他们的手已经伸到击毒般的高层人员伸上了是吧 罗队长肯定了泽英的话 但他自己也没想到高管竟然会这么明目张胆地照的 反正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起码能抓到他们的尾巴了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制度工厂和去派出所的联系 到时候只要逮捕那些人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贩毒证据 这样就可以解除对杰森的通缉令 只不过杰森还是要承担一些责任 文言泽英一脸不屑那些警察会把证据轻易给你们 与其让你们审问还不如叫给我 听到这罗队长低下了头 现在他们也是在私下调查 他希望自己处理掉内部的毒瘤 文言泽英也不再好说什么只是询问起关于赵泰的事 他明知道找人来骚扰没用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目的 还有赵泰的身份和金管长的身份还没搞清楚 据说那个赵泰以前不是国家队的 这是一心表示已经跟国家队那边联系过 只不过得到的回复是根本没有赵泰这个人 随后泽英开口应该是用了别的名字你再查查看吧 一心有些支支吾吾的答应下来 见此这英立马便连你在迟疑什么 此刻的一心瞬间被泽英的气场压垮 自己身为一个警察竟然有种被人命令了的感觉 随后罗队长告诉泽英他们已经找到了对方暗网办法 他们的线人马上就回来这里 果然不就以后他口中的线人就来到了咖啡厅 但让人没想到罗队长口中的线人竟然是消失许久的江志言 江志言一脸不悦怎么挑这种地方暴露了怎么办 而且小光头那家伙住的还那么远 我没等他自己就过来了 此刻泽英看见这个所谓的线人 这年纪也太小了合适吗 话音刚落罗队长就让江志言赶紧坐下 把他所知道的情报全部说一遍 说完江志言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老实说他们的暗网都是用的迂回 IP地址很难找到老婆 但通过网站购买东西总是要派送 他们有专门自己用的快递公司 我就是查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意外地发现有个薪资很普通的人朋友圈缺权是奢侈名牌 随后我就跟踪了他好几天发现工厂出现大批货物时 他才会出现 但就当我继续调查他会交给谁再运送这些货物时 工厂突然就发生了爆炸计划泡汤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却让我们丢失了最容易的现象 就在这时泽英缓缓起身就这些足够了 那个朋友圈全是名牌的人 他所指定的特殊快递员我帮你找出来 人是全国公认的最美女星 却被人打到六亲不认 就连刚整好的肋骨鼻也被打到变形 就在刚刚女人来到一家满是奢侈品的包包店 店员正在热情地想要为女人提供帮助 谁知女人非但不领情 还用言语侮辱着店员 看穿店员的心思开口质问 你刚才是不是心里骂我来着 说完女人便抬手想要去殴打店员 只见下一秒店员凭借身体反应挡下了女人的攻击 女人一脸惊恐地看向店员 你刚才是打了我对吧 店员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挡下了她的大嘴巴 女人瞬间被弃得清金爆起 还从来没人这么对待过自己 说着她就让店员把他们老板找出来 随后表示自己先去趟卫生间出来以后 她一定要看见老板 来到卫生间女人还在为刚才的事有些心慌 现在的服务员都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并把卫生间的门反锁 女人回头望去刚想询问来的人是谁 下一秒就被砸在了洗手台上 女人吃痛发出惨叫 感觉自己绝美的脸发出刺痛女人开始破口大骂 而泽英却是开口冷冷询问送货司机的基本信息 女人无心听泽英说话又开始问候家人 你知道我这脸花了多少钱吗 话因为落泽英一脚就踹了上去 告诉我送货司机的基本信息 此刻女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你总要说得清楚些我才能回答你吧 你上来就问什么货车司机 泽英不行同他废话又是一群招呼了上去 恐怖的力道直接将女人的额头打到变形 终于在泽英的施压下女人交代了一切 画面一转送货司机看着手中的快递 终于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单了 随后他抬头望去询问站在门口的泽英 你是谁在等快递吗 文言泽英回头望去我的名字 男人微微一笑似的只有确认你是谁我才能派送 泽英缓缓摘下帽子你是在金馆长手下干活的吧 把你知道的全部给我吐出来不然你就死定了 听见金馆长的名字男人瞬间惊恐 表示自己听不懂泽英在说啥 随后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是帽子叔叔 也不是什么卧底在这做潜伏工作我自己一个人来的 你只需要告诉我赵台他们都跟谁在联系 和临时的工厂位置告诉我就可以 男人摘下眼镜这都是那个整龙怪告诉你的吧 随即男人露出争鸣的表情 看向泽英既然不是警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可是好久没跟漂亮妹妹有接触了吗 只见泽英一脸的嫌弃我可不想和你有接触 毕竟你长得也太恶心了 男人瞪大了双眼是吗那就太可惜了 我就让你无痛的离开这个世界吧 说着他便用手抵住了墙 虽然不知道你从整龙怪那里听到了什么 但我可不是单纯送货的人 我可是有能力让你悄无声息的离开这个世界 像你这种漂亮妹妹我还能享受一下在处理呢 看见他这样泽英脸上写满了恶心两个 随后泽英微微一笑反正我都要死 你也给我个自我介绍时间吧 我个人的话呢 只要张嘴就是谎话连篇呢 人为了搞清楚毒品的货源在哪里 竟独自一人来到运毒窝点 就当识破他身份的男人准备下手时 一个魁梧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只见犀牛哥一把拽住男人的头发 然后冷冷地瞥了一眼 初次见面我就很不喜欢你的口气 说着他便拎着男人的头朝着石墙走去 将其重重地砸在了墙面上 还没等男人喘口气犀牛哥又将其拽起 紧接着又砸向了墙面 恐怖的力道直接使墙面凹陷下去 完事后犀牛拽住男人的脑袋就开始吐槽 他的眼睛里满是厌恶像你这种垃圾 像你这种害虫就该自己死 还要我亲自动手真是麻烦 此时一旁的泽阴一脸的无奈 大哥我知道他该死 但是我们主要是需要他嘴里的情报 就在犀牛哥突然想起来的同时 男人清醒过来发出了节节的笑声 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但我还是喜欢和女人打 文言犀牛哥叹了口气也难怪 送毒品的不惜才怪呢 你还是挨顿坐之后再说吧 面对袭来的拳头男人微微一笑 下一秒男人直接抱住了犀牛的双腿 犀牛一脸惊讶没想到啊 也是个恋家子 听到这么一说男人瞬间找不到北了 你以为你们很牛吗 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下一秒还没等男人嚣张完 犀牛直接单手提起男人 紧接着一拳轰了出去 被打倒在地的男人一脸猛 这剧情不对啊 犀牛看向他当然不对 你不会期待你那三脚猫功夫能赢吧 说着犀牛便俘下身 我现在是在帮你 如果是那女人对你动手 你会认为我是天使 好了现在我希望你如实回答问题 同时一旁的泽英 询问到跟你联系的人都有谁 还有为什么会选择用快递来运送赌米 此时男人也开始乖乖回答泽英的问题 用快递送货出了问题 那个整龙怪会提前拿出准备好的假材料 在混淆警察的视线脱取时间的同时 让工厂那边销毁所有证据 等他们找来时就只剩下空档的厂房 紧接着泽英又询问到跟你联系的都有谁 金管长还是赵太去哪里能找到他们 男人抬起头我的上家是金管长 但去哪里见他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人只有他想见我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且他早就推算出你们会来找我 还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打败你们 文言泽英一脸的诧异知道了还不采取措施 是把我故意引出来的对吧 随后泽英又询问 所以把我引出来以后你们下的目标是谁 男人露出的接近BT的神情 还能是谁当然是那个孩子 与此同时另一边光头警觉的回头望去 见此哈金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随后男人告诉他之前盯着咱俩的眼线 现在好像全部都消失了 希望不会有别的事 画面一转 泽英不绝地笑了起来 你们就算一百个人去哈金那里都没有 我们可是给他配了保镖呢 随后男人点点头我知道 他们也说哈金那边是可不能突破的 但是你们女人就只会帮助女人了 那个男孩你们好歹也关心一下 少年正在若无其事的街上散步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逼近的危险 只见小黄毛直接将药剂注入到少年体内 下一秒少年就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就在刚刚泽英从快递员口中得知了 金管长派人袭击士郡的事 只见男人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我们早就对那个叫哈金的女孩没兴趣了 现在他们的目标全部对准了那个男孩 你们这些所谓的怪物要明白一个道理 比暴力更厉害的可是手中的权力 文言泽英回头询问郑浩的位置 但很可惜的是郑浩现在可能距离士郡很远 就连孙道贤也因为比赛的事情 应该也没和士郡在一起 说着泽英缓缓起身就打算自己前往 画面一转只见一个黄毛 直接朝着士郡注射了一款药剂 只见黄毛用力地将药剂全部注射进士郡颈部 眼看自己得手黄毛哈哈大笑起来 这下你小子指定是死定了 士郡用手摸了下被注射的部位置 感觉火辣辣的 随后他回头看向身后的黄毛哪里的鸡脖 此刻的黄毛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小子怎么还能这么清醒 金管长这狗东西又骗我 说着士郡的身体开始不停摇晃起来 紧接着士郡一记下勾拳打了出去骗你的 探着不堪一击倒地的黄毛士郡也想起了他 我还以为你被金管长带走已经弄死了吗 说着士郡便注意到了黄毛给自己用的注射器 但现在的他还不清楚对方到底给自己注射了什么东西 就在他思考准备把东西带回去给则音看 是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听见身后的声音士郡紧觉得做好了战斗姿势 随后组长缓缓开口你的身体现在应该有感觉了吧 你应该还记得上次跟你打的李勇吧 给你注射的就是和他相同的药剂 到时候你跟赵泰对打的时候会成为注射 但你要注意一点这个药你必须定期注射 否则造成的后遗症医生也就不了你 听到这士郡沉默不语 紧接着组长继续说到自己会定期给士郡送药 还有你们不要再继续打听赵泰的事了 如果不听那个什么哈金和孙道贤等等都会出事 听到哈金的名字士郡像是被触碰到了逆铃 他警告组长不许再提哈金 还有既然给我打针为什么不亲自动手 是不是怕再出什么岔子 就像你们当初抛弃火鸡头一样用完就动了 文言组长叹了口气你说的对 但你说话的口气真让人不爽 下一秒士郡一个头锤砸了过去 随后组长挥出一拳 但被士郡一个下蹲避开 紧接着士郡向上挥出一拳 士郡不由的一惊这大块头 竟然只靠扭头就避开了自己攻击 趁士郡思考之际 组长一拳将其砸向地面 就一拳就让士郡失去了意识 随后就在组长发布获胜感言时 士郡竟然惊人地站了起来 没想到这东西竟然是这种感觉 身体突然变得好轻盈 我感觉现在立刻就能把你分成两半 少年本是H国公认第一美男 却被人注射了不知名药物 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少年背后的仇家搞的鬼 就在刚刚在赵泰养伤的医院内 他埋怨起金管长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 却还要摆出一副什么都掌控在手里的样子 真是让人感到恶心 文言金管长有些不悦但没表现出来 只是询问赵泰之前的办法考虑怎么样 赵泰有些不耐烦让金管长别卖关子 随后金管长开口 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让他们保护哈金为主 所以针对林诗俊应该很好下手 只要让他先染上毒瘾让齐来病气注射 如果他不想身边人和他一样就好好准备比赛 而且持续注射正好让林诗俊试试新药的效果 紧接着金管长告诉赵泰他身边的人已经调查差不多了 那个犀牛以前是混黑道的泽英和杰森的身份应该属于高级机密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紧接着金管长又提出了刚才给诗俊注射药物的想法 谁知赵泰突然起身恶语相想 你这个狗东西只管做我吩咐你的事 我说过让你等你就老是等着听明白了吗 画面一转组长找到了金管长 我认为赵泰现在好像有些不理智 是不是治疗腿上的药物有副作用这是我的错觉吗 随后金管长回应到人不安的时候就会变得诚实 心里的想法全部会暴露出来 说完他一脸坏笑地看向组长就按我说的做 给林诗俊注射新药物后果我来承担 画面一转被注射药物的诗俊格外的兴奋 此刻组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跟李勇比起来林诗俊药效好像更快一些 紧接着氏俊望向他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变得更强对赵泰更有力 还是你们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 说完氏俊一拳就招呼了过去 来不及躲闪的组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被打到模糊的组长有些惊讶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氏俊又贴近了过来 那么就由你来当我的练习沙袋吧 随后氏俊便朝着组长面门砸了下去 此刻氏俊大脑充血已经兴奋到了顶点 你们居然注射这种东西去和一个女孩子打架 见此组长劝说氏俊你一开始就这么兴奋 可能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会出大问题的 氏俊可不听他这一套 要是真的会出现问题 你也不会大庭广众之下就给我来一针 你小子是不想挨打吧 说完便直接打了一拳 紧接着氏俊便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只见他拳拳带血 要笑的可怕让氏俊愈加的疯狂 片刻后组长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氏俊颤抖地看向自己的双手 我想是那个金管长让你来给我注射的吧 剑组长不回答 氏俊顿时火冒三丈 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你是不是还想再挨顿打才能回答我的问题 就当氏俊想要下杀手 是一个人及时拽住了他 只见来人死死地锁住氏俊 氏俊回头望去是谁快放手 只见泽音缓缓开口 你现在看起来太兴奋了 还是先睡一会儿 来姐姐哄你睡觉 没能想到这个面色哭黄消瘦的人 竟是一位18岁体育生 但在一个月前 他还是一身剑子肉的猛男 原来他和这个叫氏俊的一样 被人注射了不知名药物 这种药物会让人丧失疼痛感 失去理智 就在氏俊丧失理智 想要杀了组长时 好在泽音及时出现 制止住了他的行为 就在一天前 泽音告诉哈金 自己要在他手机上装定位软件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怕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文言氏俊凑了过来 定位软件真的有用吗 我也要我也要 为什么不问我 泽音一脸无奈 你这块头害怕什么 氏俊当即反驳 那万一被人偷袭了吗 此时的氏俊不知道 正是自己要求 庄定位的决定 会就自己一命 画面一转 泽音骑着摩托行驶在马路上 软件显示位置 是在附近希望不会有事 那些家伙应该会推进 氏俊和赵太的比赛 但碰了氏俊 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 难道会给氏俊 注射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个比赛 不会是为了卖什么 要进行的吧 思考之际 泽音注意到了 爆锤组长的氏俊 泽音连忙下车 摘下头盔 要赶紧阻止他 不然要出人命 氏俊虽然很对不起你 但这种事不应该由你来做 氏俊不解的回头望去解 为什么这种家伙 文言泽音告诉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先听姐姐的话 睡醒了就会理解了 但现在的氏俊 已经受药物的影响 失去了理智 他开始用力挣脱 我只是要弄死该死的人 为什么阻止我 泽音一脸惊讶 没想到这药效这么强 被锁猴了还能站起来 此刻极度缺氧的氏俊 还在用力地反抗着 下一秒氏俊就恢复了清醒 他像是失去记忆般 询问泽音发生了什么 什么怎么回事 锁猴面前人人平等 氏俊小弟弟挑衅 也是要分人的 随后氏俊缓缓起身 对不起己 刚刚我总觉得控制不住自己 泽音微微一笑 所以你是找死吗 不过在你昏睡的时候 我检查了地下的针头 应该是要笑上来了 你就控制不住兴奋 氏俊肯定了泽音的说法 被注射以后 身子变得很轻 情绪就变得非常兴奋 如果是那种状态 状态什么的感觉都能打过 文言泽音缓缓开口 陷入这种温柔乡 就真的再难爬软了 暂时还是先跟警察去聊聊吧 这里就交给正号处理 不久后泽音来到了警局 通过一心口中得知 这次泽音要见的是 被注射药物的李勇 原来金管长会找一些 有问题的孩子来测试药物 然后会拍下那些比赛视频 发给购买者用来宣传 话音刚落铁门就被打开 从嘴里蹦出几个字 用刀溜的女人 目的长发男抓他那天 泽音一脸无奈 你就是那天的肌肉男 竟然变成这样 随后李勇告诉泽音 要不用的话会死 这时罗队长解释到 医生说这是药品的后遗症 因为没有新药的数据 目前没有办法保证他会好准 现在李勇虽然戒毒了 但吃饭都无法正常消化 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晰 紧接着泽音看向李勇 你还记得我吧 我现在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赵泰和金馆长平时在拿取药 那个被炸了的工厂除外 或者把哈金带去了哪里 李勇缓缓抬起头 在楼层的最高处 但自己不知道是哪里 因为被蒙住了眼 说着李勇突然颤抖起来 表示金馆长的事 他不敢说 因为金馆长会无时无刻 都注视着自己无论在哪 听到这泽音 有些不跃一旁的一心赶紧安抚 你这小子真以为我是好说的人 紧接着李勇表示 他知道赵泰的一些事 他以前是国家队的柔术选手 而且他要有个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之前他好像叫做张俊 画面一转一家柔术馆内 赵泰出力在那 不管耳边的骂声 嘴里像是在咀嚼什么 一旁的教练大声呵斥 你还不快吐出来 赵泰却表示干嘛大惊小怪 他那像饺子一样的耳朵 很诱人物吃一口怎么 大家都是同事好吃的 不应该分享的 赵泰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少年 血因不公平的待遇 导致性情大变 只见赵泰不仅在柔术训练中 咬掉了对手的耳朵 甚至还病态地咀嚼吃了下去 就在刚刚泽英 从李勇口中得知了赵泰原本的名字 只见李勇吱吱吱吱开口 听说赵泰之前随了妈妈的心 另外他那个异母的兄弟 说是赵泰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还有就是他那个兄弟怎么说 看起来非常有钱 只见赵泰的哥哥要求金管长 把VIP的名单全部拿出来 随后又询问起了赵泰的上市 文言金管长告诉他 目前他的腿已经可以正常走过了 但还是不能剧烈运动 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 所以去目的 赵泰的哥哥一脸不屑死都死了 还去看什么 记得转告他周末爸爸 让他回本家一趟 另一边赵泰看着妈妈的衣装 照片中的妈妈 可能是他一辈子的头 沉默许久 赵泰突然开口妈妈这一切都错了 我虽然理解妈妈的意义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你希望的展开 而我也走不了回头路 现在我只希望的只有一件事 既然死亡比失败更加讨厌 而我注定无法胜利 那么只要我爆出来 所有大家就一起毁灭吧 说着说着赵泰突然笑了 这就是我的计划 真的是非常恶心的计划对吧 但是我已经没办法 毕竟过了垃圾生活的人 也会变成垃圾人 所以我也无所顾忌地不分好人坏人 想毁掉谁就毁掉谁 这期间我打算踩死一个女孩 说着赵泰突然发出笑声 在单亲孩子受到伤害时 都会被自己父亲无视的情况下 这个女孩居然为了 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挺身而出 当时我考虑到 她是女孩本想放他一马 但没想到 她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 还不肯放弃比赛 原因就是不能伤害的她的朋友 我被这个举动弄得很好奇 她口中那个所谓的朋友 会不会像她一样奋不顾身呢 那就试试看 那个朋友是豁出命复仇 还是害怕地选择沉默 在不久以后就好像没什么后续了 我以为人都会先考虑自己 那个女孩也就淡出了我的记忆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是个小插曲 但没想到那女孩 保护的叫林诗俊的家伙突然出现 这个男孩 是我人生中的计划最重要的人 她就像不管怎么样被碾压 都会为了目标坚定地站起来的猎曲一样 虽然这一切都被某些事情绊住了脚 但是感觉马上就可以看到这计划的结局 诉说完一切 赵泰最后看了一眼母亲的遗证 妈妈从明年开始 我可能不能来看你了 你要理解我 画面一转另一边 根据李勇的线索 二人找到了赵泰之前训练的地方 一心缓缓开口打扰一下午 是警察请问教练在吗 保养器材的男人回头看去教练不在 可能晚点就回来了 你刚才说您是哪里的 这是泽英又重复了一遍自己是警察 并询问男人是干活的还是柔术选手 男人一经表示自己从前是 但现在只是因为兴趣负责管理准 听到这泽英开门见山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俊宇的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会离开国家的 听到张俊宇这三个字 男人身体明显一差 此时泽英有些不耐烦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别墨迹 一旁的一心被吓得一脸冷汗 都说了我是警察 怎么还能这么说话 这女人真是个疯子 文言男人明显的 有些心虚表示自己听不懂 有什么事等教练回来 你们去问他 这是一心打打断了泽英女士 你能不能稳重一些 我现在可是被停职的状态 要是被发现了肚死定 泽英没有接一心的话 而是让他注意刚才那人的痛 你看他走入一瘸一拐的 说话也不利 随后一心这应该没什么 把柔术选手膝盖有毛病的正常 可泽英脸上明显有些不相信 可能大医会再确认看看 到了傍晚一个喝醉的大叔走了进来 等待多时的一心叫住了他 等你都快睡着了 并表明了自己的生意 大叔一惊我虽然喝了酒 但是我可没有开车 一心直截了当 开始询问我现在要你配合一件事 听说你十年前 曾担任过国家队的教练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俊宇的选手 不知道他退队的原因是什么 听见这个名字大叔瞬间就醒了救 并当即大喊着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而另一边刚才缺腿的男人 正在被爱的教练 只见泽英俯视着男人 所以说跟你好好说的时候 他没关系你们那个教练 也会被警察修理 所以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听见泽英这么说 男人才支支吾吾的说出了事情 俊宇当时可以说是 国家队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他原来非常胆小 只有在练习柔术时会开朗一些 而且他特别喜欢 从下方隔挡别人的攻击 可以说是病态的纠结招式 但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 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跟他对练的选手都会开始负伤 当时举行了一个 比较正规的选手大赛 但俊宇只获得了第二名 问题是获得第一的人 平时根本就打不过俊宇 后来得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 是有原因的 那个获得一等奖的人 使用了违禁药物 泽英还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少年 却因不公平的待遇导致性情大变 女人得知情况以后为了探究真相 来到了赵泰原本训练的道馆 只见赵泰曾经的队友 慌张地掏出手机 向对方汇报警察来找自己的事情 殊不知泽英已经在他背后 听见了全部内容 等他猛然发现的时候 泽英已经抡起了棒球棍 抓到你的小老鼠 听见声响电话那头的男人 一脸的无语 真是不忠用打个电话 也能被人抓到 教育完男人以后 泽英冷冷地看向他 让我听听你这种所谓的 受害人都有些什么套路 就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 然后替自己找借口做些垃圾事 我对你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 现在你就把你怎么认识赵泰的 到目前发生的事 一字一句全部说给我 如果让我知道你有所隐瞒 我就敲掉你的牙 据男人回忆 他和赵泰是在一个小的体育馆认识的 虽然那回他还是个学生 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非常执着地面招数 那时候我就问过他 为什么不喜欢上面位置攻击的招数呢 赵泰微微一笑回应 我需要学习如何在劣势中保护自己 紧接着男人又询问到 你打算打职业吗 我看你练习得好认真 是不是决定好走这条路了 是的 我一定会进入国家队的 我需要用他证明一件事 不过他好像挺忌讳 他的私人信息看起来有所苦衷 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也成了国家队选手 但是比赛不就是有输就有赢吗 期间国家队有个万年老二 一直都输给他 他比我们大五岁实力 还可以救世人比较颠 而且这人喜欢霸凌 比他弱小的选手 虽然他有些运动天赋 但他更偏向旁门走到的胜利方法 但赵泰似乎不在意他的地位 所以爱了他的眼 赵泰那种纯粹的喜欢柔术 可能也让他很不顺眼 特别是当赵泰注视他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恐惧 有一只赵泰去找男人对练 起初男人还是一脸不屑 并且想着这次就弄残赵泰 奈何赵泰的天赋太高 男人实在是无计可施 而且说实话 无论男人怎么搞些小手段 体育馆的大家还是喜欢赵泰 并且认为他才是队长 也就是当时我们的教练体 为了能在亚洲赛夺得头筹 希望选手们注射兴奋剂 当然这也受到了赵泰的极力反对 当众反驳了辅导员 他的事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赵泰输给了那个男人 紧接着泽英开口询问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是谁 你真想试试看坐牢 让你的家人饿死街头吗 听到这男人一脸的慌张 表示他知道的 就这些剩下的问教练更快一些 自己只是个小喽喽 就在这时一心推门走了进来 泽英二人对了一下 双方获得的信息 唯一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知道了货源出自谁手 那个人的眼睛像蛇一样 让人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脖子 他的脖子从远处 可以看到很大的巴 之前我见过那个人 他很喜欢追住自己的脖子 只见男人一脸严肃地询问金馆长 按照你的意思 你现在跟那个赵泰一起对吧 早知道你俩是一伙的 我死都不会和你有所接触 但是我也很好奇 你为什么想要整死赵泰 贪图他的钱吗 你的欲望还真是不小 金馆长深吸了一口气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是玩了好久的玩具 觉得没意思了 少年本是韩国财阀家的小儿子 可他却从来没有体验过 富家公子的生活 从小以来他每天都要忍受哥哥的虐待 就当他满是委屈地跑去找母亲哭诉时 也会被一巴掌扇回来 母亲并不是不爱他 只是生活在这个家庭里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告诉小赵泰弱肉强食的道理 多年以后赵泰再次回到了 这个充满噩梦的地方 他的握紧拳头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深深叹了口气后松开了手 只见赵泰一身正装走进房间 刚进巫女管家就开始对其问好 副社长已经到了会长也稍后就来 请您一步到这边 看见弟弟到来哥哥满脸的不屑 你这狗东西你不应该比我提前在这等着吗 对于他的恶语相向 赵泰并没有理会 而是询问父亲为什么叫他们过来 我也不知道又不是我叫你来的 还有你穿西装干什么 你是来谈生意的吗 这是一旁的女管家通知二人会长已经到了 您回来了会长晚饭 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开始准备了 只见男人一脸笑意地回应着今天辛苦你了 其他工作人员吃饭了吗 再怎么忙打架也要吃过饭在工作 画面一转父子三人来到一间书房内 韩朱元兴奋地询问父亲 自己准备的材料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吓得瑟瑟发抖 那些就是一群吃工饭的公务员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只见会长一改对员工刚才有的慈祥热情 冷冷地打断了儿子的话 随后下一秒便一拳打在了韩朱元的腰上 就是这一拳差点没给他打到失去意识 会长服了服眼镜 其他合作伙伴也就算了 我之前明确地告诉过 你不要跟检察院处成上下层这种关系吧 我是要你跟他们形成共生的关系 收集他们的污点 不是为了满足你那可怜的自尊心 当检察院打算为了自己抛弃我们时 我们才能用那些证据确保公司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之前 当然不能明着告诉他们 我们捏住了他们的命脉 身为企业的管理人 不掺杂个人情感到工作中这个很难吗 看着自己大哥犯的错误 赵泰也是很无奈 但是这么多年父亲还是像个机器一样严谨 随后赵泰开始介绍起了自己那边的情况 他告诉父亲自己那边并不打算给林士郡注射药物 他自己会找一些其他的办法 文言父亲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其他办法 林AP的脾气可等不了你太长时间吧 赵泰一脸的平静告诉父亲 会由自己注射新药物的 明显赵泰的回答让父亲一惊 你打算亲自验证吗 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想法 之前你所说的那个叫信念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吗 现在这个竞争社会其他人都在作弊 你却一个人坚持你所谓的信念那样是愚蠢的 如果你早一点意识到这件事并在那个大会取得成绩 你的母亲可能会更安心的离开了 我可能也老了居然会说这种话 就在这时韩朱元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爸你到现在不会对这小子还抱有幻想吧 他是一个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的废人 赵泰一惊着当歌的又打算挖什么坑给自己 韩朱元瞥了一眼赵泰金馆长已经派人给林士郡注射 跟你一起共事的人这样的情报都不能和你共享吗 文言赵泰瞬间脸一黑你说什么金馆长干什么了 紧接着韩朱元告诉赵泰就是因为你一直不给下指示 金馆长已经派人给林士郡注射新药物 得知情况以后赵泰向父亲陪了不是 晚饭就不吃了自己调查明白以后会重新报告 这可真是预料之外呀 金馆长你这个寄生虫真的在找死啊 画面一转金市长所在的房间门被踹开 此刻的他还有些忙发猛 下一面赵泰的脚就踢在了他的头上 你这个狗东西明明让你记住 我之前明明告诫过你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而已 在我把你做掉之前你就老老实实的明白吗 得知自己最得力属下背叛自己时 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 打得他满地找牙 面对赵泰拳击相加以及质问 金馆长只是回答自己不懂他在说什么 闻言赵泰冷冷地看向他 你为什么要给林士郡注射新药物 你这个臭虫到底想干什么快说 此刻的金馆长显得有些狼狈 我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管理参赛选手的状况 就现在而言虽然你腿受伤了弹 如果不注射药物林士郡还是没法和你对抗 所以你应该清楚了吧 负责这整个大会都是我分内的事 只见此时的赵泰根本就不相信金馆长所说的话 我问你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只派的是让你调查责因那伙人的弱点 你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运 金馆长嘿嘿一笑我有什么理由违抗你 毕竟你身上也流着那个家族的血 听见这话赵泰显然是被刺痛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现在组长不在这里没人能阻止我杀了你 我只是说了些实话你就生气了 现在组长确实联系不上当 我也给自己找了份保险 打个招呼吧你们应该是老相识了 面对本不该出现的人赵泰回头询问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文言男人一脸欠揍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狗话我可是你哥呢 就你这样难怪没有人愿意和你做朋友 还有现在的你还是喜欢哭鼻子吗 说着男人露出了自己的耳朵 这都是你造成的 你这个恶心的食人魔 赵泰瞬间轻精爆起 就算把你啃完都不够泄愤的嗑药人 画面一转一处走往内 小赵泰正在母亲门前哭诉 自己一定会变强的 不管是爸爸还是哥哥 我一定会让妈妈堂堂正正的生活在家里 相信我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您不要哭了好了 说完小赵泰躲在角落里 开始用手机查询 如何才能打赢比自己体格大的人 得到的答案就是柔术 时间过得飞快几年后 你这狗东西快放开我你在干什么 只见长大一些的赵泰 正在用柔术的招式死死抱住哥哥 将其一把掀翻在地 只见哥哥刚想出言辱骂 却被赵泰冷冷地回对回去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打算欺负我 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真的弄死你 感受到赵泰言语的坚决哥哥也服了软 而门外的爸爸也注意到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 随后他便把赵泰叫到了自己的书房内 听说你在柔术方面很有天赋 可以当职业选手 赵泰连忙解释这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 是不是你谦虚还是不自信 这两个词离成功都很遥远 谦虚只是贬低自己的无用功而已 时事求是客观认清 自己也不要贬低别人就够了 所以成为国家队选手参加亚洲杯 并拿得冠军 那样我就会按照你母亲的愿望 把你放进租谱里 也会正式承认你母亲的身份 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值不值得我承认 但事与愿违 赵泰的对手凭借维京药物夺得了冠军 就在他心情无比低落时看见了两个声音 他很像开口向父亲解释比赛的不公平 却也注意到突然回头的母亲 此刻的他心如刀割一般难受 但是母亲似乎是对他说了什么 虽然不知道当时母亲说了什么话 但是赵泰知道那一定是非常温暖的话 而比赛场的那一面 却也成了他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他还本是富豪家的小少爷 但从小到大却过得连家的狗都不如 原来他的母亲并不是父亲名媒正娶 只是家里的仆人 这天他的母亲找到赵泰的亲生父亲 只见男人冷冷地看向女人 怎么了一个人带孩子很累吗 既然当初那么坚决 现在怎么想着放弃了 只见女人只是平淡地回了局 我要死了癌症晚期 听见这个消息男人一脸的震惊 紧接着女人继续开口 如果我死了 他就剩你一个亲人了 所以我把他带过来 让你负责没问题吧 而且既然孩子要跟你生活 你就要对他和大儿子一视同仁 我想象你这种奖礼的人也不会拒绝 不管是婚外情还是正统的儿子 你需要的就只是能带好公司的继承者吧 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的话 我会让俊宇尽快地适应这里 带着他一起在这住到我死为止 你要知道俊宇可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小时候的赵泰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房子 很是高兴 他以为自己会和妈妈幸福地生活在这里 但长大以后的那场比赛结束后 他永远地失去了母亲 只见原本应该坐无虚席地追悼会上 此刻却空无一人 赵泰孤单的身影显得格外的落寞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男人有些支支吾吾的开口 那个赵泰我来了 沉默一下之后赵泰开口询问你也知道吗 你是不是也知道那小子一直在用药 如果只是用了一两天 应该不会有这种药效 男人连忙否认是教练吩咐 要对你隐瞒这件事的所有 而且我没想到药效会那么好 因为他跟你的实力差距悬殊 我以为你会赢了 只见赵泰一改阴沉的脸笑起来 也是我相信你就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也向我隐瞒了吧 如果知道了谁也不会那样子做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抽空过来 本来因为没人送我妈妈 我还有点尴尬来着 等我这边处理好训练的时候再见吧 几天后的训练场 男人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人 赵泰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了葬礼那边我也可以去帮你的 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只见赵泰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没事只要拿钱专业的人办得挺好的 我母亲去世的保险金还挺多的 看来有钱玩事都好玩 对了振兴你也得了金奖 现在是不是准备亚洲赛了 我来帮你对练一起来一局吧 双方准备好以后 只见赵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振兴瞬间就被放倒在地 此刻的他有些诧异 赵泰怎么会用这种招式 突然赵泰的表情变得有些争议 紧接着他一把拧过敌人的脚踝 然后紧紧地贴在地面上 吃痛的振兴连忙表示自己认输 闻言赵泰邪媚一笑 你说什么还能坚持 难怪你能拿金牌 只听喀的一声振兴的脚瞬间变形 被扭断脚的振兴疼的嗷嗷乱叫 见此一幕管理的人都露出惊讶的神奇 赵泰这臭小子终于露出本性了 男人颤抖地询问赵泰为什么要这样 你问我为什么呢 当然是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断了 对不住了 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看来你的亚洲杯是参加不了了 紧接着赵泰去挑衅了柯要赢过他的裴聚昌 见他过来裴聚昌立马呵斥你小子吃了豹子的 你怎么敢跟前辈这么说话 输了就是输了你就是进不了亚洲杯 文言赵泰直接吐了个兔沫 如果不用要你这辈子都赢不了我 都说良心喝智商成正比你可真是认证了这句话 男人一脸的不屑就你自己干净是吗 你要真是那么想赢你也打进决赛啊 文言赵泰微微一笑就算不用要我也能赢你 那天是我作为你的同伴还留着一丝礼貌 画面一转赵泰的嘴里好像在咀嚼着什么 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味道长得丑味倒也不好 只见裴聚昌痛苦地倒在地上耳朵的陷血流了一滴 从现在开始你可是一只耳朵都没有了 你们现在不是半身不随就是残疾了 当然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少年本是品行端正的国家队柔术选手 却在对手依靠靠维京药物赢过他以后性情大变 只见他不仅在日常训练中扭断了队友的脚踝 并且为了报复亲口咬掉了让他输掉比赛男人的耳朵 就在刚刚裴聚昌用地面招数死死地锁住了赵泰 怎么了小子这么快就累了 你看我一滴汗都没有这就是嗑药的好处 文言赵泰在他耳边回应我只说过会赢你 但可没说过要使用柔术 裴聚昌一脸不屑怎么柔术不行想用拳筒了 突然赵泰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耳朵 然后猛地向后移用力 此时的裴聚昌还没感觉到疼痛 片刻后柔术馆内就传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赵泰病胎地咀嚼着战利品 别叫了你这个嗑药的 看来你这药也不行啊 也没有止痛的效果呀 画面一转多年前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时裴聚昌彻底变成了没有耳朵的残疾人 大仇得爆的赵泰非常兴奋 你这家伙本来就长得磕叉 现在变得更玩犊子了 一旁的金管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真的是饿了这东西肯定很难吃 话说间裴聚昌起身冲向赵泰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要一口一口咬死你 赵泰一脸的惊讶你真要这么做吗 作为过来人我建议这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和你的长相比较我可能味道好些 说完赵泰回首就是一大嘴巴子 然后一脸认真的看向裴聚昌 你想要用什么方法一口一口咬死我 天真的你不会以为我还是那个正规的柔术选手吗 结实的挨了一拳以后裴聚昌有些难以置信 原来这小子打架这么厉害的 说着赵泰低头看向这个曾经耍手段击败过自己的人 像你这种失去一只耳朵就放弃参加比赛的人 要知道换作是我哪怕是粉身碎果我也会去用 毕竟像你们这种使用违禁药的得到什么都是轻而易举 根本就不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训完话赵泰回头望去金馆长已经不在原地 看见想要逃离的金馆长赵泰大声呵斥着 瞧你这害怕的样子就像只偷溜的老鼠 金馆长微微一笑什么害怕 赵代表你在开什么玩笑 话音微落赵泰一把捏住了他的脖子 你也就剩这一张嘴能在这叙叙叨叨了 像你这种嘴硬的家伙 做到剩一口气为止就老实了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 金馆长像是有了依靠一样开始嘲讽起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 赵泰没有理会他好似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人 没想到此时来的竟然是他的父亲 老爷子有些失望地训斥着赵泰 你到现在都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吗 还是你一直在坚持你那所谓的信念或者同情心 我听了报告认为金馆长的判断是对的 此刻赵泰想要辩解自己用药效果会更好 谁知父亲却摇了摇头 不对那孩子是业余的你可是专业的 如果那个孩子经过药物的效果打赢你 我们的VIP才会更感兴趣不是吗 所以现在开始这个项目就有金馆长付责 我们需要VIP更多的把柄 从今以后你就想法弄好和林世俊的比赛 不然VIP会降低对我们的兴趣 赵泰有些不理解询问父亲 再怎么说我才是吩咐金馆长干活的人 文言父亲打断了他的话 是我让金馆长做你秘书帮你干活的 什么时候我说他是你赵泰的人了 你那所谓的信念以及种种对公司一点命 所以我才会让金馆长对你的秘书及时纠正你的错误 说完父亲就转身离开了 得到这个结果的状态是他万万没想到 一旁的金馆长一脸的幸灾乐火 赵选手你可要好好加油训练哦 画面一转 许久不见的孙道贤正在吃力的赌臂攻击 此时的他有惊讶就因为一个要怎么变得这么强 最近我也在准备比赛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但他这个状态我是实在是 而那个让孙道贤束手无策的人 此刻嘴角比AK都难压 道显你拿出你的全部实力了吗 现在的你怎么变得这么迟动 完全不是能打赢我的水平啊 少年是比贾玲还要胖三圈的大胖子 但他却拥有一个宝藏女友 他的女友不仅乖巧可爱 并且还是一位柔术高手 可有一天女孩为了保护男友不受欺负 被迫参加了一场根本就不可能赢的比赛 被打成了重伤险些丧命 男孩得知以后痛恨自己的无能 于是他用了半年的时间疯狂减重200斤 并在此期间学会了柔术拳击等格斗技巧 此刻的他终于有了复仇的能力 正当事情向美好的方向发展时 走在路上的士郡突然被注射了 会让人上瘾的药物 受到药物的影响 他的格斗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本来实力平分秋色的二人 士郡却展现了单方面碾压的战力 此刻的道显心中很是惊讶 这根本就不是他能打赢的水平啊 只是一拳道显便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随后士郡缓缓开口 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 如果跟赵泰对打的话应该够看了吧 台下的泽英一脸的不屑 士郡这小子陷入了药物的温柔香 现在有点飘飘然了呀 好了孙道显你下来吧 现在的你跟嗑药的打纯属找念 只见道显还在吃惊药物巨大的作用 没想到自己苦苦练习 竟然因为一个药输成这样 泽英似乎看出了道显所想 告诉他药物的增负强度太大 你别陷入奇怪的自责圈里 说着士郡询问泽英 要不要同意他们的建议 继续用药然后跟赵泰比赛 文言泽英直接开口打断 你现在就因为那个药效产生了一丝希望了 但最终你会因为这个药走向破灭 说着泽英一脸的见晓 所以现在先让你体会一下破灭的感觉 但不是我出手郑昊你过来 只见郑昊一脸的不情愿 怎么又是我姐你知不知道谢力打架很累的 泽英微微一笑这次就不需要谢力 只有挨打到冰临死亡的时候 才能明白药物的黑暗面 姐那不是差不多会死掉 如果用权力她真的会死掉的 泽英不想和她废话转身就走 知道了那你就用80%吧 随后郑昊开始脱掉上衣 解到了后期你要记得阻止我 还有士郡把你的全部实力展现出来吧 我过去可是被称作嗑药人杀手了 士郡有些发猛歌 你真的要我拿出全部实力吗 当然你要是不拿出全部实力的话 你可是要变成血包的臭小子 士郡被突如其来的一拳打得有点猛 这怎么没有准备动作就动手了 怎么样被吓到了吧 这可是我新开发的招式 名字就叫做傻瓜式打法 你以为能躲的掉拳 此刻的士郡与其说是被打猛 倒不如说是被这招式名给搞猛了 只见郑昊开始摆出胜利造型 我果然是个天才 说着他扭头开始嘲笑起道歉 你不是要成为职业选手吗 居然还会输给嗑药的希希 紧接着泽英开口打断 郑昊我不是让你认真一点 他这种情况肾上腺素分泌的越快 药效才会消失的越快 就在郑昊被训时士郡站了起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士郡像是千球一般的拳头 便砸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的郑昊被打得鼻血直流 虽然都挺好 但是你这对充血的眼珠子 可是我很讨厌的眼神 哥哥可以帮你矫正吗 画面一转刚准备下班的赵泰就被叫住 赵泰明白面前这个家伙是又来让自己加班 随后赵泰也要去医院做腿部的护理的礼物 拒绝了陈科长的安排 就在陈科长喋喋不休赵泰要急眼的时候 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你好陈科长我是宣传组的郑昊 听见这个名字赵泰明显整个人都愣住了 此刻的郑昊也注意到科长身后还有个人 正要热情的打招呼 突然间他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想起曾经赵泰隐瞒身份去盗管的事 他不免有些害怕 赵泰缓缓开口你也入职这个公司了 这个世界还是真是小的 看来一会会议结束以后 我俩要好好的一起喝一杯呢 人只是在上班时在厕所摸了会语 竟然饮得着急拉屎的同事极度不满 从而降一脚将马桶踹碎 就在刚刚郑南的领导找到他 并告诉他有一份工作需要他去做 但是这样的话又得让你加班了真的很抱歉 听到这郑南只能陪着笑脸说自己很愿意 但内心却是极度的不愿 今天的柔术课又泡汤了 只见上司刚转身离开 郑南立马换了一副样子 一把鼻涕一把泪真想把辞职性丢在他脸上 但让郑南没想到的是 本来加班就心情不爽的他竟然碰见了仇人赵泰 只见赵泰黑着脸看向郑南 今天真是让人高兴 看来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要一起喝一杯呢 这时极度尴尬的欺负被老板打断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吗 赵泰一改刚才的面目笑盈盈的回应 是的我们两个是朋友的关系 这时一旁的郑南找了个忘记带资料的理由准备开溜 再得到上司的允许后 郑南着急的来到了公司厕所 他要把关于赵泰的消息传递给视据 变化可能打不通那就发个微信吧 我们公司怎么会有赵泰 他做的那些事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司职员能做的 难道他是公司老总的私生子吗 就在这时郑南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他有些惊恐的回头望去赵泰你想做什么 只见赵泰的表情瞬间变得扭曲 我能干什么当然是除掉不稳定的便说 说完赵泰便一脚踩向马桶 郑南惊恐的看向赵泰你先等等 这里可是公司我们好好谈谈你这个野蛮人 话因为落一个硕大的拳头就来到了郑南面前 郑南吃了的向左多开了这一拳 但没想到赵泰这拳的力道竟然是得墙面凹陷下去 赵泰有些吃惊自己的攻击竟然被躲了过去 他差点忘了郑南也是格斗的 片刻后伴随碰的一声郑南被踢飞出去 有些狼狈的倒在地上 他深知赵泰的为人便打算先假意服软 我保证今天看到的一切不会向任何人透露 你也不希望在公司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吧 文言赵泰反问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呢 这时郑南继续哄骗着赵泰 我当然不会骗你我可是要在这个公司带到退休的 而且我跟士郡真的不是很亲 文言赵泰满脸的戏血 你心里是不是想着逃出去后偷偷打电话 你知道为什么猫抓虫子是不会直接弄死吗 答案是慢慢折磨虫子吊着他玩 此刻的郑南还想着拖延时间装傻充了 你不是问我的为什么要自问自答 而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你让我走了 知道拖延没用的郑南突然抱住了赵泰的大嘴 想要将其扳倒在地 但这个招数对身为柔术国家队选手的赵泰也却无用 只见赵泰瞬间见招拆招 狠狠地将郑南摔在地上 郑南意识到完了这下玩完了 只见他泪流满面地告诉赵泰 不要动自己的头发这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赵泰没有理会他拖着郑南朝着小便吃走去 既然你的嘴这么能巴巴 我就给你像一嘴的陶瓷牙怎么样 这也算是你加班时的工伤了 说着赵泰便把脚踩在了郑南的头上 那么就白白了 只见赵泰毫无人性地在郑南头上跳 不知过了过久郑南已经失去了意识 赵泰低头看向他 等你醒过来的时候没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到时候如果你这算不了工伤我会负责你的伤势 当然前提是我还活 男人只是不想加班 就被人按在小便吃里打到不省人事 得知情况以后赵泰的哥哥被气得轻轻爆气 他大声地呵斥着赵泰竟然敢在公司做这种事 文言赵泰一脸的不屑 你在这嗷嗷叫什么 我要是不这么做你和父亲迟早被揪出来懂吗 紧接着哥哥抓住赵泰的衣领 你别太自以为试了一开始你就老老实实的 哪里会有这些事 还有你为什么要去那个柔术馆暴露自己身份 脑子不好使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听话 听到哥哥这么说赵泰也是撕破了脸 你就一个坐在办公室等着别人喂饭的东西 还敢跟我踢脑子 要我说你这辈子最成功的事就是先出生当了老大 说完他便一把打开了哥哥的手 还有记得把人拉倒公司外面 伪造成交通事故这才是你该做的 如果不想大家一次死记得修改走廊的监控 说着赵泰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 还有你从上一次见面我就看你不顺眼 在室内你戴个墨镜装什么牛搏衣 赵泰的哥哥忍住了怒火开口询问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继承不了公司 才开始随心所欲想要毁掉他 文言赵泰直接否认了他的话 是爸爸逼着我来这里上班的 我对这里一点兴趣都没有 说着他挥挥手告诉哥哥 要是这里你处理不过来 就叫上你最喜欢的金管长帮你吧 父亲说了只让我专心准备比赛呢 画面一转正好还在单方面殴打士君 此时的士君不禁有些感慨 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较量了 随后士君的眼神有些迷离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挨打太多了 怎么感觉使不上力气身体也变得凉嗖嗖的 这时泽英告诉他药物的后遗症已经开始显现了 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痛苦时间了士君 同时泽英也接起了电话 有什么事你说我们都在体育馆 听到那边传来的消息 泽英突然面色阴沉 好了我知道了在医院室把带会见 随后他叫着士君和郑浩休息换衣服 我们要去医院一趟 士君看向泽英表示自己还可以不需要去医院 泽英一脸嫌弃好了不是你笨蛋 赶快去洗洗我们一起去 画面一转医生正在跟馆长交代郑南的病情 手术已经安全结束了 但不能确定病人什么时候会行 毕竟他的面部受到的伤害太大 就在这时士君和泽英也打了过来 眼镜回头望去示意士君在这边 士君焦急地询问发生什么了 郑南前辈怎么会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既然手术完事了 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不对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郑南前辈 随后眼镜告诉他医生说郑南需要静养 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 虽然生命无碍了 但是醒过来需要时间 说着士君突然开口询问 前辈是在公司这样的吗 眼镜告诉他郑南是在别的地方躺着被路人发现的 怎么了士君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此刻的士君还在大口喘着粗气 没有什么都没有 然而就在来医院之前 士君就注意到了自己的手机有一条留言 那个留言正是郑南被打之前发给士君的 突然一旁的哈金突然贪软在地 众人都被哈金的反应吓了一条 只见哈金一边颤抖一边哭诉着 为什么会重新发生这种事 这次也是那些坏人做的吗 文言眼镜蹲下身安抚着哈金 前辈的手术不是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再等等看 你别自责这件事绝对不是因为你 说着眼镜便抬头准备叫士君扶哈金去休息一下 士君你没事吧 此刻泽英看着二人还在思考着 现在的状态还真是一个大混乱了 而且这绝对不是偶然肯定是他们干的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 这个叫郑南的跟这件事也没什么直接联系 为什么要他把打成这样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还有杰森这个坏东西 明明只要保护哈金交士君打架就行了 等以后看见他他死定了 就在这时泽英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为你这个坏东西我重罢你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金发男人正是许久不见的杰森哥 你刚才在骂我呢对不起了 他还本是一身 剑子肉的格斗猛男 却因一时大意被人注射了不知名药物 其生猛的药效让男孩实力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 但却也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为了找寻根治这种药物副作用的杰森 孤身一人杀进了制毒窝点 在得知药物准确的副作用以后 杰森拜托泽英好好帮忙照顾士君 同时电话那边传来的消息 让杀人如麻的杰森都忍不住颤抖 知道镇南被重伤入院的消息 杰森瞬间黑了脸 随即他抄起一旁的斧子 我现在很想杀个人 但是奈何对方在韩国我杀不了他 所以我现在就想从你们当中挑一个弄死 说着杰森看向手下按住的光头 告诉我这个药的治疗药有没有办法拿到或者是制作 如果你敢不回答被弄死的那个人就是你 文言光头有些惊恐的大叫着 杰森我们就不能来一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了 像你这种处事方法早就不流行了 人与人你这害虫还敢自称为人呢 你的右手不也是我做的不是很好使吗 这次我们就用你的左手来对话吧 此时的杰森一脸的坏笑还记不记着的这个斧头吗 当时你的右手也是他的功劳 说着杰森便挥舞着斧头向下劈坎而去 此时男人焦急的大喊着自己什么都会交代 并表示自己知道谁能做出治疗药 文言杰森一脸的无奈随即挑了一眼手中的斧子 本来想砍掉以后再听答案的可惜了 那就让你带我过去找他就行 好了第二个问题这种新药是怎么流入美国市场的 光头表示自己需要时间去调查 可杰森就告诉他30分钟足够了吧 文言光头抬头看向杰森30分钟我拉个屎都不够 给我一周的时间你这个疯子 杰森当即打断三天只给你三天 三天后我要是得不到我想要的消息 不管你躲在哪里我都会找到 然后把你身上能剁掉的全部剁掉 明白的话就赶紧拉完屎调查去吧 听到这光头不争气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现在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就是一个小麻仔 你还不肯放过我你才是坏蛋吧 就在杰森准备离去十一道光 晃了他的眼 模糊之间他看见了一个人 之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光头 打扰了你是杰森对吧 VIP找你跟我去一趟吧 画面一转杰森跟随光头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旁的光头叫住了杰森 记得我刚才嘱咐过你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VIP为什么会罩着你 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绝对不能做把手放进口袋的危险动作 我们都有对你扫射的权限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明白了吗 文言杰森打去着举起双手 你话还真多你刚才不是已经搜过身了 只见此时的屋内蓝色西装的男人已经等候多时 看见杰森的到来男人率先开口 杰森好久不见了 见到此人杰森热情地回应着 好久不见了您别来无恙吧 我还在想你会不会见我呢 我是因为有紧急报告的事情 所以才想见一次总统先生 画面一转一处码头内 郑浩打开了一处集装箱的锁 那个什么金馆长的小跟班江组长在这待过吗 我是来放你走的活着的话举个手 江组长不在这吗 看来又找错地方了 听到郑浩要走男人吃力地回应自己在这里 我就是江组长 随后郑浩告诉他出来吧一起吃个饭 现在可以把知道的全部交代了 此时的江组长受得脱了下 口吃不轻地说着 吃吃饭了好的 很显然江组长此刻的状态 也是那个所谓的新药的副作用 另一边士郡蜷缩在沙发上颤抖着 泽英看向他坚持下郑浩去拿新药 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慢慢减少注射量 此时的士郡还在担心询问哈金的状态 泽英低头看向他那个眼睛一直在照顾他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把身体健康了才能保护别人 还有上次从别人口中读之 赵泰好像还有一个同富一米的兄弟 说起来像个财阀集团的富二代 这次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警察已经去调查了 你先休息吧 如果坚持不住叫我带你去医院 听到泽英给的消息士郡似乎想到了什么 郑南在微信里面提到过他们公司 组合这些线索尤其是在这个节点上 把郑南前辈伤成这样的理由只有一个 赵泰以及他那个同富一米的哥哥都在同一个公司 少年本是一个300斤的大胖子 但他却有一个可爱的女朋友 但不幸的是他的女朋友被人重伤入院 为了替女友复仇 少年三个月疯狂减重200斤练出一身健子肉 并且和身为美国特种兵的杰森学习各种格斗技巧 但复仇的道路并没有士郡想得那么顺利 此刻被注射毒品的士郡备受煎熬 看来赵泰的就是那个公司老板的私生子了 但是这些都与我无关 所以我更应该狠狠地碾压他 但如果我把这些告诉泽英姐或者警察会怎样 但找警察的话应该没有他们应该是那些财阀的保护伞 就算找到了证据并出了调查令 他们也会钻落逃避吧 就像哈金那时候一样 李永浩现在可还是在大摇大摆呢 但是与那时候不同有一点确定的是 现在的我可不是从前的我的了 体育馆内道贤正在奋力地击打沙袋 这时泽英突然出现在道贤身后开始打聚起来 你这小混混以后不会真的变成职业拳击选手吗 到时候你要是敢装作不认识 我可要把你变成半身不随 文言道贤一脸的苦笑怎么可能 他说的绝对是实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着道贤开始询问起泽英 氏郡怎么样了继续注射的话真没问题吗 听到这泽英低下了头不可能没有事啊 毒品可是会慢慢蚕食身体的 但现在只能是这样 你还记着杰森帮你解决债务的事吧 道贤一脸激动我这辈子都会活在对他的感激之中 泽英打断了道贤杰森就是这样的人 从以前开始一直都是那样 只要从他嘴里说出的话 不管发生什么一定不会实现 同时他也会帮助周围亲戚朋友 不让他们倒下去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说着泽英笑了起来所以不要担心 就像帮你一样 哈金和氏郡一定会有个好结局 说着郑浩走了进来大姐事情都搞定了 那个叫将组长的被他们带走了 要的话我检查过跟上次的成分一样 说完泽英回头望去氏郡正在休息先等等吧 你先过来跟孙道贤练练按照拳击的规则 听到这郑浩一脸的不怨我还没吃饭的姐 这时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氏郡吓了他一天 你这小子吓死我了我差点用脚穿你 片刻正好开始担心起氏郡你没事吧 氏郡强撑着身体姐拜托了给我注射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此刻氏郡如果再不注射可能就会像李勇一样 听到氏郡这么说泽英也同意了氏郡的请求 几天后一家小吃摊内 哈金正在拿着手机拍各种食物 氏郡回头看向他之前不是不爱拍这种照片了 怎么现在开始拍起照片了 哈金告诉氏郡是为了发给真男前辈 一直给他发美食的照片 你说他会不会被气得醒过来 氏郡低下头应该马上会醒过来的 醒过来他估计又会像以前一样喜欢傻 突然哈金打断了氏郡 氏郡你也够了住手吧 我很怕你会像真男前辈那样受伤出现在我面前 不要再说什么你要亲手结束这件事了 求求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快点从那件事脱离出来吧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害怕那些人 这时氏郡告诉哈金杰森哥快回来了 等他找到结束这一切方法后 我们再坚持一下挺到那个时候用各自的方法 过了几天来到了真男所在的公司 并以其家人的身份成功混入 此刻公司内科长还在刁难着赵泰 而这一幕恰巧被氏郡撞见 让他忍不住的笑出声来 赵泰回头看去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说着氏郡摘下帽子 终于找到你了我可是非常想要见你了 那来了氏郡和赵泰再次碰面 就在刚刚凭借真男留下的信息 氏郡找到了赵泰所在的公司 此刻的赵泰回头看向氏郡 你这家伙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赵泰有些吃惊的盯着氏郡 那个叫正男的应该没有醒过来吧 而且我明明吩咐过 只要那小子醒来就立刻动手 突然赵泰似乎想到了什么 当时自己明明确认过那家伙的手机 难道是在他被打之前就已经发送了信息 然后看见我时瞬间做出判断 删除了聊天对话框吗 想到这赵泰微微一笑原来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有个变数才有意思 说着赵泰便缓缓起身 不过我很奇怪 既然知道我在这 为什么就你林氏郡一个人来的呢 你的那些警察帮手什么的呢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 氏郡让我好好猜一猜 大概率是你自己怕失去独自复仇的机会吧 话因为若氏郡一个头锤猛然撞了过去 你这个家伙赶紧给我闭嘴吧 毫无防备的赵泰被撞得鼻血滞溜 见此一幕赵泰的同事都非常吃惊 赵泰里竟然被打了 紧接着氏郡冷冷地看向赵泰 就因为正男前辈发现你在这里上班 你就把人伤成那样 而且还是在公司里 文言坐在地上的赵泰回应着 你就老老实实地准备你的比赛就行了 怎么身体好一些了 现在自信感爆棚吗 此刻的氏郡双眼开始冲血你说的对 就是因为这是自家公司 你就可以为所无为吗 难道你家是电影里那种变态家族吗 听见氏郡这么说一旁的科长 有些惊慌的询问 等下学生你在说什么自家公司 我听错了吧 文言氏郡回头看向那个科长 这公司老板不是姓寒吗 我也是听说查的资料 他俩长得还是挺像的 听到这赵泰连忙起身打圆场 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弟弟 他是个精神病 你们不需要管他 随后他小声的开始嘟闹 氏郡啊这里看的人比较多 所以趁我还能好好跟你说话出来吧 氏郡低下头叫住了想要离开的赵泰 你这家伙明明已经惊慌失措了 还要装作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也是被逼无奈吧 所以可以确定你的弱点就跟这个公司有关系 我一个人来就是这个原因 突然氏郡开始大喊 在座的各位大家辛苦了 你们肯定很想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吧 我手指的这个人也就是赵泰 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这家公司的副社长 也就是说他是这家公司老板的私生子 一瞬间赵泰和一旁的科长都陷入了沉默 随即众人也开始讨论起来 确实没人知道赵泰是怎么进来公司的 见此一幕赵泰连忙搂住氏郡开始打圆场 这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弟弟 他有妄想症现在还在治疗中 我现在带他去医院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紧接着氏郡又开始火上浇油 这家伙是个重刑犯殴打未成年贩卖毒品 这家伙的爸爸和那个什么社长是一伙 此刻的赵泰有些气急败坏拽住氏郡的衣领 你赶紧给我试可而止吧 你真以为大家会信你说的毫无证据的话吗 氏郡微微一笑这里是裁判所了还要确认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私下谈论的娱乐话题 你说需要多久大家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垃圾重刑犯了 说着氏郡开始喘着粗气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计划着什么 但结局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 说话的同时氏郡还在死死的盯着他 因为我已经被你这个臭狗屎拖进深渊了 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微微索索了 被刺激的赵泰瞬间被气得清惊暴起 你这家伙吃了点药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这时赵泰突然想到了父亲对他的教会 让他来公司就是为了让赵泰学会控制情绪 想到这赵泰长输了一口气 然后松开了氏郡的衣领并询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比起被保安拉出去 我还是建议你自己走出去 见赵泰这样氏郡又继续大喊 这个公司宣传部的震男 就是被赵泰打得昏迷不醒了 而这个公司的副社长以及他爸爸公司老祖 正在隐藏这件事情的真相 突然赵泰猛然向氏郡洗去 氏郡没有闪躲正中一拳 只见赵泰猛然地抓住氏郡的头发 你这小子我本来还想忍忍 你就希望我这个样子吧 话因为落赵泰便将氏郡的头砸向了桌面 此刻的他近乎疯狂地看向氏郡 怎么样臭小子和不合你心意 在他手下的氏郡突然回过头 是啊就是这样 我可是超期待的 那来了 这是氏郡用药后第一次和赵泰较量 在氏郡不断的言语刺激下 赵泰终于是安耐不住对其出手 只见赵泰缓缓开口心要上瘾 让你狂起来了是吗 今天我就让你躺在那个植物人朋友身边 闻言氏郡哈哈大笑 那可真是请你快点了赵泰里同志 赵泰邪媚一下你这小子真的是在找死啊 看你可爱一直让着你 你居然敢触碰我的底线 现在这么闹保安他们马上就会过来 在他们来之前 我先把你弄成残废吧 氏郡弟弟 就在赵泰准备出手时 氏郡一个出气不意 直接打了赵泰的二弟 吃痛的赵泰瞬间疼得冷汗直流 什么玩意你这个垃圾 氏郡回头望去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猴子偷逃啊 白白了赵泰的后代们 此时的赵泰长输一口气 你这可算是犯规了 原来就在氏郡准备结束赵泰后代时 赵泰惊人的反应速度 竟挡住了这出气不意的你 氏郡舔了舔嘴角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 我根本就没把你们这群当作人 紧接着氏郡一把打开赵泰的手 一记上勾拳直接招呼了过去 现在开始我要把你按在地上 赵泰微微一笑 就这种程度能行吗 说完赵泰猛地在空中一个转体 此刻的氏郡用力地抵住了赵泰的 但心里不免有些惊讶 这人在这种状态下 还能做出这个动作 随后氏郡奋力挺直了身体 赵泰你忽略了一件事 说着他便把赵泰举向了空中 那就是我的药效非常的好 我的身体可是有无法形容的力气 赵泰一脸猛逼 这就是金管长说过的 药效好身体所展现出的样子吗 氏郡询问手中的赵泰 你附近公司的地面装修够硬的吧 万一坏掉了吗 话音未落 氏郡便将其猛然砸向地面 不要让我陪去找你爸爸 反正没断能害 反正我的零用钱是都花完了 见两人打得激烈一旁的科长出来劝你 氏郡表示自己很抱歉 但赵泰却严厉的呵斥了全科长 你这家伙可老实必走呆着 别分不清主刺在这瞎指挥 拳头不长眼你会死掉 文言全科长即使是很害怕 还是回对了赵泰 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子 这里可是公司 赵泰被气得青筋暴棋 你是听不懂话吗 你这死肥猪真的想象被打的脂肪 爆掉死话 说着他一脚踢开了氏郡 你先起来 只见赵泰起身怒视着全科长 你真是太没有眼力见了 我们两个人本来就互相看不上 在这种时候 你就不要再给我找茬了 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 话因为洛视俊一个打耳瓜子 就打过来 你这个没教养的家伙 瞧瞧你这说话的口气 不会干活的人 起码有点礼貌吧 见此科长劝视俊赶紧离开 自己会好好劝说赵泰美的事情闹大 听到这赵泰瞬间黑了脸 为什么就听不懂我说的话呢 我明明说过让你一遍老实呆着 看见赵泰举起了显示器科长 很是害怕 颤抖地询问赵泰想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向你提出磁场啊 话因为洛显示器猛然向下砸去 只见办公室血花飞溅 被吓得嗷嗷叫的科长却毫发无伤 士俊舔了舔头上流到嘴角的鲜血 终于抓到你的赵泰 这里你可要再加一条特殊的犯罪记录 你近期可是要动弹不得了 赵泰不以为然 怎么你还以为这里会有人给你作证呢 士俊微微一笑 虽然比较老套 但这可怎么办呢 虽然不能让你永远待在监狱里 至少能把躲藏在爸爸裤裆下一个叫赵泰的拉出水面 如果说你是以刻书重罪被抓的话 再来了这是士俊和赵泰的第一次交手 因为注射了药物的缘故 士俊的战斗力直线飙升 就在来这里之前 则应给士俊注射了少许的药物 并且嘱咐士俊要好好休息 不然哈金看见你这个鬼样子会被吓死 对了还有个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眼睛长成这样的那个警察你知道吧 那个家伙不是非要那种非要遵守规章办事的人 如果你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要隐藏 可以和他共享 如果非要一个人解决而多次失败的话 人也会变得很窝囊呢 所以不管什么事都要伸手跟周围的人一起解决 毕竟人多了没毛病 我先走了等状态恢复一些 你再走吧不要让家里担心 就当则应要走时士俊叫住了他 姐姐我有话要和你说 这也就发生了上一集的那一幕 一心很突然的就出现在了赵泰的公司 此刻的赵泰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警察会来 这算是钓鱼执法吧 此刻的一心警官还在装作不认识士俊的样子 哎呀这位同学你还好吗 你的脑袋都出血了 随后向周围的人大喊着你们都看见了吧 我们已经拿到监控了 到时候你们可不能乱说 而一旁的监控室内 队长语气凝重地说着你可别下骨刀 把刚才看见的内容直接给我就写 万一你的手指没动好出现什么问题 我可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坐在你身旁的这位 可是因常年暴力执法受到承接的朋友 他的前科可是数不胜数 把罪犯共犯弄成残疾什么的 随后则应看过头去你敢搞小动作试试看 我最近可是手痒的厉害了 另一旁一心一脸的剑笑先生 把你的手给我吧 在这银色手镯可真是适合你了 赵太有些不满你们这是钓鱼执法 文言一心更兴奋了你还挺了解法律 那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接到报案 在这里的公司职员镇南被暴力殴打 还有报案的说那天与你见面后 他就突然消失了 说着一心突然咆哮起来 所以像你这种有充分犯罪意图的人 属于提供机会行陷阱执法是合法的 听到这赵太也乖乖的把手举了起来 我还真不知道呢 突然一旁的士俊开始摇晃起来 赵太满脸的不屑看着他表演 见状一心连忙搀扶住了士俊 这位同学你再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随后士俊小声的询问这个应该算成功了吧 这个程度的话应该会给那家伙不小的打击吧 一心告诉士俊已经成功一半了 罗队长已经去拿监控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开头了 不过你真的没问题吧 没必要非要做到这种程度 士俊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没事 而且一步到位比较好吧 这样就不会再产生其他的受害者了 一心看着怀中的这个弟弟内心五味杂陈 你说的没错等一切结束后我再跟你道歉 就这赵太要走时突然喊了一心 你刚刚说的那个镇男 你应该是以为我是那个事件的嫌疑犯吧 目前看来应该没有明确的误诊 其实你只要问那个镇男就能简单完结了 但看你们没有那么多 不会是那个人目前还不能说话吧 细细 见赵太嚣张的样子一心倾金抱起 你这汪汪东西被逮捕了还笑 等过会你就笑不出来 文言照台面部更加扭曲了 我还只真希望镇男快点醒过来 这样才能洗刷我的冤屈呢 此时镇男的病房前 年轻的警察开口询问组长 这里面是谁居然要24小时保 是为了防止被人灭口 所以让我们在这 不过局里还以为这是拍电影吗 哪里来的人灭口烦死 随后年轻的警察便询问自己能不能上厕所 得到应允后他便转身离开 组长微微一笑这个小同志 这种事还忍着说一声就好了 少了一个人还能出什么事呢 话因为落组长便一脸惊 你是什么人 只见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病房前 请问这里是镇男患者的病房吗 只见镇男的门被缓缓打开 一个人影悄悄地摸了进去 此刻的他拿出手机开始确认 患者姓名镇男脸也确认了 随后他猛然地捏住了镇男的喉咙 想要杀死镇男 突然一个金发男人突然出现一拳轰出 将其直接砸在了医院的墙壁上 男人缓缓开口 你这个害虫你敢晃他 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防疫工作 说着杰森掏出老演员黑气 防疫工作前要做些什么呢 来猜猜看 少年偷偷溜进重症患者的病房 想要将其杀人灭口 但不料一个金发男人的出现 打破了他原有的计划 只见杰森掏出黑切冷冷看向对方 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呢 文言少年大惊失色让杰森等一下 想必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杰森低头看下他什么误会 你只需要知道你自己马上就会死掉 说着他便抬起黑切询问 我刚才说话的内容帅不帅 这时少年突然摘下帽子 表示自己只是个学生 这一切都是别人指使的 还有我是个女生求你不要打我 听到这杰森低下头 我上战场的时候只要妇女和儿童 他们投降我就会放过他们 但是在最后一次战役里 我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知道是什么吗 所谓的怪物是什么性别和年龄区分的 像你这种胎生的小怪物就该用火烧死 文言女生笑了起来你可真是肉麻 现在这种生活不就是你们这种老古董留给我们 这个恶心人的社会 是你们这所谓的大人把我们弄成这样的 还有大叔你可能不知道 今天来这里的人可能只有我一个吗 说着他看向杰森身后的男人 为后来的你也应该是为了心要来的吧 快点把他干掉 他是保护暗杀目标的 男人愣住了一秒 用英语开始询问杰森 这家伙是在和我说话吗 他笑的怪恶心的 女孩已经还有外国杀人 这比我想的规模还要大 杰森回头告诉询问同伴不用搭理他 外面结束了吗 一共来了几个人 男人抬起头没来几个 大部分看起来都像是嗑药的 只见男人口中的没几个人 已经横七竖八的躺了满地 交给了帽子叔叔 听见二人交谈女孩 意识到不对这俩老灯是一虎 然后画风一转叔叔 我可能是因为要的缘故 有些神志不清 还没等他说完杰森一嘴巴子就呼了过去 你这家伙不仅把麻烦带给别人 居然还把杀人当作是小事 真的看不出你有一点的反省态度了 说完一耳瓜子又呼了过去 像你这种癌细胞一样的生物 就该在眼前弄死才痛快 但像你这种人死对你来说太轻松了 所以你就跟一样差不多的垃圾一起活下去吧 我会让你慢慢的哭死 与此同时一心正在审问赵泰 你这家伙能不能好好坐着 现在你可是以罪犯的身份被带进来的 赵泰一脸的不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明是那个学生突然闯进我们公司 想要毁掉别人的人生 一心微微一笑 明明是你用显示器给人开了瓢 还真以为能用正当防卫这种借口逃脱吗 你忘了当时绑架身为警察我的时候吗 听到这赵泰身体突然向前靠去警察先生 我们今天可是头一次见面的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竟说一些跟我无关的事情了 一心没想到赵泰这个家伙还挺谨慎 不是那种会被诱导审问糊弄的笨蛋 不过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张俊与前国家队柔术选手 一心一脸的见笑你竟然还改了名 没有特殊的理由改名应该不容易吧 尤其是像你这种一看就是重刑犯的脸 怎么了还想跟我开玩笑吗 赵泰稳定好情绪微微一笑 你看起来好像很激动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调查我 但等我的律师来之前我要保持沉默 一心没想到赵泰能说出这种话 表示赶紧叫你的律师来吧 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了太恶心了 不然一心一脸的惊讶 所长你怎么了 所长一脸的严肃张警官 这就是赵泰对吧 一心还在解释赵泰被抓进来的原因 所长却一脸的生气叫一心先跟自己出去 这时赵泰一脸的见笑着你要怎么办 我叫了律师没想到来的是所长 此时的一心也变了脸色 你是心里不安吗总挑衅我 反正你是没那么容易出去的 还是好好考虑要吃什么汤饭吧 一心走后赵泰的嘴还在嘟蒙不停 我可不吃汤饭啊警察先生 突然赵泰的周围漆黑一片 怎么现在还有停电的建筑呢 片刻恢复通电后一个人出现在了赵泰身后 赵泰一脸的不可知心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杰森缓缓开口这个问题现在不重要吧 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我能站在这里说明你就只剩下堕落的事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吧 再来的杰森哥终于和赵泰碰个面 只见赵泰一脸猛地看向杰森 你不是被通缉的状态吗 杰森缓缓俯下身之前确实是 只不过现在可不是了 算了还是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吧 到现在为止你敢为所欲为 就是因为有人罩着你对吧 但不管他是谁绝对赢不了 现在罩着我的人 话因为洛杰森按着赵泰的头猛然砸向桌面 最起码在这地球上没人可以 赵泰吃力的看向杰森 你疯了吗这里是什么地方 让他不解的是刚才警长过来 竟然不是为了自己吗 杰森立马打断了他的话 你以为他是为了你来的 你那不安的眼神和现在的状况 我已经猜到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了 被杰森话语刺痛的赵泰开始咆哮 你别再说大话了现在是什么时代 你竟然敢在调查室里打人 这里可都是录像 故想听他废话 杰森哥又是猛然一下 之前看你活得多姿多才 以为你有最起码眼利剑的 到现在你都不明白自己的状况了 从我走进这个屋子里开始 就不会有任何的记录 哪怕这里是警局谁也阻止不了 闻言赵泰恶狠狠地看向杰森 你肯定是抓到了警局署长的什么弱点 但是我要找比他职位高的人 就什么都不舍 话因为洛杰森上去 就是一个脸部按摩 强大的力道使其直接砸向地面 紧接着杰森看向赵泰 看来你是喜欢抓住把柄操纵别人 但是总有一天 你会被这把利刃刺向脖子 而当你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将会知道 突然赵泰笑了起来 原来我身边谁都没有啊 真给我打疼了呀 杰森一脸无奈 就是为了让你疼才打的 这是赵泰捏了捏自己变形的鼻子 杰森顿你可能不知道 你以为打了我会有什么变化 拘留我的时间只有仅仅48小时哦 你们申请的调查令会被拒绝的 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拘留我 杰森一脸的无奈 我对这个不好奇 我只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想把你困在这里 赵泰一脸吃惊 那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听说你被抓了 就想着来揍你一顿啊 还有震南那事也是你做的吧 虽然我想把你打成 比他更严重 但今天我就忍忍吧 赵泰巍巍一愣一死 会让我顺利出去 你就没想过我出去之后会做什么 当然是出去做你未做完的事啊 毕竟有个人比我更想弄死 总不能让你们两个在监狱碰面吧 所以你就好好准备等着见他吧 这期间我会好好调查 你们家族的产业的 说着杰森上去又是一嘴巴子 我走了这48小时期间 你别忘记吃饭 说完杰森离去只留下赵泰一人 画面一转 泽英站在一出墓地前 这是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泽英回头望去 你这家伙来得晚了吧 杰森缓缓开口你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还好你剪头发了呀 还有好久不见布莱恩 说着布莱恩静止朝着墓地走去 泽英看向他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等你们好久 闻言布莱恩陷入了沉默 看着面前的墓地泽英开口 也是先不说了先打个招呼吧 此时的布莱恩有些微微颤抖 只见他缓缓摘下帽子 看向面前的墓地 我这样有点邋遢了吧 此刻的他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下次来的时候我会干干净净的 我来得太晚了对不起 男人曾是情报局的无情杀手 杀人如麻的 他不知道弄死掉了多少生命 就是这般内心强大的男人 却在一处墓地前哭得像个孩子 原来男人这天刚下班回家 就发现自家的房门打开着 他本想着是可能是杰森来了 女儿此刻高兴得 应该已经蹦蹦跳跳了 突然一阵枪声 让布莱恩的笑容瞬间凝固 只一瞬他便做出反应依靠在墙上 并掏出防身用的手枪 当他举着枪走进自己家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 只见女儿回头看向布莱恩 你在干什么爸爸 我的巧克力在拿你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布莱恩尴尬地收气配枪 对不起赫丽可能是刚才掉在走廊里了 这时老婆发话了这么晚 才回来是不是又去抽烟了 布莱恩连忙岔开话题 杰森来了是吧我去找他 为杰森衣服都不脱 站在那里干啥呢 还有你的手里为什么拿着黑切 见杰森没有回应布莱恩吼了起来 赫丽还在家里呢 你在干什么 说着他便拍了拍杰森的肩膀 说着杰森一把拽过他 你才是要清醒一点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你在外面瞎转忧的时候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布莱恩有些不解 他们两个不是在那个房间 你到底想让我看些什么 杰森没有理会 直接拽他朝着房间走去 紧接着将他一把摔倒在地 现在给老子看 他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 在这之后我会亲手攒了你 布莱恩还是一脸猛喊着 格雷斯的名字 你快看看杰森 现在好像脑子不清醒 忽然他的目光呆滞 看见了倒在血泼中的格雷斯 他颤抖的向前挪动身体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还在跟我说话 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还有赫利你怎么也躺在这里 随后布莱恩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爸爸买了你最爱的巧克力 那边客人都所以回来晚了 所以你快点起来吧 不要捉弄我了 求你们俩个什么话 都行快告诉我这就是梦 紧接着他便把手枪上膛 抵住了自己的脑袋 只要我醒来就好了 这一切肯定都是一场梦 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时 杰森一脚踢落了他手中的枪 我说了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你 在那之前有件事 要你跟我一起做需要你的技术 在那之后我会亲手解决你的 所以在这之前 你哪怕是为了他们两个也要活下去 此时布莱恩贵在亲女的墓前放声哭泣 许久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 下次我不会再来晚了 还有爸爸这次要和舅舅帮助某个人 因为我知道分在两个世界 活下去是多么痛苦 所以余下的时间 我会用自己的本事 帮助那些无辜被坏人牵连的人 等我的时间到了 我自然回去找你的个礼 再到那时候为止 一定要跟妈妈幸福地等着我 当然也可以尽情地吃你喜欢的巧克力 说完他回头看向杰森 我已经准备好了有什么需要我 随后杰森告诉他 让他调查一个叫金管长的 情报程度要从他出生 减掉胎盘到现在的所有信息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想身为美国情报局出身的 你难不懂啊 再来了这是杰森哥 多年后第一次和总统碰面 只见杰森缓缓开口 只要韩国警方那边来支援 再加上布莱恩和我 而且泽英也在那里 文言总统瞬间来了 兴致泽英他还好吗 对了你们两个结婚了没 杰森有些不好意思表示 我们两个不是那种关系 总统继续打句什么 不是你这小同学怎么骗人 你要是不想错过 他可要抓紧时间 待会我还有其他事情 今天就聊到这吧 虽然有点遗憾 期待下次见面吧 本来还因为近期新型毒品 又会像以前一样活跃而担心 正巧又赶上接受了你的帮助 文言杰森表示 自己能帮上您也是我的荣幸 都是托您的福 我还能活到现在 那我就先告辞了 后续我会随时向您汇报 看着杰森离去以后 光头男有些不解询问 那个毒品组织规模挺大的 虽然是特种部队出身 就他们两个人能做什么 文言总统微微一笑 不用担心他们两个加上择音 他们三个在一起 可以解决掉一个 所谓特殊部队的整体 他们可是精锐中的最强精锐 画面一转道馆 还像往常一样 这时哈金回头望去馆长 好像有人来 时隔多日出现的正是杰森 哈喽好久不见了各位 大家过得还好吗 本来想早些回来的 没想到被拖得有点晚了 画因为洛哈金 猛然冲过去抱住了杰森 为什么不联系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还那么突然的就消失了 见到杰森的到来 眼镜和视君脸上挂满了笑容 都开始关心起杰森 这次回来是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杰森有些无奈都解决了吧 一个人一个人问我都有点晕了 馆长你应该比较累吧 又要上课又要送外卖 那是当然这个道馆的讲师 突然变成恐怖分子消失了 然后振南又变成了那样 所以现在是之前的通缉也没问题了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随即杰森轻轻拍了拍哈金解决了 用更强的力量碾压他们就行 还有以后道馆和振南那边 会一直有警车巡逻警戒 对了还有个人需要介绍给你们 可以布莱恩过来打个招呼吧 他叫布莱恩以后可能会碰面 所以你们先见个面 随后布莱恩用并不熟练的韩语 和大家打个招呼 杰森也贴心的用英文 给他介绍的每个人 看到中间那个人 布莱恩喊出了哈金的名字 此时哈金一脸的兴奋 他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吧我听到的是我的名字吧 随后哈金便去热情地打了招呼 见到哈金的样貌 布莱恩瞬间湿了眼睛 然后转身表示东西落在车里便离去 见此众人开始嘲笑哈金 听到你的韩式音语 人家马上就逃走了 随即布莱恩来到了楼下 泽英看向他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 你用帽子把自己扣得那么严实 是在靠采螺吗 说完泽英反应了过来 是看到哈金了吗 长得很像吧 跟赫利年纪差不多 所以杰森才更在意这件事 大概率到现在为止 他都认为那件事是他的错 那件事只是被坏人牵连的一场事故 这时布莱恩打断了他 因为当时没能阻止 当时没能阻止那个事故发生 所以自责的心理一直深深伴随着他 那种心理太深太沉重人很难活下去 哪怕是为了减轻一点点的自责心 他也会阻止现在这件事的 但杰森要负责士郡和赵台 所以不能一直陪在哈金身边 那个大个子就是你派去一直保护哈金的 随后布莱恩表示自己也要和大个子一起 自己会待在哈金身边保护他 另一边调查金管长 泽英有些不解哈金已经有人保护了 而且你韩语不好哈金的英语不好 这时布莱恩告诉他两个比一个强 杰森跟我是同一个想法 虽然当时我们报了仇 但是人整个就是变得很空虚 所以这次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堵止他们 这些孩子就应该做他们年龄 普普通通不危险的事情 而这就是我要做的 再来的这是士郡和杰森哥第一次混合双打 就在刚刚哈金一脸的不可置信 真的要同时保护我吗 光头哥一直陪在我身边啊 而且帽子叔叔也会帮忙 那个布莱恩帽子叔叔真的会帮我不要担心 文言布莱恩用跌脚的韩语回应着 他明白但是他不喜欢有任何的变数 紧接着泽英也跟着附和 就等到把他们头全部拧下来 为止你忍一忍 哈金无奈只能接受我明白了谢谢 光头哥看来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毫无负担的去厕所 哈金我准备好了我们回家吧 谁知泽英直接帮哈金拒绝了士郡 但无奈只能被两个壮汉送回家了 随后士郡询问杰森哥去哪个他找我有什么话说 泽英一脸戏谑比起什么话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什么事吧 士郡一脸的不解杰森哥你的衣服呢 我来测试看看你的实力你也把衣服脱了 还有让我也看看药效上来后你的状态 画面一转赵泰也从笼子里放了出来 为嫖绿你现在已经过去了吗 就这种事你还不能快点解决 被这么一问嫖绿有些尴尬 本来这种事只要警长那打个招呼就行 可这次很奇怪就像约定好了一样都不接电话 赵泰有些不悦杰森身后到底是谁你查了吗 目前还没有头绪对了会长那边来信了 画面一转只听啪鸡一声 赵泰流着鲜血还在道歉 只见父亲严厉的呵斥着赵泰 之前就和你说过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的吧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结果 我觉得我已经够给你机会了 看着地上破碎的照片那是赵泰和母亲的唯一的合照 此刻的他好像做出了什么决定 同时父亲还在呵斥着 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这个家族的人了 公司那边已经按辞退流程走了 以后你自己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这时赵泰低下头求您了 就让我去做个了结吧 毕竟VIP对这事也期待已久 就像父亲说的业余选手通过药物 击败专业选手这种比赛更有看点 我因为腿部的后遗症 上次办公室没发挥出全部实力 林士俊可能是要效比较明显 已经产生了无法置信的身体能力 我会和金管长商量下比赛的事情 会立马对这事进行推进 另一边士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药效不怎么样啊太若鸡了 招数是比以前多了 但跟赵泰比还差很多 就像这次跟赵泰对打 你再提提看药效了 士俊有些无奈 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最近也注射量也没有从前大 文言杰森看向士俊已经开始中毒了呀 我从美国带来了有实力的制药医生 现在正在准备解毒药剂 你再忍忍 就在这时金管长突然出现在了杰森身后 有实力的制药师吗 难道说是美国的制毒师吗 听见声音杰森连忙转过头去 你怎么会在这 金管长微微一笑 怎么了我还不能来吗 好久不见了那视觉 还有这位就是杰森吧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还没等他话说完 杰森一拳就招呼了上去 你这汪东西今天股市跌了赶过来找死 金管长躺在地上病态的笑着 为什么来找你 为什么赶一个人来 你都不问就动手 本来是想着跟你面对面谈一谈 杰森我看你需要保护的人挺多的 居然还敢这么猖狂 我今天可是放了好多 尹君子出圈了你懂吗 又一次没等他话说完 士郡上来就是一脚 你这蛇一样的家伙 居然还敢扇动你的舌头 真以为我们是白痴吗 杰森一旁附和尖尖眼 现在有两件事你不知道 一是现在这里是二对一对你很不利 二的话就是你今天要当杀包 会被打得很惨 再来了这是金管长 第一次直面杰森和士郡 在被一顿胖揍之后 金管长缓缓开口 二对一我会输呢 不过你们找了几个保镖呢 这次可跟以前不太一样 他们可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擅长的就是干净利索的解决事情 画面一转哈金三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虽然语言交流有些困难 但是哈金他们还是聊得很开心 这时布莱恩告诉光头 大哥自己要上厕所 光头有些无奈表示去吧 说完告诉哈金 他叫我们先走 他马上跟过来 哈金一脸的吃惊歌 你还挺能装的 好像能听懂一样 光头有些尴尬 那英语我用猜的就行 随后布莱恩向反方向走去 两个人骂出来吧 文言躲在暗处的 两个隐君子也走不出来 男人有些不解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第六感挺好的是吗 但是这可怎么办啊 这种半通不通的第六感 可是会要命的 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 而是三个人了 另一边金管长还在装拨衣 杰森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拳 只见金管长疼得嗷嗷乱叫我的舌头 这次派过去的怎么了 劝你趁着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 都说了吧 金管长死死盯住杰森这次派过去的 可是一群喜欢拿着武器 不管对方是什么年纪都会下手的人了 男人舔了舔刀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了 马上就要死了心脏是不是扑通扑通的 这时布莱恩缓缓开口 我自认为我活到现在的人生不能是善良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我是坏人 但是我一直秉持着身为人的底线而努力 可我觉得你们这种人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听见金管长这么说杰森忍不住笑出声来 此刻金管长还在提醒杰森自己没有开玩笑 如果不单独联系他们的话 我也不能保证会变成什么样 真的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哈金也会一起的 朗然士郡一拳砸了过来 听见金管长敢打哈金的主意 士郡的拳头不停地砸向金管长 杰森提醒士郡不用担心哈金 算了你边打边听我说 你说有经验还有武器是那种钢筋铁棍什么的吗 我个人认为还是我的黑气好用 但是你派过去的那些人怎么办啊 现在哈金身边的那个家伙 可是会一直随身携带热武器呢 直接布莱恩一枪就射穿了身后大哥的腿 大哥吃痛躺在地上嗷嗷乱脚 此时男人举起刀询问你的枪哪里来的 韩国这种东西可不好弄啊 而且你不要以为拿了枪我就怕了 你跟我们的不同点就是 我们杀人是不会犹豫的 但你却只打伤了他的腿 分明就是想控制我们而已 而且这个距离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我却有两个人 话因为洛只听一声男人直接被击中了头 看见同伴倒在地上 一旁的男人有些慌了 你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布莱恩有些不解居然还不投降吗 是这里枪太少了所以觉得自己不会死吗 只见男人举起双手 我投降我放下武器你停手吧 男人以为自己的话分散了布莱恩的注意力 猛然将菜刀丢了出去 但听不懂寒语的布莱恩轻松地躲过去 见状男人直接飞扑过去 但等待他的就是抬手一枪 看着倒在地上的男人布莱恩缓缓开口 我发誓不管有多少像你这种人 来多少我会杀多少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那来了布莱恩在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两人以后 留下了唯一的活口 布莱恩缓缓开口那个还活着的 看之前的情况你好像能听懂一点英语 我会简单地提问你给我好好回答明白吗 如果你的答案让我满意就留你一命 文言男人连忙表示自己懂一点英文 不要开枪自己置物不言 说着男人掏出手机这是托我坐视人的电话 就是暗网管理员的电话 这里你联系这个号码的人就可以了 紧接着布莱恩询问见面的地方在哪里 男人有些惊慌表示自己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只协商了要除掉的目标 然后支付给我们比特币 随后布莱恩再次确认除了电话 其他一概不知吗 男人表示就是这样 现在能不能帮自己叫下救护车 只见布莱恩抬手一枪直接结束了其性命 另一边金管长被打得脑瓜子嗡嗡 这种情况还真是意料之外呢 在这个国家把人弄成那样 你能承担的了后果吗 文言杰森告诉他 我这不是跟你们学的吗 你以为那些事情只有你们能做吗 此刻的正好满脸的不情愿 三个人最近活可争夺 我一定要申请更多的经费 金管长缓缓开口 那下一个就该派人去医院看看 上次着急派人过去那种小事都没有处理好 医院那边可能就是因为你这种无脑的行为 所以警卫更加严密了呢 金管长咧嘴一笑 那下一个你们这里那个戴眼镜的 听见有人叫自己眼镜走了出来 我最近就在道馆住下了 金管长有些无奈那孙道贤那里 杰森一脸戏谑 如果我是你的话 可不敢往那送人哦 起来只要能站起来就继续训练 这也是一种锻炼方式 未到闲你怎么又晕过去 金管长一脸猛那边你们也派人保护了 那女的叫泽英的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你以后会慢慢了解的 不对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死悄悄了 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你弄死 或者送到警察呢 金管长微微一笑 现在我就要说来这里真正的原因了 士郡和赵泰也应该到给他们两个 打比赛的时间了吧 我们这边没什么问题 赵泰那边也准备好了 不介意的话为了办更有水准的比赛 场地就由我们来定吧 话因为洛杰森上去就是几个大尔雷子 什么更有水准的比赛 你的傻播一说什么呢 你们不过就是一群臭贩毒的 还真以为你们自己是什么国际水平吗 不要把别人当做傻子 要我们像个竞赛马一样 按照你们的要求跑比赛吗 这可不能随你了 这次要你们按照我们的节奏来 到时候我们会将你们一网打尽 金管长有些无奈 本来想打算办一场双赢的比赛 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赵泰输给士郡了 这样就有极限的反转了 当然杰森你要是不这么想 我也只能另做准备了 就像你说的在数量上取胜了 看着面前的金管长士郡不禁心里一顿曲曲 这家伙是什么玩意正常被打成这样都会晕过去 说完金管长转身离去 今天就到这把我身体太弱了 我要赶紧去接受治疗了 士郡有些不解割就这么放他走了 杰森告诉他这也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也抓不了他 他是一个人上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们体育馆一楼的警察到现在都没上来 应该是被他们抓到当人质了 而这就是让我们放他走的信号 之前我们就猜到会有人来这里传达某种信息 但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会亲自过来 如果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大本营被他们发现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也要去探他们的老窝了 我们这边当然也要拍最擅长这种事的人去了 那来了在金管长离去以后 士郡一脸吃惊终于能找到他们的大本营了吗 是不是就是哈金被拽去的地方 对的如果那个眼镜蛇去的地方是孙道贤所说的 正好也有些东西需要从那拿过来 士郡有些不解带过来吗 是反正有那种东西 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在那里 首先要找到那个地方是我们的第一步 跟踪许久则英终于找到了金管长的所在地 马上就要隔屁的人住的地方还挺好 画面一转组长询问金管长郑博士到了现在开门吗 已经准备好了吧让他进来 好的马上就可以开始 只见金管长口中的郑博士走了进来询问 那个金管长有哪里不舒服这么晚了 看出博士神色有问题金管长询问 你还好吧是有什么事吗 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呢 难道是因为你身后的那位吗 眼看自己暴露则英探出头来 你们已经发现我了呀 组长一脸怒意上次交手就知道你是个有实力的 但是尾随这种技术看来不是你擅长的呀 你跟踪的那么明显我们也不好光看着呀 必须得好好招待你这次可是连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士郡有些不解呢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姐姐一个人掉入陷阱的话 杰森回头看去你说泽英吗 是有点担心要试问原因的话 我好怕他把金管长弄死了 到时候就很难找出幕后黑手了 这让我很担心 看见这么多人泽英微微一笑 这么欢迎我太让我感动了 既然是为了我准备了派对 我当然也要好好玩了呀 说着泽英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包 那么就拜托你们好好招待了 面对敌人的攻击泽英直接躺在了地上 组长一脸的疑惑这家伙在干什么 他可能有枪快踩死他 听了大哥的话 两个小弟咬牙切齿地朝着泽英才去 只一瞬间泽英一个翻滚的同时 两刀挥了出去 两个小弟一惊伸手竟然有那么快 但是这样你还是跑不掉的 泽英一脸的玩味谁说我要跑啊 你们还是看看自己的大腿嘛 一群傻播衣这么迟钝的 只见此时的两个小弟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他们大腿已经开始滋滋抱着了 瞬间二人便惊恐地坐在了地上 砍到你们的大腿动脉 如果不去急诊处理 可是要小命不保 要么也可以拜托那边的老头给你们处理呢 听到这阵博士连忙表示自己不行 看场面陷入混乱组长大吼 你们也有武器先把他刀给我弄掉 听到这泽英表示很赞同 想要打败拿刀的人当然要先弄掉他的刀 但是那也要求跟得上拿到人的身手吧 随后泽英看向组长 看来你的学习能力是零啊 魂言组长被气得火冒三丈 这次杰森不在而且这里就你一个人 上一次是我粗心大意了而已 你的速度很快 但是力量上绝对赢不了我 那天在墓地是杰森帮你今天可不适了 泽英丝毫没有慌张怎么叽叽歪歪的 还有你把胳膊放在我的面前 我可是超级谢谢你了 只听清脆的一声组长的胳膊下血 下次我会拧你的头 记得自己送上门 说完泽英静止朝着金馆长走去 那么现在想用正餐的时间到了 金馆长微微一笑真是让人意外呢 到今天为止我才确定一般的男性 还没有资格跟你交手了 其实我今天就是好奇想多了解你才 还没等他话说完 泽英就送了他两下 金馆长一脸是惊这不对吧 泽英缓缓开口电影看多了吧 为了耍帅居然用后背面对别人 在实战里这样可会直接刺死了 男人为了装波一竟然将后背暴露给你杀手 在被气捅了两刀以后 当时他就老老实实了 金馆长一脸猛逼等会 我要是就这么死了 你不是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泽英俯身看向他 我可没说马上就弄死你吧 你现在不是能正常说话吗 只是看你倒胃口让你腾才扎的你 如果我真想弄死你 你可是一个字都说不了就死翘翘了 你现在还活着只是因为我想让你活着 所以你就天天活在自己能活到哪天的阴影里吧 当然你也可以做白日梦梦里 你们就是胜利的一方 现在你还是继续做白日梦去吧 说完泽英一拳将其积晕 为旁边的那个不干好事的医生 给他们做个简单的包扎 保证他们不死就行 先不用联系医院那边 说完泽英很直接便朝着冰箱旁的花盆走去 只见他俯下身开始摸索着 没想到还真有 泽英一脸笑意孙道贤这小兔崽子 还挺聪明贴在这里居然没被发现 杰森给的还真想希望内容能够好好保存下来 那么现在开始探索这个房子 这么大估计要花挺长时间 另一边杰森接到了泽英的电话 结束了吗你没有受伤吧 泽英有些惊讶你还会问我这种话 道贤贴的监控运气不错顺利拿回来了 房子翻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 估计把警察喊过来也不会调查出什么 这里的手机平板之类的我都会拿过去 好的我知道了刚跟士俊一起进行了激烈的训练 士俊中途开始出现后遗症了 所以先给他注射少量让他睡了 那明天见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 将士俊托付给眼镜后杰森便起身出发 管理今天很安全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士俊你再坚持坚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过了许久杰森正在敲击一出大门 只见光头从里面走出来你吓死我的杰森 拜托清点行为尤其是对来韩国努力干活的人 杰森没有接话开门剑衫治疗技能带出来了吗 吃药的人怎么说 这是样品虽然算是完成了吧 不过目前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你做临床试验找什么人自己看着弄 有副作用了立马告诉我们 杰森有些不解做临床试验吗 光头告诉他就怕不做临床试验 万一那个小孩出什么问题 你不是又会找我们的麻烦 随后杰森表示自己知道了测试结果会通知你 到了第二天杰森和一星来到了看押犯人的地方 看守的告诉一星所长交代了你们想聊多久聊多久 但是这小子的状态不太好 如果状态更不好的话就会送医院了你们先聊着 毕竟看向杰森这家伙的状态比上次严重多了呀 看起来也说不了话了 杰森没有打理一星禁止将药物注射给了李勇 我不是要问什么只是有个东西要测试一下 只是需要个死了也没关系的实验体而已 少年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导致整个人瘦得像是脱象了一般 可他的母亲晚餐却只允许他吃泡面 更过分的是他只能吃半桶 这天放学南海躲在角落里久久不敢回家 原来是租房的阿姨来收租了 你们的押金都扣完了 要么给我房租要么周末就搬走 我真是看你们可怜低价才租给你们的房 眼看里面的人不开门阿姨只能生气地离去 碰巧他在楼下遇见了刚回来的李勇 一时间他有些尴尬刚才的样子 他不想让孩子看见了 只见李勇乖巧地低下头给阿姨问了声号 阿姨有些心疼地看向李勇 孩子你吃的是什么怎么越来越瘦了 李勇的肚子咕咕叫我也不记得了 还能再坚持坚持 说完阿姨便邀请李勇去家里吃饭 但是被李勇拒绝了谢谢您的心意了 阿姨嘱咐李勇有什么一定要来找自己 真是可怜这个善良的好孩子了 怎么会遇见这样的父母 回到家母亲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房东走没走 并没有关心李勇的肚子饿不饿 我看他是房子租不出去才低价租给我们的 还看我们可怜装什么善良恶心思 他是不是又让你去他家吃饭了 在他家里有没有让你做些奇怪的事 说完母亲看向一旁的男人 他还真以为我们是捡破烂的 不就是有个破房子吗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哥哥 男人没有给他面子 直接嘲笑到你连房子都没有了 就连这种廉价的房租都套不起了 女人无力反驳只能踢了男人一脚 并且让李勇自己去泡碗面吃 但只能吃半袋 此时的李勇虽然很厌恶妈妈 但是他没办法逃离这里因为自己还小 唯一的方法就是等长大 存好多钱离开他 贵小子是不是很凉快 估计你在家也洗不了 所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洗澡水 你这校服也是别人捐给你的吧 穷鬼你这胳膊腿没事长这么长 长大以后李勇在学校还是被欺负 此刻的他意识到攒钱出去 也不见得会比现在过得好 只会维持不幸的生活就像爸爸一样 诚实正经的活着 只不过是有钱人家孩子的特权 虽然穷但是也可以正直的活着 说这话的都是不了解真正的穷 我在这穷中可以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 就是抢别人的 只见李勇一把掐住了欺负他那人的脖子 我就是垃圾我这校服也是被人捐赠的 所以帮帮我 收到的钱记得一起拿给我校服 也给我找个合身的吧 彻底黑化的李勇还是逃不过要交房费的命运 他一把把钱拍在旅馆老板面前 房费我不会欠你的不用担心 可是你不要触碰到我的底线 但是此刻的他仍然厌恶他的妈妈想要逃 他打开房门以为在自己面前的事就是 可他不知道那一场见面 将会把自己本就一团糟的生活 拉到想象不到的深渊里 画面一准一心询问杰森这是在干什么 杰森叫他冷静一下这是治疗药 反正放着他也会难逃一死 说完杰森蹲下身检查起李勇的状态 你现在是不是能够想起来什么了 只见李勇哭诉着我好冤啊 我只是想好好活着 杰森目光一鸣你愿你只想好好活着 说着杰森凑近他的耳边 我看你好像误解了 我告诉你身为实验体的一个条件吧 就是你不管有什么苦衷 还是身体疼得死掉了 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秒为你伤心难过 因为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或者后果 那些你做过的事都是不可逆的 你就是个罪犯 那来了就在杰森会见完总统以后 帽子叔叔们的态度完成了30度大转变 在一星和玉瑾交代完好好关注李勇状态以后 玉瑾告诉一星所长传达说 一切按照你们的处理就行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背后的人好像有很厉害的人 既然他做了这种事上面也表示不用管 一星有些无奈反正就拜托你们了 随后他转身询问杰森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金市长在那个顶楼也没翻出什么来 他应该猜到我们会跟踪 所以那个顶楼也只是用于居住吧 但是他们既然往暗网里上传视频 就一定会有拍摄场所 一星有些不解 现在没什么证据我们要怎么查呢 杰森微微一笑 什么事情只要尾巴长就一定会露出来 而我们这边正好有擅长抓住尾巴的人 加油站的便利店内布莱恩正在和杰森通话 我查了一下那个手机号一直开开关关 场地也是不停地在变换 我看了下规律只有手机开机办事的时候 就不会在固定场所一直转悠 应该是移动的车辆可以隐藏本体 被抓到尾巴可以马上逃跑 说完杰森开口询问抓到他们要多长时间 比较赶时间能不能快点呢 已经找到了不管是人还是车 都要吃饱了才能行动了 所以怎么办 现在动手还是先跟踪找到大本人 十秒内回复我 这样的话先不要弄死制服了就行 然后你再给我回电话吧 挂断电话以后 布莱恩静止朝着正在加油的男人走去 只见男人还在和车里的人交代事情 就在他刚要上车时发现了布莱恩 布莱恩没有和他废话一脚踹向车门 男人刚要破口大骂 却惊恐地发现布莱恩抢了车 看见车被开走男人按道不好 这下子全完了死定了 车内布莱恩劝见后座的人不要轻举妄动 意思就是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突然布莱恩一脸惊讶 他发现后面坐着的竟然是一位年纪看着不大的小姑娘 女孩用英语表示自己听得懂布莱恩说话 放自己一命剩下他都会听话 紧接着布莱恩把车停到偏僻处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当然也不希望浪费我的子弹 首先先告诉我你的年龄 女人颤抖地告诉布莱恩自己20岁 布莱恩有些不解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女孩告诉他一开始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事 开始只是让自己招一些能做简单委托的人 后面就越来越过分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那个人说父母欠下的巨款 必须由我来赔偿 问我是用身子偿还还是网上招募一些人员 就是那个叫金管长的人 文言布莱恩询问他都在暗网上卖些什么 女孩告诉他自己主要负责引君子提供一些任务 完成任务就会提供给他们药物稀释 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 像我这种被抓住弱点要求做这种事的人 而且这个车也会被追查到 只要能让我从金管长的脱头 我能做的全都做求你了 我知道那个人的办公室在哪我全都告诉 求求你帮帮我千万不要告诉警察或者检察官那边 那个人在警示厅和监察厅都有耳目 绝对不能相信他们 另一边一心告诉杰森现在想查赵泰待过的公司 就需要有逮捕令 如果是那个公司的话 有一个检察官会不顾后果发逮捕令 罗队长已经去见他了 所以先等等吧 打扰了请问赵检察官在吗 我昨天有打电话预约过的 你好是中部来的对吧 正好他还说你马上就到 让我直接带您去他的办公室呢 对了可能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吵 里面正在跟儿童有关的罪犯聊案子 只见里面的罪犯正在苦苦的哀求着检察官 你这东西他才小学四年级 我很不理解主张你这种垃圾也有人权的人 你说那些自己的家人也遭遇这种事 还会主张所谓的狗皮人权吗 人权的人自可是适用于人 人权不是那种单纯的概念 巴拉巴拉一堆什么以教化为主 我个人觉得像你们这种的重罪犯就应该判死刑 而且是非常痛苦的死刑 因为这样才能让第二第三个罪犯们害怕减少犯罪 教化也要对适用的人呢 我去哪 就你们这种垃圾光想想用老百姓的钱来说 让你们吃上饭真都流血泪 不对吗 这位警察先生你怎么想的 身为国家的公职人员 那来了就在泽英追击到敌方大本营拿到资料以后 三人不禁感叹到嫌这方监控的角度绝了 警官你看这个程度应该可以给他们一拳吧 这种方式的偷拍不知道能不能被当成证据 但是如果采用了估计对金馆长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只是根据影像和对话内容 调查下来道贤也参与犯罪活动是既定的 结果是他大概会坐牢要怎么办 闻言则应看向杰森那这件事就我们三个知道 道贤的比赛快到了最近也在天天加紧练习 杰森也很同意他的说法 反正别的证据证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这个就先保密吧 还有张警官那个检察官跟赵太爸爸的公司有什么过节 另一边检察官询问罗警官 所以你好奇的就是道财企业跟我有什么过节对吗 是的据我所知只要是有关那个企业的逮捕令 你这边不管不顾都会发放 那您可真是会错意了 虽然跟他们有过节但是我也得掂量掂量啊 再怎么坚硬的鸡蛋敲打石头 石头会裂吗最多脏了一些 那玩意打扫了就了无痕迹了呀 不要拿鸡蛋要拿别的工具我也才有理由协助你不是吗 那么我们进入主题 不要类似鸡蛋一样软绵绵所谓的正义感的东西 要可以敲碎石头的电钻那种 罗警官答应下来不过这个人的性格可真是 随后他告诉检察官我们在调查集体施暴 打黑拳毒品这类的重罪事件时 发现那个组织的头目是一个叫赵泰的人 而他就是盗损企业会长的私生子 虽然现在还在内部秘密调查 但是大概率他们与我们警示厅内部也有一些裙带关系 听到这检察官思考了一回 随后缓缓起身首先带过来的武器还算不错 还以为那老东西只有韩朱元一个儿子 这个家族快完完的那真是让人感兴趣的消息 现在我有个个人观点要确认能暂时跟我过来吗 之前你说你叫罗警官对吧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有个12岁的小女孩路过卖鲤饼 很好奇是什么味道 因为她从来没吃过 但是那个孩子因为家里穷没有钱 所以她就在那周围转转打算闻闻味道就回家 毕竟只是闻味道 她也觉得很幸福 就在她快等到妈妈要下班时 她面前出现了某个人 顶着一张和蔼的微笑还递给她鲤饼饼 小孩子觉得鲤饼饼非常好吃 她好想谢谢那个大叔 如果故事到这这可真是个美好的结局 大概这个世界还是美丽的之类吧 但是那个大叔有明确的目的 他还给孩子一个手机 不仅给他买很多的东西 还给他零用钱 当然代价是定期给他服务 他才小学四年级 他才12岁 还记得骂我办公室的那个家伙 说着检察官突然清金爆起 那个东西就是故事的垃圾 突然他又笑了起来对不住 我有愤怒调控障碍和狂躁政绩的做参考 那么现在开始罗警官就看看我的做事方式 再决定要不要和我一起办事吧 毕竟做事的方式差不多才不会互相给压力 怕您受惊提前告知您 我绝对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说完他走进男人所处的房间 男人看向他是犯盗了吗 我刚才还说要加倍的呢 话因为洛检察官一个大瓜子挥了过去 紧接着一脚替翻男人坐得的影子 男人来不及反应 直接和地面亲密接触 他惊恐地看向检察官等下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认罪我真的认罪 因为这件事婚也离了 连女儿都不要我 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居然还打人 我以后可是会在法庭里全部讲出来 检察官目光一明那就随便了 但是近期像你这种罪犯越来越多了 国民对检察部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了 以前的律法太人性化了 居然把罪犯当贵宾招待 但是法律也不是一天能够换掉的 所以司法部为了挽回国民的信任 要做出一个表率 然后就把我这个性格 男管里的检察官重新调回来 再上法庭前把你弄残 就是我的任务让国民好好看看 而我也同意这是检察官 个人所做的行为问题这个观点 说着他拽住男人的衣领 那么现在就要开始了 还没等男人开口他一巴掌就打过去 紧接着数不清的大嘴巴子接踵而来 此刻的检察官有些癫狂 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 打你们这种垃圾的味道 你这辈子都会被指指点点孤独中了 我会让你处在天天都想死掉的地狱里 外面看着的罗警官有些惊讶 这是在干啥 片刻后男人意识模糊地倒在地上 起求放过 文言检察官很是不屑你这个家伙 你是为了不想挨打才说的吧 你是绝对不会反省的 说完他看向罗警官 您都看清了吧 这就是我的方式 如果你接受不了妨碍我调查 我也不会和那种人一起办事 你还是找别人吧 不要互相浪费对方的时间了 是国家最高法院的检察官 刑事作风却如同流氓一般 不仅利用职权暴力执法 还对同事也会破口大骂 了解完检察官的办事手段以后 罗队长告诉他自己的朋友 也是这种办事风格 虽然很担心这位检察官的暴力问题 但是为了能挖出内部腐肉 只能用这种办法 说着检察官突然询问 毒品这类大事件 都是跟上头联系到一块的 估计到时候 他们会找各种名分掩盖这个案件 罗警官打断 他有韩国绝对不能掩盖的名分 你别搞笑了 警察先生在这里 还有不能掩盖的名分 难道突然美国政府说 他们受到了我们这毒品的侵害 所以要灭掉所有的药贩子 不是这种名分估计很难 检察官话一出 二人瞬间无话 就这样四目相对了许久 罗警官没有告诉检察官猜对了 首先还是先跟我做事的朋友见一面 然后我们再聊吧 过了许久难更衣室的淋浴间内 检察官询问这里是大本语 把道馆的更衣室改成作战室了吗 突然检察官一惊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玩意 杰森率先开口 检察官先把衣服脱了 检察官瞬间愤怒刚见面 你在说什么 转过头就想给正在帮他更衣的一心一拳 我可是韩国的检察官 你们想吃牢饭吗 这时杰森握住他的手突然用力 检察官有些吃痛 这是什么力量 先托我就告诉你 检察官有些惊诧这家伙是个疯子吗 坦诚相待以后杰森告诉他 外面可能会有监听 所以就在这里说吧 检察官有些无奈 那也要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哪有上来就脱衣服的吓死我了 你们两个像山包一样的男的 这时杰森告诉他 听说你挺喜欢这种方式的 检察官吃惊你居然不用敬余 杰森当即反驳 看你一直不用敬余 怎么了不满吗 检察官有些无奈 这气势太强大了 你大概率就是杰森对吧 你把我叫过来 到底想要对盗损企业做什么 杰森很平静地告诉他 你应该知道有关赵泰的内容吧 我会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 要么弄死要么送监狱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地位 一个不留 还有赵泰会有一个叫诗俊的孩子处理 其他的想要一网打尽 需要你出一点力 检察官当即打断 只要犯罪内容充分 不需要你说的什么人处理 更多的事情要看你值不值得信任 才会告诉你 好了现在告诉我盗损企业 跟你有什么过节 检察官摊了摊手过节的话 我可以随意编造 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杰森缓缓开口你可以编造 但是被我发现了 你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 检察官又被杰森的气场震住 总感觉这个叫杰森的不是在说大话 很久以前我的未婚妻曾是他的秘书 那时的我还是个菜鸟检察官 有一天他和我说了奇怪的话 有一次他帮韩朱元去电脑转发一些资料 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拔掉的移动硬盘 他打开看了看 全是很血腥暴力的犯罪影像 还有各个司法部有权有地位人的弱点资料 当时韩朱元突然闯进来 他没有确认清楚 看见他慌张地申请 我的未婚妻更加确认了 他想要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老是交代自己看过 韩朱元绝对不会放自己一条生路的 也是从那天开始因为影像里的受害人 成天在脑子里复写 每天都睡不好觉 终于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问我能不能对盗损企业进行搜查 起初我以为只是网上所以传播的那种视频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而且检察官不是想做什么就做的 而且就算是真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里当什么正义使者 说着男人低头笑了笑 当时以菜鸟检察官为借口 他的话听一半露一半 现在想想当时说话的口气真是太牵奏了 杰森看向他还挺符合你的 方便的话我可以见一见你的未婚妻吗 后面也许他能当重要的证人 检察官当即告诉他那可不行 绝对不行 杰森有些疑惑是想保护他吗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你 保护没必要 现在他可在超级安全的 在谁也碰不了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死掉了 当然碍于自己检察官的身份 不仅忽视了女友的求助 还义正言辞的呵斥女友事情多 殊不知他这个行为会让他后悔终身 只见检察官正在焦急的给女友拨打电话 但电话那边却是一直未接通的状态 我只是个菜鸟我能做什么 这只是个职业不是什么正义使者之类 正在他还在懊恼女友为什么不理解自己时 同事找了过来 还在给你女朋友打电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发个短信等等看 你不能用自己的节奏去烦他的 文言检察官深吸一口气放下手机 前辈我们一起出去抽一只 正好我也有事同你说 好了给你女朋友一点时间吧 你不是说了很过分的话吗 只能等等看了 你不能要求他马上就接受你的道歉的 随后同事看向他 所以你们是为了结婚的事情吵架吗 检察官告诉他其实是因为 自己女朋友是盗损企业副社长的秘书 他偶然从他上司电脑里看到了一切犯罪影像 和一些目录什么的 问我能不能查那个企业 所以我就说他在封言封语什么 只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文言同事一惊 你说的是哪个企业谁的秘书 从检察官口中又确认一遍以后 男人的脸色更加惨白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并着急忙慌地找个理由就开溜了 检察官也注意到前辈好像刻意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只是智嫌要我等多久呢 估计明天会给我消息的吧 到时候我对他再好一点就行了 第二天夜晚 检察官手捧着鲜花来到了女友家 智嫌你在家吗 突然他的目光一鸣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重要的人在身边是一定要好好对他 而不是以后 因为所谓的机会谁也不会保证以后也会 当你意识到那些机会不会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只能那么划伤 最后的终止符 第三天电梯外孙检察官询问女人 赵检察官的状态 因为自己有一些事情没有敢去参加葬礼 搜察官告诉他说实话 我也想不到他现在的心情 上面说让他休息一阵慢慢调理 不知道有没有用 这时二人回头望去看来他选择了其他方法 只见赵检察官精神满满的跟二人打起招呼 孙检察官有些吃惊 上面不是让你休息吗 文言男人开怀大笑 那还能一起去死吗 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啊 那对了搜察官很抱歉 我的包放在车子里了 你能帮我拿一下吗 当然可以您先上去吧 就这样男人制造了和孙检察官独处的机会 电梯上男人开门见山前辈 关于盗损企业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孙检察官有些惊讶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男人努力的控制情绪求您了前辈 趁我还能好好问你的时候 都告诉我你这个家伙 文言孙检察官直接呵斥你造反了赵先生 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这样对你的情绪 话因为落小赵一嘴巴子就招呼上去 你当时只要点我一下也不晚了 盗损企业很危险 你快去看看你的女朋友 只要你说他就还能活的 只要再快一点就能阻止他发生了 你明明知道当时谈到盗损企业你的表情 志贤绝对不是自杀的 你明明知道他们能做到那个份上 此刻孙检察官有些语色 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赵先生情绪瞬间崩溃为什么 身为韩国检察官有什么让你那么害怕 你明明可以告诉我的 这也不是男士啊 你明明可以阻止他发生 明明就可以让他活下来的 秘书只是看到了公司老板的机密文件 竟被里面的内容折磨得成天活在痛苦中 他向男友求助无果后 选择结束掉了生命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惬意地办公室内 随后新来的女秘书告诉韩朱元 安秘书的未婚夫闹到公司来了 听说她还是个检察官 文言男人来了兴趣 没想到安秘书的未婚夫竟然是个检察官 那快把他请进来 可不能让国家的公职人员等着啊 片刻后赵贤胜走了进来 还没等他开口 韩朱元便假惺惺起来 安秘书真是太让人可惜了 他工作能力那么强真让人伤心 说完他便伸手先要和赵贤胜握手 怎料小赵上去就是一个大耳瓜子 身后的保镖连忙搀扶起韩朱元 这脾气还真硬气呢检察官先生 知道您为安秘书的事情伤心 但你这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我这么理待你居然不是好歹 你也想去你未婚妻去的地方吗 随即小赵直接给他竖起了个中指 你在这装什么我包装你的 对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事很缜密啊 脏的人不管怎么包装 主要是他路过的地方一定会留下污点 虽然不知道会花多出时间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以及你的家人别让我抓到尾巴 不然我一定会让你们退层体 你要想跟除掉小安一样除掉我你随便 是伪装成自杀还是事故 我都已经准备好说明是你做的了 这些邮件都是自动发送的 你要是能承担后果就试试看 文言韩朱元咧嘴一笑 你说的这些过段时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 还有你说的好像是我把案秘书怎么样了 他不是因为忧郁症吗 还没等他话说完小赵就已经脚顶抹牛了 这家伙就这么走了 他还真是瞧不起人了 本来想听父亲的跟检察官好好相处 现在看来要让他知道谁是上谁是下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受到打压了 监察厅里被人无视被派遣到地方厅 这些都是我能想到的事情 本来计划就是让他看到被碾压的我 失去斗志顺应现实的我 像他们这种人看到这种结果 一定会认为自己赢了轻易掌痛别人 看到我老是向现实低头活着就不再关注我了 而我则看准时机重新回到了首尔检察厅 这时杰森打了个哈气你说完了吗 我差点听得睡着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计划 但是你们想要动这个企业 我们合作应该会好点 刚才大戴听说了下 杰森身后好像有很厉害的人物了 随后杰森给他说了一下大戴情况 你说什么他们是疯子吗 竟然给一个孩子注射了毒品 这不是更不能放任他们不管吗 是阿大概是药校一个月后 到时候只需确认一件事就让他们比赛 在这期间你需要做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就带你出发见你需要见的人 洗完澡后二人在馆内等待着 这时小赵一惊 这怎么让你们给抓到呢 你们办事能力棒棒的啊 只见布莱恩带着刚刚带到的女孩走了进来 随后布莱恩跟众人解释 他们喜欢抓住人员的命脉为自己办事 还有这个小孩说以告诉我们办公室位置为条件 帮他完全摆脱金馆长的控制 这时杰森凑了过来先说公司在哪 先去公司看下再决定是帮你 还是除掉你 如果你想要做交易我劝你还是放弃 不需要你的情报 我照样可以弄到想要知道 另一边赵泰询问金馆长 现在就等于而上钩就行了是吗 是的毕竟对面确信自己比我们要先走 然后提前解决所有事情 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身体能坚持吗 现在看你来你的后遗症比较严重了 赵泰回过头来说什么那后遗症 我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候吗 要是没打这个要跟士郡对打 我估计会被按在地上打呢 再来了这是时隔两年半 哈金和士郡的再次甜蜜约会 就在刚刚道贤询问泽英 找到那个相机了吗 如果不低下身找应该很难发现那个位置 对于道贤的询问他选择了隐瞒 谎称自己没有找到 毕竟这个东西作为证据 这臭小子肯定会受牵连 你呀就不要想这些事情了 好好准备你的比赛 我会努力的毕竟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但是姐姐我妈妈跟我说过 比起成功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改过自新是更重要的 这话是不是很帅气 说着道贤微微一笑 如果以后有我能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拜托您了 那我就先去训练了 听到道贤这么说泽英有点无奈 这臭小子比我都厉害 另一边哈金告诉士郡自己要去烫厕所 看见哈金走了进去士郡开始叹气 咱们就是说一定要这么贴身的保护吗 我丢这也太引人瞩目了射死现场 文言光头哥开始打去道 谁让你这种情况下约会的还看上电影吗 紧接着布莱恩附和着太不上心了 还有哈金的T恤太短了 士郡有些不耐不是那个大叔们 你们不直接跟哈金说光对我说干嘛呀 说着俩人直接把头贴了过来 我们刚才说什么了 这时上完厕所的哈金看见了这一幕 你们三个已经相处得这么好了吗 这多好以后经常出来这么晚了 看见哈金出来俩人瞬间变了嘴脸 光头表示哈金的想法很好 布莱恩则是询问哈金要不要去买点报名花 随后哈金询问布莱恩 我今天的T恤是不是有点短了 我还是第一次穿这种衣服会不会不好看 不顾布哈金你看起来非常漂亮 见此一幕士郡彻底无语了 大叔们变脸比翻书还快 但是这么多人也太不方便了 什么时候能单独约会啊 说着哈金询问布莱恩 为什么杰森哥来不了 他是不是跟泽英姐姐单独出去约会了 不是他有事跟那个检察官在一起 杰森哥好忙啊 跟检察官在一起的话 希望不是危险的事情 在小女孩的带领下杰森找到了所谓的公司 这里面有一堆与将军守在里面 怎么他们还敢动检察官不成 就在他还要继续吹牛薄衣的时候 杰森打断他那边的检察官 先把这女的用手铐挡在柱子上 文言女孩很是害怕这怎么能行 万一你们在里面有什么事 我岂不是也会被他们抓到 只要你不懂歪脑筋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不会对你有坏处 女孩有些着急了就这么给我考起来了 这个检察官真的值得相信吗 随后小赵告诉他安静点 就算你是被人利用你犯过的罪也不会消失 还有杰森你也打算装作检察官的样子吗 毕竟这样进去两个检察官的话 他们人再多也要掂量掂量 这时杰森询问小赵你能打架吗 听到这小赵一脸的惊恐 你该不会是要 话因为洛杰森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我这个人只要看见精神小伙 必须把他们嘎了这样我心里才舒坦 见杰森到来里面的小弟瞬间起身 你刚刚在说什么玩意 见此一幕小赵直接躲在门口 杰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厉害的计划 自己明明告诉过杰森 我们两个没有支援 这时里面传来杰森的声音 对了还有个检察官跟我一起来 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很牛过意啊 今天你们可要准备好被法律的唇子 撬开你们的猪脑